遥光大陆最北部,是一处由六座苍茫雪山组成的极寒雪园 在这里,便是当年的修仙界宗门,金仙殿所住之所 此刻,六座巍峨雪山中最大的一座雪峰封顶 有一位身挂无数枷锁的老者,背靠冰岩,盘腿打坐 老者面色沧桑,脸上到处是腐躁刀刻的岁月痕迹 他就这么在这风雪极寒之地静坐着,仿佛一尊雕像 卡基,鞋子踩在雪中的声音响起 一男一女两位中年人,来到了老者面前 四十六道坟天星云已经布下 凭遥光大陆那些土著宗门,绝对无法抵挡 恭敬的话语,从两人中那位带着水晶假面的男子口中说出 这闭目打坐的老者听到动静,也就缓缓睁开了眼眸 满天的风雪天地中,随着老者的睁眼,洋洋洒洒 数之不尽的雪花竟同时一停,犹如时间停止了一般 每一朵雪花都生生定在了半空 见到这一幕,无论是带着水晶假面的男子 还是他身旁长发到腰的中年女人,皆是面色一喜 二人同时单膝下跪,道 恭喜世尊元明先咒大成,问鼎天人巅峰 听到两位弟子恭维的话语 老者的脸上并未有什么喜悦的表情 只是缓缓抬起头,用满是回忆的目光 望着布满雪花的苍穹 轻声呢喃道 江太清,六百年前 你以天人境巅峰的实力重创老夫 现在,老夫不但将元明先咒修至炉火纯青 修为也跟你一样到了天人境巅峰 而你,却迟迟没有突破归须 哼,这种到达极限 尽无可尽 只能被曾经不如自己的人渐渐追上的感觉 一定很痛苦吧 感慨的话语说完 老者闭上眼睛 长长地吐了口气 随后再次睁开 看向了面前两位毕恭毕敬的爱徒 影竹 玉龙 你夫妇二人,这些年来管理宗门,劳苦功高 等将遥光大陆上的凡间宗门消灭干净以后 这遥光,就归你夫妇二人 此话一出 男女二人纷纷大喜 怜呼,多谢师尊 老者也怡然自得地笑了笑 笑容中满是惬意 只因他明白自己的时代来了 如今,孔仲尼和李明如相继退隐 穆昭歌下落不明 佛祖世家自断性命 转世重修佛法 三千大陆中 能和自己一战的 也就只有江太清 上官大藏 东皇 洛无尽四人 而他们四个 虽然有和自己一战的能力 但如今也是该养老的养老 该闭关的闭关 因此 等自己一统遥光大陆 就去找江太清报仇 雪山之顶 满含仇怨的老者缓缓起身 随着起身的动作 他身上的镣铐枷锁 也开始纷纷化成粉末 修为有成的他再次抬头 伸出手 对着苍茫的天空轻轻一握 那一握 仿佛握住了整个苍穹 老板 两份臭豆腐 谢谢 遥光大陆边界 某凡间小镇 一身红衣的林薇 背靠热闹地接到游人 站在一处卖臭豆腐的小摊边 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臭豆腐 一副快要馋死了的模样 他身后 穿着黑色沙袍的林小璐 正在给马喂草 这些草是客栈免费送的 不过林小璐的这匹早红大马 很有个性 不是林小璐亲手喂的不吃 所以他只好自己喂了 小璐老师 吃臭豆腐 嗯 你先吃 我喂完红儿再吃 随口应付一句 林小璐拿了把店家给的刷子 给名叫红儿的马匹梳理毛发 一边梳理 一边悠闲地单手喝酒 今晚在客栈过一晚 不出意外的话 明天就可以去林熙宗找诸葛丹了 听说那丫头成了林熙宗 有史以来第一位舞者掌门 还被修仙界称之为女武神 她倒真挺期待 不知明天去跟这位老同学切磋的时候 自己是该用左手 还是该用右手 林小璐悠哉悠哉地思考着 一举一动都显得很安逸 而就在她心情极好之际 远处的天边 忽然传来一道急速的风声 这风声来得很快 也没有避讳凡人的意思 因此 林小璐所在的街道中 有不少凡人都寻声抬头 当人们看到 风声是来自一位玉刀 飞行的修饰时 所有人都激动地下跪磕头 成群结队地堆在街道上 对着远处狂飞地修饰高呼 神仙老爷 一旁 正在大口大口撕咬臭豆腐 脸上弄得脏兮兮的林薇抬头看了一眼 吐槽道 我娘说 自从天上的修仙者下凡以后 修仙者的数量就变得好多好多 隔三差五就能在凡间见到一些 给马匹梳理毛发的林小璐笑了笑 也没当回事 大白天的路过一两个修仙者而已 算不上什么大事 因此 她并没有关注的意思 满街道的许愿高呼中 林小璐和林薇继续干自己的事 可下一秒 天空中已经飞尽的修饰 忽然撤掉了刀 整个人从天而降落到街道中 抱着血淋淋的胳膊 直往阵外的大陆边界奔去 见到这奇怪的一幕 林薇猛了 林小璐也觉得有些疑惑 给马刷毛的她 瞅了一眼 这位焦急狂奔的修仕 然后一个念头 出现在对方面前 这位小兄弟 你受伤了 突然被拦住去路的修仕 见到林小璐 没有回答 只是满脸惊恐 神情有些疯癫的急喊 都死完了 都死完了 林小璐 修仕似乎没有多交流的意思 惊慌失措地喊完以后 就直接绕开林小璐 继续朝阵外的沟壳狂奔 看着那修仕逃命的背影 以及她一路上洒下的心红血迹 林小璐微微皱起了眉 身旁 正在吃臭豆腐的林薇 站在她旁边 同样看着男子离去 她一边吃 一边鼓着粉嘟嘟的脸颊 含糊不轻道 小璐老师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呀 林小璐点点头 平静地眼睛微微眯了眯 看来 刚才我们进入沟壳以后 没有修饰助手 是有原因的了 说完 林小璐扭头进入客栈 对客栈内的伙计笑道 小二 帮我们看一下马 马草我喂好了 招呼完 林小璐端起自己那份臭豆腐 用竹签插着吃上一口 然后对林薇笑道 陪老师去看看吧 嘿嘿 好呀 林薇可爱地应了一声 应完后 她看了看自己手里的臭豆腐 又看了看林小璐手里的 傻乐道 老师 遥光大陆估计有宗门出事了 你说咱俩一会儿一人 端着一份臭豆腐出场 会不会很没有逼格呀 文言 林小璐非常认真地教导道 微微啊 人的逼格主要是来源于自信 只要你足够自信 即便吃臭豆腐 也能吃出嚣张跋扈 豪情万丈的模样来 说完 林小璐便昂首走向远方骄阳 甩着长长的黑色沙袍 一边走 一边潇洒至极地吃了一口臭豆腐 其放荡不羁的动作 简直帅到炸脸 遥光大陆中间位置 林熹宗掌门 已经查清楚了 遥光大陆 无论正道魔道佛道儒道 稍微大一点的宗门 都遭受到了火流星袭击 共计46个宗门遭殃 许多宗门的宗主掌门 现在都联系不上 想必已经遇难 大殿之中 正在给树头小野猪卫士的诸葛丹 听着弟子传来的信息 青涩的美目中 满是愤怒 遥光大陆没有天人静 最强只有原因巅峰 我是舞者 同样达不到天人的水平 面对那种威力的火球 其他宗门根本抵挡不住 只能被灭 说完 他双马尾一甩 扭过头 看向殿中坐着的两人 念云兄 你和军师怎么看殿中主位上 静坐的陈念云沉默了一会儿 随后惊道 我和汤元本来是 想请诸葛掌门去四南走一趟 帮得忙的 没曾想会赶上这么大的事 他略显无奈地抬起头 笑道 诸葛掌门 这金仙殿 一共就两位天人静 对吧诸葛丹点头 金仙殿来到遥光大陆以后 一直待在北部极寒之地 闲少 和我们来往 也从未欺压过我们 这次不知为何会突然发难 据我所知 他们的两位天人静 分别是殿主莫影竹 以及副殿主杜玉龙 听到这里 陈念云脸色沉重地点点头 思索道 这金仙殿既然已经出手 想必很快就会发现 灵溪宗无碍的情况 说完 他转过头 看向旁边正沿着边喝茶的少年 汤元 这天上的宗门 底蕴深不可测 两个天人 我估计对付不了 现在回四南球员 估计也有些来不及 查了太多大陆了 你看正喝茶的汤元斗鸡眼一台 自顾自地说道 你对付一个就成 还有一个天人静交给我 此话一出 店内的诸葛丹 直接就猛了 他有些不确定地 打量了汤元几眼 猛逼道 汤兄弟 你应该是原因静吧 对面可是天人 听到这话 汤元轻轻一笑 斗鸡眼中闪过一丝奇异的流光 诸葛掌门还是太年轻了 这做人呢 是需要一些想象力的 诸葛丹 店内 几人说着话 尤其汤元准备好好 跟大家聊一聊想象力的事 可他还未来得及开口 旁边陈念云的木剑 就突然一抖 而他手中的茶水 也荡漾起了水流波纹 异象一出 汤元和陈念云同时抬头 目光如炬地 看向头顶的天花板 此刻 在正午阳光的照耀下 戴着水晶面具的中年男子 和一位长发及腰 身穿淡粉色服饰的工装女子 奥立于灵溪宗上空 居高临下 看着下方郁郁葱葱的山脉 夫君 感受到了麻金光之下 工装女子抱着胳膊轻笑 有个天人静在这儿 戴着水晶假面的男子点头 笑道 我说 这灵溪宗为何能挡下焚天星云 原来是有天人静帮助的缘故 说完 他目光一冷 娘子 就让为夫来看看 究竟是哪位道友 坏我金仙殿的好事 说完 男子便陡然一挥长袖 一道仿佛无尽长河的巨大灵光 立刻随袖而出 巨大的仿佛要将整个灵溪宗 彻底淹没一般 袖 在这长河灵光落下的瞬间 下方的宫殿中 便突然飞出一柄造型古朴 外貌平平无奇的木剑 带着冲天的剑气 直接冲破灵光 看到那把木剑 一男一女纷纷一愣 随后 那名男子便笑出了声 我倒是谁 原来是思南的陈念云 失敬失敬 天地之中 一身朴素道袍的陈念云 从木剑旁边的虚空中出现 他单手接过木剑 面无表情地看着面前二人 二位道友 遥光大陆的普通宗门 与金仙殿无冤无仇 却无故惨遭毒手 这不好吧哟 原来是巡视问罪来了 面对陈念云的杀意 戴着水晶面具的男人咧开嘴 露出了一个满是讥讽的笑容 陈念云 这是我遥光大陆的事情 还轮不到你思南来管 实相的你最好速度离去 大家以后见面还是朋友 话语说出 陈念云单手握着木剑 面无表情地摇摇头 二位 不好意思 今天的事 我已得夫人帮管了 霸气的话语落下 下方立刻传出阵阵疾风之声 无数誓死如归的灵溪宗修士 飞升上空 来到陈念云身后 诸葛丹也骑着一头猿鹰镜野猪飞起 用那头野猪 载着自己飞到空中 紧握着大铁锤 愤怒地盯着金仙殿两人 汤原也同样出现 他直接飞到陈念云身边 一边摸着手中那剑 一边用神秘的斗鸡眼看着二人 见到这一幕 不管是面具男子墨影竹 还是工装女子杜玉龙 都是微微一愣 但随后 他俩便直接笑了出来 倘若是以前 他们确实还会忌惮一下 以得夫人帮的名头 毕竟那里除了鸡腿剑神以外 据说还有一位非常神秘 从不出事的小姑娘 听说非常恐怖 但现在他二人的师尊 已经突破至天人巅峰 所以他们根本不怕 此刻 他二人看到整个灵溪中 所有人都出来了 也就懒得再多说 直接威胁道 陈念云 你应该明白 天人近于普通修士的差距 是天壤之别 这些人根本帮不上你 我夫妇二人 不愿于以得夫人帮为敌 但你若真要寻死 我们也不会怕了你等 还是说 你真要一人对战 我们夫妇两位天人话语说出 持见的陈念云 依旧没有什么反应 他淡默的眼神 轻轻闪烁了一下 随后转身一半 被身后的诸葛丹道 诸葛掌门 退开一些 诸葛丹沉默点头 骑着野猪后退 他明白 虽然他成名已久 但无者无路 目前的自己 被困在五道巅峰许多年了 一直没能突破 这种天人静的搏斗 自己根本帮不上忙 炽热的阳光下 众多愤怒的灵溪修士退散 亮出了巨大的空间 而汤圆也默默掏出了一堆丹药出来 吃糖豆一样 一把把地往嘴里塞 你慢点吃 别噎着了 陈念云无奈提醒 没事 那女的交给你 男的交给我 汤圆鼓着脸颊道 女的跟我打的话 他可能会失血过多而死 那样就太残忍了 当听到失血过多这四个字的时候 陈念云整个人都微微恍惚了一下 似乎想起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随后他无奈叹了口气 转过头 再次看向了面前二人 峨眉 陈念云 一旁 终于吃饱的汤圆 用袖子擦了擦嘴 抱着隆起的小肚皮 打了个长长的宝格 然后对二人笑道 峨眉 汤汉清 二对二 四个人 满是肃杀之意的蓝天白云之下 气氛安静地可怕 而当太阳的阳光转过天地 在四人中间 化作一道笔直的彩色光运时 四人便馊 对一生同时消失 金刀勿救 是一种大型突救 是遥光大陆的原生鸟类 也是飞得最高的鸟 能够在一万一千米的高空飞行 因一身金色的羽毛 且滑翔时翅膀回拢 远远望去 宛如一柄金刀而得名 此刻 灵溪宗上空的万米高空中 就有这么一只金刀雾 就滑翔而过 姿态优雅 目光激紧而悠闲 而正当它悠哉悠哉地观望下方 想要寻些肉食之际 后方忽然传来一道 快到炸裂的破空声 碰 一盏近两米的金刀雾 就连躲避都来不及 直接就被飞冲而来的墨影竹 撞成漫天血雨 羽毛伴随着血水洋洋洒洒飘落下 而戴着水晶面具的金仙殿店主墨影竹 也因为这头雾旧的阻挡 而停下了飞退的身躯 他看了眼沾满羽毛 血迹 粪便的衣摆 随后怒不可恶地瞪向远处 冲自己撅屁股的少年 你这是什么手段 天空中 撅着屁股 眨巴着斗鸡眼的汤圆扭过头 露出了一个邪魅娟狂的笑容 你还是太年轻了呀 汤圆笑道 一共三种丹药 第一种名为这里 我说了算 服用后可以自周身开辟一块天地 让你无法顺移进来 第二种名为巨兽不灭丹 不仅可以强壮我的五脏六腑 作为药机 还可以强化我的吞咽功能 让我更好地承受其他丹药 至于我刚才发射出来的丹药名叫 乍人不眨眼 不仅可以通过臀部 发射出速度堪比飞溅的丹药 且随便一颗的威力 就要等同于原因权力一击 你是天人进步甲 但我只要一直发射 乍人不眨眼 在这数之不尽的原因权力一击下 你也迟早会被我耗死 此话一出 墨影竹脸色一变 面具下的眼神 更是显露出一丝深深的忌惮 说起来他自己都不信 自己刚才和这古怪的少年交手 被他一路轰得节节败退 连近身都做不到 而每次自己想远距离对付他 他就又会用其他的古怪丹药来抵挡 这就让自己很难受 近身近不了 离远了又伤不了他 自己活了这么多年 都没见过这样的 此刻 墨影竹一想到自己 被一个原因逼成这样 整个人就气得胃疼 骂了个八子 老子特么弄思念 恼羞成怒的他怒吼一声 整个人再次对着汤圆扑去 双掌之中 更是闪耀起极致的光亮 而面对如此疯狂的攻击 汤圆再次扭过头 背对着他 屁股一掘 同时从那戒中 疯狂往嘴里倒丹药 只见他裤子破开小洞的屁股 高高抬起 用中间那道缝隙 瞄准飞冲而来的墨影竹 然后 轰 一声巨响 一颗丹药 从缝中轰出 天空之上 墨影竹一掌轰出 狂暴的灵力 直接将丹药轰碎 整个人亦是从 爆炸出的赤裂火焰中冲出 这一颗丹药爆炸的威力虽大 但它却根本不拒 然而下一刻 轰轰轰轰轰轰轰 天空之中 汤圆抬着圆滚滚的小屁股 一颗接一颗的疯狂扫射 将整片天空炸出满天的火光 其炽热的爆炸 更是犹如倾盆大雨 一般覆盖在墨影竹身上 对着它劈头盖脸 就是一顿狂炸 啊 小兔崽子你特猛 下方 诸葛丹和一众灵犀 宗弟子猛逼地看着天空中这一幕 每个人的脸上 都写满了尴尬与古怪 就连诸葛丹坐下的 诸葛胖胖都猛了 怀疑诸生的眼神中 写满了迷茫 长官 这就是以德夫人帮的军师吗 好可怕 对啊 我突然觉得 那个墨影竹好可怜 嘖嘖嘖 实在是太惨了呀 堂堂天人静 说起来也是个人物 爱听着弟子们的议论声 诸葛丹一言不发 只因他实在不知道说啥 天空中 护体法袍都被炸烂的墨影竹 再次被轰退 而汤圆却浑然不觉 他直接含住 自己手指上的那剑 一边用强化过的身体 疯狂吞咽丹药 一边持续不断地疯狂发射 哄哄哄哄哄哄哄 随着无数颗丹药的疯狂击射 他的屁股 都因为持续不断地震荡 而疯狂抖动 几乎抖出了残影 其射出的丹药 更是因为太过密集 在天空中形成了一条 长长的火蛇 你他妈 不要再射了 墨影竹绕着他一路狂飞 但他飞到哪里汤圆的屁股 就指向哪里 同时丹药也随之而来 在这样密集的狂轰滥炸之下 墨影竹根本看不住 被射得嗷嗷直叫 完全进不了身 我日你八倍祖宗 被炸几眼的墨影竹都快哭了 他红着眼睛沸声嘶吼 凝聚全身的灵力 在双掌中绽放出一颗 硕大的霉红色光球 九转焚天 巨大的霉红色光球 被他全力发出 一时间吞噬所有丹药 催哭拉朽之间 直奔汤圆的屁股而去 看到这毁天灭地的巨大光球 下方观战的所有人都是一惊 而汤圆依然不慌不忙 直接从那界中取出一大一小 两种丹药 再者 今天啊 就让你见见世面 说完 汤圆就先吃下那颗小一点的丹药 然后再张大嘴巴的一声 吞下那颗拳头大小的丹药 随后 汤圆把裤子一脱 把雪白的小屁股全部展露出来 下一刻 雪白的小屁股瞬间变大 巨大的屁股蛋变得 犹如大山一样 在阳光的照耀下 闪烁着奇妙的光运 莫影竹梦了 看着面前大山一般的屁股 以及中间那峡谷一线天一样的屁股缝猛 而随后 他就看到 犹如深渊一般 深不见底的屁股缝中 亮起了一道 刺眼的光 轰 另一边的云层深处 手持木剑的陈念云 在急速飞行中一个几百 剑锋舞动 直下伴随着呼 得一声极响 直接挥甩出一道海啸般的剑气之龙 吼 剑气化龙 诸鞋百万 陈念云站在剑龙头顶 飞冲而来 威风凛凛 远处刚刚被 天空中 巨大的镜子瞬间变大 镜面上更是倒映出飞来的剑龙 吼 无边巨大的镜子中 竟飞出一条一模一样的剑龙 对着陈念云扑去 天空中 两条剑气之龙相互对冲 其疯狂肆虐的剑气 伴随着阵阵龙音声响天彻地 而在这双龙缠斗之陈念云直接纵身一跃 天旋地转中直接来到青铜古镜的镜面上 持剑飞身 杀向身穿宫中的杜玉龙 三千八百剑 穿流不息 看见 巨大的镜面上 陈念云持目剑飞来 仿佛当时哲先 杜玉龙身处镜面之中 还未反抗 四周便掏声阵阵 一片片剑气化成的江流之水 从他周边涌出 将他和飞身而来的陈念云包裹在内 在这片涌动的激流天地中 他退无可退 咔嚓 仿佛无尽穿流怒吼的剑气之下 巨大的青铜古镜整个崩碎 杜玉米伴随着无数镜片飞落 袖口中更是抑制不住地吐出一抹鲜红 天空之中 陈念云并未放过此女的意思 他从破碎的古镜中飞身而下 一脚踏在他咽喉处 一脚踩住其小腹 在踏着他飞速下落的过程中 抬手一伸 远处的木剑立刻自行飞到手中 哄 又是一声巨响 陈念云踩着此女从天而降 直接将灵溪宗武神殿前的广场 轰出一片大坑 碎石飞舞 尘埃四起 被踩在脚下的杜玉龙 俨然已经奄奄一息 见到这一幕 天空中的灵溪宗弟子纷纷惊喜 一个个从天而降来到陈念云身边 而陈念云也丝毫没有耽搁的意思 直接抬剑 别杀我 我投降 脚下 重伤的杜玉龙惊叫 可话刚说完 陈念云便直接一剑落下 破 木剑穿心 女人瞪大了眼睛 整个人的元神 亦被这恐怖的剑气轰碎 见到这一幕 满场的灵溪宗弟子纷纷一震 却无一人觉得陈念云心狠 反而拍手称快 只因他们明白 此女和莫颖竹二人 在遥光大陆布下的阵法 害死了无数人 此刻 在无数人崇敬的目光中 陈念云收回木剑 轻轻喘了几口气 念云兄弟 多谢你为遥光的道友亡魂报仇 诸葛丹抱拳笑道 诸葛掌门客气 陈念云理了理 略显紊乱的气息木剑 笑道 此女作恶多端 罪有应得 他提着剑 和诸葛丹寒暄过后 便抬头看向天空 而刚一抬头 就看到莫颖竹 同样从天而降 哄 又是一声炸裂的巨响 浑身衣不蔽体 被炸得脸色焦黑的莫颖竹 重重摔在地上 啊啊啊 别射了 你特么不要再射了 我吃不消了 此刻的莫颖竹惨不忍睹 其浑身上下 皆是一片焦黑 面具也早就碎成了渣 再无先前的天人 竟大老风范 而且他的神志 似乎也有些不清了 整个人看起来 疯疯癫癫癫的 见到这惊悚一幕 所有人都深吸了口凉气 就连陈念云都震了一下 他抬起头 看向天空中 那缓缓穿上 裤子的少年身影 有一说一 汤圆出手 真的有点吓人 原因打天人啊 则则 场中 诸葛丹 陈念云 以及一众灵犀宗弟子 纷纷目录古怪地 看着汤圆从天而降 画面一时间有些安静 没办法 他们都猛了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点啥 而汤圆却浑然不觉 落地后 他拉了拉有些紧的裤裆 然后大摇大摆地 走向下的直哆嗦的墨影竹 陈念云注意到 汤圆走路的时候 屁股上的那条小缝 还在缓缓冒着青烟 在所有人安静地注视下 汤圆来到下得 嗷嗷直叫的墨影竹面前 抬手就给他喂了颗丹药 这祸已经被自己轰的 元神溃散了 根本没有反抗之力 场中 墨影竹遭受到了 汤圆惨无人道的酷刑 不知被喂了多少种丹药 到最后 他终于支撑不住 得一声 直接把元神给吐了出来 是真正意义上地吐出来 所有人再次猛逼 一个个倒吸凉气地看着 不少人更是吓得直哆嗦 眼睁睁看着汤圆满脸兴奋 如获珍宝地取出一个小词瓶 将墨影竹的元神收好 然后自言自语地说 自己要用这天人静的元神 来配合猪油 七星瓢虫血液 披霜 木系零食 朱砂 松香沥青 牛肉干等东西来 炼制一枚吊炸天的丹药 用天人静元神炼丹 细思极恐 至此 每个人都深深地看了一眼汤圆 并在心底留下 绝对不可冒犯的标签 行了 这两个天人都被灭了 汤圆起身 给自己为了几颗治疗痔疮药 然后看向陈念云笑道 金仙殿剩余的人就交给你了 我不参与了好吧 陈念云无奈地点了点头 他也没犹豫的意思 刚准备瞬移 却忽然感受到一丝不舒服 那是一种 如芒刺背的感觉 场中 他疑惑地抬起头 看到了天空之上 一位低头注视着自己的老者 察觉出他的不对劲 诸葛丹 灵溪中弟子 包括正在给自己治疗副作用的汤圆 也都抬起了头 他们都看到了老者 汤圆愣了愣 斗鸡眼中闪过一丝迷茫 随后对眉头紧皱的陈念云问道 这个人是不是很掉同为天人镜的陈念云点头 目中透露出一丝深深的忌惮 他能感觉到 这老者的不凡 见陈念云 一副如灵大敌的模样 睁着斗鸡眼的汤圆想了想 然后对他说道 你去拖住他一会儿 我要多吃几颗丹 陈念云 他刚想开口 头顶上方的老者 忽然目光一凝 下一刻 晴空万里的天空 便闪烁起 树道冲天雷霆 陈念云见状一惊 抬手凝聚出一道悬天浮路 给整个灵溪宗套上一层 刻满透明符纹的灵照 然后直接遇见升空 而在他升空的同时 汤圆就开始了疯狂吃丹药之旅 同时 他还递给了诸葛丹一把 诸葛掌门 我听说你身上的铠甲和锤子 是你师尊以前为你量身打造的 可以根据穿戴者的体型 而字形变大变小 是真的吗 一旁 眨巴着金色大眼的诸葛丹 猛猛地恩了一声 是啊 怎么了是这样 我这儿有几颗丹药很适合你 你是舞者 身子骨也抗燥 是 诸葛丹 少女猛逼地接过丹药 金灿灿的眼神中 闪过一丝狐疑 汤兄弟 这丹药吃了 不会有什么事吧 不会的 我的人品你放心 场中 汤圆一边疯狂往嘴里塞药 一边飞快说道 天上那老仔种 估计是天人巅峰 我和老陈很难搞得了他 因为天人巅峰 可以彻底掌控自己的规则和领域 所以为宝万无一失 待会儿 咱们三一起上 到时候我找到机会就近身 为他吃药 让他灵气运行堵塞 便秘 中风 阳尾 肾脏衰竭 得狡气 上火 把这世上所有的病都得一遍 让他开心开心 嗯 这样子啊 那成吧 诸葛丹犹犹豫豫豫地 将手中丹药胡伦吞下 随后眼前一亮 这丹药的味道居然还不错 酸酸甜甜的 场中 他砸把嘴回味着 一副意犹未尽的模样 可没过多久 他金色的铜就猛的一缩 然后 他就流鼻血了 与此同时 高空中 陈念云持剑而来 整个人如临大敌 神色冰冷地看向老者 这位前辈 有和指教面前 背对蓝天白云的老者 看着陈念云 缓缓露出一个微笑 小到有好 老夫姓公 明若俊 倒有可以称老夫金仙上人 礼貌且缓慢的话语说完 空中持剑的陈念云 眉头微皱 看着这老者沉声道 前辈此番 抑郁何为文言 老者笑了笑 刚要说话 远处忽然响起一道 少女的惊呼声 哇 惊呼声声音响亮异常 不仅打断了他的话 也让陈念云下意识回头 然后 陈念云就看到了 一个巨大的鼻孔 我去 什么鬼 他吓了一跳 等回过神才发现 是变大的诸葛丹 此刻的诸葛丹 已经变成了一个 身穿金色盔甲的 巨人 个头足足有近千米高 恐怖至极 更可怕的是 他手里还有一根 比他人还要大的恐怖战锤 如此巨人一出现 不仅陈念云猛了 就连金仙上人也愣了一下 而下一刻 他就看到一个 有奇妙眼神的少年 也飞了上来 老陈别跟着老仔种废话 你和诸葛掩护我 让我敬他身 请问你们店主在家吗 怎么就你们这些人不 不知道 店主出去了 雪山顶的大殿中 坐在主位高椅上的林小鹿 悠哉悠哉包着花生 一身红衣的林薇 坐在他旁边 大口大口啃着洞里 两人面前 躺着满地鼻青脸肿 哀嚎不已的金仙殿弟子 数量极多 左一堆右一堆的 几乎躺满了整个大殿 且一直延伸到 殿外的台阶和冰雪广场 一眼望去 满地都是重伤的修士 此刻的殿中 只有一个修士没有受伤 胆战心惊地 跪在林小鹿面前 哆哆嗦嗦地回着话 他害怕极了 原本自家店主和副店主 要去处理 自己和大伙也没当回事 毕竟所有人都知道 两位店主是天人静修为 灭一个凡间宗门 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故非常放心 可谁曾想 店主走后没多久 眼前这两个人 就找上门来了 当时 这一男一女人手一碗臭豆腐 来到山门后边吃鞭问 问遥光大陆无数宗门被灭 失衡遍野 是不是自己等人所为 当时大伙也没有吱声的意思 直接就对他二人群起而攻之 可结果 此刻 回想起可怕画面的修士 狠狠打了一个哆嗦 惊恐地看了一眼 主位上悠闲包花生的少年 一想到这少年先前一手捧臭豆腐 一手抽其他师兄弟的恐怖画面 他就自内心深处 觉得胆寒 此人 比店主还要强悍 小陆老师 要不要杀了他们呀 啃着洞里的临危询问 此话一出 跪着的那名修士 立刻一惊 连忙疯磕头 前辈 消灭其他宗门的主意 完全是店主出的 跟我等无关啊 我们没有那么大本事 只是普通修士 往前辈手下留情 放过我等 店中 林小璐将花生丢进口中 没搭理修士的话 而是转头对林危说道 微微啊 杀人是有讲究的 不能随意滥杀 上天有好生之德 说完 林小璐才看向那名修士 轻道 冤有头 债有主 我并不喜欢杀生 不过你得告诉我 你们店主 究竟去了哪里 我真的不知道 修士一脸欲哭无泪道 前辈 我只是一个普通弟子 店主出去 我根本没有资格过问啊 文言 林小璐目光平静地看着 这惊慌失措的修士 面对林小璐的眼神 修士整个人都止不住地颤抖 被吓得冷汗直冒 大气都不敢喘 店内的气氛 一时间也安静下来 就这么过了一阵 林小璐忽然点了下头 站起身 从颤颤巍巍巍的修士身旁走过 巍巍 她确实不知道 我们走吧 哦 好的老师 林薇丢掉吃完的洞里 怕了拍手 然后跟随林小璐离开 两人一走 修士顿时长长地松了口气 整个人无力地瘫倒在地 店外 林薇背着小手 一蹦一跳地跟着林小璐 一直来到堆满修士的广场 然后看着场中躺着 趴着 吐血的 晕厥的 各种各样的修士 一脸感慨 哎 小璐老师 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这么掉啊 林小璐撇了这丫头一眼 表情中满是无奈 然后对着天空 竖起了一根手指 林薇 白雪茫茫 哀嚎遍野的广场中央 林小璐的指尖伸过头顶 然后微微一亮 下一刻 竖刀透明细丝 好似盛开的莲花一般 从指尖绽放 呼 仿佛无限深长的细丝 飞速散开 直接扫过周围的宫殿 雪山 然后疯狂一转 咔嚓 破 嗡嗡嗡嗡嗡 破碎断裂之音 响起 一道接一道地响起 林薇和满场的金仙殿修士 皆是一惊 一个个惊恐万分地 看着周围的宫殿建筑 延绵雪山 哄 哄哄哄 树道巨像同时爆发 宫殿坍塌 雪山崩溃 仿佛蔑视一般的景象 让所有人都梦了 他们看着那一栋栋坍塌的宫殿 看着远处那崩断的雪山 心中生起了深深的震撼 这一刻 整个宗门 连同外界的雪山 一同被横切成了树段 所有人都张着嘴 正正地看着 不少受着伤的金仙殿修士 更是满脸惊恐 发自心底恐惧地 看向那一只灭宗门的少年身影 此人的手段 已经达到了通天之地 他刚才那一下 最恐怖的 不是请客之间 毁灭了所有的建筑 而是在毁灭之时 还避开了所有人 是的 一个人都没死 那些无限延长的透明细丝 在切割周围所有之时 仿佛长了眼睛一般 精准地避开了所有人 这才是真正的强悍 绝无仅有的强悍 场中 一身黑色沙袍的林小璐 被对覆灭的金仙殿 摸了摸一旁呆若木鸡的少女脑瓜 笑道 金仙殿的店主 不知去了哪里 我们得快点找找 不然可能会有人被害 嗯 哦 林威猛猛地点头 他看着周围满场的废墟 一时间还没回过神 与此同时 林熙宗数百里外 被斜阳照耀成红色的荒野上空 啊 仙女重锤 身高已达千米 体重无法估算的美少女 从天而降 甩着两根数百米长的马尾 挥着一座高山一般的铁锤 重重袭来 呼 巨大的铁锤光是引发的刚风 几乎就可以碾碎一切 而天空中的金仙上人 却是浑然不觉 对着迎面而来的铁锤 就是一掌 哄 一股犹如天地磅礴的飓风 直接掀起 愣生生裹住诸葛丹的攻击 将他整个人连人带锤 空在空中 喝雕虫小剑 金仙上人冷笑一声 刚欲动手 后方却传来一道极致剑鸣 咻 斜阳照耀下的火红色天空中 陈念云持剑而来 在半空中 划过一道长长的弧线 对着金仙上人飞身触剑 三千六百剑 剑者问清 极致的剑气 仿佛划破黑夜的破晓之光 带着势不可挡的威能袭杀而至 而面对着必杀一剑 金仙上人依旧毫无反应 直接便抬起另一只手掌 三道面积有小到大的金色圆盘 立刻自掌心凝聚 不但挡下了陈念云的剑 更是连同他整个人都空于掌下 一时间 威额磅礴的诸葛丹 飘浮在空中动弹不得 同为天人静的陈念云 也被其死死控住 你二人实力不错 如果可以 老夫道真想 收你二人为徒 只可惜 你们沙楼两个徒 眼下也只能送你们一程 苍茫的天地间 金仙上人得意地 看着被自己控制住的二人 露出了惬意的笑容 可他刚笑到一半 忽然一枚小小的东西 从陈念云背上飞出 直接飞入了他口中 哈哈哈哈 可可还什么东西 老者咳嗽了两下 目露疑惑地 看向被自己控制的陈念云 而下一秒 陈念云背上 就显露出一道少年的身影 那少年浑身光溜溜 此刻 正用匹刹的姿势 坐在陈念云背上 金仙上人梦了 看着那光溜溜少年 悬傲的斗鸡眼猛了 这是个什么东西 自己居然没发现 他怎么做到的 愣了愣 刚要继续动手 忽然 阿T 天人竞巅峰打喷嚏了 高空之上 金仙上人忽然感到 浑身上下传来树道剧痛 头痛欲裂 耳鸣 流鼻涕 菊花疼 肠道不舒服 肚子咕噜咕噜响 胃疼 单疼 脚丫子痒 灰指甲 痒尾 就连脸上都开始冒青春痘 这特么什么情况 各种稀奇古怪的情况同时发生 一时间堂堂天人竞巅峰 都扛不住 大方荒野 躺在地上难受得浑身直颤 你为我吃了什么 老夫为何会长鸡眼 哈 见到这一幕 空中的陈念云毫不迟疑 大喝 快 攻他面门 哈 看锤 诸葛丹再次全力挥舞大锤 陈念云持剑掐绝 舞出一道冲天剑气 汤圆也再次把自己的屁股变大 准备施展最强爆破丹 面对这三道攻击 浑身难受直打滚的金仙上人怒斥 找死 他果断脱离肉身 以金色元神飞出 元神没有肉身支撑 他的实力发挥不了多少 动手 话音一落 三个少年人同时出手 持全力轰向金仙上人的元神 而此刻的金仙上人也彻底暴怒 似乎是因为自己天人巅峰 被三个小辈重创而恼羞成怒 出手之下 直接引发了天地法则 轰隆 树道如同天柱般粗大的金色雷霆 随之而出 疯狂横扫 一击之下竟同时轰开诸葛丹 陈念云 汤原三人 强化过的诸葛丹 直接被雷霆震飞 一声闷哼 巨大的身躯飞摔在地 将一大片地面砸得尘土飞扬 陈念云亦是被雷霆击飞 口中抑制不住地喷出一道血浆 汤原最惨 那作恶多端的屁股 被炸得一片焦黑 整个人嗷嗷大叫着摔进地面 三人全部受创 但金仙上人也好不到哪去 以原神施展手段的他 亦被三人的手段轰得震飞出去 胸口处更是被陈念云留下一道剑伤 原神都差点被震散 他气疯了 本想着自己修成原名仙咒 马上就可以大杀四方一展神威 结果还没出遥光大路 就遇到了苦战 还是被三个小辈 他看了看自己那脑袋生疮 眼带浮肿 一身各种毛病 还同时犯牛皮血 青春痘 湿疹等十几种皮肤病 并且菊花还在一次一次地 往外喷血的肉身 气得整个元神都开始发颤 老夫今日定要将你三人 错骨扬灰 以泄心头之恨 他抬手指向下方的汤圆 歇斯底里额咆哮 尤其是你 小崽肿 你以为你屁股变黑 老夫就认不出你了吗 骂了个八子 老子第一个叫弄死你 下方 正撅着屁股降温的汤圆猛了 然后连忙掏出一把丹药来 这老怪物太牛逼了 超出估算了 来来来 大家一起吃隐身丹 一会儿跟着我匹刹逃命 旁边 已经变小的诸葛丹 满脸嫌弃道 汤兄弟 你就不能给他喂点破坏 元神一击毕命的丹药吗 光让他得那么多病 又弄不死他 大姐 你说得容易 汤圆气愤地瞪着豆鸡眼喊道 他是天人巅峰啊 想一颗丹药就弄死他 让他千年道行一招丧 哪有那么简单 我的百病丹可以绕过他的修为 直接让他得病 这已经很牛逼了好吗 别废话了 快脱衣服吃丹药 这老怪物马上就要恢复了 他修为比我们高出太多 很快就能恢复的 草地上 汤圆和诸葛丹 叽叽咕咕地说着话 吵闹个不停 而在他二人前方 同样受伤的陈念云 却忽然变得异常平静 抱着自己被震断的右臂起身 目露迷茫地 看向远方斜阳 身后 汤圆还在劝诸葛丹吃药 诸葛丹坐在草地上 抱着脑瓜直摇 双马尾也是一甩一甩的 一副我不听我不听的架势 哎呀 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倔呢 刘德青山再不怕没柴哨啊 再说了 你是舞者 舞者不是应该不拘小节的吗 老陈你说说是不是这个礼 老陈汤圆喊了两声 见陈念云没有回应自己 奇怪地抬头望去 然后 他的斗鸡眼猛然一缩 整个人呆若目击 抱着脑瓜的诸葛丹 见他忽然不说话了 也跟着抬起头 然后 他揉了揉眼睛 然后又揉了揉眼睛 然后又揉了揉 三人全部愣住 立在天边的金仙上人 见到这一幕 下意识以为 他们被自己吓到了 刚欲动手 却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 他疑惑地看了看两边 见没有人 便有些迟疑地转过了头 转过头 映入眼帘的是巨大的 即将下山的火红色太阳 而在那红色的太阳中心 正悬停着一个渺小的黑色人影 许是因为红色斜阳的照耀 金仙上人有些看不清 那黑色人影的样貌 只是下意识觉得有些不对 因为他没有感受到 哪怕一丝一毫的灵力波动 对此 他迟疑了片刻 随后宁笑 装神弄鬼 说完 他就直接准备掐绝 可下一秒 他就看到那道身影 抬起了手 手中握着一个 长长的刀一样的黑影 向自己劈来 呼 巨大的苍茫无声无息 却直接将天上的云层 笔直掀开 带着至刚至阳的气息 重重落下 金仙上人猛了 他准备掐绝的胳膊 从肩膀处 被分开了天空中 他睁着苍老的眼睛 目中带着茫然 似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紧接着 就有一道笔直的木剑 从他的胸膛处破开 穿透出大半个剑身 他身后 单手持剑的陈念云倾道 前辈 你遇上了我的一个朋友 嗯 死得不冤 金仙上人感受着自己 即将溃散的元神 回想着自己还未开始的雄徒霸业 艰难地转过头 目光正正地呢喃道 你们特忙 夜晚时分 灵溪踪 静舞殿外 清冷的月光下 林小璐坐在一尊石桌边 只见轻撵着堆放在碟子里的瓜子 眼神沉寂 面前 背负目见的陈念云 捏着酒杯 一饮而尽 随后轻叹 小璐 真没想到 咱们还能有再见的一天 我们都以为你死了 前阵子 我还带楚楚去过青丸殿 去给你的灵位上香 现在想想 真是物是人非 说完 他抬手拍了下林小璐的肩膀 笑道 你变化好大 林小璐点点头 思绪五味杂陈 他记得陈念云 从见到他和汤圆的第一眼 他就回想起了他们 一个时辰前 他和陈念云 汤圆 诸葛丹等有人 述说了自己的经历 而他们三人 也缓缓告知了自己的过往 那些告知 让自己记起了所有人 包括小悦 也包括阿宁 说实话 见到陈念云和汤圆 林小璐是很开心的 发自内心深处的开心 毕竟他们 是自己的发小 这久别重逢的感觉 让他感觉获得了新生一般 但他 还是有些恍惚 一方面 是自己错过了和阿宁的约定 另一方面 是陈念云告诉自己 在这四百年的时光里 有一些人 已经不在了 小璐 不要悲伤 月光下 陈念云再次拍了下林小璐的胳膊 并亲自给他倒酒道 同儿 唐龙 以及秦姑娘 都是寿终正寝 而且 唐龙还和秦姑娘结为连理 二人留下了后 现在你的五尊一脉中 就有他俩的后人 我知道 你去修仙者学院时 曾说过 要回来吃他俩的喜酒 但事实无常 造化弄人 即便我们是修行者 也没有办法真正掌控一切 你也不用自责 面对好友的安慰 坐在石桌边的林小璐 深呼吸了两口气 脑海中 回闪着自己的第一个徒弟田团 以及唐龙兄弟 秦大聪明 回想着和他们一起冒险 一起玩闹 一起练功的点点滴滴 鼻子不仅酸了又酸 阿宁也已经离世了吗 他颤着声音问 这个 我也不太清楚 陈念云略显尴尬地说道 修仙界崩溃以后 江太清前辈就去了大唐 小璐 我和汤圆你也知道 我终日席见 他天天练丹 对于外界发生了什么并不关注 老实说 我还是在师父在世的时候听他说的 说你错过了和大唐 一位女皇的婚约 然后才知道 有江宁这么个人 听到这里 林小璐再次深吸了口气 重重点了点头 陈念云和汤圆 没见过阿宁 他知道 此刻 他眼眶微红 继续看向陈念云 问道 你师父 方无修方长老 也不在了汤圆的师父 孙唐亮孙长老呢 都不在了 陈念云苦笑着摇了摇头 道 四百多年啊兄弟 当年咱们 还是小孩的时候 我师父他们 就已经几百岁了 杰丹靖的寿命 最多也只有五百来岁 怎么可能还在 说完 陈念云继续说道 不只是他们 六大仙门道宗 除了咱们的老掌门还在以外 其他的都已经先世 毕竟咱们老掌门 在他们当中年纪最小 另外还有你那位挚友 无够师父的恩师 无心禅师 也已经原济 林小鹿 他正正地看着 面前的陈念云 心中生起了一股 难以形容的滋味 他喝了口酒 勉强压下心中悲切 刚想继续问问情况 远处却传来了说话声 女武神大佬 我可崇拜你了 我是我师父的学生 听说您和我师父关系可好 你要不要收我为徒呀 你是陆哥的学生 那你想不想要机缘想要呀 等等 你是谁 我是以德福人帮的军师 以德福人帮你听过没有我去 前辈 您就是以德福人帮的军师 多谢前辈赐在下机缘 哈哈 好说 来 吃了它 保证死不了人 嘿嘿 好呀 远处 汤圆 诸葛丹 以及正拿着一把丹药 傻了巴基 准备往嘴里塞的林薇走了过来 见到这一幕 林小鹿无奈叹了口气 隔空控制住了林薇的手 丫头 别胡闹 把丹药还给你汤前辈 此话一出 汤圆立马不乐意了 吐槽道 哎呀 陆哥你干嘛 我正愁没有勇士自告奋勇士丹呢 几人嘻嘻哈哈地来到石桌处 一个个自说自话热闹的不行 林薇好奇地问林小鹿 在和峨眉剑仙陈念云聊啥 诸葛丹拿了一份餐盒 里面满是琳琅满目的食物 招呼林小鹿冻筷子 还说起在学院的时候 他俩都是舞者 天天找吃的 而汤圆也跟林小鹿 卖力推销起了一种 虽然会养尾 但能把眼睛变得 和他一样帅气的丹药 一时间 一大群人的话语声 吵闹个不停 也让林小鹿 暂时放下了心事 看着近在咫尺的汤圆 陈念云 诸葛丹 他感觉自己又回到了过去 路哥 你确定不是一下 我的最新发明码石桌上 汤圆一本正经地拿着丹药 对林小鹿目光赤热道 其实我很早以前就看出来了 路哥 你非常羡慕 我的独特眼神 毕竟小时候你就 经常盯着我的眼睛看 而且每次看完你 都会露出一副 嘖嘖撑起的表情 我知道 一定非常想要一双 跟我一样帅气的眼睛 所以现在机会来了 路哥 我终于把这丹药练出来了 虽然吃了就会养尾 但这都不重要 来 快吃吧 吃了它 你就可以拥有 跟我一样睿智的眼神了 放心 就咱俩这交情 丹药我一个铜板 都不会收你的 来 张嘴 阿玲小鹿 一旁喝酒的陈念云 看不下去了 好心劝道 汤圆 我觉得 你最好把这丹药收起来 你看不出 小鹿已经准备拔刀了吗 哎呀 老陈你别打岔 你作为路哥的意思 我没让你叫我汤说 就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陈念云 安静的小院中 被汤圆搞猛的陈念云愣了愣 然后突然脸色一洗 对着汤圆身后惊讶招手 阿蛋 你怎么来了汤圆一愣 然后回头望去 下一刻 陈念云和林小鹿非常有默契的同时抱起 对着汤圆一个拔剑 一个拔刀 煞笔看见 掉毛看到 幽静的月光下 林小鹿和陈念云一刀一剑 把汤圆按在地上 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混合双打 其动作之优雅 招式之巧妙 配合之默契 把一旁喝酒吃肉的林薇都看猛了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副样貌的小鹿老师 一时间有些猛 女武神前辈 小鹿老师 原来这么会打架的吗 他猛猛地问 石桌上 正扶着下巴 笑眯眯看打架的诸葛丹乐道 这算什么 你是不知道你老师 当年在学院的时候 和一个叫上官哈密瓜的姐姐天天打架 两个人把院子都给打烂 一天到晚 不是在打架 就是在打架的路上 而且 他俩不仅互相打对方 还一起打别人 俩人组成了一个调报的组合 天天乍人裤裆 是学院里所有少年的噩梦 思听到这话的林薇 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原来小鹿老师以前这么狂野 自己还以为 他一直这么温柔 谦逊的呢 此刻 小院中 林小鹿和陈念云打累了 二人一个个喘着粗气 一时间仿佛回到了当年 尤其林小鹿 他连裤子都没给汤圆留 全程暴力的一逼 呼 终于打完了 汤圆你到底 吃了多少丹药啊 真硬实 小鹿你不晓得了吧 这家伙吃了四百多年丹药 生生靠吃丹药 抗负作用 把自己吃成了原因 身体古怪的很 我的剑都捅不进去 嗯 汤圆 这么多年你果然没让本帮主失望 你越来越厉害了 林小鹿说完 哈哈大笑 而被压在身下的汤圆 则一脸忧怨地看着他 路哥 你能这么夸我 我非常高兴 但是你能别一边谈我的小智 一边夸我吗 那不行 林小鹿果断摇头拒绝 并义正言辞道 大家从小玩到大 我不谈他 就是不尊重他 二愣子你说 是不是这个理 说得对 非常有道理 汤圆 你看小鹿现在的实力 都已经达到天人进巅峰了 这样的身份 都可以来探你的小 那我作为堂堂峨眉剑先 拿你的小来摩剑 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吧 陈念与你特么有病是不是 你的是木剑 摩什么摩 院内 三个看似少年 实则已经几百岁的老人 打闹了好一阵 然后才人母狗样地回到石桌边 一个个恢复成 平时先锋道鼓 道貌黯然的模样 林薇全程猛逼地看着 最后见他们 好像瞬间和好 继续热情闲聊起来 才一脸感叹 果然顶级的天骄大佬 都是要异于常人的吗 作为晚辈 而且是一个很有眼力见的晚辈 他乖巧地给四人一一针上酒 然后坐在边上 一边啃猪蹄 一边安静听着大人们说话 院中 几位大佬闲聊了一阵 林小璐也终于问起 陈念云和汤圆 此番来摇光大陆的目的 胡小洛 小月儿现在是咱们的掌门了 陈念云喝完杯中酒 吐了口浑浊的酒一探道 当年修仙界崩塌 大家都以为你遇难以后 小月儿就开始变得沉默寡言 每日待在摘星身居简出 同时 她的修为也呈现出了 非常快速的增长 对 我在耀元峰天天炼丹都听说了 鼻青脸肿的汤圆补充道 当时大荒剑古宗的剑商前辈 还没先是 他带着大荒剑古宗 并入咱们私南 然后有心 把宗主之位传给阿一 因为阿一不但天资非凡 而且 为人善良正直 就连明如长老和仲尼先生 都对他赞誉有加 可大荒剑古宗里 却有人不服 是阿一的大师兄 那个人比阿一早修行二百多年 修为比阿一高 然后很不要脸地提出 要跟阿一这位小师弟决斗 一争宗主之位 月光下 林小璐听得一愣 不知道这和自己妹妹有什么关系 他有些好奇地询问道 然后呢 然后小月儿就出关了 陈念云面露回忆 眼神中带着深深的震撼道 当时小月儿一出关 所有人就都感受到 他是天人境巅峰 而那一年 他才不到一百一十岁 修行时间连一百年都没有 此话一出 林小璐的双目瞬间一亮 拳头也直接握了起来 原来三百多年前 自己的妹妹 就已经是天人境巅峰了 这已经不是天才了吧 已经不能用天赋来形容了 这 这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场中 陈念云继续说道 后来小月儿出手 打败了阿一的大师兄 并且对阿一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林小璐追问 故事讲到这里 陈念云看了一眼林小璐 笑道 小月儿对阿一说 你是我哥哥的朋友 就是我的朋友 文言 林小璐露出了一个笑容 乐呵呵地点点头 随后他又 有些疑惑地 看向陈念云和汤圆 这不是挺好的吗 是挺好的啊 可是 那已经是三百年前的事了 小月儿 现在好像已经变了 场中 陈念云面露苦笑 叹道 四十八年前 名如长老和老掌门隐退 小月儿成了峨眉的新掌门 由帅帅鸭辅佐 但小月儿每日都待在青丸店中 依旧是很少出门 尤其最近这几年 更是根本见不到人 峨眉大小事物 也都是帅帅鸭一手把持 而直到前些天 帅帅鸭才突然通知我 说他发现小月儿的心态 好像发生了变化 让他感觉很陌生 而且很害怕 所以就希望把以前的好友 都召集过来 说一起 商量商量怎么办 我这次和汤圆来遥光大陆 就是来请诸葛掌门的 当初在学院 诸葛掌门 不是也和小月儿打过交道吗 说完 陈念云吐了口气 对林小璐笑道 小璐 现在你没死 事情也就没那么麻烦了 咱们一起回峨眉 小月儿只要见到了你 所有的问题应该 都不是问题了 毕竟他那么想念你 一旁的汤圆 也是连连点头 对啊 陆哥 我跟你儿子 本来还要去向神界找威蒙姐弟的 现在也都不需要了 院中 林小璐沉默了片刻 随后默默点头 嗯 明日我们就启程 回峨眉 不过 他顿了一下 说道 回峨眉之前 我要去趟大堂 好友重逢 自然欢乐 几人一直聊到深夜 才渐渐散去 而在大伙儿 都走了以后 林小璐便独自一人 回到了诸葛丹 给他安排的住处 他没有点灯 而是一个人 处在漆黑的房间中 坐在床榻上 撸起袖子 目光看向了手腕上的手链 通过好友的告知 他已经记起了 这手链的用途 看着黑暗中 微微发亮的手链 林小璐只觉心头 五味杂沉 百感焦急 许久 他抬起手 将手链凑近到了嘴边 时隔四百多年的时光 这一刻 少年终于再次轻轻呼唤 花蝴蝶 你在吗 花蝴蝶 你在吗 房间内 林小璐陆续呼喊了几声 手链却一直静悄悄地 没有传来任何回应 良久 他只得无奈放弃 与此同时 思南大陆 南疆 某间暖房 咔嚓 一位脖子上 挂着七八串 大金链子的青年 跑了进来 青年进入房间 挠了挠头 面露疑惑道 本公子这是出现幻觉了 为啥我 好像听到了说话声 他在房间内看了一圈 最终目光 看向床头处 摆放着的一只锦盒 而正当他想打开锦盒看看时 暖房外忽然传来 气呼呼地叫骂 傻狗 谁让你进我房间的 听到这声叫骂 青年当即吓了一跳 连忙离开 同时大笑 误会误会 哈哈 路哥你看哈 咱们几个当中 只有老陈和我能瞬移 你和灵丫头都不会瞬移 只能飞 所以这就很尴尬 我们估计要走一两个月 才能到四南 哦 军师友和高健 嘿嘿 我这里 有一种丹药 可以让我和老陈 带着你和灵丫头一起瞬移 当然 会有一点小小的副作用 中午时分 飞了一上午的林小璐和灵威 汤圆 陈念云等人 一同骑着马 前行在一处不知名的小城中 边走边聊 这已经是他们告别诸葛丹 离开灵溪宗 赶往四南的第三天 三天时间里 几人不停飞行 此刻已经快抵达 遥光大陆的边界 汤圆大佬 你说的这个副作用是什么呀 灵威好奇地看向汤圆 汤圆也很诚实 非常直接地笑道 也没啥 就是瞬移以后会尿不尽 没尿也能变出尿来的那种 而且无法憋住 走哪尿哪 灵威 灵小璐没好气捂住了脸 觉得有些无奈 其实不用那么麻烦 一旁的陈念云提议道 如果我们不分昼夜前行 即便是不用顺移 只偶尔用马匹代步 也可以尽快抵达四南 遥光与四南中间 只有三个大陆 抓紧些的话 估计用不上一个月就能抵达 对啊 主要是各个大陆间的隔层比较麻烦 也不知道仲尼先生 为何要立下这种规矩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陈念云笑着给几人科普道 各个大陆原先都是一方天地 生活习性和理念也各不相同 如果没有这个规定约束 各个大陆的人就可以随意往来 这样很容易就会引发 两个大陆间修仙者的私斗 所以这个规定麻烦是麻烦了些 但本质上也是为了避免摩擦 一路上 几人边走边聊 一直到下午十分渐渐过去 天色开始变暗 几人才再次飞离 以极快的速度横跨大陆 这几天的时间里 林小璐一直都在听陈念云和汤原 讲述私难的情况 其中有关峨眉的情况 也已经完全了解 尤其当他得知师姐李妙心 和大师兄李耀熙都尚在人世时 他便非常欢喜 陈念云告诉他 自己的师姐李妙心似乎体质特殊 四百多年过去也没有明显老去的迹象 还是如同当初一般 每日在摘兴风的葵花地里打坐修炼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但他虽然没有老去 修为却一直平平无奇 显得很是奇怪 而自己的大师兄李耀熙 则是要稍训一筹 虽然他也已经是结单近巅峰 但却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不出意外 此生估计原因无望 对于李耀熙 林小璐已经没有了以前的那般仇事 反而觉得有些唏嘘 幼年的时候 他是那么看不起不能修仙的自己 结果现在 自己仍就是少年模样 而他却已经是位行将救墓的老者 这 或许便是造化弄人 除了师姐和李耀熙 林小璐还问了唐欣的情况 听陈念云说 唐欣继承了奇观长老的一波 现在已经是通腰一脉的长老 但同样的 也已经是位满头白发的老人 而除了这些人以外 最令林小璐意外的 是侯三还在 陈念云告诉他 侯三现在已经是内门弟子了 他之前在一次下山采购的任务当中 阴差阳错 获得了一些机缘 好像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珠子 据说是一种名为玄武的神兽内丹 靠着那枚珠子 他一举突破修为 道了结丹静 因此才活到了现在 不过由于侯三的天赋 实在太过一般 突破到结丹以后再怎么修炼 也难以再进一步 因此他就放弃修炼了 回到了他最爱的膳食堂 每日给大伙继续做着可口的饭菜 和妙心师姐一样 看着一代又一代的摘心门人成长 有一说一 对于四百年这样一个漫长的时光来说 还能有这么多人存于世间 其实已经是一个奇迹 而这 也让林小璐 更为加快了回思南的念头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林小璐和陈念云 汤圆 以及自己的学生林威 全速飞行 昼夜不停地往思南赶 一连横跨两座大陆 一直到了最后一座贪狼大陆 这期间 也没再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几座大陆的风土人情 都比较和谐 一切顺利 一直到贪狼也都是如此 终于 在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以后 他们终于跨越贪狼大陆的隔层 时隔四百多年 林小璐也终于再一次 踏上了思南大陆的土地 小璐 再回思南 感觉怎么样感觉 像做梦一样 东海海面上 林小璐操控着树坪码 一边飞行 一边看着下面碧蓝的海面 重回思南 让他的心头感慨万千 一旁同样在飞行的陈念云 则继续笑道 过了东海就是大堂了 咱们很快就能到 少年点了点头 脑海中反复回想着 江宁和自己拉钩约定的那一幕 不安和期待两种念头 更是同时 在心头回荡 也让他越发感到紧张 他知道 江宁是凡人 没有修行的天赋 能活下来的几率很低很低 但他心里依然抱着那么一丝希望 毕竟江太清是回了大堂的 说不定江皇会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阿宁存活下来 而这 也是他最后的希望 中午时分 大堂都城我已经传音回鹅梅了 帅帅鸭已经知晓你还活着的消息 大堂都城 人来人往的街道中 陈电云对林小璐笑道 帅帅鸭惊讶坏了 急吼吼的 就说要过来 然后我跟他说我和你 现在在大堂 过几天 估计就能回鹅梅 让他不用急 一旁 汤圆好奇道 小月应该没啥事了吧 应该问题不大 陈电云笑着说道 帅帅鸭肯定会告诉所有人 小璐还活着的消息的 热闹非凡的官道中 几人边走边聊 陈电云更是悠闲地指导起 林薇修行道法 气氛一时间显得很和谐 而林小璐则明显有些心不在焉 越靠近大堂皇宫 他就越觉得紧张 害怕 但愿我想的 不会真的发生 他这样想着 不久 几人来到了 巍峨壮观的皇宫东大门 林小璐看了看 东大门站岗的大堂士兵 深吸了口气 随即独自走了过去 士兵们见到有人靠近 也是立刻抬手阻拦 皇宫禁地 速速离去 被阻拦 林小璐也没有生气 而是非常平和地 准备抱拳开口 可他刚一抬手 便突然感觉到不对 接着 面前的士兵们愣了一下 随后扑通一声纷纷下跪 被一直见过太祖陛下 皇宫门口 林小璐挣了挣 然后转身看向身后 他看到了一个 身穿黑色龙袍的老者 朕原本正在宫内打坐 无意中感受到了 你们几人的气息 便出来看看 皇宫后方 都城边缘的山脉 一处青山绿水的道路中 身穿黑色龙袍 头戴黑色免留的江泰青 一边领着林小璐等人 漫步前行 一边目录唏嘘地说道 林小友 时隔这么多年 没想到朕还能再次见到你 而且你还有了 不若于老夫的修为 真是 说到一半 江泰青没再说话 似乎有些想不出 用何词汇来表达 而林小璐也没说话 此刻的他神情危景 整个人的情绪 似乎都在顽强压抑 江泰青看了他一眼 能够体会他心中的悲痛 颇为心疼地 拍了拍他的肩膀 宁儿一直对你念念不忘 但你没能赴约之事 确实怪不得你 你也不用太过自责 后面 陈念云 汤原 林威三人 看着林小璐的背影 一时间同样都没有吱声 他们能感觉到 林小璐此刻的悲痛 但一时间也不知道 该如何劝慰 这种感受 这种滋味 他们没一个人体验过 不久 一行人走过 蜿蜒齐驱的山道 来到了山下一处 栽种着无数梨树的梨园 来到梨园深处 江泰青长长地叹了一声 抬手道 宁儿就在那里 他一直在等你 郁郁葱葱的梨园中 林小璐抬起头 看到了远处 一座插着红鹰枪的牧种 看到牧种的一瞬间 他重重地恍惚了下 整个人一个亮呛 一旁的陈念云 眼疾手快 一把扶住了他 小洛 你没事吧 林小璐摇了摇头 一言不发 只默默走向了牧种 见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感慨不已 就连江泰青 也是感慨到 宁儿一生未有婚配 在位八十二年 为大唐子民兢兢业业 鞠躬尽瘁 后寿终正寝 长眠于此 因他并不知晓 你还在人世 故也不愿长留 不仅拒绝了 朕赐予他机缘 祝他长寿些的想法 还拒绝了 皇室风光大藏的习俗 最后 在这风景优美的 梨树林中 做了个简陋坟营 说到这里 即便是见惯了 大风大浪的江泰青 都忍不住微微动容 叹道 宁儿虽不是修仙之人 但却是朕最认可的子孙 其性情之刚烈 对待所爱之人之忠贞 可称千古无二 仙人也难当 被绿植覆盖 红莹高举的坟营前 林小璐呆滞地站着 脑海中回荡着 和江宁在一起的美一幕 从十二岁第一次相识 再到后来相互长大 定下婚约 一切仿佛就在做日 身后 汤原对江泰青疑惑道 江皇前辈 江宁姑娘去世 且一直没有婚配 那现在大唐是宁在打理吗 听到这个问题 江泰青摇了摇头 道 宁儿去世之前 仲尼先生和明如曾来过大唐 当时江宁就对朕 和他二位提出了一个想法 宁儿想让大唐的君主世袭 改为民众选举 每隔几年 在大唐上下 选举出数位 深受人民爱戴的代表 共同治理国家 五年轮一届 刚开始的时候 朕觉得这个想法 太过惊世骇俗 但仲尼先生和明如 却觉得很好 就提议先试试 结果真做得非常不错 宁儿一生整顿朝纲 修编国法 破旧立新 设各种新部二十余处 以能力论英雄 在他去世之后的几百年里 他推出的 这套治国理念 一直延续到今日 让大唐上下 都变得越发繁荣昌盛 朕现在也只是 在大唐养老而已 甚至连前龙红阴里的 苍龙阵都给放了出来 让他可以以真龙之灵 庇护大唐 此话一出 陈念云都猛了 汤元更是嘖嘖称奇 这位姜女皇可以啊 我经常会练一些 常人不能理解的单 所以非常理解 这种破旧立新的想法 刚开始 都是很难被人们接受的 他居然有胆子这么做 牛逼 是啊 宁儿做得很好 姜太清抹了下眼角的泪水 笑道 他认为 国家的重要来自于人民 皇帝的局限性太大 毕竟谁也无法保证 后代中会不会出现昏君暴君 因此才改了一切 而这个方法一出 即便是将来镇不在了 大唐也难以出现独行之君 场中 几人正说着话 焚营前 一直一言不发的林小璐 忽然抬起了手 那一刻 金灿灿的阳光 透过了黎树林的枝叶 照耀在了少年和焚营上 同样的 也照耀到了少年抬起的手 那只手 对着焚营 露出了微微勾起的小拇指 那是 拉钩的形状 大伙不知道 林小璐为何要做出这个手势 而正当他们疑惑之时 林小璐忽然转过了头 泪流满面地对姜太清笑道 姜皇前辈 我和阿宁约定过 要成亲的 姜太清一愣 随后似乎想到了什么 有些不敢置信道 林小友 你不必林小璐目中含泪 微笑着摇了摇头 约定过的事情 是一定要做到的 我爹娘死得早 师父现在也不在身边 不过没关系 您是阿宁的祖师爷爷 也就是我的祖师爷爷 所以 麻烦您了 闻言 姜太清惊恶地看了少年许久 最终也终于忍不住 老泪纵横起来 衣衫傍水的梨树林 温暖的阳光下 林小璐擦干净眼泪 目露洒脱地站在坟营旁 微笑着面朝东南方向 一旁 陈念云和汤圆都唏嘘不已地站着 被感动得稀里哗啦的林薇 更是流着眼泪大喊 一败天地 林小璐微笑着 看了一眼身旁的坟营 心头轻念一声 阿宁 我来赴约了 随后 她便重重地败了下去 之后 又一声二败高堂 想起 林小璐在坟营边 重重地败了姜太清 到最后 伴随着第三生夫妻对败 得落下 林小璐对着姜宁的坟营 常败不起 我和我娘子很早就认识了 当然 是她先喜欢的我 毕竟我很早就非常优秀了 那时候喜欢我的姑娘好多 没办法 优秀嘛 我娘子应该算是对我下手最早的姑娘了 当然主要是 她是个性格很刚的人 而且她会功夫 这一点我就很喜欢 我不喜欢那种软啪啪的姑娘 相比之下 我娘子这种独立 自强 会功夫 会使红鹰腔 不依附男人的姑娘 才是最让我欣赏的 夜晚时分 大唐皇宫 某宫殿 林薇好奇来到了坐在宫殿口 一言不发的林小璐身旁 老师 您还在难过吗 宫殿口 林小璐看着天空中 闪闪发亮的星星 摇了摇头 没有再难过 是我自己太奢望了 她微笑着说道 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明白 以阿宁的寿命 几乎不可能存活于世 只是我自己不愿意去相信 一直都在自欺欺人罢了 每个人都会死去 这些年 我也见过很多死亡 实际也看淡了一些 以前有一位长辈跟我说过 每一个离我们而去的人 都会在另一个世界 快快乐乐地想着我们 说完 林小璐常常地叹了口气 对自己的这位学生笑道 薇薇 你现在还小 可能还不懂 其实人生的每个阶段 都会有一些不可避免的过程 就像一个五六十岁的凡奸老者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身边的朋友 亲人 爱人 那些陪伴他度过 无数美好时光的伙伴 终究会一个接一个地离去 这是必然 长生之人也是如此 一切都只是时间 早晚的问题而已 虽然我们都希望 那些人可以永远陪伴着我们 但这确实很难 月光下 林薇猛猛地听完这番 有感而发的话语 愣了一会儿 有些担忧地 看着面前的少年 小鹿老师 您怎么了 没什么 林小鹿笑着摇摇头 只是想起了 阿宁以前很喜欢花灯 我还和他一起放过 他站起身 揉了揉林薇毛茸茸的脑瓜 笑道 今天是你老是我大喜的日子 别哭丧着脸 回去休息吧 说完 林小鹿便独自回了屋子 看着林小鹿黯然离开的背影 林薇感受到了一种 四倾十重 深入骨髓的凄凉 他难以想象 即便是 已经修为如此强大 强大到近乎天下无敌的老师 竟也会有这样凄凉的时候 回想着林小鹿和 焚银拜天地时的画面 即便是向来神经粗大的林薇 一时间都觉得心酸不已 老师的人生 一定留下过许多精彩的故事 但这些精彩的故事 往往都伴随着 不着痕迹的哀伤 之后的几天时间里 林小鹿一直待在 江宁的焚银边 无论是林薇 还是江太清 亦或者是陈念云 汤圆等都没有再打扰他 人生就像一条河 每个人都是河面上 漂浮的一片叶子 随波逐流 不知下一步会是向前 还是向后 有时碰到一片其他叶子 相处甚欢 但一旦错过 双方便会走向 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此生也再难相见 或许只有彼此的回忆 才能将那刹那的永恒定格 才能证明 你我曾经相遇 七天后 峨眉 大清早 峨眉的山门口 就聚满了人 时脉峨眉弟子纷纷齐聚 少女奔随在各自的长老身后 叽叽喳喳议论个不停 让现场显得很是吵闹 今天是什么日子 党老们都来了 看起来 好像是要迎接某个大人物 不然 咱们不会在山门口聚集的 乖乖 什么大人物 可以让鸭掌门 带咱们这么多人来迎接 难道是明如前辈回来了这个 不太像 明如前辈好像挺低调的吧 奇怪 那会是谁 足足数千人的队伍 几乎挤满了峨眉弱大的山门 因为人数太多 队伍的长老们时不时就要扭头维持一下秩序 而正当峨眉弟子的议论声越来越大时 远处的天空中忽然划过一道绝亮 刺眼的光亮一出 下方立刻有弟子惊呼 快看 阿姨长老回来了 一时间 无数人抬起头颅看向天空 而队伍最前方 穿着一身特质金色小袍 显得无比富贵的帅帅鸭 也抬头看了一眼 然后鄙视道 这吊毛终于舍得回来了 奶奶的 真不像话 帅帅鸭旁边 一位年纪约三十来岁的中年女子 笑眯眯地看了眼天上的蒙眼青年 道 阿姨师弟和欧阳掌门刚成亲没多久 喜欢待在一起也正常 闻言 帅帅鸭无奈地瞥了眼温柔的女子 吐槽道 妙星姑娘 你就惯着你的师弟吧 李妙星被吐槽了也不生气 反而被帅帅鸭的生气模样 逗得直了 不久 双目蒙着绷带的阿姨从天而降 而几乎刚一落地 就有无数狂热的弟子围居上来 阿姨现在在峨眉非常受欢迎 自从小月儿身居简出 很少出门以后 她就是整个峨眉的最强者 同时也是大荒剑古宗的现任宗主 属于双料大佬 峨眉弟子们都对她非常崇拜 阿姨长老 您这次去全真好不好玩呀 嘿嘿 还行 当然我这次是去找我媳妇的 然后最好玩的东西 她不让我说 阿姨长老 您的剑道有没有突破呀 这个目前还没有 我跟我师父当初一样 目前都停留在虚弥剑期的境界 我也很想快点练成 可是不吃饱没力气 吃饱了又懒得动 所以就比较纠结 阿姨长老 我最近研究了一套剑诀 您帮我看一下呗 没问题哈 不过今天不行 我要接我大哥 场中 阿姨被无数弟子围的里三层外三层 过了好一阵 她才正拖出来 然后飞快跑到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身边 用那被黑布遮住的双眼 直勾勾看着她怀里的锦盒 猴仨 有吃的吗 你上次给我的鸡腿 我都吃完了 你不知道 我在全真这些天 遭受了怎样的虐待 我媳妇可凶了 不给我饭吃 场中 秀为杰丹 已经一把年纪的猴仨 看了她几眼 然后果断摇头 并母几乎时事地 将手中锦盒收回那截 抱歉阿姨师兄 这里面的饭菜 都是我连夜给小鹿师兄准备的 都是他最喜欢的饭菜 不能给你 阿姨 与此同时 在人山人海的潮流中 一位面色红润 年纪颇大的胖大爷 从九阴一脉的队伍走出 来到帅帅鸭旁边 满脸疑惑到 鸭哥 鹿哥怎么还没到 不是说今天到吗 对啊 都等到现在了 一位住着拐账的老婆婆 满脸无奈 这马上都中午了 面对二人的询问 帅帅鸭 也是一脸尴尬 我不知道啊 陈念云传念说 今天回来的 东方 唐欣你俩先别急哈 再等等 你们看妙星多有耐心 一点都不着急 一旁的李妙星 见话题到了自己身上 无嘴笑了笑 对啊 我不急的 小鹿 还暂时本就已经是意外之喜了 就多等一会儿呗 行吧行吧 掌门呢 他哥哥今天回来 他都不出来看看吗 白发苍苍 但姿态 优雅的唐心 东张西望一圈 没见到小月儿的身影 觉得有些奇怪 连带着胖乎乎的东方蛋 都一起好奇 不知小月儿去了哪里 见几人疑惑 帅帅压抑时间 显得有些尴尬 一直以来 为了防止峨眉上下恐慌 关于小月儿的事情 他都没有跟太多人说 只说小月儿最新修行 所以很少现身 对于这个理由 大伙儿也都比较幸福 并且还挺高兴 觉得小月儿很努力 而关于小月儿的变化 他从头至尾 就只跟陈念云和李妙星提起过 并且没说得太具体 几天之前 陈念云传回林小璐 还在人事的消息 他知道以后马不停蹄 就去通知了小月儿 在小月儿的洞府前 喊了好几遍 只是他一直没有回应 眼下 见东方蛋 唐心等都开始疑惑 帅帅压抑时间 也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而正当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时 后方的峨眉峰顶 忽然就传来一道惊人的气息 此气息一出 原本沸沸扬扬的人群 立刻一片寂静 帅帅压 更是浑身乍毛 喜忧参半地 看向峨眉峰顶 老天爷太给面子了吧 关键时刻玉姐出来了 嗯 玉姐应该恢复正常了吧 毕竟老大都回来了 在无数人的围观下 峨眉峰顶照下的强光 笔直照射到人群最前方 随后光芒消失 一位盘着长发 身穿烫金色公裙的绝美女子 出现在了所有人面前 正是极少露面的峨眉正掌门 林小玉 此刻 小玉一出现 便立刻吸引了四面八方 全体峨眉人员的目光 因为她极少露面的缘故 人群中有不少新弟子 其实是不认识小玉的 一时间都在跟各自的师兄师姐 好奇询问 而认识她的 自然都非常熟悉 一个个嘻嘻哈哈地上前 和小玉打着招呼 一时间仿佛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大伙并不知道小玉前不久 性情改变的事情 因此 当帅帅鸭看到唐欣像小时候一样 摸小玉的头时 她差点下风了 生怕小玉一个不乐意 把唐欣给剁了 好在小玉并没有什么反应 或许是今天小鹿回来 她心情好的缘故 她精致的脸蛋上 虽然没什么表情 但还是很有礼貌地对待众人 尤其看到她和唐欣 于楚楚几个女人 一起讨论首饰好不好看的问题时 帅帅鸭一度以为是自己 先前疑心太重 怀疑错了 鸭哥 玉姐没问题啊 人群中 阿姨敲摸把帅帅鸭抱走 到一边人少的地方 对她小声问道 你之前那么急让念云 喊我回来 说小玉有问题 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被阿姨抱在怀里的帅帅鸭 她翻了个白眼 语气中带着无奈道 阿姨 有件事 我还没跟任何人说过 你知道我是怎么发现 小玉不对的吗 阿姨 见她疑惑 帅帅鸭低声开口道 两个月前 我偶然路过小玉的洞府 月儿再看自己 那明亮的不含一丝感情的美丽双眼 闪烁出了毫不掩饰的杀意和冷漠 我去 快看 真的是陆哥 陆哥回来了 小玉回来了 啊 帮主真的没死 以德福人帮万岁 山门口 无数人都看到了急速飞来的林小玉 以及陈面云 汤圆等人 一时间 峨眉无数长老 都失态地惊喜出生 他们大多都是以德福人帮的成员 此刻自然是纷纷飞身迎接 连阿姨都把帅帅鸭就地一扔 傻了巴基 就奔着林小鹿扑去 让他独自一人面对小玉 那一刻 帅帅鸭直接就猛了 因为他刚好被阿姨扔到了小玉脚边 煞笔阿姨 你特么吃屎吧你 吓坏了的帅帅鸭 看着劲在咫尺 居高临下盯着自己的小玉 真真感受到了近距离的死亡 玉 玉姐 你不是要玩真的吧 他面如土色的恐惧道 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呀 而且老大没有死 他已经回来了 场中小玉儿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会儿 然后缓缓抬起头 看向了天空中被无数人重心捧跃的少年 待看到少年的那一刻 小玉儿眼神中的所有冰凉 终于如同潮水般褪去 许久 他蹲下身 在帅帅鸭下的直哆嗦的情况下 像小时候一样将他捧起 抱入怀中 鸭子 你要乖乖的 不许跟我哥哥乱说话 小玉儿看着帅帅鸭 可爱的笑道 你也不许跟别人乱说 我不想哥哥知道生我气 你知道的 即便是师父都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 我要想弄死你 谁都拦不住 你那么聪明 应该清楚 我不是在吓唬你 看着小玉儿的微笑 帅帅鸭顿时吓得一个机灵 连忙大声宣示 郁姐您放心 我这个鸭嘴巴最严了 而且非常有眼力见 别说是鹿哥 就是我亲爹来了 我都绝不透露一个字 听到这里 小玉儿大大的眼睛 弯成了一对可爱的小月牙 然后嘟起小嘴亲了帅帅鸭一下 好孩子 真管 此刻 天空之上 林小璐正被无数人围着 鹅眉众人对着消失四百多年的她 嘘寒问暖 问七问八 因为问题实在太多 搞得她一时间都不知道先回答哪个 最后还是李妙心和猴发 给她解的围 让大伙先回鹅眉 而当林小璐被李妙心 拉着脱离出人群 来到多年未见的小月儿面前时 她先是眼眶一红 随后露出了微笑 四百多年 无数个日日夜夜 无数次从梦境中惊醒 无数次疯癫 无数次绝望 此刻的她 终于感受到了真实的妹妹 这一次 终于不再是做梦 小月儿同样抬头望着她 两酒 两行青泪从少女的脸颊两侧划过 然后她便扑进了林小璐怀中 紧紧搂住了她的脖子 哥哥 他们都说你死了 但我知道你绝对不会死的 我赌对了 中午时分 鹅眉 摘心风 膳食堂 在被不化骨追杀到沙漠以后 我再次遇上了那些福分 他们和不化骨 展开了非常激烈的厮杀 其中有一头福分王 带着无数福分冲击不化骨 当时我处在沙漠之中 被范围极广的冲击一同淹没 当我再次醒来后 我就来到了一处 名为望川的神秘地方 膳食堂最大的厢房内 林小璐安静讲述着自己的遭遇 其他人也都听得嘖嘖称奇 就连一旁给她捶腿的小月儿 都一脸猛逼 哥哥 你说的那个福分 是什么东西啊 对啊 陆哥 那个望川是啥 你真的在里面待了四百年吗 摆满各色美食的圆桌上 无数好友争先恐后的提问 林小璐也不避讳 笑呵呵地回应道 福分是一种软骨鱼 在咱们神州是很少见的 我当初也不知道 那些是福分 是后来我离开望川 在天机大陆的集市上 看到有渔民贩卖才想起来 他们那边有很多福分 可实用 当然 卖的都是普通福分 就我的 则是 修炼成猿鹰妖兽 庞大无比 会飞得福分妖兽 至于望川 其实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望川到底是什么 唯一能确定的 是我悟到成功后 便脱离了望川 至于如何脱离的 我也不晓得 文言 满屋子人都有些叹为观止 只因林小璐给他们描述的 望川太过离奇 听起来颇有些域外的感觉 但却和域外完全不同 饭桌上 见多识广的帅帅鸭 思索着开口道 望川这个东西 在各地其实都有相应的传说 不光咱们神州 其他地方也都有传说 虽然各地的传说 都有些许不同 但整体而言大相径庭 都说是万物死后的必经之地 总之是一种 和死亡挂钩的产物 这一块回头 可以问问洛无尽 他是后途掌门 或许会了解一些 听到洛无尽的名字 林小璐来了些兴趣 好奇地看向帅帅鸭 洛师娘现在在何处这个 不太清楚 帅帅鸭尴尬道 老大 他好像也隐退好多年了 对啊 陆哥 你消失了那么多年 外面早就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了 一边含糊不轻道 既然回来了 你就先在峨眉待着呗 别想那么多 等回头我就去昭告天下 告诉所有人 你回来的消息 让所有人都来峨眉见你 此话一出 饭桌上的人纷纷乐出了声 林小璐也跟着笑了出来 他举起酒杯 对所有人笑道 这次能回来 于我而言 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 真的很想念大家 来 我们干一杯 干杯干杯 来来来 都干了哈 大家欢迎陆哥回家 四南大陆 凡间某处不知名的山脉 两座紧紧挨在一起的坟墓外 是一条清澈的河流 河流里撒着树莓 被清风吹来的粉色花瓣 他们来自旁边的桃花林 是河流友好的客人 河流边上 一位提着酒葫芦喝酒的老道士 正盘腿坐在一块 由木墩形成的天然板凳上 道士的面前 还有一张面积更广 块头更大的木墩 上面摆放着棋盘 茶水 这块木墩很大 即便放了这么多东西都未放满 隐约可见年轮 而在道士对面 还有一位打短的老者 同样坐在木墩凳子上 半睡半醒地跟他下棋 此刻 倒是偷瞄了一眼 对面打短的老者 然后 捏手捏脚 偷气盘上的黑子 明如啊 你也都这个年纪了 要点脸行不行 打短的老者 忽然睁开双眼 没好气瞪了一眼 面前的李明如 被发现的李明如 脸色一僵 随后露出了自信 且不失礼貌的微笑 哎呀 仲尼先生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嘛 你要是觉得 咱俩这么多年的友谊 配不上 我偶尔耍一次赖 那我就不跟你下棋了 可是 你已经耍赖几十次了 恐众你一脸无奈 而且你耍赖 非得这么明目张胆吗 生怕老头子 我看不见 怎么着那怎么办 李明如坐着酒葫芦 一脸理直气壮的道 先生是如胜 我要是不耍赖 能跟您 下到现在早输的裤子 都不剩了 而我耍赖 要是不让您看见 岂不是欺骗 您我可不敢领一个 不尊重您老的罪名 所以现在多好 我既耍了赖 多喝闲 恐众你 这小话说的 还真特没有道理 他喝了口茶 轻飘飘头下梅黑子 然后看向 河流对岸的新旧双坟 道 以前无心在的时候 他倒是还能 跟老头子下下棋 他佛法高深 偶尔还能赢我几次 现在他不在了 想在棋盘上找个对手 嘖嘖 不容易有急什么 无垢不是也快了吗 李明如一边说 一边偷偷 用明目张胆的 别搅手法 二次不止 恐众你也没说啥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道 无垢的佛法 已经到了反扑归真之境 但是在对异上 还是稍显稚嫩了些 况且 老头子 我也等不了那么久了 场中 一把年纪的孔仲妮 一边下棋 一边慈祥地 看着面前的李明如 笑道 明如啊 下完这举棋 我的时候就该到了 温润如玉的话语一出 李明如捏子 而着的手轻轻一颤 随后 他脸色略显不自然地笑道 先生 没必要这么急吧 哈哈哈哈 起桌前 孔仲妮畅快地大笑几声 笑眯眯地道 还不急呀 我都活了快两千年了 同时代的圣人都走了 就剩老头子我了 听到这话 李明如也是笑了笑 笑容显得很不舍 要不 晚辈送送您可别 你还有事情要做 别在我这糟老头子身上耽误功夫 风景如画 一山傍水的溪流边 孔仲妮摸索着最后一枚黑字 笑道 天下学问 都是为了人而服务的 如之亦然 我虽剩闲 但也只是读的书比较多而已 明如 以后 就有劳你再走一段路了 说完 她将手中的黑字置下 然后冲李明如眨眨眼 我赢了 李明如 先生走后 想葬在哪儿 李明如问 都行 你定吧 这个没甚所谓 孔仲妮双手置放于膝盖上 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 最后一次看着李明如笑道 抱歉了 小明如 把一切都托付给你 说完 老者便彻底停止了呼吸 气氛瞬间安静下来 李明如也沉默不语地坐着 师弟 仲妮先生 吃饭了 远处的木屋中 因为做饭 而脸上黑漆漆的叶青鸾走了出来 手里端着马放米饭青菜的盘子 我今天做了青菜和豆腐 仲妮先生 您看看 何不何话语刚说到一半 原本兴高采烈的叶青鸾 便当场棱柱 看着那已经没了气息的老者 他手中的餐盘 连同碗筷一起掉落在地 师弟 仲妮先生他场中 李明如点了点头 然后将葫芦里剩余的酒水 倾洒在棋盘上 含泪轻叹 明如 恭送先生 中午时分 峨眉风中断 五尊一脉猛龙百尾 啪 哎呦哎呦 我的屁股摔成两半了 哇哈哈哈哈 大笨蛋 师兄教你一个月了还不会 瞧我的铁山靠 挂满刀枪剑戟 堆满习武器材的宽阔场地中 无数壮小伙 正热火朝天地操练着 他们当中步伐许多壮士 如同小牛独子的半大孩童 甚至女孩也不在少数 练双截棍的 拉刃带的 耍流星镖的 打拳的 踢腿的 应有尽有 热闹非凡 林小璐躺在场地边缘的摇椅上 看着这些孩子颇为感慨 仿佛见到了无数幼年时期的自己 连带着心情都好了不少 老大 咱们五尊一脉 目前记录在案的那门弟子 已经有六百多人 其中 唐月是大师兄 他也是唐龙和秦聪聪的后人之一 今年十六 非常有天赋 已经经历二次受血 并且从小学习李三角 摔跤 八级拳 一斤斤 现在也已经开始学习折龙睡丹弓 和胎息诀 习武的历程 跟你当年 简直一模一样 帅帅鸭指着场地中 一个着上身 小臂缠绕绷带的壮硕少年笑道 去年宗门内门弟子比试 他获得了全额眉第二的名头 听着帅帅鸭激昂的介绍 林小璐颇为满意地点点头 问道 这孩子第二次受血的时候 是用的内力对啊 帅帅鸭也不否认 实话实说道 现在没人像你那时候硬抗了 五尊弟子 都是先学习精精 把内力练出来 然后用内力 来抵抗受血焚身之痛 虽然不能完全抵消 但也可以抵消大半 跟你那时候 比可舒服多了 文言 林小璐当即乐乐出生 这是好事 所谓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便是如此了 看着场中刻苦练功的少年 林小璐显得很满意 不过他现在开始觉得 这受血断体 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冥冥之中 林小璐有一种感觉 就是自己脑海中悟出的东西 或许可以彻彻底底 从根本上改变舞蹈的路途 嗯 等过几天 妹妹给自己摆的宴席结束 就和帅帅鸭开始研究 摇椅上 林小璐悠哉悠哉地思考着 而热闹的场地中 一道响亮的哭声突然传来 哇 哎呀 小孩你别哭呀 有什么好哭的 诺 麻花还给你就是了 广场边缘处 林薇正手忙脚乱地哄一个 还在穿静衣 也就是开裆裤的小男孩 此刻这开裆裤小男孩 似乎是受了什么不得了的惊吓 整个人捏着小拳头 伸着脖子嚎啕大哭 哭得撕心裂肺 要多凄惨 有多凄惨 即便是见多识广的林小璐 看了都不禁感叹 年纪轻轻哭声就犹如龙吟 嘹亮高亢延绵不绝 则则 此子将来必成大气 喂 你为什么欺负我小诗帝 场中 林薇正努力安慰 嗷嗷大哭的小男孩 一道中气十足的贺问 突然冒出 听到贺问 他一脸猛逼地抬头 然后 他就看到了一个个子高高 皮肤骨铜色的少年 少年穿着被汗水浸湿的白色布衫 袖口挽起 露出两条线条明显 勿满汉字的胳膊 正是帅帅鸭方才说的 五尊一脉大师兄 唐月 当下 见到这魁梧如铁塔一般的少年 林薇直接就梦了 这个人 长得好像大猩猩啊 他看着少年 眨了眨眼 觉得有些害怕 不过他很在乎逼格 见周围许多小孩在看自己 便忍着不肯露窃 强装镇定道 我就是帮他尝尝 麻花好不好吃 没想欺负他 说完 他就立马摆出防御姿态 如灵大敌地喊道 大猩猩你别过来 我可是截单静地修饰 我很强的 见到林薇奇怪的姿势 唐月猛逼地挠了挠头 觉得这姑娘有些怪怪的 他转头 向一旁老神在在的林小璐恭敬问道 师尊 这位姑娘是您的学生吗 扑吃 摇椅上的林小璐没忍住 笑出了声 他饶有兴致地开口道 唐月 五尊一脉不讲辈分 林薇抢小孩零食 你去跟他切磋一下吧 林薇 少女当场就猛了 他看了看面前 胳膊快比自己腰臭的少年 又看了看林小璐 当即大喊 老师我不要跟他切磋 他太黑了 那不行 林小璐从摇椅上坐起 悠闲地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 然后抱着帅帅压起身 一边往摘心的方向走去 一边憋着笑意说道 你这丫头跟老师我玩闹了这么多天 一路嘚瑟 眼高手低 今天给你找个对手 唐月 用出你毕生所学 我要放水 这番话语说出 林薇差点两眼一番晕死过去 而性格憨厚的少年 则对着林小璐的背影 恭敬一拜 是 世尊 说完 他就转过身 捏着铜锤般大小的拳头 对所有弟子们喊道 大家找地方做好 看师兄和这位杰丹静修饰切磋 好 无数孩童响应 唐月见状满意地点点头 随后便一脸认真的 对林薇行报全力 额眉唐月 请姑娘赐教 看着压迫感十足的唐月 少女彻底绝望了 自己这小胳膊小腿 会被打哭的吧 悠哉悠哉地晃过寻道桥 林小璐下意识 就开始往膳食堂的方向走去 闲来无事 去吃个饭吧老大 你现在的战斗力 大概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啊 正想着一会儿吃点什么好 少年怀里的鸭子 突然扬起脑袋 一双鸭眼直勾勾看着他问道 玉姐现在非常强 我估计比老李当年还要强一些 你现在怎么样了 听到这个问题 林小璐微微思考了一下 然后摇头道 我也不晓得 从望川出来以后 我至今没有用过权力 为何不用帅帅鸭问 还能为何 没地方用呗 林小璐略显骄傲地笑道 一出手就毁天灭地了 文言 帅帅鸭长长地嗡了一声 低下头 没在吱声 林小璐看了他一眼 笑问 有敌人没 我就好奇 随便问问 帅帅鸭连忙否认 林小璐瞅了他两眼 笑了笑没在说话 走向了背靠大片竹林的膳食堂 这会儿不是饭点 膳食堂人也不多 露天的几张桌子椅子处 也是空空荡荡见不到几个人 除了阿一 刚一过来 林小璐就看到 阿一正背对自己 趴在膳食堂的露天桌椅上 和喉三一起头对头窃窃私语 时不时地还会传出阵阵坏笑 见到这一幕 林小璐当场就纳闷了 这俩或在干嘛他压低气息 用轻功行走于微墨 无声无息地靠近专注的俩人 这本黄书不错呀 嘖嘖嘖 画面优美 人无逼真 描述得也非常详细 简直身临其境 阿一师兄 你从哪儿弄来的宝贝嘿嘿 我从全真回来的时候 在凡间一个书摊上找到的 不错吧 当初这本书被尘封在无数好书当中 我一眼就发现了 书摊老板都敬为天人 说我虽然眼瞎 但却非常识惑 全然不知 林小璐到达身后的阿一 摇头晃脑道 凡间有很多隐藏的宝物 就拿这本书来说 简直就是绝世珍宝 观之不仅赏心悦目 还可驱除心魔 坚定信念 我最近就发现 我的渐心有了志的提升 都是看这本书看的 侯三 大家兄弟一场 别说师兄不照顾你 我房间里黄书有好多 你要看随时去看 小意思 哼 那真是多谢阿一师兄了 好说 两个人一边说一边翻书页 林小璐站在阿一身后 好奇瞅了两眼 然后 啪 啊 阿一和侯三一人挨了一巴掌 路哥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都没发现你 阿一猛了 你一个瞎子 能发现 我就有鬼了 林小璐吐槽一声 然后拿过桌子上厚厚的书册 看了看 接着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教育道 说起来都是修道之人 你还是堂堂剑神 以德夫人帮第二站立 峨眉克卿长老 大荒剑古宗宗主 居然光天化日正是不干 躲这里看黄书 真是有辱斯文 没收了 说完 林小璐就捧着黄书转身离开 一边走 还一边打开书本细细翻阅 嘴里更是嘀咕 这世界竟有如此宝物 则则则 真是叫人大开眼界 看着少年开心离开的背影 已经一把年纪的猴仨一阵无奈 他叹了口气 然后对一旁欲哭无泪的阿姨问道 阿姨师兄 你觉不觉得陆哥变了好多绝的 不过 我感觉他就要变回来了 你看他 抢了我的宝物 开心的走路都不走直线了 说完 阿姨丢给了猴仨一枚丹药 道 这是汤圆炼制的长春丹 可以变年轻 但只是外貌年轻 我给你要了一颗 哦对了 汤圆说要 晚上有月亮的时候吃 白天吃会变成狼人 哇谢谢阿姨师兄 猴仨开心地接过丹药 热情招呼道 阿姨师兄你做话 我去给你做吃的 行 我要吃鸡屁股 哈哈 拖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峨眉夜间 有狼人出没的传说 开始在内门弟子中流行开来 走在回摘星小院的路上 林小璐一边看着皇叔 一边感慨 阿姨这些年经历了不少啊 这品位居然都这么高了 回头去把他的皇叔偷光 嘿嘿 他翻看着书本 走上狭长的石阶 无意中路过一间小院子 院子里 坐着一个垂垂老矣的老人 林小璐看了一眼老人 老人也正好看向了他 二人对视片刻 林小璐合上书本 大步走进了院子 大师兄 晒太阳地看到林小璐 李耀熙的眼神中 透着一丝复杂 他点了点头 没说话 林小璐也没在意他的冷漠 自来熟地坐在他旁边的空椅上 见茶几上有些瓜子茶水 便随手抓了一把 自顾自磕了起来 我听妙心师姐说 我妹妹当上掌门以后 您就是摘星的长老了 不过摘星没什么弟子 大师兄倒是过得很惊险 说到这里 林小璐看了眼里 要吸空荡荡的两条裤腿 他昨天听师姐说过 自己的这位大师兄 在一百多年前的时候 因为一见机缘 于天南地狱 遭遇到非常强大的尸魔 虽最后他击杀了尸魔 但双腿也被腐蚀 并且最后宝物 也没有得到 令人唏嘘不已 或许修仙界的本质便是如此 机缘与危险 往往都是并存 林小璐知道 和李耀熙有类似遭遇的人 不在少数 我听师姐说过 大师兄你遭遇失魔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逃掉的 但那个凡间村庄 还有许多普通凡人 所以大师兄才会毅然决然 和失魔死磕到底 林小璐喝着茶笑道 真是令人惊讶 毕竟这不像你啊 听到少年的话语 李耀熙脸色一冷 横道 我不是为了那些凡人 我只是 舍不下那机缘而已 如果能得到他 我就极有可能突破原因 文言 林小璐笑了笑 没再说什么 一时间 这一老一少 互相敌对一辈子的俩人 就这么静静地坐着 谁都没有再说话 直至过去了许久 李耀熙才看向了林小璐 人各有命 其实我的命比你的好 只是我自己不争气 怨不得旁人 听到这句眉头末尾的话 林小璐磕瓜子的动作一停 随后他看着面前的李耀熙 李耀熙则深吸了一口气 你能以没有天赋的凡人之身 走到今天 是你的本事 而我虽有修行天赋 但却刚愎自用 不成大气 我确实不及你 如今更是落得这般下场 说完 他长长地叹息一声 看着自己的断腿 目中满是唏嘘 林小璐看了他几眼 然后啪啪拍了拍手上的瓜子线 起身进屋 在屋里拿了壶酒 以及两枚酒杯 大师兄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我也不喜欢你 这么多年了 咱俩都互相瞧不上 不过呢 我林小璐向来对是不对人 林小璐一边说 一边往酒杯中倒上酒 笑道 你这个人吧 我从小到大就不喜欢 瞧不起人 不把凡人当人 但你现在却能为了凡人和失魔死磕 倒真让我觉得意外 所以 单单从这个事情上来讲 你了不起 够资格做我师兄 两杯酒 一杯放在李耀西面前 一杯林小璐自己拿着 一个人受人尊敬 往往会有很多原因 不一定非得是实力强大 至少我认为不是 大师兄 你这次所作所为 我是真心佩服 心服口服 大师兄 师弟我敬你一杯 酒杯端到面前 李耀西棱住了 他错愕地看了看清澈的酒水 又看了看林小璐 随后 颤颤巍巍地端起酒杯 苍老的眼睛同时一红 似乎是不愿在林小璐面前失态 这一刻的李耀西强装着几处笑容 道 一点破事 确实没必要耿耿于怀这么多年 只是如今我废人一个 却反而能得到你的尊敬 这真是 说到这里 他已经说不下去 因为心里发酸 林小璐则笑了笑 眼神尊敬 两酒 二人酒杯一撞 发出了清脆的声响 在大多数时候 额眉的生活 其实是蛮悠闲的 尤其对于林小璐来说 毕竟她短时间内 既没有要修行的必要 也没有乱七八糟的宗门任务要做 林小璐就是在自己的五尊一脉 看看弟子们练功 然后到处转悠转悠 所以 在之后的三天时间里 她不是和小月儿 在清卵店里闲聊说话 就是和阿一 东方蛋 汤圆等 一同去通腰一脉下溜 大家都是峨眉的长老级人物 出行 也都比较自由 压根没有人管 汤圆的长春丹 现在更是已经批量制造 受得了以于楚楚为代表的 一大批女性欢迎 所以当林小璐看到 唐星恢复年轻时的容貌后 便非常惊叹 此刻她就和看起来 年轻靓丽的唐星一起 躺在不知第多少代的 金甲大王八倍上 晒着太阳 闲说着话 所以 小璐是和那位大唐女皇的坟营 拜了天地领小璐点头 笑道 嗯 我已经成亲了 得到肯定回答 唐星没有露出失望的意思 眼神中反而满满的都是欣赏 她虽对小璐有过喜欢 但更欣赏她的专一 只是有些羡慕 那位大唐女皇 可以被自己优秀的小师弟 如此挂念 俩人舒舒服服地 躺在王八壳上 仿佛小时候一样 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话 一时间非常惬意 聊到一半 唐星忽然看向了 林小璐身上的黑色沙衣 然后打量着她的衣服道 我听弟子们说 阿姨通知了神州各个掌门 让他们三天后到峨眉 共同庆祝你归来 到时候 你得换身好看些的衣服 妙星师姐 已经在丢座了 少年笑道 我跟师姐说 不用那么麻烦 随便买一身就成 她不肯 偏要自己做 那是 妙星那么疼你 唐星捂着嘴笑道 最初找不到你的时候 她天天以泪洗面 整个人都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连你师父都吓坏了 闻言 林小璐笑了笑 想起师姐 她的目中满是温柔 与此同时 在林小璐和唐星所在的 金甲大王八下方 林薇正一脸期待地 看着面前啃鸡翅膀的阿姨 阿姨前辈 您教我练剑好不好我知道 要拜您为师 得先加入大荒剑古宗 然后经过层层修炼才能拜您 您不会不给她老人家面子的吧 只要您收我为徒 我以后对待您 就像对待我老师一样 肯吉士肯得满嘴流油的阿姨 看着面前的少女 愣了愣 然后抬起头 面向大王八辈上的林小璐 璐哥 这玩意儿 我可以砍吗 我看她好不爽啊 此话一出 林小璐当即乐出了声 唐星也直接笑了出来 笑盈盈地对阿姨打拒道 阿姨 你就教教人家呗 别那么小气 哦 阿姨长长地答应了一声 然后才再次 看向期待满满的林威 我听说 你前两天被鹿哥的小弟子 唐月打败了怎么会 只是我的脸 不小心撞她拳头上了而已 少女很不要脸的傲娇道 要不是我好女不跟男斗 那头大猩猩的拳头 就被我的脸撞断了 阿姨 王八撬上 唐星听得直乐 对身旁的林小璐也遇到 这女娃娃真可爱 和你小时候一个模样 嘴硬地要死 林小璐听到这话愣了一下 随后不服气地反驳道 我小时候 怎么会像她这么傻 扑吃哈哈哈哈 你小时候比她傻多了好吗 似乎是回忆起了过去 唐星整个人直笑得合不容嘴 你那时候就是个孩子王 隔三差五 就带着一群小屁孩 来通妖捣乱 世界我揍了你一顿 你还不服气 跟别人说 跟我打了个两败俱伤 你也不害臊 提起往事 林小璐面子上稍微有些挂不住 脸色红红地咳嗽两下 没接话 下方 阿姨正一本正经地对林威教导道 这套逼神展 是本座在看黄书的时 哦不对 是在观想大阴阳自在的时候悟出来的 逼气惊人 叹为观止 目前还从来没有教过人 今天看你是陆哥的学生 便勉为其难教给你 你只要领悟其中奥妙 就一定可以打败唐月 被忽悠得一愣一愣的林威都听猛了 大眼睛都亮得不行 哇 不愧是天下第一剑修鸡腿剑神 逼神展这个名字 真是听着就有逼格 嘿嘿 等自己学会 以后就去找大猩猩一雪前耻 让五尊一脉那帮小屁孩 见识见识我的厉害 想到激动处 他立刻就准备学习 可刚拿了灯竹棍 远处的天空中 就忽然飞来一道气势惊天的长虹 哄 长虹落地 已经变年轻的东方蛋出现 穿着最大号道袍 大肚子一颤一颤的东方蛋出现后 先看了眼正在教导林威的阿一 然后笑着打了个招呼 阿一 教徒蒂娜说完 他便对王八窍上的林小璐高喊 路哥 昆仑的宋天虎和周黎给宗门传音 说是准备过来了 此话一出 龟壳上已经快睡着的林小璐 陡然惊醒 他俩怎么来了 旁边的唐星也有些惊讶 坐起身看向东方蛋 小胖子 不是说三天后才摆焰的吗 昆仑掌门这么早就要来挨压 他们没啥事就先过来了呗 东方蛋笑道 路哥 小月正准备招待他们 陈念云和于楚楚也在 你快跟我去清完殿吧 峨眉地狱 广袤的森林某处 随着空间一阵扭曲 两个高大威猛的身影同时出现 这两个身影一男一女 其中男人留着一口浓密的落腮糊 生得浓眉大眼 虽已年长 但仍旧给人一种虎头虎脑 憨态可居的感觉 属于那种看着就像好人的人 其浑身的肌肉更是异常发达 手里还领着一个包好的礼盒 而旁边的女人则比男人还要强壮一些 个头也比她高一些 穿着一身青涩净装 胸前澎湃浩 眉宇间透露着一股极其鹦鹉的气势 师姐 你说陆哥会不会喜欢我带的礼物啊 此刻 男人粗狂的脸上 挂着和外貌不对等的小心 对女人开口道 也不知道这人生陆哥用不用得到 你说陆哥要是不喜欢我们怎么办啊 他不喜欢你就自己吃呗 你不总说 田儿觉得你虚吗 双臂抱在胸前的女巨人 嫌弃地撇了男人一眼 催促道 快走 本掌门现在已经突破天人禁了 几百年前和那小白脸单挑书了 今天要再找他单挑一次 哼哼 垂死他 听到这话 名叫周黎的男人 吓得一哆嗦 随后小心翼翼看了眼女人 劝道 师姐 你这样记仇是不对的 我们修仙者 要行正义之事 不可斤斤计较 要大度 我作为昆仑之虎要劝你两句 正所谓 哎呀呀 师姐 你别拧我天灵盖 上午时分 青鸾店 小月儿上身穿着杏黄色锦断裹胸 下身穿白色叶地 烟龙荷花白水裙 整个人颇显稳重地 坐在掌门椅子上 笑看着面前叽叽喳喳的几人说话 陆哥 当我知道你还活着的时候 实在太高兴了 这是我给你挖的人参 可以壮阳补肾 哎 感情深 一口吞 哈哈 多谢周兄美意 这个白天吞用处不大 我晚上再吞哈 笑呵呵地接过萝卜大小的人参 林小璐拍了拍周黎撞出的胳膊 笑道 周兄果然是又撞了 这胳膊 下了不少功夫啊 就是你的脑瓜子 为何看起来怪怪的哦 来的路上我师姐心情比较好 把我的头盖骨往左边拧了一些 现在有些挣不过来 哈哈哈哈 不打紧 场中 陈念云 阿一 汤圆 东方诞等人都在 一个个好奇打量着周黎 和一旁跃跃欲试的宋天虎 周黎不用说了 硬汗一枚 而且为人也热情大方 几百年了 和他们关系都不错 很玩得来 就是 那一直在自顾自热身的宋天虎 让他们不太敢随意招惹 林小璐不在的四百年里 宋天虎继承了昆仑掌门之位 而且 他和小月儿一样 都是天道筑基 且天生神力 也因此 现在的他是个非常不好惹的存在 即便是天上三千天人静修士下凡以后 他也依旧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强者 并且即便比他厉害 也从没有哪个修士愿意招惹他 不是因为 他在天人静中多强 而是他这头雌虎非常难缠 非常抗揍 并且极端好斗 这些年 神舟几大掌门他几乎都有切磋过 有的还反复切磋了好几次 先后让他打赢了叶命 欧阳瑞雪 谭松磊 还有毛山掌门平白 峨眉这边他也惨胜过 同为天人静的陈念云 然后输给了阿一 而魔道女魔头上官哈密瓜 也曾跟他在昆仑山脉单挑 据说这两个心高气傲 谁都不服谁的姑娘一见面就分外眼红 足足打了七天七夜 打得天昏地暗 日月无光 而最后上官哈密瓜也是残胜 因此 面对这样一个战斗狂人 没有哪个人愿意和他交上风 毕竟打赢了也不能怎么样 又不能换钱花 而此刻 宋天虎在一阵魔拳擦掌后 就突然转向小月 玉妹妹 我找你哥哥单挑 你没意见吧 突兀的话语一出 场中所有人立刻看向了他 而掌门椅子上的小月 则显得有些猛 不过他很快就反应过来 可爱地摇了摇头 没意见 天虎姐姐您随意 嘿嘿 那就好 宋天虎捏着拳头 一脸兴奋地看向林小璐 目中满是炽热 小白脸 本掌门知道 你还活着以后 高兴坏了 马不停蹄就赶了过来 说起来还是跟你打架过瘾 一朝一室 直来直去地够爽快 怎么样切磋一下 看着面前女巨人般的宋天虎 林小璐尴尬地笑了笑 宋掌门 你和周兄才刚来 不用那么急的 这样 我让汤圆先拿点上好的丹药 招待你们 汤圆 去取些长春丹来 让宋掌门晚上吃 不用 打完再吃 宋天虎一脸岂不可待到 咱俩也是老相识了 来来来 动手动手 宽敞的青鸾殿中 小月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 笑道 哥哥 你就陪宋姐姐试试手吧 没事 说着 他打了个响指 一道无形的滑光 立刻笼罩住林小璐和宋天虎 见到这一幕的帅帅鸭愣了一下 然后看向身旁的阿姨小声道 阿姨 老大和宋天虎 都是天人静啊 郁姐不下的这个防护 能扛得住吗 当然可以 郁姐的实力深不可测的 正和林薇一起肯降肘子的阿姨 鼓着脸颊评价道 陆哥也不会和宋天虎打多久 估计也就一两下吧 对啊对啊 我老是很强的 一旁的林薇帮腔 他刚说完 不远处坐姿如铁塔般的周黎 就哈哈大笑道 我师姐也不差的 老陈都不是他对手 阿姨兄弟你 虽然厉害 但你应该也不会想和我师姐碰上吧 听到这话 阿姨没有反驳 反而点了点头 他嘴巴两边脏兮兮的 全是酱肘子的酱汁 此刻一边吃 一边含糊不清地评价道 宋天虎太傻了 刚得一逼 而且大家有好切磋 他却总是能打出不死不休的架势 我不愿意跟他玩 几人继续说着话 而在淡青色的防护罩内 宋天虎已经一把丢开身上的长衫 彻底显露出浑身的肌肉 他身材高大 胸部壮观 胳膊和锁骨上 更是纹有赤红色的凶龙图案 且配有大量的绿藻加以点缀 花纹很大 穿过内衣 一直延伸到腰部的皮肤上 让整个人更添加了几分凶性 见到这一幕 见多识广的帅帅鸭 也是有些扎折 好一头凶龙 小白脸 当年和你切磋 本掌门既不如人 今日 咱们再来打过 一边说 宋天虎一边噼里啪啦捏着手指 全身气势如红 邪眉一笑间 身体生腾出大片红色气浪 恐怖至极 即便是阿姨见到了这一幕 都微微愣了一下 这封女人 又变强了啊 场中 林小鹿看着这足足高 刺激一个头的宋天虎 一时间也是有些惊叹 真的好凶啊 能够同时 将灵力和身体 练到这种地步 确实够掉 哪怕是失去灵力和修为 就以宋天虎的身体强度 估计照样可以生死虎报 她惊叹了片刻 随后笑呵呵地抱拳道 天虎掌门 请赐教 请 呼 寝姿落下的一瞬间 宋天虎就直接一脚踢出 其修长魂缘的大腿 带着本身 视如破竹的恐怖力道 加上天人静灵力的极致爆发 双重威能之下 直奔林小鹿的脑袋去 当真是惊人到了极致 然而 这一脚就能将一般 天人静踢伤的攻击 却被林小鹿单手接下了 场中 所有人看着单手 格挡踢踢机的少年 目瞪口呆 路格居然挡下了师姐的踢机 还是单手 周黎瞪大眼睛 满脸不可置信 别说周黎不信 场中的宋天虎 自己也不相信 他看着一动不动 单手抵挡自己踢机的林小鹿 然后撤回长腿 满脸惊恶 你居然挡得住林小鹿耸了耸肩 这有什么挡不住的 又不是很难 宋天虎 扑痴 主位上的小鹿儿看笑了 捧着脸美滋滋地看着这一幕 而宋天虎在短暂的惊恶后 也是乐出了声 目中更是战意激昂 好好好 小白脸 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再来 话音一落 宋天虎便再次气腿 这一次气腿的动作幅度更加巨大 且直接开始牵动天地法则 所有人都看到 当宋天虎气腿的瞬间 四周的灵气 便开始往他的脚踝位置聚集 最后生生聚集成了一个金色圆球 哼 如同凶龙咆哮般的吏吼爆发 即便是有林兆保护 在场众人也被这吼声震得耳膜一疼 而接下来 他们就看到 那块的已经看不见的长腿 带着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 狠狠轰向林小鹿的脸 面对如此一击 林小鹿也终于没再拖大 而是抬起 右拳护在头部 同时 左手按在右拳手腕位置 两条胳膊形成一个躺下的 踢自行格挡 哼 宋天虎一脚踢中 林小鹿脚下地面瞬间一裂 同时抓着 右手手腕的左臂一颤 狂暴的力量 穿透出他左臂框 得一声打在了灵气罩上 将整个灵气罩都轰得震战不已 思场中 不管是周黎 还是东方弹 林薇等都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惊叹于林小鹿的恐怖 面对宋天虎这毁天灭地的踢机 不仅挡下 而且从始至中站在原地 脚都没挪一下 这也太掉了 即便是人群中的陈念云都惊住了 他和宋天虎交过手 而且被打败 虽然宋天虎也是惨圣 但陈念云非常了解这个女人的强悍 作为昆仑前掌门周末最满意的继承人 宋天虎的实力是一等一的凶悍 并且轻出于蓝 但小鹿却如此轻描淡写 就挡了下来 确实恐怖地不似人类 当然 有人惊讶就有人不惊讶 比如一直笑眯眯的小鹅儿 正在全力撕扯降肘子的阿姨 以及无所事事 一个人坐在那里看天花板掏鼻屎的汤圆 这三个人就没什么惊讶的反应 喂 你能不能还手啊 怎么光站在那里让我打 场中 宋天虎一脸气愤地收回长腿 对着林小璐说道 小白脸 我知道你很强 你不用让我 我就是要不断地挑战强者 不断地被打败 这样才能提高自己 所以你要当我是朋友你 就用全力 你放心 我很皮实 没那么容易被你打败 对啊 陆哥 我师姐很厉害的 场下 周黎一脸兴奋地大喊 我师姐最厉害的就是抗揍 他被称为最抗揍的天人静修士 所以陆哥你 狠狠揍他就完事了 闻言 林小璐抱歉地笑了笑 宋长们 那我来了 来吧 战斗狂人宋天虎 再次摆好架势 一手握拳 一手掐绝 满身炽热的红光 不但再次亮起 一条猙獰的红色凶龙 和一头暴怒的赤色疯虎 见到这一幕 周黎立刻激动起来 大家快看 这是我师姐的自创灵法 是根据他自身的特殊体制创造的 名叫龙虎霸天爵 阿姨 阿姨你快看呀 你怎么不看呀 正吃着呢 没空 哦 哎 汤圆兄弟 你咋也不看 你快看我师姐的手段 正在专注挖鼻屎的汤圆 突然被打扰 愣了一下 随后他看着热情招呼自己的周黎 想了想 一副瞄准弹射的样子 见到这一幕 周黎热情的笑脸立刻一拥 连忙摆手 汤圆大哥 您继续 我不打扰您了 见他认怂 汤圆这才与世无争地 继续挖鼻屎 此刻 已经完全施展完手段的宋天虎 双目赤红 看着林小鹿道 小白脸 接招 哼 又是一声爆吼 宋天虎整个人完全冲出 他浑身散发着大量的赤红色气浪 这股气浪在他身旁 一左一右地形成凶龙和风虎 气势惊人地 令整个防护罩都在微微颤抖 而面对宋天虎这一次 所展现出来的气势 林小鹿也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自己妹妹确实挺厉害的 随手不知下的防护罩 就兼顾到了这种地步 这宋天虎也确实不错 这一招放在外面 估计都快赶上残剑子的剑绝了 正好 自己一直以来都不晓得极限在哪里 现在有妹妹的防护罩 你又被称为最抗座的天人静修士 那自己就稍微放肆一些 大不了发现不对 立刻跪下来 求你不要死便是 想到这里 林小鹿微微一笑 随后猛地一撤步 右手成拳往后一拉 随着拳头的后拉 一股无形的气浪 瞬间被扭曲吸扯 林小鹿的整个右拳 更是变得仿佛漩涡一般 同时散发出刺眼的纯白光亮 这不是特别的招式 就是林小鹿在打开自身法则后 所准备的拳力一拳 如果他真要用出拳力 他会拔刀 毕竟在一样的力道下 用刀肯定是要比用拳强一些的 所以 这是他空手状态下 真正意义上的拳力一击 场中 林小鹿的右拳已经收到了极致 拳头上刺眼的白光 也开始不断浓缩内敛 最后压缩成了一种 极其不稳定的暗淡白色 这股白色一出现 正在啃猪肘子的阿依 便陡然一停 脸色惊恶地抬起头 主位上一直在好奇打量的小月 也第一次眼神微变 防护罩内 宋天虎全力对着林小鹿冲来 一左一右跟随着的凶龙风虎 更是同时咆哮 且赤红色的身躯瞬间变大 几乎要填满整个防护罩 面对如此巨大的一龙一虎 林小鹿整个人 仿佛被挤在防护罩边界一样 而直到这一刻 他也终于抬起了头 然后 白色的拳头轰出 所有的声音全部消失 耀眼的白光 瞬间布满防护罩 凶龙风虎在催枯拉朽之间 彻底灰飞烟灭 宋天虎无声呐喊 祭出昆仑汉天爵来抵挡 但依旧抵挡不住 他所有的灵法 都仿佛纸糊的一般 他又祭出一尊巨大的青铜顶来抵挡 青铜顶也直接粉碎 整个防护罩 彻底变成一片白色 仿佛一个巨大的半圆形白球 叫人看不清里面的情形 就这样过了片刻 声音来了 咔嚓 一声滔天巨响 小玉儿布置的防护罩直接崩碎 人高马大的宋天虎 直接飞撞出去 周离飞身来接 结果哼都没哼一声 就被一同撞飞 陈念云和阿姨同时出手 二人顺移过去 同时用灵力阻挡 结果被撞得连退术步 才勉强接下 所有人都梦了 这是什么样的威劣 小玉儿也猛了 似乎是没想到 自己布下的防护罩会被打碎 精致的脸蛋上写满了惊讶 全场 每一个人都猛着 只有林小璐看了看晕死过去的宋天虎 吓得一个机灵 啊 宋长们你不要死啊 下午 武尊一脉大院老师 我想采访您一下 您最后那鬼哭神嚎的一拳 有没有什么吊炸天的名字啊 没有那我帮你想一个吧 嗯 我想到了 您觉得爆掉拳这个名字 怎么样一拳爆掉 学生认为这很符合您的气质 舒适的摇椅旁边 林薇一边给林小璐捶腿 一边认真给着建议 而林小璐则是在专注地吃一块香瓜 摇椅旁边 块头仿佛黑熊一般的周黎 蹲坐在一张小板凳上 同样在啃香瓜 陆哥 几百年没见你 还是那么猛 我师姐到现在都没醒过来 你真是做好事不留名 疯一样的男子 而且在下觉得 林丫头取的这个名字非常不错 爆掉拳 只是听着 我就觉得 下体隐隐作痛 说起来修仙界牛逼轰轰的招式名称那么多 但能像这样 令人闻之胆寒的绝招名 却真是不多见 一番长篇大论说完 林小璐先是瞥了周黎一眼 然后抢走了她的香瓜 边吃边道 周兄 你到现在还只是原因静 这可不行啊 我记得当年黄天蜃楼那会儿 尘儿愣子还打不过你 现在她都天人静了 周兄要多努努力了呀 嘿嘿 陆哥 修炼这玩意儿吧 还是要看天资和机缘的 周黎憨厚地笑道 天人静本来就不好上 我现在原因巅峰 已经很满足了 而且 念云师弟的天赋 其实是要比我好一些的 他好歹也是不灭剑体 再加上足够用功和努力 这一点我确实不及他 文言 林小璐点了点头 周黎说得对 陈念云确实不错 属于大气晚成的代表 修仙界百花齐放 后继勃发也是常有的事 而周黎的心态能如此好 倒也确实难得 想到这里 他对周黎笑了笑 继续下一个话题 周兄 我听说 你和毛山的张婷师妹 做道理了嘿嘿 路哥见笑 提起心上人 周黎腼腆地笑了下 道 我和婷儿的美事 还是多亏当年路哥撮合 他经常说起你 不过他现在有孕在身 就没过来 张婷怀孕了林小璐惊讶 对啊 周黎一脸得意 我用灵法看了 怀的是女婴 差不多还有两个月就要出生 到时候 路哥你早点来 成啊 肯定去 哎 我小侄女名字起了吗 已经起了 哦 叫什么名字周大夫 林小璐 院内 她看着一脸怎么样名字 还不错吧的周黎 深深地吸了口凉气 然后便自顾自吃起了香瓜 没再发表任何评论 午后明媚的阳光下 几人看着满院子 五尊弟子练功 悠哉悠哉吃着瓜果 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着 而过了没多久 一道倩影 忽然出现在了场中 拜见掌门 场中 所有刻苦练功的少年少女 见到来人都是一惊 然后连忙跑来拜见 见到这么多人来拜自己 小月儿也没什么架子 很随和地冲大伙挥挥手 让他们继续习舞 然后便 瞬间来到林小璐面前 哥 见到笑音音的妹妹 林小璐先简单恩了一声 随后想起周璐还在旁边 便拉着林威起身 拜见掌门 嘻嘻 哥你装得还挺像 小月儿一把将林小璐按回摇椅 然后瞅了瞅旁边 好奇的周璐 给了她一拳 在一拳将周璐揍飞以后 她便继承了周璐的遗产 小板凳 哥 宋姐姐醒过来了 正在到处找菜刀说要砍死你 哦 然后呢 然后我又把她打晕了 说到这里 小月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哥 我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好啊 毕竟我是峨眉掌门 不应该这样没礼貌的 嗯 是有点没礼貌 林小璐无奈地笑了下 一边递给小月儿一块香瓜 一边说道 不过问题不大 宋师姐虽然脾气爆了点 但是个好人 不会和我们计较的 林威老师我在 去让汤圆为宋师姐 吃点疗伤的丹药 好的老师 带小姑娘离开 林小璐拿着块香瓜 冲小月儿到了生干杯 小月儿也立刻甜甜一笑 拿着香瓜 和她相互一碰 场中 兄妹俩一块吃着香瓜 说着家常里短的琐事 而当林小璐吃到第五块香瓜时 她终于开口道 妹妹 我看帅帅鸭这几日 好像一直有心事 之前 你对她做了什么我没做啥 是她自己想太多了 小月儿双腿并拢地坐在板凳上 一边吃着香瓜 一边含糊不轻道 哥 你不在的时候 我做了件坏事 被她发现 我不想让你知道 不然你会生我气的 所以我就狠狠吓唬了她一顿 说完 小月儿一脸认真的抬起头 你不会生我气吧 你做了什么坏事 林小璐问 哎呀哥 你就别问了呗 小月儿歪着脑瓜 撅着嘴巴道 反正我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 也没有影响到其他人 更没有影响宗门 而且 我都已经处理好了 你就别管了 文言 林小璐看了小月儿一眼 随后玩耳一笑 成 哥不问 嘻嘻 小月儿瞬间眉开眼笑 然后亲了林小璐一口 哎哎哎 好多弟子都在呢 林小璐哭笑不得的抹了妈脸 你都是掌门了 以后不许这样胡闹 像什么样子 掌门怎么了 你要喜欢我随时传位给你啊 那算了 我当个长老挺好的 多自在 说完 林小璐一脸感慨地笑道 小时候不懂事 觉得咱们老大为何那么牛逼 也只愿当个小小的长老 现在才发现 原来当长老是这么悠闲的事情 想干嘛 哎对了 师父有消息了吗 这个 还没有 小月儿摇了摇头 师父和掌门姐姐退营了 肯定不想让咱们打扰 想回来的时候 他们自然就会回来的 哥哥你不用着急 嗯 只是好多年不见了 真的好想念师父啊 林小璐说完 给口中倒了口酒 一边回味 一边感慨 昨儿我还梦见师父 梦见他老人家和我一块去嫖 哦不对 是去听曲 一惹 哥哥你真不害臊 都有江宁姐姐了 居然还想嫖 小月儿皱着鼻子哼了一下 然后 看着面前的林小璐 她的眼神中一阵闪烁 见自己妹妹 突然这么奇怪地看着自己 林小璐便有些疑惑 怎么了 没什么 小月儿扭过头 乖乖吃起了香瓜 那一刻 看着大口大口吃香瓜的妹妹 林小璐的眼神 微微凝重了一下 下午十分 林小璐让阿姨用神石找一找周梨 结果阿姨发现 周梨已经飞出峨眉 整个人一直飞到了大月 摔进大月一个农户家的茅房 她也是个妙人 非要帮人家把茅房修好才回来 此刻 闲来无事的林小璐 正在九阴一脉的一处凉亭中 和刚刚洗过澡换过衣服的周梨下棋 其中东方淡 陈念云 阿姨 于楚楚 帅帅鸭等四人一鸭都在 我妹妹有事情瞒着我 嗯 也不算瞒吧 她是很直接地告诉我 不想让我知道 林小璐落下一子 趁着周梨鸣思苦想的功夫 对一众好友们说道 四百多年不见 小月儿长大了 有了自己的心事 我这个做哥哥的也能理解 小璐你这么做 自然是没问题的 腰胯宝剑 正在看见觉密集的陈念云 和尚书本 非常赞同地点头道 我能看出来 小月儿对你的感情并没有改变 反而加深了很多 不过咱们 确实也不小了 小月儿有些自己的小秘密很正常 对啊 路哥 玉姐既然都跟你直说了 没做上天海里的事 你就由她去呗 她不会骗你的 东方淡劝慰 一旁的帅帅鸭 也是陷入到了两难的地步 她迟疑着对大伙开口道 路哥 我是发现玉姐秘密的 怎么说呢 确实不算伤天海里 她就是别 你别告诉我 林小璐摇了摇脑袋 我答应我妹妹不听的 反正你也说了不算坏事 那就随便吧 省得回头 小月儿再看你不顺眼揍你 对啊 死鸭子 你试试真多 一旁 最早用过长春丹 模样已经变得 仿佛十七八岁小姑娘似的 于楚楚对帅帅鸭吐槽道 你天天起人忧天 是有多无聊帅帅鸭 她先是无奈叹了口气 然后抬头看天地想了想 片刻后 点了点头 行吧 反正从老大和宋天虎切磋时的表现来看 老大虽不太可能完全压制小月儿 但五五开是有希望的 因此应该问题 几人继续说笑着 看林小璐和周黎下棋 过了不久 林小璐一子绝杀 对周黎抱拳笑道 周兄 承让 周黎一脸猛逼地看着黑白相见的棋盘 目中痴呆 似乎都不知道自己咋输的 哎呀你让开了 换我换我 于楚楚不耐烦地把周黎推开 然后继承她的位置 麻溜地开始收棋子准备对弈 她一边收一边笑道 可以呀林小璐 这么多年不见下棋功夫 居然如此厉害 现在就剩我没输给你了吧 哈哈 不至于 帅帅呀 还没和我下过 林小璐笑呵呵地收着自己的棋子 她已经连续下赢了阿一 东方弹 周黎 陈念云 其中和陈念云对弈最凶险 差点输掉 其他人则都是顽虐 哎这悠闲的生活啊 嘖嘖嘖 真是愉快 每天喝喝酒 下下棋 偶尔知道知道弟子们练功 这就是天下第一的生活麻爽 就是最近宗门里的狼人传说 越来越频繁了 时不时就会有弟子夜晚起夜时 听到狼叫 这回头得去查一查 万一真的有弟子 被什么不明东西咬了 那可就不妙了 周黎 你师姐怎么样了 她一边收子 一边随口问 正在和阿一要鸡腿吃的周黎 听到林小璐问自己师姐 立刻开心一笑 鲁哥 我师姐应该没问题了 她受了小月儿一掌以后 蹊跷流血口吐白沫 还浑身抽搐 汤原兄弟正在抢救她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猛了 连带着林小璐收妻子的动作 都停了下来 这一刻 梁亭中所有人都深深地看了周黎一眼 看着那喜悦的笑容 他们每个人都感叹 昆仑的师门情义 居然如此情真意切 宋天虎的命也是真硬 被林小璐锤 被小月儿捶 现在最吓人的是 还要被汤原抢救 这抢救完不会变异吧 嘖嘖 真是吓人 正当梁亭里的人都有些感慨时 一位九英弟子 忽然急急忙忙跑了过来 少年跑来梁亭恭敬一拜 对着东方弹和所有人急切道 师尊 各位长老 传来消息 鼠山掌门携带各个鼠山掌老 前来咱们峨眉 不过他们 在路上遇到了同来峨眉的南疆魔道 目前鼠山掌门 已被魔道魁首绑架 小月掌门下令让小鹿长老去救人 所有人 与此同时 凡间某处荒野破庙之中 鼠山一脉 共计十二位长老 无论男女 全部被捆在庙中 排排蹲坐 此刻 这些长老每一个都林立被封 手脚被麻绳捆着 嘴巴里还塞着破布 一个个哭天腔地 目露悲愤地瞪着面前的不明物体 那是一个脖子上挂着数条金链的青年 正一脸欠奏的对峨眉传音 对 鼠山的人在我们手上 谭松了也被我解绑了 一个时辰之内 我们要见到一百万块极品零食 不然我们就撕票 对 叫陆哥来 我姐和我妹说了 谁来我们都不见 传完音 这位青年满意地拍了拍手 然后看向面前十二个瞪自己的人 你们看什么看 你们这帮正道地注意一下你们的眼神 我可是堂堂磨道二公子 一边说 青年还一边显露出 自己那香满零食珠宝的腰牌 一本正经地嘚瑟道 看看 极拼紫灵金座的令牌 亮不亮闪不闪 但羡不羡慕嘿嘿 我家好几箱呢 说完 青年收起身份令牌 看向了角落里 哭得直抽抽的谭松磊 喂喂喂 你哭什么 好歹是个掌门 我姐又没打你 不就把你的剑抢走了吗 所以说 你们这些正道的人 格局是真不高 抠门得要死 说着 青年过去摘掉了谭松磊嘴里的破布 想让他收一收眼泪 别搞得自己魔道中人 欺负他一个正道掌门似的 结果刚一拽掉破布 谭松磊就仰天长笑 乌啊 奇耻大辱啊 祖师爷在上 弟子给您老蒙修了 谭松磊嗓门极大 把这名叫上官波罗的青年 吓了一跳 哎呀 你别哭了 我姐和我妹 就是想给陆哥一个惊喜 你配合一下 行不行几百岁的人了 配合你大爷 波罗经你有本事 松开本掌门 本掌门要和你单挑 别 本公子可打不过你 你有本事 跟我姐单挑去 说着 上官波罗便将破布 递到谭松磊嘴边 催促道 咬住咬住 一会儿我姐看到了 该说我这个绑匪 做得不专业了 到时候 我又得挨打 哦 好 与此同时 破庙之外 随着一阵清风拂过 穿着道袍的林小璐 从天而降 落在了略有些湿滑的泥地上 落地之后 她先是打量了一圈周围环境 然后听了听破庙里 杂杂呼呼的声音 无奈地笑了出来 刚想喊一声波罗别闹了 脚下四周 却忽然有数道灵符险形 并金光大亮 随着金光的险露 林小璐立刻赶到自己体内的经脉 被束缚 与此同时 头顶上方也传来一道呼啸之音 一道巨大的黑色修罗像 从天而降 哄 少年的身躯 整个被淹没 可几乎是刚淹没一会儿 黑色雕像变猛地露出猎蚊 紧接着再次轰隆 一声彻底爆开 场中 林小璐翻了翻白眼 吐槽一声 什么鬼 她抬步走向破庙 刚走一步 脚下地面忽然伸出一双白皙的小手 直接抓住了她的脚踝 林小璐 扑痴 一声响 她被整个拽进了地下 消失不见 这一番变化非常快 瞬息万变 而在林小璐被拽下地面之后 寂静的树林也恢复平静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远处 高大挺拔的张树后面 一位穿着五彩缤纷长裙 少女模样的女孩 从透明中出现 好奇地躲在树后 用一双明媚的大眼睛 看着林小璐方才所在的方位 哈哈 姐姐准备了那么久 鹿崽子 你今天可是有苦头吃了 少女巴望了一会儿 接着见证法一直没有动静 眼中的欢喜 便渐渐化作疑惑 奇怪 姐姐怎么还不出来 不会是把鹿崽子打伤了吧 她愣了愣 想去瞅一瞅 让自家姐姐差不多就行 别玩太过 可刚想上前 身后就忽然传来一道咳嗽声 少女一惊 瞬间转头 结果一眼就看到了 正笑盈盈打量自己的林小璐 阳光下 少女呆若目击 猛逼地看着这不知何时出现在身后 逼自己要高出半个头的少年 并任由她抬起手 摘掉自己脑瓜上的树叶 她茫然地眨了眨眼 接着目光下滑 看到少年手中提着脑瓜上全是包 躺在地上直翻白眼的姐姐 花蝴蝶 别来无恙 林小璐提着上官哈密瓜的小短腿 温柔一笑 你今天啊 得挨顿打才行 上官十六梦了 她先是看了看林小璐不怀好意的笑容 然后又看了看自家姐姐的惨状 最后悚然一惊 刺激要被打 那一刻上官十六明亮的双眼 陡然合成一双奇妙的斗鸡眼 哈哈哈哈 这位公子认错人了 我是来旅游的 这是哪儿啊 一边说 顶着斗鸡眼的少女 一边张望着转身 然后掉头就跑 啊 鹿崽子杀人了 救命啊 花蝴蝶 你拿命来 破庙里 听到动静的上官波罗打开门 一脸猛逼地走出来 结果刚一出破庙 就看到自己妹妹疯一样的从面前跑过 而紧接着 她就看到林小璐拎着老姐上官哈密瓜的腿 在后面嗷嗷直追 由于自己老姐是趴着的姿势 脑瓜正好落在地上 所以 随着林小璐的奔跑 她整张脸是埋在地里的 此刻已经在地上 划出了一道长长的勾曲 见到这诡异的一幕 脑瓜子和阿姨半斤八两的上官波罗 当时就梦了 这是什么的情况 灭绝人心的大姐 不是和妹妹一起坑路哥的吗 怎么发展成这样了 难道是大姐和妹妹人心未明不可能啊 她疑惑了片刻 默默从怀里掏出了一枚香蕉 一边吃 一边看着妹妹上官石榴和林小璐 围着小破庙狂跑 吃到一半时 手还被绑着的谭松磊来到她旁边 盯着她手里的香蕉 直发出呜呜声 见鼠山掌门想吃 上官波罗便非常自然地 给她摘掉口中破布 然后为她吃香蕉 至此 一阵一摸 就这么站在破庙前面吃边看 时不时地还会对林小璐 上官石榴 以及脑瓜除地的上官哈密瓜 做出犀利的评价 讨论他们的奔跑姿势 规不规范什么的 下午 郁郁葱葱的庙外树林中鹿崽子 我承认我跟我姐绑架鼠山掌门 和一众掌偶 并射到坑你是不对 但我们只是开玩笑的 你现在实力都这么强了 我才结单 你这么欺负 我是很不合适的 毕竟我们这么久没见了 见到第一眼就打架 是很没有风度的事情 而且 我是女孩在 你能不能把我震过来 金花蝴蝶 你的裙摆都被我捏在手里了 不会被人看光 再说了 鼠山都是正人君子 没有人会稀罕 看你一个魔道中人 场中 林小璐双手拎着上官石榴的两条腿 将她整个人倒立拎着 正一下一下将她的头往地上砸 哼哼 那可不一定 本小姐天生励志聪明可爱 是四南界第一小富婆 再加上我爹和我老祖爷 给了我那么多天才地宝 让我这么多年都没啥变化 这种级别的美少女 是很少有人能不动心的 说完 抱着胳膊 脑瓜一下一下 在地上砸出小坑的上官石榴 一脸不服气道 你再不放开我 我就回去找我老祖爷爷 让他老人家来收拾你 哟 搞得我怕你老祖爷爷一样 林小璐一边砸一边道 上官大藏前辈的实力 也就跟现在的我误误开 可能比我还差一点 说完 林小璐扭头看向远处 上官哈密瓜正躺在那里 上官波罗在观察他的情况 波罗 你姐怎么样路哥 我失下 我姐鼻嘻哈 上官波罗将手伸到了 上官哈密瓜的鼻子前 叹了叹 随后 猛然一惊 路哥 我姐没气了 林小璐 上官石榴 远处正在相互说话的 鼠山众人 气氛瞬间安静 然后 哈哈哈哈 我姐终于死了 哇哈哈哈哈 我自由了 以后谁也管不了我 万岁 呀吼 哈哈哈哈 树林中 上官波罗跟人来风式的 大呼小叫 蹦打来蹦打去 脖子上的金项链 更是一甩一甩的直黄眼 看到这一幕 鼠山掌门谭松磊 深吸了一口气 对身旁的文主感叹 师妹 你看波罗精 终于解脱了 我看着都替他高兴 是啊 别人家 别人家 姐姐打弟弟 还有年龄限制 到一定年纪 姐姐就打不过弟弟了 可这个波罗面对他姐姐 那真是从小到大都打不过 听说四百多年了 一天三顿打 顿顿不少 真是可怜 此刻 上官波罗激动地满地打滚 还翻起了跟斗 而当他激动地地转了一个圈后 便忽然看到 原本灰头土脸停止呼吸的上官哈密瓜 不知何时站了起来 正居地鳞上地瞪着自己 上官波罗的笑脸 瞬间僵住 他猛了 然后 他便在上官哈密瓜冰冷的目光中 掏出一把梳子 梳了梳发型 接着 很有善地露出一个笑容 姐 爹说过 我长大了 在外面 你还是要给我一点面子的 这里有这么多鼠山的道友 陆哥也在 您今天就温柔一点 用一半立即打我 行吗咔嚓 一声脆响 在场所有人都被吓得一哆嗦 头盖骨被您的上官波罗 一头栽倒在地 生死不知 啪啪 脸上还沾着泥巴的上官哈密瓜 拍了两下手 看向面前的林小璐 小下巴抬得老高 林小璐 这么多年不见 你很爪呀 变得这么强 林小璐耸了耸肩 转身看向谭松磊等人笑道 天色不早了 大家一起去峨眉吧 我妹妹准备了晚宴招待各位 说完 她放下手中的上官石榴 招呼道 花蝴蝶 哈密瓜 一块走吧 哼 两个被捶过的姑娘 同时抱胳膊仰头 脑瓜子仰得老高 夜晚时分 峨眉 青鸾垫 布满十几张小茶几 宾客满堂的烛光店内 昆仑 鼠山 南疆 以及峨眉的长老 掌门等全部聚齐 格外热闹 此刻 谭松磊和陈念云 阿姨三人叽叽咕咕地挨在一起 边吃边聊剑修之法 周离 上官波罗 两个头盖骨还没震过来的人 抱头痛哭 互诉中长 只因他们都有类似的遭遇 故意时间显得有些惺惺相惜 汤圆一个人坐一桌 根本没有人敢靠近 上官十六 则悠哉悠哉地给林小鹿包大虾 一旁的林薇一脸猛逼 不知道这个修为比自己还低得好看姑娘 是何许人也 居然抢自己的活 宋天湖整个人已经包扎成了白粽子 只露了一双眼睛在外面 和她有血海深仇的上官哈密瓜 正在嘲笑她 一时间热闹的大殿内 每个人都在各玩各地 话里话外吵闹得不行 直到过了许久 酒过三巡 小月儿才学着以前师姐教自己的那样 想让大家一起喝一杯 可她还没抬起手 他们就再次吵起来了 林小鹿 别说我不给你面子 我现在要和宋天虎单挑 上官 宋掌门现在已经这样了 你这时候跟她切磋 外面也太趁人之威了 废话 我是魔头 不趁人之威像话吗 信宋的 你敢不敢跟本姑娘出去单挑 怕你啊 师弟 扶我起来 我要去弄死这个小孩子 师姐您消停点吧 您全盛时期都不是她对手 更何况 您现在已经这样了 少废话 扶我起来 场中 所有人都被霸气外露的宋天虎 和小心眼 小气鬼死即仇的上官哈密瓜弄猛了 不是这俩女的 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 一个趁人之威 一个真就那么头铁 林小鹿看着这一幕 也是有些猛 其实她刚才也注意到了 上官哈密瓜 见宋天虎浑身包扎着不能动 然后就死命 在她面前嘚瑟 然后就给她嘚瑟几眼了 所以说 脑子一热 失去理智这种东西 不止男的有 有时候 女的也一样会有 此刻 她看着杂杂呼呼 就要去店外单挑的俩人 无奈叹了口气 对一旁的上官十六问道 花蝴蝶 这么多年不见 你姐 还是这么性情直爽啊 她跟宋掌门 到底多大仇啊 哼 她俩的仇海了去了 上官十六 一边包着大虾 一边说道 昆仑和南疆挨着 一个正道第一宗 一个神周磨道 从我爷爷那辈开始 两边就互相看不顺眼 到我爹那辈稍微好一些 和周末掌门的关系 一敌一友 现在到我姐这边了 关系就又不行了 她悠哉悠哉地讲述道 鹿崽子你不懂 论个头 宋天虎是神周女修中个头最高的 比全真的欧阳瑞雪都高 那她是最高 我姐自然就是最矮了 所以 她俩这是属于宿命的对决 从她俩一个成为昆仑掌门 一个成为魔道魁首开始 就注定将会是一生之敌 说完 十六包了个虾 塞进林小璐嘴里 笑着安慰道 你放心 我姐 就是想趁宋掌门受伤这段期间 好好气气她 没想真的弄死她 毕竟我姐虽然比她强一点 但强的也实在有限 但我姐一直以来都说不过她 上次她俩见面 宋掌门还嘲笑我姐 又矮又平 说自己的比我姐的头还大 你说气人不 而且这还不是最气人的 最气人的是 她说的居然还是事实 林小璐 一旁的林薇听猛了 殿堂中年纪最小的她 看着这满场的人 一时间觉得有些茫然 她有些不明白 为什么斯南大陆的这些掌门 宗主 大佬 好像都挺奇怪的样子 她们看起来 好像都不是特别聪明 估计也就跟自己差不多 虽然她们的实力 好像都好强 远超其他大陆 而且这个名叫上官石榴的姐姐 是个什么情况 她的修为好像比自己还低 但这里所有人 好像都挺尊重她的 就连小月掌门 好像都很喜欢她 见到她 以后就一口一个石榴姐姐的叫着 果然 修仙界并不是以实力为尊 而是人情世故吗 场中 所有人都 继续自己聊自己的 林小璐也没有在管 安静地享受上官石榴的包袭服务 这会儿 上官哈密瓜和宋天虎 已经在店外斗上了 时不时地 就能传来嘲笑声 和咬牙切齿的怒吼声 直听得一众男性冒冷汗 听着那一声声 仿佛血海深仇般的声音 上官波罗 更是拍着周黎的大腿感慨 周兄 要是我解死在你师姐手里就好了 我愿意十年寿命 来换 周黎也同样一脸唏嘘 叹道 波罗兄 在下其实有和你一样的愿望 这些年来 咱们兄弟俩 真是受了苦了呀 二人说到动情处 甚至落下了眼泪 最后抱头痛哭 哭声感人肺腑 情深意怯 把不远处的陈念云和谭松磊 搞得直犯鸡皮疙瘩 这顿奇奇怪怪的晚饭 一直吃到深夜 一个个掌门 大佬什么的 才开始渐渐散去 其中大圣宋天虎 将奇奇吐血的上官哈密瓜 更是心情大好 哈哈大笑地 让林小璐 带自己兄妹等人去住处 鲁哥 你消失了以后 我姐和我妹总是提起你 他们可想你了 尤其 啊 骂了个八子 谁想他了 你眼瞎就不要乱说话 一天天地找抽 去把鞋子捡起来 皎洁的月光下 林小璐哭笑不得地 看着上官波罗去捡绣花鞋 脸上满是无奈 他身后 上官哈密瓜光着一只脚 抱着胳膊 傲娇地冷横道 你失踪了以后 我跟我妹妹 不知道有多开心 天天唱歌来庆祝 没想到你现在居然没死 真是老天不长眼 是不是妹妹没有啊 我很想念鹿仔子的 不过姐姐你也挺想的吧 我记得 你当时都急哭了 对 高兴地都哭出来了 喜极而泣 林小璐你泣不泣哦 你这么笨 估计都不明白这个成语的意思吧 哇哈哈哈哈 林小璐 啊对对对 不明白不明白 月光下 静谧的山中小道中 个头一高一矮 年纪一大一小的姐妹俩 并肩站着 狠狠地嘲笑完林小璐后 上官哈密瓜 也终于恢复了一些正经 她思索片刻 然后抱着胳膊对林小璐问道 我听说 你的那位大唐女皇 寿终正寝的事 你都知道了听到这个问题 上官十六也看向了林小璐 安静的目光中 倒映着凄美的夜色 夜晚 五尊一脉专门用来迎客的豪华院落中 上官哈密瓜坐在摇椅上 一边享受着上官菠萝 给自己做足底按摩 一边抱着胳膊哼道 这么说 你跟大唐女皇的牧种 拜了唐林小璐 你以后都不准备找到旅了吗 嗯 没这个打算了 少年坐在一旁的小板凳上 一边给旁边的花蝴蝶包瓜子 一边笑道 感情的事情不必勉强 这么多年 阿宁算是唯一 让我动心的人 牛逼 林小璐你 现在这么正经 本姑娘都觉得有些不适应了 上官哈密瓜 难得高看了一眼林小璐 夸赞道 没想到这么多年不见 你居然变得这么专一 是条汉子 别呀路哥 你没必要这样的 我还想跟你一起去呢 上官波罗 一边给自己老姐捏脚 一边劝林小璐回头是案 可刚劝没两句 就被上官哈密瓜 一脚蹬在了脸上 当场鼻血升天 月光下 坐在林小璐旁边的上官十六 扶着下巴 有些惆怅的感叹 阿宁走的时候 我还去看他 他是在我眼前离开的 当时我跟他说起你来着 我看得出他也释怀了 毕竟他不知道你还活着 以为你死了 这就叫世事无常 不过林小璐你 确实有种 这种情况下 都继续守约 佩服 面对上官哈密瓜的夸赞 以及上官十六的悲痛 林小璐没说什么 只是无喜无悲地笑了笑 他将包完的一百枚瓜子 递给上官十六 让他一口吃完 这两天 其他宗门的人 应该会陆续过来 你们就待在峨眉 我每天也没什么事 可以带你们到处转转 行 鹿崽子 无够什么时候 来上官十六忽然问 听到这个问题 林小璐愣了一下 随后摸着下巴吃一道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按理说 阿姨应该传神十道无心寺了 无够可能已经在路上了吧 不对啊 无够小师傅 不是也原因了吗 上官十六脸色茫然道 无心寺又不像其他宗门 其他宗门弟子多 琐事也多 可无心寺一直以来没有弟子 无够就柳玉娘姐姐一个徒弟 他俩应该没什么事情呀 而且 他俩都是原因 应该可以直接顺移过来的 不应该到现在都没动静 此话一出 林小璐也迷茫了 各瓜子的动作都停了下来 哎呀 你们趴个什么劲啊 新大的上官哈密瓜亨道 说不定那小和尚 根本没在无心寺 去其他地方云游四方了 也说不定 再等等 不着急 对啊路哥 你别担心 上官波罗笑道 无够师傅和柳玉娘都是原因 这样的实力绝对够用了 再说 咱们四南大陆高手无数 是三千大陆一顶一的强者大陆 谁敢在这闹事啊 简直活得不耐烦了 不得不说 上官波罗 虽然平时脑瓜子不太够用 但这一通分析的确实不无道理 林小璐也就暂时放下了心 等过两天 如果无垢依然没有消息 自己就去看看 从峨眉到青旅山 虽然有些距离 自己也没有顺移的手段 但高速飞行之下 一个多时辰 还是可以到的 一夜无画 次日 清晨时分 耀元风啊 今天天气好好 一位耀元风弟子 揉着眼睛从洞府中走出 刚欲伸个懒腰 突然 哄 巨大的轰鸣声响天彻地 令整座耀元风 都晃动了一下 那名弟子 也被吓得一屁股 跌坐在地 药元一脉的祠堂中 汤元师父孙唐亮的牌位 更是直接被震倒 掉在了地上 一副死不明目的意思 嗨嗨嗨嗨 嗨嗨嗨嗨 滚滚浓烟之中 周黎和上官波罗 两人灰头土脸地 从里面走出 他俩的头盖骨还是不正 很明显就能看出来 一左一右地歪着 汤元兄弟 你这丹药 有点厉害啊 继周黎和上官波罗之后 浑身衣服都被轰没的 汤元老神 再再从浓烟中走了出来 表情非常平静 一看就是习以为常 场中 他用那双神秘的斗鸡眼 瞥了一眼周黎和上官波罗 眼神中充满了不屑 哼 一点世面都没见过 汤元 你这大青藻 到底练得什么大 本公子 屎都快被震出来了 上官波罗 一边擦着鼻血 一边问 没什么 之前我得到了一个天人镜的元神 现在在研究用其练弹 一边说 汤元一边张开手 展露出一颗闪闪发亮的光球 这是当初墨引竹的元神 现在这个元神 已经被我洗掉记忆 非常精纯 是不可多得的绝佳材料 我准备 把它一分为二 一部分用来研究 看元神 到底是由哪些物质组成 为后续研究丹药的生涯 打下基础 另一部分用来研究新型丹药 汤元是个很有学术研究精神的人 一说起感兴趣的东西 就开始滔滔不绝 此刻他便对着周黎和上官波罗二人开口道 我想炼制一枚 可以直接弄死天人镜强者的丹药 就用这个元神炼制 直接弄死天人镜强者 被吓到的周黎和上官波罗 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然后同时往后挪步 其中周黎更是劝道 汤元兄弟 我觉得 你有时间可以多修炼修炼 你的丹药已经很厉害了 没必要再这么深入下去 听到这话 汤元很果断地摇头 炼丹是我的终生兴趣 再说了 不管是提升境界 还是延长寿命 我觉得都可以从丹药入手 即便天人镜强者 可以牵引天地间的法则 我也依旧认为 法则本身也是要托付于物质之上 没有物质 绝大多数法则就失去了作用 所以我想炼制一枚终极丹药 一枚可以无中生有 逆天改命的绝世之丹 说完 汤元像一句没听懂 直翻白眼的上官波罗伸出手 上官波罗猛逼 疑惑道 干嘛刚才爆炸所产生的黑烟是有毒的 你已经中毒了 我要几品零食 五行属性割一百枚 一部分用来炼丹 一部分用来买其他材料 我的长老俸禄 总是不够用 场中 汤元的斗鸡眼分外明亮 他一脸理所当然地 看着上官波罗说道 我作为以德福人帮的军师 很少主动敲诈威胁人 这次你被我敲诈威胁 你要感恩 上官波罗 这特么什么鬼 这汤元是认真的吗 自己堂堂魔道二少 都没你这么嚣张 你这一脸理所当然的样子 是不是没把我们魔道放在眼里 哈哈哈哈 上官兄 你可惨了 一旁的周黎 听了哈哈大笑 拍着上官波罗的肩膀 幸灾乐祸 可他刚笑到一半 汤元就看向了他 同时开口道 周黎 我缺一个帮我拉炉灶的 你力气大 接下来帮我拉三天炉灶 周黎 场中 汤元看着面前的两个憨憨 一本正经地说道 你们可以不答应 不过你们都已经中毒了 以后会面临终身 硬不起来的问题 我可以发誓 除了我 没人可以给你们治好 中午十分啊 逼神斩 啊我的鼻子 金灿灿的阳光照耀 在五尊一脉 热火朝天的练武场中 林小璐一边看着 林薇和唐月切磋 一边给姚蚁上的 上官石榴捏脖子 显得很悠闲 鹿崽子 你十点进行不行 你现在怎么软啪啪的 我怕把你脑壳捏碎了 林小璐一边捏一边开口道 在鹅眉悠闲待了几天 开始有点无聊了 无聊什么 这么多人都在 多热闹 上官石榴抬起头 脑瓜整在他肚子上 看着他笑道 你既然都回来了 那就老实待着呗 别瞎跑了 我跟我姐都说好了 等我们走的时候 他和我哥走 我留鹅眉多待几天 你带我这干嘛找你玩呗 我在南疆这么多年 才真是无聊透顶好吧 上官石榴 撅着嘴吐槽道 这几年 我每天都是一个人 待在家里 姐姐要修炼 要管理魔道大小事物 我哥也差不多 不是在修炼 就是在到处泡妞 我大多时候 都是一个人在家里发呆 林小璐一愣 你这么惨的吗 对啊 所以当我知道 你还活着的时候 别提有多高兴了 上官石榴无奈道 以前阿宁还没去世的时候 我在大堂住了几年 但他那时候也好忙 每天处理各种琐事 只有晚上夜深人静了 才能陪我聊聊天 一点乐子都没有 听到这里 林小璐挠了挠头 一时间也不知道 该说些什么好 修仙界的生活 其实是很平淡的 尤其思南这种 偏和谐的修仙世界 大家随便避个关就 几十上百年过去了 花蝴蝶身边除了自己 其他人确实都在 没日没夜地苦修 而自己就不用说了 目前确实已经 到了真正巅峰 估计如果不死的话 每个千八百年 不会有什么突破 甚至一直到死也是 这个境界也说不定 花蝴蝶的情况也差不多 听他说 他老爹给了他一颗 价值连城的水灵珠 大大的提升了他的寿命 所以他根本不用修炼 虽然实力已经弱得吓人 但他也确实不需要实力 每天无所事事 混吃等死 养得真的是极好 所以 自己和花蝴蝶 就是两个奇葩 两个人都属于 无聊至极的那种掉毛 唉 自己现在的实力 不说是天下第一 但确实也差不多了 可以前却从来 没人告诉自己 成为了天下第一以后 该干什么 院中 林小璐看着那些 热火朝天习舞的 少年弟子们 长长地叹了口气 然后对上官十六道 过段时间 我要和帅帅鸭 研究新的武学方向 在那之后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咱俩去其他大陆转转 真的一听要出去玩 可爱的上官十六瞬间来劲 美目中满满的都是喜悦 鹿崽子 你说话算数 咱俩出去玩就咱俩 嗯 就咱俩 林小璐笑道 你知道的 我是舞者 一直以来最大的目标就是 创造出一门 真正逆天的舞学 让天下舞者 拥有和修仙者 平起平坐的实力 如果我能完成 那就此生无憾了 你放心 你一定会成功的 姚以上 上官十六甩着小腿笑道 从十二岁那年 本小姐第一次见到你 就知道 你将来必成大气 而且 我爹找我们魔道 最厉害的算命先生 无面老鬼给我算过 我一生顺风顺水 是天生的享福命 以后还会有一个天下第一 陪着我游遍人间 我知道 那个人一定就是你 远中 听着上官十六 傻兮兮的话语 林小璐也忍不住被逗笑出声 而正当他夸赞花蝴蝶 说得真有道理时 面前的空中 忽然金光一闪 背着木剑的陈念云出现 陈念云的突然出现 让林小璐和花蝴蝶 都愣了一下 二人还未开口 背着木剑的陈念云 便脸色难看到 小璐 峨眉来了一个 自称柳玉娘的蛇妖 好像是无垢师父的徒弟 无垢无垢 林小璐和上官十六 同时面上一喜 可他俩还未高兴 陈念云接下来的话 直接让他们梦了 小璐 那个柳玉娘受了很重的伤 她说自己和无垢师父 遭遇了一个来自其他大陆的妖兽 是天人静 四南大陆最西部 某座异常隐秘的山洞中 一位身穿破烂袈裟 相貌英俊的年轻和尚 正被绑在一颗石柱上 和尚满身伤痕 气息微弱 清秀的脸上 亦是沾染了烟红的血浆 格外刺眼 此刻 他虚弱地睁开眼 目光看向洞内坐在高位 黑发红铜 头顶生脚的落腮胡壮汗 施主 贫僧的徒弟已经顺移出去 他很快就会带人来救贫僧 施主 你快逃命去吧 不然 你就逃不掉了 呵呵呵 小和尚 你是被本座下傻了吗 穿着黑色兽皮 明显不是人类的男子吃笑 就凭你和你徒弟原音静的修为 也敢如此大言不惭 你们能认识什么强者不成 本座可是洛神大陆 第一妖黄狮 是天人静 此时的峨眉 快快快 阿姨 陈儿愣子 上官 宋掌门 汤圆 坦掌门 你们都跟我一起 去救无垢 算了妹妹 你也一起来吧 以防万一 原因原因别去了 今天谁欺负我的无垢 我要把它搓成灰 偌大的广场中 穿着青色长裙 伤势颇重的柳玉娘都猛了 她正在接受于楚楚的疗伤 此刻一边吃着于楚楚炼制的丹药 一边看着疾疯了的林小璐 召集数位天人 去救自己师父 已经许多年没见过林小璐的她 当场就梦了 这特么也太可怕了 这么多天人 原因静 居然都没资格去 这一刻 她忽然觉得 那头打伤自己师父的妖怪 有点可怜 与此同时 漆黑的山洞中 被牢牢绑着的无垢 正非常真诚地劝着妖兽 施主有所不知 小僧法号无垢 在四南大陆有很多朋友 施主再不跑 待会儿可能就会碰上 小僧的那些朋友了 他们可都是很任性地 会把施主扎至两面金黄的 哼哼 满嘴胡言 主位中 头顶两条弯曲 犄角的壮汉站起身 大踏步地来到无垢面前 用一双红铜 示热地盯着无垢胸口 舔着嘴唇道 只要再过半个时辰 你的舍力 就会被本座的妖气吞没 到时候 你这个圣人心 本座就收下了 说完 他双手一倍 满脸猖狂地笑道 想不到本座 被那位后徒掌门逼得苟言残喘 一路逃窜到此地 却能碰上一位未长成的圣人 果真是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哈哈哈哈 看着狂笑的妖怪背影 无垢深深地叹了口气 他经历了 他真的经历在说实话了 可是这位施主 他就是不幸啊 一直以来 皇师都是一个很有眼力见的妖兽 具有上古神兽血脉的他 性情稳重 懂得韬光养晦 修炼也刻苦 经过千难万险 终于成为了一方天地中霸主级别的妖皇 倘若不是遇到那叫洛无尽的女人 他也不至于变成泥丘狼狈逃离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 他刚逃到斯南大陆 吃了半座城的凡人 就遇到了前来阻止的小和尚和蛇妖 他很激动 因为他发现 这小和尚居然拥有世间罕见的圣人之心 他觉得这一定是上天看自己修行艰难 吃尽苦头 特意安排给自己的机缘 所以 他现在就很高兴 虽然这小和尚的舍利子 佛光强盛 但自己毕竟是天人静的妖气 想要容掉其护体佛光 终究只是时间问题 所以他愿意等 毕竟那句老话 怎么说得来着 好事多磨吗 此刻 他悠哉悠哉 看着被绑在石柱上的无垢 见无垢闭着眼睛 嘴里倒过个不停 便笑眯眯地问 小和尚 你嘀嘀咕咕念什么呢 被牢牢捆绑的无垢睁开眼 目露悲伤地看着他 叹道 小僧在莫颂自己写的彼岸欢喜经 彼岸哟 看来你已经认命了 都开始超度自己了 想不到你还挺聪明 哈哈哈哈 知道小僧是念给施主的 施主先前说 是来自洛神大陆 那施主死后 需要回到故土吗 小僧可以带施主的骸骨 去一趟洛神 如果施主需要 带骨灰也是可以的 哼哼 你这牛吹得跟真的一样 皇师冷哼道 你以为用这种别角的计谋 就可以骗倒我天人静 皇师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你吗 实话告诉你 即便你真的认识什么厉害人物 凭本座的手段 逃跑也是没问题的 再不计 也可以拿你做人质 所以 你今日的结局 早已经注定 说完 皇师便再次笑出了声 可他刚笑没两下 便看到被绑着的无垢 忽然不再说话 只是安安静静看着自己 那温润柔和的眼神中 满满的都是悲天敏人的联系 皇师猛了 随后他感觉自己遭受到了轻视 立刻恼羞成怒地站起身 你这和尚 死到临头还这么嚣张 居然用一副关爱智障的眼神 看本座 本座就先把你的眼珠子 挖出来吞了 看你如何嚣张 说吧 他龙行虎步地来到无垢面前 抬手就要挖眼 可下一秒 整座山洞忽然剧烈地晃动起来 皇师 他猛了一下 血色的瞳孔猛然一缩 哄 一声巨响 脚下地面突然被绞碎 三名持剑之人 同时从下方飞出 何人 皇师从未感受到 如此惊人的剑气 他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难以形容的浩然剑气压制 接着就被围殴 全程莫说反抗 连逃跑都做不到 喂喂 陈念云你轻一点砍 路哥说了 不许你一下子弄死他 阿姨兄弟 这头妖怪菊花的位置 可以交给小弟吗 我的南明里火箭告诉我 他想饮血 坦掌门 还是先把你的南明里火箭收起来吧 一会儿这妖怪 挂了路哥会骂我 我们忍一忍 收点劲 轻一点砍 同时面对阿姨 陈念云 谭松磊三人的剑 皇师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 一个照面 就被轰翻在地 然后这三人就围着他一通乱踹 尤其那个叫阿姨的 一边踹还一边你特么 你特么地骂着 一旁的无垢都无奈了 他劝道 阿姨施主 陈施主 谭施主 你们不如给这位皇师主一个痛快吧 哎呀 你们不要这样 哄 整座山洞忽然被炸开 硕大的山岩四分五裂 刺眼的阳光也跟着照射下来 已经被垂得眼冒惊心的皇师跪倒在地 大口大口吐着血沫 透过阿姨和陈念云中间的缝隙 他看到了一群人 林小璐 汤圆 小玉儿 宋天虎 上官哈密瓜 一群人的出现 让他彻底猛逼 他慌了 只因他发现 除了那个斗鸡眼的不明物体以外 其他人身上的气息 好恐怖 这和尚居然没骗自己 他居然真的有很多朋友 场中 林小璐看了看满头是血 屁股上还插着把剑的皇师 拍了拍身旁汤圆的肩膀 对所有人道 把这妖怪打成汤圆的眼神 话音一落 所有人就同时冲了上去 一个个嗷嗷叫着 杀声震天 一时间 整整六个天人静 对着绝望的皇师冲去 面对着兴师动众毁天灭地的一幕 皇师差点被吓风 鼻涕眼泪狂流 你们不要过来啊 哼 阿姨 陈念云 谭松磊 宋天虎 上官哈密瓜五个人 围着这头腰黄劈头盖脸的抱踹 因为人数太多 小院都挤不进去 急得在外面直跳脚 瓜姐姐 瓜姐姐让我踩一脚 宋长们 给我体验一下 别那么小气啊 阿姨哥哥 你给我留个地儿 场中 人高马大的宋天虎大吼一声 直接将皇师整个扛到背上 怒吼着一个冲天灌衰 将其摔倒在地 刚一落地 阿姨就瞅准机会 戳了她的蛋 可她还没戳尽兴 旁边的陈念云就把她拉开 说自己也要戳 大家让一让 让我先为她吃个药 妈的 都别挤啊 本小姐打不到了 不要抢 先让我用南鸣里火箭 拉她的屁股 场中画面之凄惨 堪称绝世经典 林小璐并没有去参加热闹的群殴 她先去解开了吴够的绳索 吴够 你不行啊 这么多年不见 怎么还是原因啊 林小璐一边开着玩笑 一边给吴够松开了绳索 调侃 吴够只是田静地笑了笑 再次见到林小璐 她自然是要好好看一看的 所以一直盯着林小璐看 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道 小璐施主变了好多 嗯 你这些年怎么样 我听说你一直在无心四进修 然后平日会下山做一些善事 善事算不上 都是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情 吴够双掌合时 温文尔雅地一笑 小璐施主再次见面 小僧感慨甚多 这些年 你吃了很多苦吧 听到这番话 林小璐对着面前的吴够玩耳一笑 能再见到你 就不苦 场中 在皇师被众人围殴的情况下 吴够的脸瞬间一红 而林小璐才不管她 大大的给了吴够一个雄抱 好兄弟 我想死你了 诸位大佬 饶命 皇师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 此刻的她 仿佛一个被用过无数遍的美男 浑身酸软 毫无反抗能力 连同意识都开始变得恍惚 汤元瞅了她两眼 对一旁正和吴够 说话的林小璐道 璐哥 能不能把她交给我 都行 吴够你决定 呃 吴够见决定全在自己 迟疑了一下后 便点了点头 汤元施主 是想让皇师施主 戴罪立功吗 这样也好 对对对 戴罪立功 汤元笑嘻嘻地点头 看到她的笑容 在场所有人都叹了口气 吴够小师傅 还是不够了解汤元啊 与其落到汤元手里 真就还不如死了算了 场中 汤元打开一个布兜 对着皇师催道 自己进去 皇师吓得一哆嗦 颤颤巍巍地抬起头 然后看了一眼 场中众人 在确定自己 真的毫无反抗之力后 便只好乖乖飞进布兜 收服了一头天人静妖兽 汤元自然眉开眼笑起来 脸上满是止不住的笑意 汤元 你要把这妖怪 收服成灵兽吗 宋天虎问 不不不 汤元脑瓜直摇 天人静妖兽 浑身都是饱 不能这么浪费 浑身都是饱五个字一出 在场的人 再次吓得哆嗦了一下 果然 狠还是汤元狠 轻描淡写地 解决完无垢的危机 大伙自然也就 没有继续久留的意思 一同回了峨眉 而林小璐 也全程牵着无垢的手 跟她说着话语 这暧昧的动作 让一旁的上官哈密瓜 都觉得郁闷 林小璐越来越骚了 小月儿 你哥不会是有龙阳之好吧 她吐槽道 你们看她那样 欠得要死 嘻嘻 瓜姐姐不用担心 我哥哥和无垢师傅 只是很好的朋友 对啊 这个女人真的可会吃错 一旁的阿姨 一边啃着从那戒里 取出的自然鸡腿 一边含糊不清道 你们还不知道吧 当初在罗刹村的时候 我就偷听到她 骑死瞎子 你说什么你 上官哈密瓜 瞬间对阿姨怒目而视 她知道自己 不是阿姨对手 便一把夺过她的鸡腿 直接丢飞 阿姨也立刻大呼小叫 追了出去 没继续这个话题 下午十分 五尊一脉的别院中 五者的境界之分 按照老大 你以前定下的 分别是小牛逼 中牛逼 大牛逼 老牛逼 逼王 以及逼神 这套定论 在你失踪以后 一直被沿用至今 但关于武道的其他方面 这么多年了 也一直没有什么 开拓性的进展 毕竟老大你的成功不可复制 五尊一脉历史上 最强的弟子 也就只能到达老牛逼境 实力等同于原因巅峰 寿命也达到了 二百四十多岁 虽然相较于 以前的凡间武者 寿命确实达到了 质的突破 但和修仙者比起来 还是不够看 而逼王境界 更是只有你一个人到达过 怎么说呢 开宗立派确实是够了 但想要彻底改变 天下武者的命途 目前还是远远不够的 毕竟一直靠妖兽 血脉修行 终究只是小道 前几年 本鸭去遥光界 和诸葛丹交流过 他们那的草药药玉之法 我们也有研究 本鸭还特意让汤圆去学 可汤圆虽然学会了 但他发现 无论是药语 还是受血 二者的根源 其实还是一样的 哪怕两个一起用 也不会产生质的变化 十桌前 林小璐听着帅帅鸭的话语 思索着点了点头 他今天下午没什么事 便准备研究探究武者的路 同时和帅帅鸭 聊一聊自己脑海中的东西 为此 他还特意喊来了 吴构和汤圆 一起研究 汤圆就不用说了 这些年里 写过多本单书和草药一类的著作 帅帅鸭曾评价 汤圆虽然脑瓜子有炮 又疯狂又不可理喻 但确实称得上才华横溢 在许多特定的知识方面 都远胜过他 而吴构也是如此 自从多年前 佛祖释迦自我原济 转世重修佛法 回归本心之后 吴构就是世间佛学 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在名义上就是新如来 只是他自己不愿继承如来的名号 他认为 佛是讲众生平等的 那既然众生平等 佛就不需要有所谓的主 所有的佛都一样 四百多年间 吴构周游三千大陆 见识了许多宗教理念 一路行善积德 去感悟人世间的一切 写下了多本佛家经典 佛法高升魂后 创新佛学 在宗教和学问上 是大智慧者 因此 林小璐便希望联合帅帅鸭 汤圆 吴构 这三个当时最有学问的人 帮助自己研究出崭新的武学 而此刻 林小璐就稍显杂乱地 对面前三人讲道 我在望川悟道四百年 期间反复逆推一经经 折龙睡丹弓 胎息诀 以及一经 确实是有了一些感悟 记得当年张三丰前辈跟我说过 修仙者本质上是吸收天地灵气为己用 而内力 真气 则是自身所产生 所以一个源源不断 一个是有净之术 所以普通武学比不上仙术 武者比不上修仙者 这一方面 各个武道前辈也曾尝试突破 比如锻炼灵魂 让人在睡梦中修行的折龙睡丹弓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极大的延缓人的衰老 再比如胎息诀 将人体的真气呼吸 转化为先天一气的状态 从而来达到百病不生 延年益寿的效果 一经经更不用说 通过真酒和呼吸密法 洗经法水 将体内真气 转化为内力 强壮身体等 可以说 这三种武学 都有其特殊性和妙用 但并未真正跨越人和仙的鸿沟 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而我悟到成功之后 我就突然有了一个猜想 场中 吴购 汤圆 帅帅鸭 都好奇地看向林小璐 老大 你的这个猜想是林小璐沉映着道 我觉得 在以前可能有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里 普通人和修仙者的划分 或许并不那么明显 而且 我一直很好奇 就是这个一经的作者是谁 如果说一经经的作者是达摩祖师 胎息诀和折龙睡丹弓的作者是陈团老祖 那这一经的作者 又是何方高人场中 林小璐挠着脑瓜 非常艰难且杂乱地表达道 就我感觉吧 这三种那家武学 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 而一经中连山一篇 和归藏一篇 也有关于因果脾级泰来的描述 包括道德经中的许多典议 都是有通的地方 因果和人体 以及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乃至于灵气法则等等 在本质上 都是一个神秘东西的分支 如果我们可以找到这些东西的联系和规律 那就可以有小转大 化整为灵 彻底抛开天赋之说 创造出一种不需要受血 直接从根源上 以人体观照万物的终极武学 开辟出新的路 说到这里 林小璐顿了顿 对面前的二人一压道 世间万物是一个整体 没有大小之说 凡间武者不是没有天赋 他们只是被另一种天赋遮住了 本质上 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修道之路千万条 武者的本命真气或许有限 但他们只是对天地灵气不敏感 又不是完全触碰不到 毕竟每个人生存与天地中 自然就是和天地灵气一同生活 从娘胎里 就是天地灵气的一分子 就像我 我用不了灵气 但我现在 通过玄之右玄的悟道 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灵气 影响万物之气 听到林小璐的言论 无论是继承仲尼先生 儒学的帅帅鸭 还是天下佛学 极大成者的无垢 又或者充满开拓精神 研究几百年各类知识的汤原 都猛了 桌面上 一时间谁也没有说话 无垢持着念珠拨个不停 帅帅鸭 用翅肩捧着脑瓜 一副入定的样子 汤原精妙的斗鸡眼 也狠狠斗在了一起 整个人疯狂思考 林小璐期待地 看着三个伙伴 期待地问道 你们 怎么看无从下手 小僧不知 帅帅鸭和无垢同时开口 林小璐期待的脸 也随之一垮 他深吸了口气 然后看向汤原 军师 证明你智慧地收到了 你有想法吗 帅帅鸭和无垢 也同时看向汤原 而汤原在迟疑了 许久时间以后才终于缓缓出生 我觉得 我们对于人体的研究 还是偏少 林小璐 场中 汤原迟疑着道 璐哥 其实吧 这些年对于你的兽血断体 我有研究过 当初你失踪以后 压格一直想继承你的遗愿 开拓心武学 所以 这方面的研究 我们也有过 汤原看着林小璐 无奈说道 说出来 你别生气哈 之前五尊一脉 有弟子 在进行兽血断体时 我就在旁边观察过他们的变化 早些年间 五尊一脉 还有一位弟子寿终正寝 那位弟子是老牛逼静 他去世之前 自愿把身体交给我研究 于是 我就把他解剖了 此话一出 无套和林小璐同时一愣 不过他俩也没有说什么 表示理解 汤原也就继续说道 就我发现吧 其实在我们周围很多地方 有很多很小的生命 小到我们 发现不了 受血的血液中 就有这种生命 本质上 也是这些生命 改变了无者的身体 汤原的话语说完 一旁的无套便点了点头 佛冠一碗水 八万四千虫 事实的确如汤施主所说 这世界有许多看不见的生命 就像我们佛陀 每次喝水之前 都要念诵净水咒 来为水中的生灵超度 说完 无够赞赏地看了汤原一眼 夸奖道 汤施主果然博学 对人体的研究非常深入 嘿嘿 无够师父过讲 汤原笑了笑 然后继续对林小璐讲道 璐哥 其实你的修行之路 之所以不可复制 最关键的 还是关于悟道这一段历程 你在望川中四百多年 不老不死不灭 只能思考 而其他舞者则不行 他们活不了那么久 所以误不了你的道 璐哥 你现在想彻底去掉 受血和草药修炼的方式 摆脱外物的依赖 为舞者的道路彻底开创 我认为 还是应该从人体本身先出发 比方说 可以先试试把一斤斤 折龙睡单弓 和胎细觉融合 将其统一成新的武学 当然 这其中肯定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我们可以看看 能不能解决 一旁帅帅鸭听到这里 思索了一下 随即目录疑惑 老大的舞学 最初都是 我来给他翻译的 这三种舞学 在某些方面 确实是通的 但某些方面则不行 首先就是一斤斤 和胎细觉的呼吸法 是相反的 这两种呼吸法 不可能同时进行 对 是这样 汤圆比划了一下 自己的鼻子 对众人讲道 人虽然有两个鼻孔一张嘴 但气管只有一条 这就是第一个问题 我们是尝试改进 这两种呼吸法 还是尝试融合两种呼吸法 汤圆讲道 刚开始 我们没有方向 那就先找一个方向去尝试 就像我炼丹一样 定一个目标 然后随意地先找条路尝试 然后不断地总结 归纳经验 很多事情尝试着尝试着 就出来了 等等 场中 林小璐突然抬起了手 老大 你咋了抽风啊 石桌边 林小璐眉头紧锁 目录回忆 他想到自己 曾经的一段往事 很多年前 自己和阿宁 吴够 花蝴蝶 一起行走江湖的时候 曾经看到过一段 街头卖艺的表演 表演者是个大叔 演奏一个名叫索娜的乐器 当时那位大叔吹索娜 吹得腮帮子鼓鼓的 乐声延绵不绝 非常神奇 当时13岁的自己 就问他 为何一口气可以吹那么长 他也没瞒着 笑呵呵地跟自己说 这是他们索娜手的绝技 通过锻炼 让鼻子和嘴相互配合 循环压气 在一个气管里 形成一上一下两种气 一个吸 一个点诗微土 以此来让自己达到 气息源源不断的效果 回想起那位民间艺人的绝技 林小璐当即眼前一亮 对在场三人道 高手 在民间 你们 听过索娜吗 所有人 下午 深时 大悦国某唱原嘟 嘟嘟嘟嘟 嘟嘟 真不愧是陆哥 居然这么短的时间 就能把索娜吹响 真是天洞气才 很正常 老大习武多年 呼吸浑厚气息悠长 索娜入门虽难 但难就难在这气息 而老大则完全没有 这样的烦恼 小璐施主确实是吹响了 但说实话 好难听啊 扑哈哈 鹿崽子你吹的什么呀 跟放屁一样难听死了 人满为患的唱园内 汤圆 上官十六 无垢 帅帅鸭正聚在一起 围观林小璐吹索娜 旁边还站着一位 胡子拉叉的索娜老师 嘟 嘟嘟嘟嘟嘟嘟 林小璐气息悠长 一口气将索娜吹响 而且又吻又响 把索娜老师都看得惊为天人 不久 他吹完了 心情甚好地对众人笑道 成了 这索娜的循环呼吸法 我已经掌握 道长天赋一柄 真是了不起 一旁的索娜老师由衷赞叹 老朽活了大半辈子了 还是第一次见到一上手 就能掌握循环呼吸法的 道长家里是学习其他乐器的哈哈 先生过奖 我家修仙的 林小璐非常诚实地笑道 一旁 穿着五颜六色花裙的上官石榴 捂着嘴直乐 你现在要是和无垢出去搭配 一个吹曲一个念经 可以专门给人家做白事了 拉倒吧 就我路哥这吹的 能直接给人吹诈尸你信不 扑吃哈哈哈哈 在场几人纷纷笑出了声 大越国离峨眉不远 千百年来也一直受峨眉庇护 学习完呼吸法以后 林小璐一行人也没着急回去 反正来都来了 几人就决定在城里逛逛 现在索娜的循环呼吸法已经学会 林小璐决定回峨眉以后就去试试 把一斤斤和胎细绝的呼吸法融合起来 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下午十分 一行人走在大越国都城最繁华的街道中 一路吵吵闹闹个不停 这里就是我小时候 第一次来大越住的红禄寺 当时我和二愣子 东方旦 于楚楚 唐欣师姐一起住这儿 不过现在 这地方过了几百年 好像已经重修过很多次了 跟当年看起来不太一样 热闹的官道上 林小璐一边走一边 给吴构和上官十六介绍 并说起自己当年被人骗到妓院 然后大杀四方的去事 鹿崽子 你看这个发拆好不好看 人来人往 已经开始布置花灯的集市中 上官十六拿着一支银色 金鱼发拆 对林小璐笑盈盈的询问 正在和吴构汤圆聊天的 林小璐点了点头 嗯 挺好看 来 你帮我带上 哦 好 少年接过发拆 对着上官十六的脑瓜一炸 上官十六 啊抱歉抱歉 我中扎一次 大岳的都城还是挺大的 一行人说说笑笑逛了一路 渐渐地 天色变暗 夜幕降临 在一处靠近河流的长廊中 汤圆蹲在一处货架上挑挑拣拣 买了一些香料和猪油膏 说以后炼丹用的这 吴构倒是没什么想要的 他吹着河面上荡来的微风 全程笑呵呵地跟着林小璐 那时候记得是中秋节 这里特别热闹 还有放花灯的游戏 我当时就是趴在这个长廊上写的愿望 放的花灯 现在一晃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真是怀念 林小璐感慨了一阵 提起酒壶喝了口酒 然后对身旁的吴构笑问 吴构 之前那个一直缠着 你的赵木木呢 赵施主在婆娑大陆 吴构听到 他现在是婆娑大陆东圣宗的宗主 天人尽修为 手段通天 提起赵木木 吴构温柔的眼神中 难得挂上了一丝怀念 他颇有些难为情地说道 之前小僧带育娘周游 各个大陆 就是赵施主陪同的 数次遇上危险 也是赵施主出手相救 小僧很感谢他 泽泽 可以啊吴构 看来赵木木是 对你很有意思了 林小璐拍着吴构的肩膀 宠溺地冲他眨了眨眼 当初吧 我看赵木木天天缠着你 还以为他是情窦初开 三分钟热度 没想到他陪了你这么久 你难道就没一点动心的意思吗 听到这话 吴构脸色微红 有些不自然的道 小璐施主 出家人不打狂语 小僧要说对赵施主 完全没有感觉 确实也不现实 只是 说到这里 吴构微微顿了一下 没有再继续说话 林小璐看了他两眼 然后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吴构 我知道你有自己的决断 但有时候吧 还是可以破旧立心一下的 你作为心佛 本就可以如此 像我 阴差阳错 和阿宁错开了四百多年 如今只能在回忆中 才能再见到他 说完 他叹了口气 目入唏嘘着说道 将来会发生什么 我们谁也不知道 如果不珍惜现在 那我们的将来 就很有可能充满了 悔恨与悲伤 温柔的月色下 吴构微微一正 他看着少年的侧脸 两久 温柔一笑 后边的上官十六 看了看他俩的背影 同样没有说话 只是安静地站着 回想当初 吴构 鹿崽子 自己 帅帅鸭 还有阿宁一起行走江湖的日子 多快乐 而现在 其他人都在 阿宁却已经不在了 夜晚 鹅梅 摘兴风 膳食堂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大悦新晋的一种水果 来自其他大陆 名叫榴莲 闻着虽然臭 但吃起来是非常香的 不信你们瞧 膳食堂厢房内 林小璐当着所有人惊恐的面 拿起黄灯灯的榴莲的吃了一口 这一幕一出 所有人都梦了 陈念云等人 直接捂住了嘴 上官哈密瓜 更是目瞪口呆 林小璐 你已经穷凶极饿到 开始吃屎了吗 哥 这个不能吃的呀 小月都吓梦了 满脸焦急道 快吐出来 这玩意儿 怎么能吃呢 哈哈 真不愧是鹿哥 太牛逼了 连屎都敢吃 上官波罗一脸崇拜 一旁的阿姨 也是嘖嘖称奇 不愧是我们 以德夫人帮的帮主 闲着没事就吃屎 简直壮灾 林小璐 我宋天虎生平 没服过几个人 但今天我服你 而且是心服口服 厢房内 满屋子人 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话 搞得林小璐都无奈了 自己这帮亲朋好友 真是太没见过世面了 他瞅了瞅一旁 笑个不停的林薇 不由分说 塞了块榴莲给他 榴莲突然进口 林薇直接吓得一声尖叫出声 但很快他就发现 味道居然不错 虽然怪异 但确实有一种别样的香甜 丫头 好吃吗 林薇回味了一下 然后美目一亮 脑瓜指点 好吃 真好吃 一旁 上官十六从那界中 倒出数个榴莲出来 笑道 我和鹿崽子在大月发现 这玩意儿很美味 买了好多 大家都尝一尝 真的可好吃了 林小璐也在一旁嘻嘻哈哈地招呼 让大伙都别客气 在这么多人的利剑之下 阿姨 上官哈密瓜 小月等人 才将信将疑地开始尝试 不久 屋中便满是大块朵頤的声音 而林小璐 则悠哉悠哉 拎起了其中两个榴莲 对大伙笑道 我去给师姐和师兄送点 阿旦 一会儿你吃完以后 也给其他长老送一些 知道了路哥 你放心去吧 吃得正欢的东方蛋笑道 见大伙吃得开心 林小璐笑了笑 随后和上官十六 一同离开了膳食堂 今晚的月光很明亮 给漆黑的山道 撒下了一层银灰 林小璐 替着城放榴莲的篮子 走在前面 上官十六 则背着双手跟在后面 俩人一路上也是闲聊着话语 安静的夜晚时不时 就能响起上官银灵般的笑声 鹿崽子 我听我姐姐说 明天全真 龙门 毛山几位掌门 会来峨眉做客 然后后天大家就要回去了 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去玩 林小璐笑了笑 你这么几对啊 出去玩多开心 我是想先把武学规划好的 林小璐说道 在那之后吧 在那之后 咱俩出去转转 说完 林小璐对身后的少女笑道 别那么心急 看着林小璐的笑容 无奈的上官石榴 只好常常地 一声答应 而随后 她便再次抬头看向林小璐 一边走着山路一边笑问 鹿崽子 你说咱俩出去玩的话 要不要把我姐姐也带上呀 两个大美女哦 便宜你了 林小璐 带你姐干嘛 她不回南疆 当魔道头子了 可以先不回 我老爹还在呢 而且 我姐也好久没出去玩了 林小璐 一边是山壁 一边是竹林的狭窄山道中 林小璐陡然惊讶 上官大叔 还在是上官石榴 喂 你说什么呢 上官石榴 瞪了林小璐一眼 并踩了他一脚 林小璐也自知不对 抱歉地拍了一下嘴 抱歉抱歉 我说错话了 上官大叔 现在是天人进了队啊 上官石榴 笑嘻嘻地点头道 我爹虽然不聪明 但四百年前 老祖爷爷来到南疆以后 就每天教训我爹 我爹在老祖爷爷 日复一日的压迫下 也终于不负众望 成了天人进强者 说完 上官石榴 小下巴一抬 一脸骄傲道 我们上官家 现在有我老祖爷爷 我爹 还有我姐三位天人进 怎么样 厉不厉害林小璐猛啊 一脸震撼地点头 有一说一 南疆如果真是有三个天人进的话 那确实非常恐怖 上官大藏就不用说了 老牌天人进巅峰 所有魔道祖师爷级别的人物 像这种天人进巅峰 对付普通天人 是可以做到以一敌十的 再加上上官大叔和哈密瓜 那确实非常恐怖 一个上官家的势力 估计就可以抵得上一个普通大路 可惜了 江太清前辈 当年好像是阴差阳错 踏入先途 其后人没有修仙天赋 不然不会比上官家差多少 场中 林小璐非常惊叹地说道 上官家有三个天人进 这确实是非常厉害了 所以鹿崽子 你以后不许欺负我 要好好待我 没事多请我吃好吃的 不然我们家不会放过你的 文言 林小璐无奈地笑了笑 然后好奇询问 如果你姐 跟我们一起的话 魔道的事情 还是你老爹寡妈对啊 少女可爱得一点头 我爹不管是好久了 她闲不住 一直觉得自己没有老 想管事 只是我姐不搭理她 嗯 见林小璐迟疑 上官十六脑瓜一歪 看着她好奇道 你不喜欢跟我姐玩还行吧 也不是不喜欢 只是她有时候太闹腾了 比你还闹腾 林小璐拎着榴莲 一边走一边笑着道 过几天 咱们应该就可以出发 不过在那之前 我要和妹妹阿姨她们 先去一趟昆仑 周离的女儿出生 我们是要去祝贺的 行啊 一起倦 提起周离 上官十六 也是大咧咧地笑道 本小姐可喜欢小孩子了 而且 我还很喜欢昆仑的温泉 鹿崽子 你泡过那的温泉吗 嗯 泡过一次 很多年前和掌门 他们一块去的 夜幕之下 林小璐和上官十六 并肩而行 一路说着话 讨论着后面一段时间的打算 期间的笑声 一直持续不停 氛围更是极好 第二日 上午时分 五尊一脉习武场 在汤圆 无垢 帅帅鸭 上官波罗的注视下 林小璐盘腿而坐 指节莲花 头颅低垂 整个人的道袍 无风自动 修随着一道气流窜动的声音 两道不起眼的透明气浪 移上一下 同时进入他的口鼻 他低垂着脑袋 身体微微颤抖 似乎在承受极大的痛苦 但其他人也确实可以看到 有两道小旋风式的柱状气流 被他吸入鼻子 同时 又有一股点撞式的气团 一点一点络绎不绝地 被他吸进口中 这一幕非常惊人 因为林小璐在同时 以两种呼吸方式呼吸 而到后面 更惊人的情况开始出现 在长长地吸了一口气之后 林小璐竟然再次 以两种吐气方式 将气息散出 而随着这一呼一吸 他全身的皮肤 都开始微微发红 后背甚至开始有白烟散发 路哥这是要把自己煮了吗 上官波罗都看猛了 而一旁的帅帅压正 密切关注着林小璐的状态 神情民众地开口道 老大同时以一经经 和胎息觉两种方式 进行呼吸吐纳 刚开始身体会非常不适应 会产生一种本能的排斥 非常难受 他对无垢 汤圆 以及上官波罗讲解到 不管是武学 还是修行 最初 最重要的一步 都是呼吸 呼吸是生命的开始 任何物体诞生生命的第一步 就是呼吸 所以 呼吸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被认为是生命之始 一呼一吸 贯彻整个生命旅程 从生到死 无处不在 而老大现在一个气管 同时进行两种不同节奏的呼吸模式 这不光需要极其细微的技巧操作 且对于气管 心肺功能 都有非常巨大的压力 也就是 老大的身体强悍 犹如洪荒巨兽 换成平常人 只怕当场就能晕死过去 场中 伴随着帅帅压的分析 林小璐再次进行长长的吸气 他整个人精神高度集中 一点一点的吸气吐气 额头上清筋抱起 咬着牙在坚持 难以想象 可以把如今实力的林小璐 逼成这种样子 这种修行是怎样的一种痛苦和魔力 终于 在第三次呼吸结束后 林小璐慢慢睁开了双眼 浑身的红潮也开始逐渐退去 帅帅压健壮立刻指挥 汤圆给老大把个脉 哦好 汤圆上前抓住林小璐的手 一边把脉 一边用灵力检查他的身体状况 一旁的吴够满脸关怀道 怎么样小璐施主没事吧 此刻的林小璐 脸色虽然红润 但目光中却透露着一股深深的疲惫 这让吴够很担心 不久 为其把脉的汤圆睁开双眼 激动地看着林小璐 道 陆哥 你更掉了一些 其他人 见大伙猛逼 汤圆认真解释道 我发现 陆哥相比于之前 五脏六腑的强壮程度再次增加 虽然增加得很少 但却非常明显 这似乎是和陆哥体内的心内力有关 心内力无垢一愣 随后好奇道 这是什么意思林小璐也一脸猛 然后默默感受自己体内的内力 场中 汤圆想了一下措辞 然后解释道 我的意思是 陆哥一身精纯的内力中 出现了一种更加纯粹的内力 很小 但确实存在 虽然我现在还不明白 这股内力的作用 但从脉象和气息的反馈来看 确实要更加牛逼一些 尤其对身体的强悍增长程度 也超过了一般的内力 说到这里 汤圆再次停顿了一下 然后继续对所有人说道 根据这几天 我对武学的研究和理解 我现在 有了一个猜想 场中 汤圆睁着明亮的斗鸡眼 凝重开口道 就是以往的时候吧 陆哥的胎息诀和一斤斤 是分开来练的 胎息诀将陆哥的本命真气 练回至先天仪器的状态 然后一斤斤将精纯过后的先天仪器 陆续转变为内力 但这两者因为修炼的前后关系 中间多多少少 就会有一个时间差 而这个时间差 会让先天仪器受到少量的污染 变得不那么先天 不那么先天 林小璐也梦了 不解地看着汤圆 对 就是不那么先天 汤圆点头 然后笑道 陆哥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因为你生在人世中 哪怕只在人世待一息 多多少少也会受到污染 这不可避免 不过现在不同了 你彻底避免了这个问题 场中 汤圆略显兴奋地 对林小璐笑道 你现在以循环呼吸法为基础 将胎息诀和一斤斤 两种呼吸法同时进行 这样一来 本命真气练回至先天仪器后 立刻就会转化为内力 就没有时间差 没有污染 这种完全由先天仪器 所转化成的内力 就远比普通内力 更加精纯 说完 汤圆对在场的所有人说道 我们大家都知道 天地灵力干净 精纯 没有一丝杂质 而人体的先天仪器 同样也是干净 精纯 没有一丝杂质的 因此 这种先天仪器 全部转化为的心内力 就跟天地灵力一样的干净 精纯 此话一出 原本还有些虚弱的林小璐 彻底明白了 当即喜上眉梢 激动地看向汤圆 这么说的话 我的这种心呼吸法练出的内力 就和修仙者的天地灵力一样 干净了对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就是如此 场中 吴构和帅帅压都懂了 纷纷欢喜地对林小璐祝贺 而一旁的上官波罗 则是一脸猛逼 他只大致搞了个明白 顾眼巴巴地对汤圆问道 老汤 路哥现在真的这样牛逼了 创造出了跟天地灵力一样 精纯的气力 那以后 普通人岂不是都可以练出来了 不不不不 没那么简单 一旁的帅帅压脑瓜直摇 接着汤圆的话题解释道 不是谁都有路哥的身体强度和掌控力的 刚才路哥费尽全身气力 才呼吸了三次 普通人根本一次都呼吸不了 身体扛不住 而且 这股心内力 虽然和天地灵力一样精纯 但它到底有什么作用 我们还不得而知 只能等路哥大量修炼 将全身的内力 都转化为心内力以后 我们才能对它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到时 如果它真的可以比肩天地灵力 那我们才可以开始思考 怎么样让普通人提升身体和掌控力 去修行这种崭新的呼吸数 说完 帅帅压激动地看向林小璐 老大 咱们现在已经迈出了前无古人的第一步 至于之后的路怎么走 那就只能一点一点继续摸索了 这种事情急不来的 嗯 我明白 林小璐点了点头 他知道帅帅压说的是事实 不过现在确实已经取得了突破 并且 自己也已经知道 下一步该怎么走 所以他还是很高兴 自己从小到大的梦想和目标 现在终于有了进展 自己习武这么久 吃了多少苦 经历了多少事啊 嘖嘖嘖 场中 心情甚好的他对所有人笑道 等我多呼吸几次 把浑身的内力 都转化成这种新内力 我们就来看看 会有什么质的改变 几元剑少年开心 自己也纷纷笑出了声 而就在汤元剑氛围很好 想自掏腰包 拿一些丹药 给大伙品尝品尝时 一旁的上官菠萝 忽然疑惑了起来 路哥 不对啊 上官菠萝 忽然打断愉悦的气氛 林小璐和其他人也愣了一下 一个个看向了他 怎么了 哪里不对阳光下 上官菠萝满脸呆萌道 路哥 我突然想到 如果您真的发明了 可以让普通人修炼 然后可以比肩修仙者的武道 那以后是不是就没有人信仰修仙者了呀 此话一出 所有人同时一静 帅帅呀 更是瞬间眯起了眼 上官菠萝 则没什么反应 而是继续傻兮兮地说道 你们想啊 如果没有修仙天赋的普通人 都可以通过修炼武道 比肩修仙者 那样好像就不会有人信仰修仙者了吧 没人信仰我们 那信仰之力就没了 信仰之力没了 那天地灵气就会减少 而天地灵气减少 修行好像就会越来越难 那到最后 修仙界是不是就没了呀 听到这个推测 林小璐也愣了一下 一时间都不知道怎么见 上官菠萝说的 好像有点道理呀 此刻 一向温柔的无垢 也是点了头 的确 上官施主说的不假 凡人之所以信仰修仙者 将修仙者放在庙堂中供奉 本质上的原因 就是 修仙者可以行凡人所不能之事 面对地震 海啸 台风 干旱等自然灾害 修仙者们可以抵抗 可以保护凡人 还可以长生不老 神秘且罕见 而如果有一天 真的有特殊武道 可以让凡人拥有这些能力 那修仙者确实就不会有什么吸引力 大家都可以通过武道修行 拥有跟修仙者一样的手段 至少不会像以前一样 任人宰割 而这样一来 渐渐地 他们自然就不会崇拜修仙者 不会产生信仰的念力 天地灵气 必然会受到影响 大量减少 而如果长时间这样发展下去 所谓的修行天赋 便会彻底沦为笑柄 天地灵气日渐稀少 再加上凡人中的武道强者 出现得越来越多 最后导致整个修仙界消失 也确实是有可能 无够较为理性地分析说完 场中几人都呆住了 林小璐一时间也有些猛 他没有想过那么多 他最初也只是想着 改变武者的命运 开创出一条崭新的道路来 可没想到 自己的这一行为 居然会牵扯这么大 场中 气氛一时间安静下来 上官波罗 也是在错愕了一段时间后 眼神瞬间变得犀利起来 他来到林小璐面前 帅帅压 无够 汤圆也不约而同看向了他 不知道这家伙要干嘛 林小璐也是如此 他看着面前的上官波罗 按道这刮娃子 不会要为了修仙界 和自己动手吧 嗯 自己要不把他埋了 这不太好吧 好歹他也是自己帮里的弟兄 林小璐一时间陷入了纠结 而就在他迟疑要不要动手之际 面前的上官波罗 忽然单膝下跪 对着林小璐 就是一败 林小璐 在场其他人 璐哥 您真不愧是我大哥 居然有消灭整个修仙界的宏图大院 真是坟前放鞭炮 吓死个人 跟您一比 我们魔道都显得犹如小孩过家家 实在牛逼 请受小弟一败全场所有人 这货是有什么大病吧 场中 帅帅鸭 汤圆 无垢 全都用一副看杀笔的眼神 看着上官波罗 纷纷在心中感叹 这货应该是被上官哈密瓜 从小打到大给打傻了 实在是傻得吓人 林小璐自己也是 有些茫然 他看着认真拜自己的波罗 一时间都不知道说啥 还是一旁的帅帅鸭 在思索了一阵以后 主动打圆场道 这件事牵扯比较大 兄弟几个都别说出去 虽然璐哥能不能创造出这新功法 还不一定 但即便创造出来了 也并不全是坏事 其中原由我以后会给朱卫熙说 说完 帅帅鸭 看向傻兮兮的上官波罗 鸭目一眯道 上官兄弟 还请守口如瓶 没听出帅帅鸭 话外音的上官波罗 当即哈哈傻乐起来 拍着胸仆子说自己一定保密 就是被姐姐捶死都不说 见状 帅帅鸭 才笑眯眯地点头 场中 帅帅鸭主动把这个话题引开 询问起汤圆 最近在练什么单 立刻引得大伙激烈讨论 而林小璐则疑惑地看了帅帅鸭一眼 他知道 帅帅鸭不信任上官波罗 相比于从小和自己玩到大的 无垢和汤圆 上官波罗和自己的交集 确实是要少一些 所以 帅帅鸭才会特别警告上官波罗 嗯 确实也是 为了自己好 只是他 还是有些好奇 帅帅鸭说的这个其中原由 到底是个什么原由 中午时分 林小璐带着林薇在膳食堂用了午饭 随后便抱着帅帅鸭 独自回了小院 这个时候是饭后 是五尊一脉弟子午休的时间 所以周围很安静 没有上午 下午那会儿热火朝天的训练声 午休是五尊一脉弟子特有的修行 其他脉的修行者 修的是灵法 无需午休 而舞者则不同 因为午休带来的好处非常多 一来可以缓解上午训练所带来的疲劳 为下午的训练做准备 二来 午休可以很好地保护人体脏气功能 加强血液循环 让身体更加健康等 所以在每天喂食 五尊弟子们就会进行半个时辰的午休 这期间年纪小的弟子会睡觉休息 年纪大一些的老弟子 则会修炼折龙睡单宫断养灵魂 安静雅致的院内 林小璐抱着帅帅鸭 舒适地躺在摇椅上 轻轻抚摸着他身上柔软的鸭毛 笑道 今天的午饭 吃得还可以吧 还行吧 老大 帅帅鸭扁着嘴嘎嘎哼道 水果新鲜 饭菜也一如既往的可口 就是那道咸水鸭瞅着来气 我怀疑猴仨在跟我示威 闻言 林小璐没好气拍了他一下 大白天的虾寻思什么呢 那道鸭子猴仨 是给谭松磊做的 他上次说 自己喜欢吃咸水鸭来着 摇椅上 少年抱着帅帅鸭晃了晃 然后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一般 请问 你上午说的其中缘由 是忽悠菠萝的 还是真有歧视火红的枫叶树下 帅帅鸭听到这个问题眨了眨眼 然后抬起脑袋 环顾了一圈四周 见没有人后 才抬头讲道 老大 我没有骗上关波罗 确实是有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如果可以实现 那确实是好事 如果不能实现 那你想开创新武道的计划 一旦完成 并成功宣扬天下 就势必会变成修仙界的劫难 而你 也会成为所有修仙者的敌人 成为妄图毁灭修仙界的祸害 林小璐 少年听得一脸猛 他看着帅帅鸭人性化的眼神 心中暗道 应该没这么严重吧 林小璐有些哭笑不得地问 你说的那个想法是什么问题 问出帅帅鸭没有着急回答 而是先神秘兮兮地反问林小璐 老大 你知道一直以来修仙界的修仕 都在阻止域外的吞噬吧 知道啊 当年穆钊哥跟我说过 怎么了帅帅鸭点了下头 继续讲道 一直以来 修仕们通过修炼 将天地灵气 转化为自身的灵力 这一方面 是为了让自己拥有各种通天手段 增长寿源 另一方面 则是修炼出的灵力 会自行挥发一部分 而这一部分消散的灵力 就是一直以来 阻挡域外的力量 远中 帅帅压眉头紧皱地继续说道 域外实在是太大 太广了 它是一切最初的样子 再多地修饰修炼 也只能放慢它 吞噬六道轮回 吞噬一切的速度 并不能彻底阻止 无数年来 已经有不少 曾记载在古籍中的仙家福地 被域外所吞噬 通通化为虚无 场中 面对帅帅压略显严肃的话语 林小璐也点了点头 这些我都知晓 只是你说的这个缘由 究竟是何物怀中 帅帅压顿了一下 终于开口说道 是这样老大 汤原不是 说你修炼出的这个心内力 是由先天仪器转化而来 和天地灵力一样精纯吗 于是我就有了一个想法 场中 帅帅压飞速讲道 自古以来 有修行天赋的 可以成为修仙者的人 永远是凡人中的极少数信愿 非常稀少 而按照域外目前的吞噬速度 再不出现归虚境大能 的话我们的时间 其实真不多了 那我就想 如果老大你的这个心内力 跟天地灵力一样 精纯的话 那是不是就不用等 虚无缥缈的归虚境大能出现 也能用这心的内力 和天地灵力一起阻止域外 那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就可以让天下 所有的凡人修行这种心武道 大大提升对抗域外的力度 曲线救国 说完 帅帅压非常严肃地 看向林小璐 老大 我本身并不会修行 除了活得久以外 没啥本事 故对于修不修仙的完全不在意 所以 哪怕修仙界真被老大你的武道彻底颠覆 对我也没什么所谓 毕竟只要能对抗域外 那就什么都好说 至少世间生灵都可以永远地存在下去 因为我觉得 和所有的生灵相抵 修仙界本身存不存在 其实并不那么重要 这就是我的想法 一番奇奇怪怪 长篇大论的话语 从鸭子口中说出 林小璐倒真的错愕了片刻 他抱着帅帅鸭愣了许久 才略显无奈地露出笑容 你呀 就是想得太多了 新武学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能不能研究出来 还是个未知数 你们却一下子想那么远 把我都搞猛了 听着少年懒散的话语 帅帅鸭有些气愤地瞅了他两眼 老大 你不是这么没远见的人吧 这和远见没有关系 林小璐空出一只手 一边从旁边的茶几上 拿起酒壶 一边笑道 修行本就是为了书心 我研发新武学也是如此 至于你们说的结呀 玉外呀什么的 至少得等我研发出来再说吧 现在想那些 我觉得还为时过早了点 说完 少年便仰起头 潇洒地往口中 倒出一条晶莹的九线 帅帅鸭猛逼地看着这一幕 然后满脸无奈 老大 如果 你真的把这可以逆天改命的武学 创出来了 并且要传授给天下凡人 就会触犯很多人的利益 你到时 很有可能会成为 所有修士的公敌的 所以你要早点做打算 文言 林小璐没再说什么 只是遥望着远方天空 温和地笑了笑 之后的几天时间内 神舟各大宗门的掌门 陆陆续续抵达峨眉 林小璐也见到了一大批年少时的固有 每日在峨眉招待他们 宴席不断 欢声笑语不停 这期间 倒是没再发生什么特别的事 林小璐也过分挺舒坦 每天闲下来的时候 她就会和朋友们聊聊天 逛逛峨眉的风景 然后到夜晚夜深人静的时候 她便会继续修行新的呼吸法 强忍身体的难受 硬逼着自己一点一点去示意 就这样 悠闲却又热闹的生活 持续了十一二天 在那之后 各个宗门来访的修士友人 便开始陆续告辞 直到昆仑的宋天虎和周黎 最后一批离开 热闹的峨眉 也就恢复了往日的安宁 当然 上官兄弟姐妹三人 和吴够还在 次日 大清早 药园一脉的一处凉亭之中 林小璐对着面前男男女女 数位伙伴 缓缓伸开了手掌 这一段时间以来 我每日都在练习心呼吸术 直到昨夜 终于将体内的内力 全部焕然一新 场中 小月儿捧着下巴 趴在石桌上 聚精会神地看着林小璐的手掌 汤圆 帅帅鸭 无够其他人 也都围在一旁 就连林小璐身后 帮起案间的林薇 也眼巴巴地探着脑瓜 很快 在周围无数双眼睛的好奇关注之下 少年白皙的手掌中 猛然升腾起一股透明的热浪 这 便是新内力了 林小璐一边展示 一边对所有人说道 这股内力确实很神奇 他对五脏六腑的强健程度 要超出以往内力两三层之多 同时我发现 他具有加强人体各种感知感觉 以及锤炼灵魂的效果 锤炼灵魂众人听得一惊 璐哥 这股内力外放的话 和老内力有什么不同吗 汤圆眨巴着斗鸡眼询问 听到这个问题 林小璐毫不迟疑地开口道 当然是有不同的 首先就是他 要比老内力散发得更远 说完 林小璐收起掌中的内力 对众人比划道 这股内力的外放程度 要比老内力远处数百米 而且似乎是因为 他足够精纯的缘故 他外放之后 威力并不会消退太多 几乎可以做到从业而终 听到这一变化 众人再次嘖嘖称奇 而汤圆则是思索着点了点头 然后继续询问 还有别的变化吗 有 说到第二个变化 林小璐自己 都显得更加兴奋了一些 他笑着对所有人道 这股新内力 拥有跟天地灵力相反的特性 修仙者的天地灵力 可以和世间万物 任何一种气相互辉映 用火属性灵法释放则炽热 用冰属性灵法释放则寒冷 而我的这股新内力则不同 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化开灵力和万物的其他气息 说完 林小璐看向一旁 正拿狼头敲上官菠萝脑瓜的少女 热情招呼道 上官 对我发个灵法 滚蛋 老娘忙着呢 上官哈密瓜白了林小璐一眼 然后一边按着上官菠萝的头 一边用手里的铁狼头 叮叮当当地狂敲 小嘴更是骂个不停 让你嘴欠 让你嘴欠 听着那一道道金属和脑瓜的碰撞声 在场众人纷纷吓得哆嗦了一下 林小璐也一脸地哭笑不得 只好转向一旁 正抱着烤鸡屁股 吃得阿姨 阿姨 有发个灵法 哦 好的璐哥 场中 阿姨抬手放出一道灵浪 林小璐也毫不迟疑 灰掌外放出一道内力 下一刻 透明的内力和流光一彩的灵法 在空中碰撞 因为两边威力都不是太大的缘故 所以 二者并没有产生什么波及 只是灵法和内力碰撞后 有一部分双双消融消失 剩下小部分 来不及消融的 就炸出了一声音爆 这个场景一出 汤圆和帅帅鸭 同时坐不住了 就连一只老神在在的小院 都惊了一下 目录差一道 哥哥 你居然把阿姨的灵力 重新打散回了灵气 对 这就是新内力的特别之处 林小璐笑眯眯地道 我发现这新内力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将修仙者的灵力 扭转为本源的状态 当然 这一块我目前还在研究 说完 他便有些骄傲地看向众人 一脸期待道 你们觉得怎么样牛逼低狠 汤圆犀利地给出评价 他旁边的无垢 也是惊讶万分 小璐施主这个手段 已经不亚于灵法了 甚至比很多高阶灵法 都要强悍 边上的阿姨 一边吃得满嘴流油 一边鼓着脸颊好奇道 这世间还有其他手段 可以将灵力化为灵气的麻良亭中 一群人文言都开始思索 然而他们思索了一阵后 并没有想到 倒是一旁的小月儿 见所有人都不知道 便主动目录回忆地迟一道 当年无限宗的宗主慕昭歌 好像可以 他有一个名叫万法归零的绝技 可以起到这种效果 别的好像就没有了 那老师这也很牛逼了 而且 老师这只是体内的心内力 还不是特殊手段呢 辈分最小的灵微 一边给林小璐按着肩 一边美滋滋地骄傲道 等老师把这个心内力研究成手段 说不定会更厉害 小姑娘的话语一出 场中的前辈们也纷纷笑了出声 因为他们都明白 林薇说的确实是事实 毕竟从小璐这心内力的情况上来看 那确实是可以压制天地灵力 再加上 这是一个崭新的东西 后续会不会开发出什么强大的手段 确实还都是未知数 总之 小璐确实创造了一个 拥有无限可能的神奇之力 梁亭之中 大伙嬉嬉嚷嚷说笑了一阵 而在好一阵热闹后 汤圆再次看向了林小璐 明媚的斗鸡眼中 也闪耀着智慧的光泽 鲁哥 现在这个心内力 已经摸索出来了 你要不要试试 把折龙睡单弓也加进去 或者怎么让普通人 在不用受血的情况下 修炼这个心呼吸法 这一块 你有想法吗 听到汤圆的问题 梁亭内的其他人 也都继续看向林小璐 而此刻的林小璐 显然心情很好 他见所有人都看向自己 脸上都挤出了小酒窝 本来我是没什么思路的 不过昨晚深夜的时候 乌狗忽然有了一个不错的想法 然后进了我房间 跟我在床上 推演了一种神奇的东西 与其正常的话语说完 林小璐见所有人 忽然都不说话了 一个个猛逼地看着自己 顿时有些疑惑 你们砸了筐 旁边的上官哈密瓜 一狼头 把上官菠萝打晕 然后拿狼头指着林小璐 怒目而是 林小璐 你果然和这和尚有猫腻 此话一出 所有人瞬间炸开了锅 每个人都拿奇怪的目光 打量林小璐和无垢 最边上的柳玉娘 更是一副我早就知道的模样 拉着小玉儿 于楚楚 林薇等姑娘扒扒个不停 我师父和林小璐有一腿的事情 我早就怀疑了 我都见怪不怪了 昨晚我师父去林小璐的房间 一去就去了两个多时辰 不得不说 他们的持久力还挺不错 哈哈 那肯定 我哥哥超厉害的 对啊 我老是那么强 两个时辰 我估计都是他心疼无垢师父 故意放水了 眼见画风越来越歪 修得脑瓜通红的无垢 连忙起身解释 诸位施主不要多想 平僧昨晚只是传授了 小璐施主天竺瑜伽秘法中的大滩施法 这是一种用来睡觉的姿势 某种程度上 可以和哲龙睡丹宫加以结合 急于自证清白的他 语速都比平时快了一些 飞快说道 小僧曾周游各地研究佛法 除了这大滩施法以外 藏传密宗佛法里的白杜姆四目翻天阿卜多心经 也已一并传授小璐施主 这两种密宗法门 都有益于小璐施主研究心母学 努力的话语说出 众人依旧用微妙的表情 打量着林小璐和无垢 不过他们也就是打去两下 对于无垢的解释 其实还是相信的 老大 那你现在的折龙睡丹宫 已经和无垢传给你的佛宫结合了 嗯 差不多了 梁亭内 林小璐兴致勃勃勃地笑道 折龙睡丹宫 本身虽是睡宫 但对于睡觉姿势 却没有什么讲究 这一点上 无垢教我的大滩施法就很合适 我用大滩施法的睡觉姿势 伴随折龙睡丹宫的莲花呼吸法休息 然后在睡觉的同时 在脑海中 默念具有自我催眠 和自我暗示的白杜姆 四目翻天阿卜多心经 确实有非常神奇的效果 文言 帅帅压愣了一下 略显迟疑着道 老大 别的我都懂 就你说的那个什么心经 你莫诵的时候 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嘿嘿 完全不知道 帅帅压 其他人 一旁的无垢见话题又被带偏 只好再次无奈解释 压施主有所不知 藏传佛法里的这道心经 是有音律的 音律听众们皆是一愣 一个个猛猛地看着无垢 佛经还有音律 面对所有人好奇的目光 无垢汉手点头道 白杜姆四目翻天阿卜多心经 严格来说是唱出来的 它是由第一式喇嘛跟敦珠巴 根据转金筒的转金之音 和一部分藏系曲调所结合 所做出的一种唱出来的佛经 而因其旋律古怪诡异 词汇发音押韵讲究 所以具有其自我催眠和安神之用 也被小僧传给了小鹿施主 听完 众人皆是一脸猛逼的恍然大悟 他们对佛法不了解 不过也没什么所谓了 反正听着好像挺厉害的样子 场中 汤圆摸索着下巴 好奇地看了看无垢 然后又看向了林小鹿 鹿哥 你和无垢研究出的这个新玩意儿 可以提高人的体质吗 你不上受血和药语 林小鹿解释道 昨晚我将无垢教我的两种方法 和折龙睡单弓相互结合 发现使用过后 我会在梦中遇到许多恐怖的佛陀雕像 无垢说 那是我的心魔所致 然后随着我继续深入修行 发现这种新的睡弓 可以小幅度地增强体质 但这幅度太小 还跳不出人的范畴 只是这种睡弓对灵魂的锤炼效果非常大 比以前的折龙睡单弓强出不少 然后可以和心呼吸数相互结合 相辅相成 这一点在我睡醒之后 有非常强烈的感觉 至于其他的功能 目前我还在研究 这番话语说完 汤圆便颇为严肃地点了点头 也就是说 陆哥的这种心睡弓 被锻炼灵魂的效果最好 然后心呼吸数的心内力主攻击手段 分析完 汤圆看向林小鹿道 陆哥 你现在的心武学 基本只差最基础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如何破开凡人肉身脆弱的束缚了 一旁 帅帅压同样面目凝重的点头 创造一个东西 跟学习一个东西完全不同 创造一个东西 基础是最难 也是最重要的 因为那是决定一门武学 一条道路能否辉煌的真正根基 不远处 拨着佛珠的无垢也是倾道 小鹿施主 贫僧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这肉身破金刚之法 就看你自己了 看着面前三位好友的目光 林小鹿笑着点了点头 十五日之后鹿崽子 出发了 林小鹿 你居然还在睡觉 都特么快中午了 被上午阳光照耀的一览无余的房间内 上官哈密瓜和上官十六 看着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少年 气愤不已 好在他俩陆续喊了几声后 少年也就从床榻上渐渐醒来 不是说好今天去昆仑的吗 鹿崽子 你怎么还在睡 对啊 林小鹿你 特么找打是不是 上官哈密瓜一边说 一边抄起枕头 汗不畏死地冲向林小鹿 然后就 我昨晚修行新睡宫 又有了新的突破 似乎是因为 折龙睡单宫 本身是道家宫法 而无垢教我的心经和大贪施法 都是佛家法门的缘故 我发现 这一佛一道相互配合之下 让我的灵魂变得越发强悍 感觉都快化虚凝实了 阳光明媚的山道上 林小鹿一边走一边对身旁的两个姑娘说道 两个姑娘中 个头极矮 正在用灵力消除脸上淤青的上官哈密瓜 不屑哼道 那头沙比鸭子都说了 才是最重要的 你别再想这些了 先把恋的法门琢磨出来吧 不管是灵魂 还是内力 没有绝对强悍的做支撑 都是扯淡 你只有把法门琢磨出来 然后灵魂 内力三元合一 才能算是真正的开宗立派 面对矮个子姑娘略嫌挑衅的话语 林小鹿只好无奈地笑笑 她明白上官说的是事实 但这谈何容易啊 要想不用受血 要与这些外物来强悍身体 这 哪 一边走 林小鹿一边无奈笑道 目前我已经将心呼吸数 和心睡功研究得差不多 的事情暂时急不来 咱们三去完昆仑以后 不是要去其他大陆看看吗 到时眼界开阔了 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一说起出去玩 不管是上官石榴 还是上官哈密瓜 便都显得很感兴趣 叽叽喳喳和林小鹿 说着游玩打算 山道上 三人顶着阳光来到青鸾殿 刚一抵达 就看到了其他在等待的人 这一次去昆仑 本质上就是给周离新出生的闺女 周大福祝贺 去的人不用太多 也叫阿一 陈念云 于楚楚 林小鹿 还有上官哈密瓜 上官石榴 上官波罗三兄妹 以及林小鹿的学生林威八人 小月儿作为掌门是不去的 周离是昆仑副掌门 还没有到要他去的地步 托陈念云带个灵气礼物 表表心意就好 另外 吴够和柳玉娘也不会去 他们今天就要回吴心寺了 同样的 吴够手写了一卷保平安的经书 托林小鹿 送给周离刚出生的女儿 此刻 青鸾殿宽敞宏伟的广场中 人们已经陆续聚齐 小月儿也坐在曾经叶青鸾的高台椅子上 笑呵呵地看着所有人 对于昆仑 林小鹿的印象还是很好的 当初那雪山上的温泉 令他印象非常深刻 毕竟是真的舒服 感觉可以令人忘记一切烦恼 因此 他 还是蛮期待这一次的旅程 然而 他刚一出现 就碰上了一个令他想打人的问题 鹿哥 这次去完昆仑 你就要和上官家远走高飞了吗 阿姨 请注意一下你的言辞 我只是出去转转 因为新武学的创新已经到了瓶颈 而我的修为 也已经到了举世无敌的地步 所以 待在峨眉也没啥事 嗯 我懂 祝鹿哥和魔道二女玩得愉快 林小鹿 看着面前的瞎子 林小鹿忽然有些迟疑 是不是自己性情温和以后太久不揍人了 导致现在都没啥威严了 嗯 这样下去 可不是个办法 偌大的广场上 一群人震动一堆 吸一堆的相互说着话 气氛很好 可是 林小鹿突然毫无征兆 抢了阿姨的鸡屁股 并给了他一拳 鼻血狂飙 这一幕一出 全场所有人都直接梦了 我去 血手人图 终于要回归了吗 哇 真不愧是鹿崽子 揍人还是那么果断 哥哥 再打一次 我还要看 老师牛逼 阿姨师傅 你快用你教我的鼻神斩还手呀 你不是说 鼻神斩天下无敌的吗 快让弟子看看 一群人 围着鼻血乱喷的 阿姨七嘴八舌的评价 足足闹了好一会儿 作为掌门的小悦儿 才简单交代了几句 他们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如今天下太平 在座的随便另一个出来 又都是一方强者 因此便直接了当地选择出发 而他们所乘坐的东西 则是陈念云的木剑法器 穿着长蓝色道袍的林小璐 和无垢拥抱告别 然后跟小悦儿打了声招呼 便飞上了巨大的木剑 回到峨眉多日 他也终于再次启程 去研究新武学的开创之路 林小璐估摸着 自己应该很快就会回来 毕竟如今的自己确实强悍得可怕 就像帅帅鸭说的 自己已经是站在绝对巅峰的那一批人 就像当年的师父一样 因此 自己现在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中午时分 阳光明媚 万里无云的碧波蓝天之中 一柄巨大宏伟的木剑 正穿透云海 飞快即行 木剑上有一宗木屋 此刻屋中正摆着张麻雀牌桌 上官哈密瓜 林小璐 阿一 陈念云四人正在桌边打牌 其他人则在一旁观战 碰什么碰 老娘的牌你也敢碰 陈念云你 是不是想死 喂 煞笔瞎子 你眼瞎就 不要学人家打牌行不行 不会玩 就换我妹妹上场 一天天的找销 你以为我想玩吗 是你自己说的 三缺一大过天 到头来还怪我 陆哥 你帮我拼拼脸 面对阿一的求助 坐在上官哈密瓜对面的林小璐 完全没有搭理的意思 他双手合十抱着一块牌 正闭着眼睛念念有词 老师你要加把劲了呀 这把再输你就要脱裤子了 身后 林薇一边给林小璐 暗奸 一边苦口婆心地劝着 不远处的上官波罗 也一边给自己姐姐捶腿 一边努力游说 姐 你要让峨眉的道友们吧 阿一已经输给你两箱鸡屁股了 念云兄弟的剑都快输没了 陆哥最惨 他录录录 录什么录 彪悍的上官哈密瓜 甩手把自家弟弟 拍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泼辣的教育道 自古魔正不两立 我们身为魔道 怎么能不把这帮正道的往死里整 这叫替地行道 说完 上官哈密瓜养的头 用鼻孔对着桌对面的林小璐 骄傲哼道 林小璐 当年在学院你不牛逼吗 说老娘啥都比不上你 这会儿怎么耸了哼哼 今天老娘要让你把衣服都脱光 然后跪在老娘面前 高喊三声 姑奶奶饶命 衣服脱光排桌旁边 正翘着二郎腿 和于楚楚聊天的上官时乐 听到这话瞬间来劲 一脸期待地凑了过来 我拿鞭子抽吗 我期待好久了 哈哈 好说 咱姐妹俩谁跟谁啊 哈哈哈哈 木屋内 听着一大一小两个魔道姑娘 嘚瑟的笑声 陈念云和阿姨 都是一阵无奈 真不愧是魔道啊 果然毫无人性 他俩一同看向 默默祈祷的林小璐 想着 要不劝劝他别玩了 结果林小璐 忽然睁开了双眼 威威啊 去给你几位师叔师伯续查 说完 林小璐拍下一张麻雀牌 八万 身后 听到命令的林薇愣了一下 随后仿佛明白了什么事的 笑嘻嘻道 好的老师 排桌边 他屁颠屁颠地来到阿姨身后 一边给阿姨续查 一边笑道 阿姨师傅 您最近气色好好呀 越来越帅了 阿姨师傅 你有没有八块腹肌啊 一边说 他一边拼命冲林小璐眨眼 林小璐也立刻心领神会 紧接着 少女又跑到陈念云身后 一边续查 一边盯着陈念云的牌 问道 陈师叔 我听说您昨天收了二桶上好的零九 要和我老师分享 是真的吗 场中 林小璐看着和自家学生 说话的陈念云阿姨 嘴角邪魅捐狂的一窍 然后捏着手里的一张牌 一边冲林薇眨眼 一边笑道 最近突然想养花了 薇薇有没有什么好推荐啊 此话一出 林薇立刻摇头 来到上官哈密瓜身后 道 老师 养花这种事情不适合你 听我的 养鸡吧 此话一出 林小璐顿时眼前一亮 抬手拍出一张牌 此拍一出 上官哈密瓜顿时猛逼 眼珠子瞪得溜圆 而下一秒 他就脸色一变 整个人哗啦 一声站起 林小璐 你出老千 牌桌上 上官哈密瓜都快气炸了 腮帮子都鼓了起来 而林小璐则一脸悠哉地哼道 我哪里出老千了 哈密瓜你 不要含血喷人好不好 你就出了 你学生在帮你看牌 你以为老娘看不出来 老娘今天弄死你 都特么别活 场中 在陈念云和阿姨两个老实人 还猛逼的情况下 上官哈密瓜 直接蹦上了牌桌 张牙舞爪地 就向林小璐扑去 一副要跟他同归于尽的架势 而林小璐看着这仿佛 小老虎一样 飞扑而来的姑娘 想了一下 便缓缓抄起屁股下面的板凳 摆出了迎接的架势 胖 拥有着一身傲骨 生命中从来没有妥协二字的 上官哈密瓜 直至晕厥都没有哼一声 整个人旋转着 被一板凳抽飞 答案姑娘 林小璐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一般 骚气地捋了捋锤落至额头前的发丝 将板凳放回屁股底下坐好 然后热情地笑道 三缺一大过天 谁来我我我 上官十六非常开心地举着小手 然后自告奋勇地继承自家姐姐的遗产 凳子 丝毫没有替姐姐打抱不平的意思 房间内 热闹的搓牌声再次响起 说笑声也一如既往地持续 老实说 搓牌这项记忆 林小璐也是刚学不久 陈念云和阿姨俩人 常年修行不问世事 故对于此道也不甚了解 而上官家 却似乎是轻盈已久 上官十六一上桌 就立刻以娴熟的手段 大杀四方 几轮下来 就直接把林小璐三人迎猛了 到最后 林小璐终于输几眼了 便联合阿姨一起打了他一顿 上官波罗在旁边全程拍手叫好 氛围显得非常祥和 麻雀牌打了几轮 有人输 有人被锁猴 有人挨板凳 一群人渐渐也就没了兴趣 之后陈念云更是老气横丘的评价 赌博确实是不对的 牌桌上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赢家 输得倾家荡产 赢得半死不活 没错没错 很有道理 上官小姐 你脖子还疼吗滚 好嘞 打完牌 几人坐在木屋中喝茶的喝茶 聊天的聊天 抢救的抢救 林小璐闲来无事 悠哉悠哉 用指尖气丝削着苹果 随口问道 老陈 还有多久到昆仑快了应该 陈念云一边给于楚楚按着肩膀一边笑道 大概还有半个时辰不到吧 林小璐闻言点了点头 将削好的苹果掰成两半 丢了一半给阿姨 然后自己吃起了另外一半 木屋内 几人就这么闲聊说笑 然后一同等着抵达目的地 不久 金色的太阳高悬至苍穹中央位置 时间也跟着 来到了中午 陈念云掐绝 看时间差不多了 便招呼大伙动身 一行人也就七嘴八舌闲聊着起身 昆仑山脉 神州地界中最巍峨宏伟的山脉 这里 常年被积雪覆盖 白雪绵延上千里 据说千年不化 壮观至极 故即便是第二次来到这儿的林小璐 也还是感慨 哪怕是放在当年的修仙界 和那些仙山穷楼相比 昆仑山只怕也不遑多让 如今天下太平的要死 每天的日子都过得无聊至极 木剑下降 剑边处站着的上官哈密瓜吐槽道 怎么也不出来一两个大反派 让老娘动动筋骨 姐 你可别吹牛逼了 真正的大反派 哪伦的道娘 一旁的上官波罗 毫不留情道 有大反派什么的 陆哥直接就能解决了 再说了 咱们魔道不就是反派吗 听到弟弟的大实话 上官哈密瓜 皱眉看了他一眼 然后猛地伸手封住他的灵力 接着一把 将其从木剑上丢了下去 全程动作迅猛 宛如恋家子一般 与此同时 昆仑山脉主封乔格里封顶部的宫殿广场 周黎正站在一大群昆仑弟子们面前 背着双手教导道 今天是峨眉的道友 来给掌门师叔我祝贺 后面还会有更多人来 没错 你们掌门师叔的人员就是这么好 这全靠掌门师叔我一生 都在贯彻正义二子 因此才让神舟的道友非常佩服 所以你们以后 一定要好好记着 男子和大丈夫 立于天地之间 修的一身本领 就是为了去做好事 去做善事 修仙者并不特殊 我们只是恰好有修行天赋的信誉而已 所以大家以后 一定要做一个乐善好施 乐于助人的好神仙 不然对不起自己一身修为 场中 周黎长篇大论 唾沫横飞 而正当他说得兴起之时 面前的弟子中 突然有人喊道 掌门师叔 天上好像有个人掉下来了 闻言 周黎得意地一笑 看来是峨眉的道友太着急了 法器还没降落 就先一步跳下来 来 让本座看看 是哪位道友 说吧 周黎背着双手 动作洒脱地转身仰头 对着天空露出了热情的笑容 而然后 他就看到了一个不断放大的屁股 碰 全场 每一位昆仑弟子 都惊恐地看着面前这一幕 他们看到自家副掌门背负双手 傲然而立 仰面朝天 然后一个脖子上 挂着数条大金链子的青年 正一脸猛逼地 坐在副掌门的脸上 其屁股更是 已经将副掌门的脸 完全淹没 场中 所有人都猛了 上官菠萝也猛了 他坐在周黎脸上 夹了夹屁股 感受着屁股中间脸型的轮廓 然后 整个人感动得泪流满面 周黎副掌门 你居然用脸来借本公子 本公子作为堂堂魔道二爷 你居然都愿意救 还是用脸来救 哇 真是太感人了 不说了 你这个兄弟本公子认定了 周黎兄弟你放心 将来我姐要是想灭昆仑 就必须从本公子的尸体上踏过去 本公子还要跟你结拜 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上官菠萝 已经语无伦次了 他是真的被感动到了 从小到大都没这么感动过 毕竟自己是魔道中人 而正道的周黎 却不嫌弃自己 不仅就自己 还是用脸来救 这副恩情简直重到炸裂了好吗 广场中 他一边感动得无嘴直哭 一边准备下来和周黎结拜 屁股下面的周黎 却忽然抬起粗狂有力的双手 拖住上官菠萝的两条大腿 然后往上一举 不 一声轻响 脸屁分离 周黎被映出红色屁股鹰的脸 赫然出现 此刻正愤怒地瞪着上官菠萝 上官菠萝被拖在半空中 感激涕铃的低头 对周黎道 周哥 啥也不说了 以后你就是我亲大哥 我老子特么弄死你 供电上空 木剑缓缓降落 林小璐看着下面 正把上官菠萝掉起来捶的周黎 一脸猛逼 这时 正魔开战了俗话说 自古正魔不两立 今天周兄虽然揍了本公子一顿 但本公子不怨他 毕竟他确实用脸接住了本公子的屁股 而且 本公子还放了个屁 不过这也不能怪本公子 毕竟本公子刚才实在是太感动了 一时间就没忍住 惭愧 惭愧 昆仑的待客店中 上官菠萝一边擦着鼻血 一边梳着头整理发型 而一旁的周黎 则全程红着脸 对着他怒目而视 不远处 上官哈密瓜 和上官十六两个姑娘 已经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就连宋天虎一时间都和上官哈密瓜并起前嫌 笑得直无嘴 搞得满店都是姑娘的哈哈哈哈声 好了周兄 别生气 波罗他不是故意的 林小璐哭笑不得地 拍了拍周黎宽厚的肩膀 然后拿出无垢血的佛经 和妹妹托自己带的灵索 佛经是无垢手写的 普门品 他说这是观音菩萨的佛经 具体的我也不大懂 只知道是保佑大福平安健康的 这个灵索是我妹妹做的 主意是我出的 就我小时候在村子里的时候 大人都会给新出生的孩子 带一个长命锁 是保长命百岁的 于是我妹妹就用灵石和荣云玉 做了一个长命锁 上面还刻着大福的名字 你看看喜不喜欢 林小璐的话语说完 周黎也就不再搭理上官波罗 非常开心地接过了礼物 陆哥 回头还请帮我谢谢小月儿掌门 和吴构师傅 他俩真是有心了 林小璐笑着道了声一定 准备再聊几句 一旁站在陈念云和阿易中间的于楚楚 却已经迫不及待起来 一脸期待地问 张婷和大福呢 周黎你快带咱们去看看吧 后面的林薇也是急不可耐到 周掌门 我和我老师可想看小孩了 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一说起孩子 上官十六和上官哈密瓜 也跟着凑了过来 上官哈密瓜一边说 还一边往周黎手里 塞了眉漆黑如墨的符牌 这是我们魔道的真魔咒印 大福只要带着 什么魔头阴魂 见了都不敢碰他 而且 以后等大福长大了 明世里 想弃善从恶了 就可以将这皱印当作信物 来投奔老娘 到时候整个南疆 没人赶不给他面子 周黎 场中 他尴尬地接过上官哈密瓜的礼物 挠了挠头 然后对大伙笑道 亭儿才 生下大福没多久 现在灵气还有些不稳 大福和他一起在淋浴房 我这就带你们去 说完 周黎便大咧咧招呼所有人去看看 连带着宋天虎 也跟堵墙似地跟着 学道上 林小璐跟着比自己高了一个头的周黎 有说有笑地来到昆仑店后面左边的房间 还没靠近 他们便听到了非常响亮的哭声 此女果然不凡 年纪轻轻 哭声就如此嘹亮高亢 有天人风范 阿姨啃着鸡屁股评价 的确 这哭声不弱于老娘当年 确实是我魔道的人才 上官哈密瓜评价 陆崽子 你小时候有大幅哭的响吗 上官十六询问 这倒没有 不过我娘说我一出生就会发出吼吼吼吼吼的笑声 当时直接震惊十里八寸 村子里的说书先生还说 我将来会成为东瓜村第一好汉 哇 真不愧是陆哥 果然牛逼 来陆哥 吃个鸡屁股补不脑 滚 一行人一边走一边打得闹闹说说笑笑 而当他们来到房门外后 周黎便轻轻扣了扣房门 娘子 峨眉的道友来看你和宝宝了 陆哥也在 很快 伴随着女鹰的哭声 一道温婉的声音从房间内传来 让周黎带着大火进来 周黎也不迟疑 兴高采烈地打开门 下一秒 林小璐等人便立刻感受到了一股暖意 周黎笑着介绍道 昆仑山地处高原 天气非常寒冷 所以我就给房子周围布了阵法取暖 免得孩子受凉 此话一出 场中的所有姑娘 纷纷对周黎竖起大拇指 可以啊周黎 想不到你也有这么心细的时候 真是个好父亲 念云哥 你要学着点哦 以后我要是生孩子了 你也要这么照顾孩子的 啊 这还是本掌门教得好 我这个师弟啊 脑子笨得很 要不是本掌门教他 哪懂照顾孩子 几人说笑着进入暖洋洋的屋垫 很快便看到床榻上 盖着被褥的女子 和女子旁边 裹得严严实实的小胖女鹰 小胖女鹰突然见到这么多人出现 一时间似乎有些猛 连带着哭声都停止了 大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他们 哇好可爱的宝宝 张婷好久不见了 你气色恢复得不错吗 啊 快让老娘抱抱 哎呀 上官姐姐您慢点 大幅都被吓哭了 似乎是女性天生 对婴儿喜欢的缘故 从进入房间的瞬间 一群姑娘便一拥而上 将林小璐等男人 全部挤到了后面 搞得他们只能在后面干瞪眼 场中 上官哈密瓜 在得到张婷的同意后 一马当先 手忙脚乱地把孩子抱了起来 似乎是太小心的缘故 她的动作显得非常笨拙 张婷和宋天虎 只好在一旁指导 磨到头子 你到底会不会抱孩子 要一手拖住宝宝的腰 一手拖住宝宝的头 肌肉女你烦不烦 来大夫 给姐姐笑一个 一惹 一把年纪了 还自称姐姐 也不害臊 大夫 来给你上官奶奶数个钟指 屋子里 几个姑娘将刚出生没多久的周大福 围成了个圈 叽叽喳喳议论都不停 林小璐等人 只好在外面张望 其中 阿姨在拿鸡屁股吸引大夫 陈念云也在和于楚楚说着话 讨论自己什么时候也生一个 只有林小璐一个人 全程茫然地透过人群 看着墙包里的女婴 看到肉嘟嘟的大夫 不知为何 她的脑海变得有些朦胧 一个手持红云枪的倩影 在她脑海里渐渐浮现 这让她整个人的目光 都变得有些呆滞 场中 周黎正嘻嘻哈哈 跟大家说她带娃的经历 林小璐默默地看着 心里没来由地有些羡慕 同时鼻头有些发酸 她继续木讷地站着 也不知道说啥 而正当思绪混乱到极致之时 床榻上的张婷 忽然看向了她 小璐 还能再见到你 真是太好了 听到故人的声音 林小璐思绪收回 吸了吸鼻子 她看着躺在被子里 笑吟吟的张婷 温和一笑 确实好久不见了 大夫很可爱 想周兄 听到这句话 张婷温婉地抿了抿嘴 打趣道 大夫是个女儿家 以后可不能像 她爹式地长那么粗狂 说完 张婷看着林小璐笑道 我们那批的修饰中 我跟周璐 应该是澄清最早的了 当初也是小璐 你一直在帮忙撮合 现在想想 我和周璐都很期待 喝小璐你的喜酒呢 此话一出 林小璐整个人直接一正 温暖的房屋中 所有人都在七嘴八舌地哄着孩子 只有林小璐猛猛地站着 两久 她无意识地挤出一个微笑 看到这个微笑 并不知道发生何事的 张婷愣了一下 小璐的这个微笑 为何 不像以往那么开朗了 莫名的 感觉有些心酸呢 婴儿的睡眠周期是比较长的 每天大约会睡七到八个时辰 周大福要稍微低一些 但睡眠时间也依旧不短 所以没过多久 还在墙堡中的她 便在一阵哭闹之后沉沉睡去 林小璐等人 也就没有打扰 陆陆续续离开了淋浴殿 周璐兄弟 休闲者生孩子 是不是挺难的呀 一出门 上官波罗就好奇地对周璐询问道 我听闻从节单境界开始 休闲者之间 生子就会变得越来越难 是这样吗 这个好像确实是这样 周璐瞥了上官波罗一眼 解释道 休为越高的休闲者 生孩子越是艰难 具体原因好像挺复杂的 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我和亭儿 为了能有一个孩子 确实是准备了很长时间 亭儿甚至耗费了近百年的休为 才诞下大福 对 这个我也听我师父讲过 一旁的阿姨说道 我以前在休闲界的时候 就是我爹和我娘 耗费了大量绝世珍宝 损耗数百年修为才有的我 所以 你为什么瞎那上官波罗好奇地问 听到这个问题 阿姨用绑着黑色绸布的眼睛 看了看上官波罗 然后扭头对林小璐道 路哥帮我拿下鸡屁股 我要拿把剑 塞进他的鼻孔里 让他得鼻炎 一群人叽叽喳喳地讨论 正说的热闹时 边上的上官哈密瓜 掐着腰横道 我们上官家 可是有三个人 休闲者生孩子要真的那么难 我爹娘怎么生得出 我们兄妹这么多此话一出 众人也皆是一愣 觉得好像也是这么回事 上官大叔真能生 对 魔道就是不一样 生孩子都比别人容易 场中 一行人闲聊着话语 一边说 一边往昆仑山温泉的方向走去 来都来了 肯定是要泡一次昆仑山的温泉的 林小璐对此也期待许久了 他还特意用内力提前烫好了酒 准备泡温泉的时候 和兄弟几个好好喝一杯 而此刻 他就独自走在人群的最前方 同时一边走 一边有些好奇 大伙刚才说休闲者生孩子很艰难 如果这是真的话 那么自己这样的舞者生孩子 是会很难 还是会很快 他思索着 刚想开口问问旁边的上官十六 身后却忽然传来了打斗声 林小璐茫然地扭头 立刻看到昆仑正父两位掌门 宋天虎和周黎 以及嚷嚷着 要大意灭轻的上官波罗 再同时群殴上官哈密瓜 林小璐 他们怎么又打起来了 都不累的吗 不过上官哈密瓜也确实牛逼 以一敌三棱是不若下风 把场中的陈念云和阿姨 都看猛了一下 上官家主确实厉害啊 陈念云看着场中霸气的姑娘 嘖嘖称其道 这手段 我估计最多和她拼个实习就不行了 哎呀 相公你别担心 上官的实力已经到顶了 你还有好多成长空间呢 于楚楚主动安慰道 你也很强的 弟妹说得对 老陈你不用妄自菲薄 边上的阿姨抱着鸡屁股评价道 你是我和陆哥非常看重的人才 有时候距离突破 只是差一个契机而已 对不对陆哥林小璐这会儿 正在看上官哈密瓜一条三 面对阿姨的问题 她只随意地点了点头 就继续吃瓜观战 嘖嘖 上官哈密瓜这小矮子 确实可以啊 比上次更强了 这浑身的深紫色魔器 就是大藏精的手段嘛 按照现在的表现来看 只怕比起那瑞德剑宗的老祖残剑子 也不遑多让 她看了一阵 对身旁正和林薇分享 甘果临时的上官十六感慨道 看得出来 你姐每日都在努力修行啊 虽然现在她以一敌三 已经开始渐露疲态 但同时面对周兄弟 上官波罗 宋掌门三人 却能撑这么久 确实是有些东西 嗯啊 我姐每天都可努力了 上官十六打趣地看了林小璐一眼 笑道 鹿崽子 你不能松绣 我姐一直以来 可都十一打败你为终生目标的 而且 她修行大藏精的天赋 可是连太祖爷也都自叹不如的 听到这句话 林小璐笑了笑 没放在心上 继续观战 毕竟 别说是打败自己了 就是自己身边 那又傻又瞎又嘴馋的阿姨 就是上官哈密瓜 这辈子都难以逾越的鸿沟 老姐 今日你弟弟 我和周兄宋掌门正魔联手 是要报答你一顿 你快快束手就擒吧 宰种 你的话完全不够看 在阿姨和陈念云 一同放出的灵气照中 全力出手的上官哈密瓜 一手突破上官波罗的魔器 直接抓住她的脸 在半空中将其按得连翻好几圈 接着同时面对宋天虎和周黎挥出的铁拳 甩出魔器一挡 整个人当即被昆仑霸道至极的凌威轰飞出去 娇小的身躯撞在灵罩上 将整个灵罩都撞得震战不已 看着这仿佛生死之战的一幕 林小璐也是有些猛 说实话 他到现在都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打起来的 不过也无所谓了 毕竟 不管是小矮子 还是宋天虎 都是出了名的爱动手 嗯 看着这成天牛逼轰轰的小矮子被揍 说实话 还是很开心的 哄 又是一声巨响 在以林小璐为首的一群吃瓜群众关注下 仿佛群魔乱舞一般的上官哈密瓜 同时打趴下周黎和上官菠萝 然后被宋天虎一拳轰在了脸上 泽泽 真好看 昆仑山的温泉 跟几百年前比 并没有什么变化 或许是昆仑修饰保护的比较好的缘故吧 这里依旧如初 没让林小璐失望 中午时分 白雪矮矮的山中 周黎 陈念云 上官菠萝 阿依 林小璐五人 每个人都浑身光溜溜地 坐在热腾腾的温泉中 依靠着湿热的岩石 惬意无比 太舒服了 果然还是昆仑的温泉舒服 林小璐美滋滋地拿起摆放在岩石上的酒壶 喝了一口 然后递给一旁的陈念云 陈念云接过酒壶 笑道 改天我去让汤圆想想办法 看能不能再咱们峨眉 也弄个温泉出来 哪怕是差不多的池子也行 哈哈 到时候我天天去泡 陆哥 我刚才被我姐抱打了一顿 你看看我后背是不是瘀青了 上官菠萝 转着光溜溜的后背 疼得呲牙咧嘴地对林小璐询问 林小璐看了一眼上官菠萝的后背 剑上面红了一大片 腰上还闻了只张牙舞爪的小螃蟹 顿时有些忍俊不惊起来 菠萝不用担心 被打得多了以后人是会变状的 同样鼻青脸肿的周黎 摆弄着自己的肌肉笑道 我师姐以前天天拿我当沙包 每次被她揍完我都会去锻炼肌肉 这样锻炼就会事半功倍 肌肉也会越来越大 聊到肌肉 一旁的林小璐来了些兴趣 她发现周黎的肌肉快大的离谱 胸口上还密密麻麻的全是胸毛 虽然她不喜欢胸毛 也不喜欢这种刻意锻炼出来的肌肉 但相比于上官菠萝那种 白斩鸡一样瘦弱的身材 她觉得 还是周黎这种充满男人味的好看 毕竟男人嘛 温暖舒适的温泉中 几人光着上身 一边轮流喝着林小璐酒壶里的酒 一边讨论着身材问题 大伙都认识许多年了 彼此之间也都是些神经大条 性情单纯的修行之人 加上又有烈酒相伴 顾聊的气氛也比较好 而在另一边的女性温泉池 情况就有些微妙了 上官矮子 你要不站着吧 我怕你坐下这温泉 会把你给淹死 水气沸腾 雾气朦胧的温泉池中 宋天虎长发盘在脑后 抱着胳膊大咧咧地坐着 而在她的对面 在上官石榴 于楚楚 凌威三女的中间 上官哈密瓜 正捂着一只被打子的眼睛 用紧剩的一只眼睛 恶狠狠瞪着她 不劳你费心了 我能坐下 还有 今天你是三打一才打败的我 你也不嫌丢人 那又如何 对付魔刀就要 比魔刀更像魔刀 说完 宋天虎放下粗壮的两只手臂 然后幅度巨大的挺了挺身子 来来来 本掌门给你看看 什么叫有容奶大 此话一出 上官哈密瓜顿时炸了 小猫炸毛般地骂道 呸 你也不嫌重 哼哼 本掌门乐意 哪像你 身残至奸 水池中 凌威看了看宋天虎 灭视天下的 又看了看上官哈密瓜 快要气炸了的红脸 有些害怕的 贴在于楚楚身旁小声问道 楚楚姐 上官家主和宋掌门 一会儿要是再打起来 我们会不会被波及亚文言 于楚楚非常严肃地 思考起了这个问题 他在温泉中端着下巴 皱着眉头分析道 确实有这个可能 我相公和小鹿他们不在 他俩 要是再打起来 凭咱们三的实力 那真是逃跑 都来不及 说吧 他扭头看向一旁 美滋滋看戏的上官十六 十六 你姐 要是再跟宋掌门打起来 我们怎么办叫救命啊 上官十六很没心没肺地笑道 把小鹿叫过来 被看光 总比死了要强 于楚楚 见上官十六这副模样 于楚楚也就没再多问 反正问了也白问 十六姐姐 你皮肤好白啊 温泉池中 林薇见上官哈密瓜 和宋天虎 一直不动手 只你一句我一句地互相嘲讽 一时间也就没再害怕 一脸羡慕的糖水 摆到上官十六旁边 惊艳于他皮肤的白皙 十六姐姐平时经常保养吗 看起来比我的皮肤好好多 嘻嘻 这都是金钱的味道哦 温泉里 上官十六看了看 互相叫骂的姐姐和宋天虎 非常大方地对林薇笑道 我们上官家妇可抵整个私男 我每天吃的喝的玩的用的 可都是好贵好贵的东西 文言 林薇羡慕地凑近 瞅了瞅上官十六白的 发亮的胳膊和锁骨 一脸期待道 十六姐姐 我可以摸一下你的胳膊吗 感觉好好摸 看到小丫头 一副眼巴巴的模样 上官十六扑斥一笑 然后抬起胳膊道 你摸呗 都是女的怕啥 哦 谢谢十六姐姐 林薇小心翼翼地摸了下 上官十六的胳膊 顿时惊艳无比 你平时都把精力放在保养上吗 对啊 我都好多好多年没有修炼过咯 清澈的温泉池中 因为水气生疼 而脸颊略显红润的上官十六笑道 其实我皮肤好的主要秘诀吧 就是有一个好的心态 每天都没有什么烦心事 也不跟我姐一样钻牛脚尖 然后吃好喝好睡好玩好就行了 听到这话 一旁的于楚楚 也有些好奇地凑了过来 十六 你都不想境界提高 寿命变长的吗 哎呀 那个太枯燥了 我没啥兴趣 上官十六非常骄傲地对于楚楚和凌薇解释道 我的人生信条是 日出东海落西山 丑也一天洗也一天 凡事不钻牛脚尖 人也舒坦心也舒坦 说吧 他便继续笑盈盈 看着自家姐姐和宋天虎针尖对脉盲 凌薇看着自由自在的上官十六 一时间有些猛 他忽然觉得 这个看起来大大咧咧 没心没肺的十六姐姐 其实是真正意义上活的通透之人 因为 他家里有很好的条件 所以他就可以喜闻乐见地享用这些条件 并且享用的心安理得 一生都可以过得非常开心 完全不用在意别人的目光 也不会为了所谓的长生 强大而去修行 是啊 以十六姐姐的身份 来到这个世界上 其实就是享福的 而他也确实这么做了 嗯 凌薇 你要加油 以后要成为跟老师一样强大的人 然后过上十六姐姐这样幸福逍遥的生活 到时候 整个修仙界 你想打哪个就打哪个 哈哈 真是想想都开心 温泉泡了大概半个多时辰 在这之后 周厘便热情地招呼大伙 一块去昆仑的膳食堂用餐 而在用餐的时候 上官波罗突然向林小璐告了别 路哥 我要回南疆了 我姐就交给您了 如果可以 请千万别让他活着回来 大恩大德小弟 莫齿难忘 饭桌上 上官波罗对着林小璐 窃窃私语告别 而林小璐听后 则是有些诧异 波罗你这么急的吗 我们可以在昆仑玩几天 反正有上官大叔把持魔道 你过几天再走也行 不了路哥 我早点走可以少挨几顿奏 上官波罗并不显得分离有多悲伤 反而一脸兴奋着道 路哥 我姐和我妹都不在 您知道这对我来说是 多大的幸福吗 我要赶紧回南疆 然后去和欢宗嫖个十天十夜 想怎么嫖就怎么嫖 所以 路哥 您就别劝我了 说完 他偷偷看了一眼自家姐姐 见上官哈密瓜没看自己 立刻松了口气 举起酒杯对所有人笑道 诸位 喝完这杯酒我就要启程回南疆了 大家一起真的很开心 但是天下 没有不散的宴席 咱们下次再聚 听到这有些突然的话 桌上的人都微微有些诧异 不过他们 也没说什么 一个个很给面子的端酒起身 只有上官哈密瓜 还老神在在地坐在板凳上 上官波罗也很机灵 冷是装出一副泪眼婆娑的模样 对上官哈密瓜道 姐 我真的很舍不得您 不过您和十六既然要出去玩 我这个做弟弟的 也就只好同意 您和路哥好好玩 路上一定要当心 千万别活着回 哦不对 千万照顾好自己 扑痴 桌上的几个姑娘 纷纷被上官波罗逗得笑了出来 上官十六 也似笑非笑地瞪了他一眼 好在霸气外露的上官哈密瓜 没说什么 只翻了个白眼道 滚吧 此话一出 上官波罗立刻喜极而泣 激动地一拍桌 诸位 我去演 说完 他便迫不及待 化作一道光亮 消失在了众人眼中 上官波罗走了 走得非常洒脱和潇洒 林小璐也是打心底里 替他高兴 毕竟自己这位兄弟这么多年 确确实实是吃了不少苦 吃过午饭 周里给几人安排了休息的地方 期间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林小璐依旧是酒壶不离手 让林薇给自己搬了张躺椅 至客店屋檐下 舒舒服服躺在上面赏雪瓶酒 阿姨 陈念云二人 也是各自一张躺椅躺在他身边 三个人就仿佛是来度假的一样 一边看着屋檐外的高原雪风之景 一边喝酒瞎聊 于楚楚 上官十六 以及哈密瓜三个姑娘 又去看周大福了 女人家或许天生喜欢孩子吧 可以理解 林薇没去 她被林小璐叫住 让其在堆满鸡血的院子中 练习剑术 阿姨和陈念云 一左一右地给她指导 林薇 前几日未诗传你的虚弥剑依 修行地如何了回阿姨师傅 虚弥剑依弟子 已经基本掌握 堂椅上 阿姨看着院中持剑的少女 很有大师风范地点点头 嘱咐道 虚弥剑越到后面越难 你有节单修为 掌握虚弥剑 已自然不在话下 说完 阿姨看向身旁不停喝酒的林小璐 璐哥 我要教林薇虚弥剑二吗 还是说让老陈教她三千六百剑 或者木林剑绝都行 你看着办吧 正喝酒喝得高兴的林小璐 随口道了一句 然后和同样在喝酒的陈念云 碰了下酒壶 老陈 你们什么时候 回峨眉照计划 明天应该就回去 陈念云喝了口酒 从大戒中取出一把花生 递给林小璐 笑问 你要出去游历多久还没想好 我想去找找师父 林小璐单手 震碎一枚花生米的外壳 往嘴里一丢 嘎嘣嘎嘣咐咀嚼咀嚼道 回来多少天了 师父的人影都没看见 他修为那么强 应该知道我回来了 闻言 陈念云点了点头 随后看了演场中 笨拙舞剑的少女 有些迟疑着说道 你这学生 阿姨虽然会不易于地地教她 但你也知道 阿姨容易被美食分神 而且不够严厉 以后就让她在我灵剑一脉修行吧 我会严格教导这丫头 她也会认识灵剑一脉的其他弟子 多认识些同灵剑修不错的 这感情好 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呢 林小璐笑道 咱们这一辈 修行几乎都到了顶 想进一步 都是难如登天 闲暇至于好好教导后辈 确实是正事 不过你也别太关照 就把微微 当作普通的内门弟子对待就行 成 我心里有数 说完 俩人相视一笑 继续看向场中大汗淋漓的女孩 当天下午 林薇一直在阿姨和陈念云的指导下 练剑 目前单从剑修中来说 阿姨已经是三千大陆第一 当之无愧 其师尊剑伤老人心事前更是评价 阿姨是最有可能误出须弥剑八的修士 而陈念云也不错 虽然和阿姨 这样的天之骄子相比 无论是天赋 还是出身 又或者是师程都差了一些 但他却非常努力 一颗剑心坚韧不拔 修剑到四百多年从不停歇 其自创的三千六百剑 在三千大陆中也是声名显赫 和鼠山掌门谭松磊并列天下第三 因此 由这样两位厉害的师傅教授剑决 林薇的进步确实是快得惊人 而林小璐作为他的老师 也没打算亏着这位学生 他已经想好 在其他大陆游历的这段时间中 要是遇上什么机缘适合林薇的 就给他带回来 或许林小璐自己都不曾发觉 他之所以这么喜欢这丫头 主要是因为 他有些像当年的自己 而自己对他 其实也就像当年师傅李明如对自己一样 阿姨 陈念云 于楚楚 以及林薇四人 是在第二天清晨离开的 大伙都是老相识了 且各个手段通天 故短暂分离 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阿姨和陈念云 更是助林小璐玩得开心 而林小璐在嘱咐林薇 听两位师傅的话 好好修行不可顽劣后 便站在昆仑道场中 背负双手 目送着他们遇见离开 林小璐 你朋友们都走了 什么时候把这小孩子也带走身后 宋天虎暴毙于胸 斜眼看着上官哈密瓜哼道 咱们昆仑人节地灵 这小孩子 天天在这吃我的喝我的 真是侮辱了昆仑圣地 骂了个八子鸡肉女你 再说一遍 受不得气的上官哈密瓜 当场就炸了 撸起袖子 露出两截小胳膊 就要动手 好在林小璐及时扭过了头 对宋天虎笑道 给宋掌门添麻烦了 不知从昆仑西边一直走 会临近哪方大陆西边陆哥 走西边的话 会到洛神大陆 宫殿眼下 周里老实巴交地告知道 洛神大陆挺神秘的 听说前些日子 有一个从修仙界下来的宗门 搬迁到了那里 里面有很多高手 不止 一旁的宋天虎 抱着胳膊哼道 洛神大陆那里 以前就有一个天上下来的宗门 现在有两个了 各占一南一北 而且我听说这两个宗门相互不对付 说完 宋天虎看着林小璐道 小璐 别说我没提醒你 洛神大陆天人静也不守 估计不比咱们思难差 你的手段我是放心的 十六妹妹乖巧懂事 也不会给你惹麻烦 就是这小矮子 嘖嘖嘖 去了就是找死的命 啊去你 老娘干死你个 气得脑瓜子 通红的上官哈密瓜 对着宋天虎直飙脏话 飙完横横的一扭头 林小璐 我们就去洛神大陆 看着他一副要乍天的模样 林小璐无奈地笑了笑 然后看向不远处 坐在长廊鞦韆中晃来晃去的少女 花蝴蝶 你觉得那我 我都行啊 上官十六 一脸无所谓道 你和我姐都这么强 没啥好怕的 文言 林小璐点了点头 然后抬手对周璐和宋天虎抱拳 周兄 宋掌门 下次再见 周璐和宋天虎见状 也对其还了道理 陆哥 玩得开心 林小璐 一路顺风 告别结束 林小璐也就不再迟疑 招呼上官二女起身 随即三人一同冲上云霄 往西方日落之地飞去 如果三千大陆有强弱排名的话 洛神大陆现在是可以排斥前五的 因为这里有两个曾经修仙界的宗门势力 以及无数个凡间宗门 抵运身后 高手众多 鹿崽子 唐酥吃不吃不吃 太甜了 此刻 洛神大陆 某凡间乡野客栈中 林小璐坐在桌边的长条板凳上 一边悠哉悠哉包着鸡蛋壳 一边看着面前靓丽的姑娘吃糖酥 出来游历 实则就是游山玩水 林小璐此刻 就在悠闲地享用凡间午餐 听说这个镇子明早有集市 我们要去看看吧行了 本小姐都好久没在凡间玩了 也不知道凡间的集会 现在都卖啥 这种村镇集市 一般也就卖一些农作物的种子什么的吧 林小璐想了想 笑道 要不然就是些瓜果蔬菜 鸡鸭家禽什么的 肯定比不上大城池里玩意儿多 说完 少年两口吃掉鸡蛋 发现酒壶里没酒了 便准备喊掌柜给自己装酒 门外却忽然冲进一个 风风火火的矮小身影 呼泪死老娘了 客栈中 上官哈密瓜 迈着一双小短腿冲了进来 来到桌边后 一手插腰 一手端起桌上的茶碗 咕嘟咕嘟一饮而尽 姐 你去哪玩了这么久 上官十六好奇地问 上官哈密瓜 正好喝完水 她长长地啊了一声 然后对自家妹妹和林小璐哼道 我发现 这个村子北边几百里外有个山头 上面有个修仙宗门 好像是叫什么神道宗 我刚去把他们宗门和山头一起炸了 神道宗林小璐愣了一下 猛逼道 你好端端地炸人家干啥 是邪魔歪道 还是当然是邪魔歪道了 上官哈密瓜大咧咧地坐下 抢走林小璐手里 还没包壳的第二枚鸡蛋 一边包壳 一边嘚瑟道 那帮吊毛吃了豹子胆 居然敢在老娘面前 称自己是魔道 真是不长眼 老娘特么玩的 就是黑吃黑 听闻上官哈密瓜灭的是邪魔歪道 林小璐也就没再说什么 其实他也发现了 思南大陆的所谓魔道 对于凡人并不会如何欺辱 不仅如此 他们有些时候的行事作风 还非常正派 就拿上官家来说 上官家的人 向来瞧不起欺负凡人的魔道修饰 他们觉得那样丢人 觉得那样根本不配为魔 在他们的认知中 所谓的魔从根源上来说是一种随性 但这种随性 是建立在逼格之上的 简单来说 你闲着没事 找乐子可以 但你世强凌弱欺辱凡人 那就没有逼格 就不是魔 最多称之为错 相反 你如果反抗世间道德规则 对更强者 乃至于天地自然都嗤之以鼻 不屑一顾 哪怕面对比自己更强者 只要看不顺眼 也能毅然决然 挥出屠刀迎战强敌 这才能称之为魔 所以说白了 所谓的魔 指的就是老子爱干嘛干嘛 你不惹我屁是没有 你惹我就 直接送你件阎王 此刻的饭桌上 上官哈密瓜 一只脚踩着凳子 一只脚在板凳下面晃悠着 然后悠哉悠哉吃着鸡蛋 林小璐也已经招呼掌柜 将酒壶打满 坐在一旁美滋滋的小酌起来 林小璐 离开四南都三天了 你的心武学研究的 咋样了上官哈密瓜 边吃边问 目前还没有太多长进 桌上 林小璐略显无奈地笑道 三天的时间还是太短了 还看不出来什么 鹿崽子 你慢慢来 不用急 上官十六一边说 一边给自己盛了碗稀饭 可在他当想问问明天去集市 要不要买些东西时 客栈外又来了一帮人 因为这是家乡村客栈 故客栈内客人很少 只有他们三人 而此刻这一帮人进来以后 便立刻让不大的客栈 显得有些拥挤起来 饭桌上 林小璐看了一眼来人 发现这群人各个穿着官服 一个个腰间都挂着配刀 便知道这些人都是镇上的捕快 他也没多想 继续喝自己的酒 可下一秒 刺耳的声音 就从这对捕快中的 窃窃私语中传出 头,你快看这俩女的 水灵得很啊 乖乖 咱们这破阵 什么时候来了这么水的姑娘 不知道啊 没见过 外地来的吧 那感情好 走走走 咱们去瞧瞧 捕快们的声音不大 但无论是林小璐 还是上官哈密瓜 或者上官石榴 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林小璐扶着下巴 悠哉悠哉吃着花生 没有搭理的意思 实际上他明白 自古以来好看的女人 一直都容易招惹事端 在哪里都一样 但林小璐认为这不能怪女人 长得好看并不是罪 但许多时候 女人确实会因为容貌靓丽 而遭受困扰 好看的普通女人 容易被人调戏 被人欺辱 而有钱有势 或者有能力的好看女人 即便大部分人不敢上前调戏 但也往往会被人私下翡策 说她拥有的一切 是做了下三案的勾当才得到的 说她根本没有能力 靠的只是一身皮肉 这对于整体的女性来说 其实并不公平 虽然不可否认 有一部分女人却是如此 但不能以偏概全 无论男人女人都是平等的 彼此之间不匪测他人 不调戏他人 既是对女性的一种基本尊重 也是自身礼貌教养的一种表现 美丽本无罪 红颜亦飞祸水 几位看着眼神啊 不是咱们镇上的人吧 客栈内 一对捕快直接将上官石榴 和上官哈密瓜围了起来 一个个带着野兽的原始目光 打亮着这俩魔道头子 越打亮 这群捕快就越是激动 尤其中间那位捕头 眼神中带着毫不掩饰的 嘖嘖嘖 近距离一看 这是真俊啊 这样的姑娘 估计只有黄诚才能见到吧 捕头看得直吞唾沫 不过她也没有一上来就发难 而是先按着桌子笑问 我是这座小镇的捕头 岂位是从哪来问题问出 她便发现 个头较为矮小的那位短发姑娘 抬起了头 看到这短发姑娘正脸的一瞬间 捕头不觉有些心跳加速 而一旁完全没人管的林小璐 则无奈叹了口气 自己幼年时也曾认识过一位捕头 名叫丹岩 和这几个捕头捕块相比 那真就不是一个物种啊 她叹了口气 对已经准备杀人的上官哈密瓜开口道 上官 这些人只是凡人 小成即可 文言 上官哈密瓜皱眉瞥了她一眼 然后哼了一声 目光对着眼前所有人一愣 你们想做什么 看着上官哈密瓜冰冷的眼神 捕块们先是一愣 随后 哈哈 这姑娘还挺凶 长这么矮 居然这么泼辣 头儿 我喜欢啊 哈哈 成 咱们把这两位姑娘请回去 好好调教调教 看着捕块们放肆的笑声 还在悠哉悠哉吃糖素的上官石榴 对林小璐眨了眨眼 鹿崽子 这些人都要当街强强名女了 我们要是普通人 可就要遭殃了 你现在还要让姐姐小成他们吗 呃 林小璐尴尬了一下 随后苦笑道 醉不至死 要不 废了吧 啊 我的腿啊 我的眼睛 我的屁股合不上了 哎呀呀 我的蛋 我的蛋散了 客栈内 数名捕块四仰八叉地倒在地上 一个个哭天枪地 捂着各种部位 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画面之凄惨 让所有人观之惊颤 林小璐一边给热腾腾的烤红薯包皮 一边透过捕块们的惨叫声 对上官哈密瓜道 上官 你去一趟衙门吧 把事情彻底解决 省得他们没开二度 上官哈密瓜一听 觉得有道理 但还是一脸牛逼哄哄地道 喂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拽地指挥我 搞得你是我老大一样 说完 他扭头看向 那捂着裤裆直豪的胖步头 不耐烦的凶道 带老娘去你们衙门 把蛋蛋捡起来 把蛋蛋捡起来 不久 彪悍地磨到头子 用手段将这帮捕块弄走 偌大的客栈里 便只剩下了林小璐 和上官十六两人 上官十六这会儿 已经将糖酥吃完了 正在端着红枣甜茶通饮 林小璐看着都有些难受 刚吃过甜食 你怎么又喝甜茶 不腻吗不腻啊 上官十六回了一声 然后笑音音地调侃道 还说我呢 以前你也可爱吃甜食了 每天豆浆不理嘴 还喜欢吃糖葫芦和红烧肉 阿宁让你吃点清淡的 让你喝点谁你从来都不听 人是会变的 林小璐用一副老年人的口吻笑道 我现在跟我师父当年一样 酒壶不理手 一 上官十六捂着嘴直笑 李前辈 那时看起来 好歹是中年人 你现在的模样 还是个少年 就成天拿个酒壶喝来喝去的 一点都不自然 感觉好装 林小璐听完这话 也是不免有些尴尬 这长得年轻 自己能怎么办呢 当天下午 彪悍的上官哈密瓜 去小镇衙门险盛 一直到快 天黑了才回来 具体发生了什么 林小璐和上官十六不晓得 只是听他说 衙门的官老爷 一个劲地把他当神仙来拜 给他整得还挺高兴 而这件事情 也就这么过去了 香爷小镇的夜晚 是比较安静的 或许是因为 这里没有什么太多的娱乐活动 因此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百姓们 早早就会开始休息 林小璐等人也是如此 吃过饭后 他便早早地回房修炼 上官哈密瓜 比他还勤奋 瞪了他一眼 就率先上了楼 一副发疯修炼完 要把他按着锤的模样 相比他俩 上官十六的画风 就完全不同了 他吃饱后 便从那戒中 取出一本印刷地摊小说 又取出大包小包的干果零食 美滋滋就上了楼 这令林小璐都觉得有些羡慕 他之前就发现了 花蝴蝶每天活得比自己都潇洒 真就是吃吃喝喝玩玩 林小璐估摸着他皮肤这么好 除了常年服用珍贵法宝 保养得当 作息规律以外 估计也和他的心态有关 唉比不了 第二日 上午苹果 瞧一瞧嘞 新鲜的苹果 自家种的又大又甜类冰糖葫芦汁 两文钱 一串卖农药啊 新鲜的农药啊 喝完不死不要钱啊 卖鸡仔啊 抱回去各把月保证天天有鸡蛋吃啊 全是公鸡没有母鸡啊 哦不对 全是母鸡没有公鸡啊 大清早 热闹非凡的集市中 林小璐站在一处酒摊上 好奇看着摊位架上摆放着的酒摊子 这位客官 您看看想喝点什么酒摊老板搓着手问 你这酒种还挺多的 我能尝尝吗 哎呦 您这话说的 肯定得让你尝啊 不瞒您说客官 我这酒啊 虽是村酒 但却纯香过老酒 而且价格实惠 同所无期 在咱们这乌侠镇有名着呢 闻言 林小璐笑了笑 拿起店家递来的木勺 在左边的酒摊中咬了一点 往嘴里移送 怎么样客官味道还合适不不错不错 你这酒是真有力气 哈哈 客官果真是懂酒的人啊 来客官 再尝尝这玉冰烧 人来人往的村道上 林小璐背对行人 站在酒摊前 把所有酒摊挨个尝了一遍 清酒啄酒黄酒米酒一个不辣 好好饱了一番口服 终于 最后一勺酒尝完 酒摊掌柜笑咪咪招呼道 怎么样 客官您还满意不满意满意 你这酒确实不错 客官喝得满意就成 您看 是打哪一种酒价格都差不多的 玉冰烧稍微贵一些 不过绝对无有所值 此话一出 林小璐果断摇了摇头 并拿起自己的酒壶 对老板晃了晃 我这酒壶在客栈刚装满 谢谢了呀 说完 他便提着酒壶潇洒离去 留下一脸猛逼的摊主 独自凌乱 林小璐刚走不久 又有一位村民凑了过来 看着酒摊上摆放着的坛子 好奇道 老板 你这酒我能尝尝不问题一出 正不爽的摊主 直接眼睛一横 大声喝骂 尝你奶奶个腿 滚蛋 离开酒摊 林小璐在集市上边 走边喝着闲逛 走了没一会儿 就看到上官十六 和上官哈密瓜两个姑娘 叽叽喳喳 从一家成衣店出来 这家店的衣裳 一点都不好看 像村姑穿的 对啊 颜色一点都不亮丽 上面连个纹袖都没有 丑死了 本来老娘还想看看 凡间的鞋子的 现在看来 还是等到了大城市再看吧 两个姑娘 吐槽来吐槽去地走出 待看到林小璐后 便上前调侃了起来 林小璐 你买啥了 那边有个农药很适合你 老娘请客 鹿崽子 你身上酒味好重啊 难闻死了 你刚才是喝了多少啊 没喝多少 林小璐耸了耸肩 然后看着两手空空的姑娘笑问 没碰见喜欢的东西吗 没有 这个集市太小了 没啥可看的 对啊 走吧走吧 咱们继续出发 去其他地方 上关石榴 拽着林小璐的胳膊就走 林小璐连忙叫住 他想去买匹马骑 出来玩这么悠闲的事情 怎么能不起马呢 反正又不着急赶路 与此同时 洛神大陆南部 一座漂浮于天空中的 小型灰色大地中 神道宗被灭了 他们真是吃了豹子胆 本座都还没派人去弄死他们 他就敢擅自被灭 简直是不把我后土放在眼里 摆满各式书架 装修古色古香的房间中 名为落无尽的灰色女子 端坐在书桌前 面色冷丽道 是东皇宗的人灭的 他们回师尊 应该不是 书桌前 呈拜见姿势的 天人禁闭女解释道 昨日咱们的弟子 抵达神道宗以后 发现山头焦黑 满地残骸 现场还保留了 不属于神道宗的魔道气息 气息非常惊人 故神道宗 应该是被魔道之人灭的 哦黑吃黑 落无尽愣了一下 随后有些好奇道 那些残留的魔道气息 是一个人的 还是回师尊 气息非常单一 应该是一个人的 此话一出 落无尽立刻灰同一亮 他来了兴趣 身子前倾 胳膊横置于桌上 看着自己最心爱的婢女笑道 看来这落神大怒 终于来了一个 能玩一下的天人禁魔道了 妹儿 你去查一查 那外来魔道现在 在何处 绝不可让东皇宗的 薩比加却抢先 文言 名叫妹儿的婢女 不解地抬起头 疑惑道 师尊为何不用神识 笼罩整个落神大怒 查探 哎呀 东皇宗那家雀 一直盯着维师 维师要是神识外放 他第一时间就能察觉 再加上他的天行黄影 在空间速度上 可以克制维师 到时候 那外来魔道 岂不是让他抢先了 额 师尊和东皇宗主的实力 在伯仲之间 其实不必 实力只是一方面了 在自己最疼爱的婢女面前 落无尽难得放下了 高冷的面具 在书桌前 拖着下巴嘀咕道 你不懂 这就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维师要彻底制巴那煞笔家雀 让他知道 维师从修为 到颜值 到身材 到智慧 到所有的一切 都全方位碾压他 哪怕是除魔未到 都要比他先一步 让他彻底惭愧 从此以后 夹起尾巴 做神 房间内 妹儿看着书桌前 一改往日形象的师尊 一时间 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吗 这分明是情敌见面 分外眼红好吗 哎 当初修仙界崩溃 东皇宗降落到 临近斯南界的洛神界 而后土 则是落在了其他大陆 当时自己师尊就不服气 想去斯南 只是斯南界 被剑伤前辈的 大荒剑古宗战了 他和东皇宗主都去不了 这才暂时作罢 后来 自己这师尊 就不止一次地去找仲尼先生 说要带着整个后土 搬到洛神大陆 离斯南近一些 并提出了和东皇宗主 一较高下 谁赢谁留下 谁输谁滚蛋的想法 但仲尼先生又不傻 他怎么可能同意 仲尼先生一早就料到 自家师尊和东皇宗主的实力 太过接近 根本分不出什么高下 到时候肯定是天天掐架 连带着两个宗门都要干起来 而无论是后土 还是太古东皇宗 都是当年修仙界中 一等一的强大宗门 这样的两大宗门掐起来 洛神大陆的凡间宗门能受得了 到时就真的是神仙打架 凡人遭殃 所以仲尼先生说什么都不同意 执意要把东皇和后土分开 而就这样 一直持续了四百年 一直不出世以后 自家师尊才开始渐渐胆子大起来 最终在确定 仲尼先生真的不知去了哪里 也不会出来管事以后 带着整个后土 义无反顾地来到了洛神大陆 并在那一天 和东皇宗主 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较量 那一个多月里 两人进行了斗法 打架 骂街 猜拳 掰腕子 跳皮筋 踢腱子 翻花绳 喝烈酒 倒立走路 眼皮跳舞 胳膊肘碰耳朵等一百多项较量 但即便这样 这两位当是首屈一指的女大能 依旧是不分胜负 最后自家掌门彻底发飙 在第一百二十三次较量 轮到她出较量题目的时候 提出了比谁皮肤更灰的较量 这才让东皇宗主败下阵来 让后土在洛神大陆扎了根 从此 东皇宗和后天一南一北 共分天下 往事回首 梅尔心里生起了一股无奈 但她不敢说自己师尊不是 只好继续问道 师尊 梅尔查询到那位魔道头领后 需要出手将其消灭吗 当然 洛乌镜拖着下巴 美滋滋地哼着 你到时候就看 如果能对付 就把那魔头宰了 道实为师好好去东皇宗嘚瑟一下 说咱们后土门人又斩妖除魔了 如果对付不了 你就捏碎分灵符 道实为师自会过去助你 文言 梅尔立刻行道理 是 师尊 对 驾 驾驾 驾 你他妈驾 你怎么不动啊 林小鹿 老娘的马不动 一匹挨脚小红马的马背上 上官哈密瓜拽着 缰绳屁股直扭 但马匹就是不动 还时不时扭头看他一眼 用充满灵性的眼神 让他明白自己的意思 意思是 哈哈 你个杀别 前方和上官十六 各骑一匹高头大马 正在并肩而行的 林小鹿扭过头 待看到 小红马上扭来扭去的 上官哈密瓜后 一脸哭笑不得地下了马 你太紧张了 是第一次骑马吗 身体太僵硬了 把马都搞紧张了 林小鹿来到马匹前 非常自然且响亮地 给了小红马一巴掌 他这才眉开眼笑地走了起来 可以啊 林小鹿 想不到你居然这么会骑马 上官哈密瓜 惊喜地夸了林小鹿一次 然后看向前面 悠哉悠哉的妹妹 好奇道 十六你 天天待在家 都会骑马骑着马匹 悠哉悠哉晃悠的 上官十六笑道 我小时候和鹿崽子 闯荡江湖 那时候就会了 两边长满杂草的官道上 三人各自骑着一匹马 一边闲聊 一边乘高低高地到三角 个头前进 林小鹿此刻也饿得悠闲 听着左右两边的上官姐妹 讨论一会儿要吃什么玩什么 自己则拧开酒壶 慢悠悠地边骑马边喝酒 而在他们三人走过官道后 后方 有一个穿着丫鬟服饰的灰童女子 从阳光照射不到的阴暗处出现 正是落无尽的真传弟子间婢女 梅儿 梅儿不曾见过林小鹿 故并不认识 此刻的她 整个人漂浮在半空 身体呈半透明化 这是厚土特有的手段 名为地幽名 可以隐藏一切气息 这会儿 她灰色的瞳孔 正紧紧盯着骑马三人中 明显矮了一头的上官哈密瓜 是这个气息没错 可这个身高不合情理的矮个子物体 就是单枪匹马 灭了整个神道宗的魔道大能 有点不符合我对魔道大能的想象啊 梅儿的眼神中 透露着疑惑 一时间有些拿不定主意 她在想自己是不是找错人了 山道中 看着上官哈密瓜渐行渐远 梅儿便打量了一下两旁的林小鹿 和上官石榴 随后心中产生了些轻视 一个结单静的女修士 以及一个虽然精气神强悍的有些诡异 但丝毫没有灵力波动的少年 有这样两个人跟随 看来这矮个子魔头的实力 应该也就那样 毕竟像自己 师尊那样的天人静巅峰 都是有自己这样的天人静弟子跟随的 想到此处 她灰色的目光顿时一宁 猛然间祭出手段 林小鹿 到下一个集市 老娘要晃得个子高的大马 要比你和我妹妹的马都高 矮脚小红马上 上官哈密瓜 养着脑袋 一脸不爽地仰视着林小鹿 撅着嘴横道 其实老娘不矮 只是这个马腿短 跟头驴一样 把老娘称得有点矮 对不对妹妹一旁 上官石榴直接抬头望天 露出一副我不知道的模样 关道上 上官哈密瓜骑着马继续横道 其实我的个头很高的 只是不太明显 以至于你们都看不太出来 想当初我在魔道号称 腿长八万米的时候 我羞 冷力的破空声突然响起 没有任何征兆 上官哈密瓜 完全没反应过来 而林小鹿却第一时间 在马背上拧腰转身 并直接挥击出一掌 呼 灼热的内力自掌中绽放 将扑面而来的灰色流云 瞬间打散 这一幕发生得太过突然 以至于在场除林小鹿以外的 所有人都有些猛 就连发难的闷都猛了 这丝毫没有灵力波动的少年 是怎么化开自己的手段的 梅儿错愕了一下 随后毫不迟疑 准备打开那戒取分灵符 可他却发现自己体内的灵力 突然变得堵塞 一时间居然运行不通 这一刻 梅儿彻底猛了 还没反应过来 下一秒 还在马背上的林小鹿 忽然化作道道残影 一个照面来到他面前 眼神淡定的同时 动作很辣无比 直接转身进步抬肘 八级 顶心肘 鹿崽子 你以后不能再这么冲动了 这女的一直都醒不过来 我姐都治不好 我想问问她是什么来历都问不了 就是 而且林小鹿 你怎么可以用你那奇怪的功夫 打女人那个位置 真不害臊 对呀对呀 鹿崽子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一早就奔着那里顶得快说 你爽不爽 一阵阵话语声传来 让胸口剧痛的蜂 渐渐从昏迷中苏醒 不过她没有睁眼 而是从眼角缝隙中 观察着自己此刻的处境 她发现自己身上被下了静止 浑身都动不了 应该是那个矮个子魔头吓的 那个将自己打伤的少年 虽然手段恐怖 但似乎不会灵法 应该用的是什么旁门左道 而另一个五彩缤纷的漂亮姑娘 只是个结单 还下不了这么高明的静止 通过眼角余光 她发现自己正处在一间破庙之中 庙内非常杂乱 杂草丛生 屋顶也是破破烂烂 东一个洞西一个洞 透露着漆黑的夜空 就连庙堂供奉的龙王像 都布满了灰尘和蜘蛛网 一看就是年九十休 不知荒废多少个年头的破庙 此刻 打伤自己的神秘少年 矮个子魔头 以及那个结单小姑娘 正围在庙中 烤着噼里啪啦直响的火堆 火堆上 还架着一只滋滋冒油的野鸡 以及一只肥美的烤兔子 而那名神秘少年 正一边用各种瓶瓶罐罐 给野鸡野兔撒料 一边叙叙叨叨 跟那名好看的结单小姑娘说 怎么做野味才好吃 同时 梅儿还看到 那名矮个子魔头 正坐在火堆边 拿着自己的那戒咬牙切齿的掰 见到这一幕 洋装昏迷的面 顿时心中冷笑 自己的那戒 是师尊所赐 岂是你这种货色可以打开的 喂 林小璐 火堆旁 上官哈密瓜拽拽地哼道 老娘今天考考你 你来把这梅那戒打开 听到这死要面子的话 林小璐也没说什么 道了声 哦 便接过那戒随手一捏 哼 巨大的爆炸瞬间 在其手心中炸开 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物件 七零八落地散落下来 扑得满地都是 见到这一幕的面 啊 这特么什么怪物 她的身体是龙肉做的吗 你来那么大的力气 难不成是吃金刚大力丸 长大的这个那戒的品质 还是不错的 如果不是我用了些心内力 还真不一定能哄开 场中 林小璐一边说着 另面想吐血的话 一边捡起那戒掉落出的东西打量 这女的宝物好多啊 我看到我看看 哈哈 不愧是天人进修室 宝贝还真不守 来来来妹妹 咱俩分了她 你一件那我一件 我一件那我两件 我两件那你一件 妹儿眼巴巴看着自己的法宝 被分 整个人的心 仿佛都在低血 尤其当她听到那神秘少年说肚子疼 然后捡起自己的分灵符离开时 她整个人 终于彻底绝望了 妈的 本姑娘记住你了 老天爷 那个沙比少年 肉身那么强 屁股也一定吹毛短发 削铁如泥巴 请一定保佑自己 让她擦屁股的时候 把分灵符擦破 这样 师尊就会来救自己了 破庙之外 林小璐哼着小曲 快乐地在黑暗中解决完生理问题 刚提起裤子 忽然发现 远处漆黑的山林香道中 亮起了一点星红 见到这一幕 林小璐平静地扭了扭脖子 自言自语地笑道 这深山老林的 果然容易出现诡异之事吗 说完 她便抱着胳膊 站在破庙前 等着远处的星红渐渐靠近 不久 星红近了 伴随着红色的光亮 一个穿着华丽红衣的 宫装女子出现 而那所谓的星红光亮 实际上是 宫装女子提着的灯笼 见到这一幕 林小璐愣了一下 看着这深山老林中 突然出现的 红衣女子疑惑 女鬼不对啊 女鬼应该怕火吧 怎么还敢提灯笼 红衣女子此刻 似乎也有些猛 整个人冷冷地 看着面前的林小璐 一言不发 自己的红星灯笼 可以让所有看见的凡人 羞蚀 妖怪 厉鬼出现幻觉 然后自行让开 这少年怎么不受影响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自己第一次来这龙王山赏院 难不成 碰上了龙王山的特产 林小璐那个混蛋 还回不回来了 野鸡都快烤焦了 妹妹你说她是不是便秘 哈哈 我就知道 那个混蛋果然便秘 篝火照耀着的破庙内 上官哈密瓜 一边说 一边翻转着手里的烤野鸡 上官十六 则在一旁悠闲吃着红枣干 见自家姐姐等的 已经不耐烦了 她便收起零食 准备出去看看 结果刚一站起 就看到林小璐从外面走了进来 身后还跟着一个笑呵呵的工装女子 女子一出现 上官哈密瓜和上官十六 便双双一愣 而破庙内还在装晕的蜡 也瞬间睁大了美目 东皇宗宗主 怎么会来这里 陆前辈请 场中 林小璐笑呵呵的招手 将工装女子引入破庙 并对其笑道 前辈 这是晚辈的两位好友 思南大陆上官家的上官哈密瓜 和上官十六 十六 上官 这位是太古东皇宗的宗主 陆寒心路前辈 人称小凤凰 和我师父以前有过一段美好的过往 一番话语说出 破庙内的两个女人全部猛住 墙角的门更是彻底茫然 这个神秘少年在说什么 他的师父和东皇宗宗主 有过一段过往 他的师父 难道是李明如 思门一时间有些猛 而与此同时 进入破庙的陆寒心 也已经发现了他 在陆寒心看到门的那一刹那 门便知道自己这次 可能要完 小陆 这个女人是前辈 这个女的是今天出现的 她当时偷袭我朋友 被我打孕 我们正准备等她醒了 问问她的来历 介绍完 林小璐便扭头看向瑟瑟发抖 但仍旧努力 装晕的门 冷声道 别装了 我早就知道 你醒了 门 庙中 林小璐面无表情地说道 本来我忙着考野机 没空管你 现在既然陆前辈来了 你就小陆 陆寒心忽然打断了林小璐的话语 笑音音问 你不知道这女子是谁话被打断 林小璐并未生气 而是很尊重地笑道 前辈见笑 晚辈刚来落神大陆 目前还并不知晓 闻言 陆寒心的脸上顿时乐出了花 他美滋滋地介绍道 这个女人名叫曼 是一个魔宗的副宗主 平日里坏事做尽 丧尽天良 你的这位哈密瓜小友 不是先前灭了一个叫神道宗的魔道宗门吗 这个曼 就是那魔道宗门的幕后大佬 所以才会来找你们报仇 小璐 你把他交给本座可好此话一出 曼 当场坐不住了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后土什么时候是魔宗了 自己什么时候坏事做尽丧尽天良了 我去 这东皇宗的宗主 果然跟师尊说的一样 坏低狠 他有心反驳 但林立被矮个子磨头 疯了 胸口还一阵阵地疼 根本使不上力气 故只能睁开眼 恶狠狠地瞪着这群人 狗贼 本姑娘记住你们了 尤其是你 林小璐是吧 师尊会替我报仇的 此刻 林小璐已经答应了陆寒心的请求 虽然他觉得哪里怪怪的 但确实也说不上来 之前在庙外 自己和这位下凡游玩的路前被简单交流 互相得知身份后 便都有些震惊 自己从师父那里 是听过小凤凰这个名头的 而陆前辈 也同样从师父那里 听过自己的名字 所以 自己和这位陆前辈 虽是第一次见面 但却都有过了解 再加上陆前辈给人的感觉 其实还是很好的 看自己的眼神中 也有一种看后辈的满意感 还说自己踢酒壶的样子 很像师父 所以 自己就觉得有些亲近 而这个娇闷的女人 今天不分青红皂白 偷袭上官哈密瓜 再加上陆前辈的逻辑很通 所以 自己也确实没有理由不相信 毕竟一个是师父曾经的小情人 一个是偷袭自己朋友的人 林小璐自然更加愿意相信前者 场中 见林小璐答应 陆寒星便兴高采烈地 抬起带着玉拙的手掌 将毫无反抗能力的蜂 直接吸进玉拙 然后 他便对着林小璐等人笑道 本来本座是下凡游玩的 没想到能遇到明如的弟子 小璐 想不想跟前辈 我去太古东皇宗转转文言 林小璐直接点头印下 本来就是出来玩掌剑似的 去看看赫赫有名的太古东皇宗 自然不错 何况陆前辈还是师父友人 说不定自己能得到些师父的线索 实料 上官 咱们去太古东皇宗 看看怎么样他扭头笑问 二女也没啥意见 很痛快地就答应下来 次日 空无一人的破庙中 已经燃尽的篝火 冒着屡屡青烟 显得有些轻冷 枝鸦 一声轻响 破烂的庙门被推开 一个满身淡灰色 身体周围 漂浮着燃尽带子的灰通女子 走了进来 进入破庙 灰通女子环顾四周 发现地上还冒着热气的篝火堆 顿时脸色一沉 感受着自己弟子残留的气息 她的瞳孔也开始变得越发冰冷 气息到这里就断了 妈 你到底遭遇了哪个载种的毒手 等为是找到她 定要叫她吃不了兜着走 名为落无尽的女子 杀心一动 她仔细看了一圈周围环境 刚想离开 庙内破败的龙王像 却突然张开了口 吐出一段嘚瑟的女声 哈哈 小灰灰姐姐 找不到徒弟了吧 气不气你气不气 掠掠掠掠 听到熟悉的声音 落无尽猛地捏起拳头 松了口气的同时 又气得要命 她抬头看向龙王像 声音冰冷道 煞笔家雀 你想怎样 兮兮 不想怎样 实话告诉你 这次是明如的弟子 帮了妹妹我 什么叫缘分 这就叫缘分 小灰灰啊 妹妹我限你三日之内 带着你的后土 离开洛神大陆 不然我就天天调戏 你的宝贝徒弟 一声巨响 笑到一半的龙王像 直接被轰碎成积粉 落无尽的眼神 也变得越发气愤 气愤的同时 她又有些不解 刚才这煞笔家雀说 是明如的弟子帮了她 可明如的弟子 自己都了解过 除了那个小女孩以外 好像没有人有能力 帮她对付自己徒弟吧 而那个小女孩 在峨眉做掌门 应该也不会离开才对 会是谁呢 场中 落无尽静悄悄地站着 脑海中 一一闪过李明如的几个徒弟 想了半天 她没想通 直到想起了当年 那个一口一个师娘 叫着自己的少年 想起那个少年 脸色冰冷的落无尽 微微震了一下 随后苦笑着摇了摇头 小兔崽子 当初进入秘境前 你说会给师娘拿到第一 让师娘等你 第一你确实拿到了 可是 你却再也没有出来 太古东皇宗 历史上最久远的宗门之一 从上古时代延续至今 历经无数风霜 现为洛神大陆北部的 仙门之首 坐拥凡间国度数百 同时拥有东摇 飞降 龟蛮十三座山脉 以及一条绵延八千里的 淡水长河 是洛神大陆中 占地面积最大 法宝灵寿最多 底蕴最深厚的顶级宗门 此刻 林小鹿三人 就在现任东皇宗宗主 陆寒兴的带领下 来到了东摇山脉的 主峰九皇山 见到了东皇宗的 金顶皇天圣宫 两排足足上千元 英镜强者组成的大道中间 陆寒兴穿着红色的宫装 一边走 一边对身后好奇张望的 三个晚辈笑道 太古东皇宗下凡以后 便在这洛神大陆落了根 东皇宗传承过百代 历史比大荒剑古宗 还要长上一百三十多年 是名副其实的最古老宗门 抵运之身绝世无双 宗门内除了本宗主 是天人镜巅峰以外 还存留着世间 唯一一头天人镜巅峰神兽 也是唯一可以被称之为 神兽的皇 说完 他美美地看了一眼 身后的林小鹿 眉飞色舞地炫耀道 小鹿贤侄 厉不厉害 林小鹿连连点头 表示厉害 然后好奇地问道 鹿前辈 您的东皇宗大能如此之多 当初为何还会被 无限宗压制呢 此话一出 陆寒兴的笑脸顿时僵了一下 然后眼睛一眯地笑道 小鹿贤侄果然随名如 本座认识几个杀猪的 你小心一点 林小鹿一愣 尴尬而不失礼貌地笑了笑 几人一路穿行 路过一座又一座 高耸路云风景 极好的山峰 见到了无数拜见 陆寒兴的东皇宗弟子 这些弟子大多都是女的 林小鹿听陆寒兴说 东皇宗的修行法门 是非常适合女性的 故门内女弟子占九成 就连宗内24分脉长老中 都有21位是女性长老 整个宗门 只有三位男性长老 此刻 心情很好的他 带着林小鹿等人来到 一座金碧辉煌 顶上雕有金黄石像的 灰红宫殿 宫殿之上 24座伟安益寿的雕像 整齐排列 其下方正占着容貌各异的 24人 这些人便是太古东皇宗的 长老 清一色天人镜 整体实力之强 令人叹为观止 解 太古东皇宗 居然有这么多天人镜 这底蕴也太强了 上官十六走着台阶 对身旁的哈密瓜惊叹 而上官哈密瓜 也难得收起性子 非常赞同的点头 毕竟是原先修仙界的 大宗门 底蕴之强 自然不是凡间宗门所能比的 不过不用怕 天人镜和天人镜巅峰 还是有许多差距的 说完 上官哈密瓜 看着前方和陆寒星 有说有笑的领小路 撇了撇嘴 这个臭杀比实力之强悍 匪夷所思 若全力出手 估计不在陆寒星之下 甚至比陆寒星更强一些 也说不定 不过听闻太古东皇宗 还有一头真正的凤凰 要是面对那头凤凰 可就不好说了 不过说起来 纵使太古东皇宗都这么强了 当年依然被吴献宗吃得死死的 要不是最后那个纵横老头出世 搅乱一切 逼得李明如和慕昭哥联手 说不定 现在还是吴献宗的天下 或许这就是风水轮流转吧 没有哪个宗门 可以真正永恒昌盛 不久 几人来到宫殿前 殿前的二十四位天人镜 立刻对着陆寒星拜见 或许是因为女人多的缘故 这整齐华裔的拜见声中 全是女人声音 诸位长老辛苦了 陆寒星笑眯眯地 看着这些长老们 对他们笑道 本座这次游玩 带了几位晚辈回来 他们以后 都是我东皇中的朋友 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 在陆寒星热情地介绍下 林小璐也非常自然地 冲长老们抱拳 诸位前辈好 在下峨眉林小璐 私南人士 师承李明如 见过诸位 说完 林小璐尊重地居了一躬 可她还没起来 就听到几个女性长老 对自己指指点点的声音 哇 原来她是李明如的徒弟 长得很好看哦 是啊是啊 跟李明如当年好像 还提个酒壶 看样子 也是个小酒鬼呢 嘿嘿 姐妹们 咱们晚上拉这位小帅哥 一起喝酒怎么样 姐妹同心齐力断金 咱们一起 把他灌醉 然后嘿嘿嘿一番 看似遮掩 实则声音极大 贼特么嚣张的话语说出 林小璐瞬间就梦了 她起身尴尬地笑了笑 对这些女前辈 含蓄地提醒道 几位前辈 我还在呢 哦 我们就是故意 说给你听的呀 你敢不敢和我们去喝酒 对啊对啊 姐姐我喝酒超厉害的 嘿嘿嘿 小弟弟 只要你把姐姐们灌醉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哦 没错 如果我们把你灌醉 为所欲为的就是我们了 怎么样小弟弟 你敢不敢来各种诱惑之语 一句接一句地响起 林小璐顿时尴尬地不行 嘴角都忍不住抽了起来 而她身后的上官哈密瓜 也瞬间绷不住了 气得小拳头都捏了起来 这帮老太婆什么意思 居然仗着辈奉高欺负我朋友 一旁的上官十六 瞥了眼自家姐姐 然后鸣嘴一笑 什么也没说 店前 一帮面容各异的漂亮女长老 叽叽喳喳个不停 不但将林小璐团团围住 还对着她评头论足个不停 最过分的是 陆寒心这个宗主 居然也加入了进去 和这帮女流氓 称姐倒霉起来 而就在上官哈密瓜 快气得绷不住 林小璐也尴尬得要受不了时 唯一的三位男性长老中 有一人向林小璐 投来了奇怪的目光 到了林小璐现在这个境界 感知都是非常敏锐的 故尴尬的她 直接发现了目光 并透过女长老们看了过去 那是一个脸型有些瘦长的道士 嘴上挂着两撇胡子 头上还穿着根玉枝发簪 此刻 她正用冰冷的目光 不断地对其打量 而见林小璐发现目光 并看向自己 道士也并不避讳 反而抬起了头 将冰冷的目光 化作不懈的仰视 居高临下继续看着她 这一幕 让林小璐有些猛 因为她并未见过这位前辈 不知道这位前辈为何如此 难道说 是其他女前辈调侃自己 让这位前辈吃醋了 好在她刚猛逼没多久 场中的陆寒心 就拍手笑喊 好了好了 姐妹们先别闹了 别叫峨眉和南疆的道友说 咱们失了礼数 说完 她就对一位头发 快长到脚脖子的 微胖女长老笑道 若若 几位小客人就交给你了 你带他们好好转一转 哦对了 你注意点啊 别随便开黄枪 下着小陆闲职 她是个乖孩子 被换作若若的女长老文言 先是一喜 随后在一群姐妹羡慕的眼神中 对陆寒心恭敬问道 宗主自己不招待 这位乖孩子吗 嘿嘿 陆寒心傻笑了一下 然后开心地晃了晃手腕上的玉镯 笑道 本宗主还有要事 就先麻烦若若了 说完 她看向林小璐三人道 东皇宗有许多特产和美景 本座先让徐若若长老招待你们 小璐贤职 回见 话语一落 她便迫不及待地消失离开 速度之快 把林小璐都看愣了 这是个什么操作 陆前辈先前还好好的 怎么感觉一回到东皇宗 就有些放飞自我了 眼见陆寒心丢下自己三人离开 林小璐只好尴尬地回过头 然后看着面前一个镜打量自己 仿佛发现新玩具式的徐若若前辈 林小璐彻底猛了 她无奈抱拳 想对这位前辈开口说声客气话 结果徐若若忽然就扑了上来 姐妹们 这娃娃的皮肤好滑呀 快来摸啊 挖好晶莹的肉身 小璐宝宝 你不会还是同男子吧 真不愧是李明如大佬的徒弟 你们看 她脸红了啊 小璐贤侄不要害羞 来来来 姐姐帮你检查身体啊 场中 足足二十一位天人静女前辈 对林小璐群起而攻之 面对如此阵仗 即便是林小璐也不敢反抗 毕竟他们人数实在太多了 自己真不一定反抗得过 而后方 上官哈密瓜 看着她被这些女长老们淹没 顿时气的脑瓜子冒烟 妹妹 这个什么东皇宗 真是太过分了 比我们魔道还魔道 这帮长老都是眼瞎嘛 居然会这么喜欢林小璐没有啊 鹿崽子本来就很好看呀 上官十六 嘻嘻哈哈地看着这一幕 捂着嘴乐道 鹿崽子生得好看 身体又那么结实 又是同男子 不正是这些寂寞了不知多少年的前辈 梦寐以求的吗 此话一出 上官哈密瓜 彻底绷不住了 她看着面前 已经开始扒凌小璐裤衩子的女前辈们 脸颊都气得鼓了起来 可是她也明白 面对整整二十一位天人静大能 别说林小璐反抗不了 就是再加上 自己估计也白搭 更何况 这还是在别人的地盘 娘的 早知道会遇到这种情况 自己就不该答应 来东皇宗看看 一帮如狼似虎的女流氓 真不要脸 一旁 上官十六悠闲地往口中丢进一枚葡萄 然后看着快气炸了的姐姐 笑道 姐 你喜欢鹿崽子 就去跟她说嘛 别藏着掖着了 阿宁不在了 鹿崽子不可能真的截然一身一辈子的 我喜欢她正在气头上的上官哈密瓜 美好气仰头 鼻孔冲天的哼道 妹妹 平日里让你修炼你不听 你看 年纪轻轻瞎了吧 我只是拿那家伙当朋友而已 但同时也是敌人 你看着吧 早晚有一天 我会把那家伙按在地上锤 然后还会比他高 下午十分 东皇宗东摇山金兽湖小鹿鹿 这里就是我们东皇宗养灵兽的湖泊 风景绝佳 奇珍异兽数不胜数 你看 喜不喜欢淡金色的巨大天池湖边 东皇长老徐若若 看着身后还在努力擦唇印的林小鹿笑道 别擦了 东皇女子多 对于胭脂水粉的研究也多 我们特制的软金珠沙 没个三天三夜是擦不掉的 林小鹿 此刻的她满脸红色唇印 真就是走到哪里都是焦点 她现在都不好意思转身 生怕身后的上官哈密瓜和上官石榴 看到自己这副模样 此刻 完全没心情欣赏风景的她叹了口气 若若前辈 你们东皇宗真的是太热情了 我可以下山吗 嘿嘿 想得美 徐若若舞媚一笑 带着诱惑的声音道 姐妹们苦秀了那么多年 现在见到你这样英俊的铜担子 能轻易放了 你他们现在估计都在等天黑呢 说不定你住的地方都已经被下好发春大阵 和夺破勾魂香了 林小鹿 无奈的少年嘴角抽搐地笑了笑 若若前辈 你们是真的一点都不含蓄啊 哈哈 过奖了小鹿鹿 金光耀眼的湖泊边 林小鹿一边无奈地跟着徐若若走 一边看向身后抱着胳膊的上官哈密瓜 和笑得前仰后合的上官石榴 我现在 看起来还可以把扑吃 哈哈哈哈 鹿崽子要不要给你个镜子 你自己照照林小鹿你死圆点 身上一股难温的脂粉味 被嫌弃的林小鹿无奈 只好继续低头 跟着徐若若 她现在已经放弃擦唇印了 没办法 真的是擦不掉 这些唇印好像纹身一样 不管自己使多大镜都没用 自己又不可能用心内力去硬擦 那样脸就毁容了 她唉声叹气地走着 然后看了眼一旁兴高采烈欣赏风景的上官石榴 这次来东皇宗 真就只有花蝴蝶丸开心了呀 少年郁闷极了 准备喝口酒平复下心情 可刚掏出酒壶 前方叙叙叨叨个不停的徐若若 却忽然停下了脚步 林小鹿一愣 差点就给撞上去 文风师兄 南师弟 归海失地 你们下午不知道弟子修行骂浩瀚的金色湖边 三位东皇长老 不知何时出现在了徐若若面前 其中为首者 正是先前用冰冷眼神 打量林小鹿的道士徐师妹 刚才师妹们太多 为兄现在是特意来看看李明如的高徒 场中 名叫文风的道人拦住去路 在对徐若若说笑完后 便看向了林小鹿 林小鹿同样也疑惑地看向他 不知这人要干嘛 而几人正疑惑着 一身道袍的文风 却突然展颜一笑 嘖嘖嘖 浩俊的后生 果然是跟李明如一样的 小白脸 此话一出 林小鹿原本还挺好奇的目光 瞬间一冷 他身后的上官哈密瓜和上官石榴 也同时感受到了他的冷意 此刻 见到林小鹿的眼神 文风却不以为意 反而更加神情俱药的冷笑 小子 本座和你师父 曾经也是打过交道的 说起来也是你的前辈 不得不说 你的神态 还真像你师父 同样的陶女人喜欢 这一点 本座真是不得不佩服 唉 你们峨眉是专出 欺骗女人的小白脸吗 真是李 哄 毫无征兆的 一道巨大的撞击声 在天地中响起 在上官哈密瓜和徐若若 还未反应过来的情况下 神色冰冷的林小鹿 瞬间出现在文风面前 直接一拳轰出 拳头定格在了文风面前 一动不动 场中 林小鹿的身体 被另外两位东皇男长老 同时拦了下来 果然是李明如的徒弟 看着眼前目录冷衣的少年 文风冷笑出声 你师父倘若跟本座动手 倒还好说 你一个晚辈 居然对长辈出手 你们峨眉门人 都是这样的吗 话音一落 林小鹿还未反应 后方的徐若若 却率先皱眉道 文师兄 小鹿鹿是掌门的客人 你若羞 徐若若话还未说完 一个小癌子 就从他身旁 直接冲了出去 带着漫天的黑气 轰 得一声 用脑袋撞在左边 那位男长老脸上 刹那间 鼻血冲天 林小鹿 这个交给我 动快地丢下一句话 飞身施展头锤的上官哈密瓜 便一巴掌扯住那名男长老 飞上高空私逗 而这一幕 因为发生得太快 让除林小鹿以外的 所有人都有些猛 就连文风的笑脸都僵了一下 显然是没想到 这些小辈在自家地盘 居然也敢动手 而下一秒 他就看到自己右边的师弟 再也拦不住林小鹿 直接被他身上的 奇怪热气震开 然后那白皙的拳头 便猛然一冲 狠狠打在了自己脸上 破 受了一拳 文风连退束步 脸颊上 更是出现一个大大的红印 聂绰 被晚辈打脸的文风 先是猛逼 随后彻底恼羞成怒 整个人暴怒嘶吼 今天本作就来替你师父 教训教训你 男师弟 一起上 哄 咆哮的话语 几乎是刚刚落下 被患男师弟的天人静修饰 就被林小鹿 一把抓住衣领 然后被一记蕴含 心内力的太极云手甩飞出去 整个人的身体 飞撞在金湖边的石墩上 再将石墩撞成漫天碎石后 横摔进金灿灿的湖面 炸出两道冲天金浪 这一幕发生得虽然快 但动静却大得可怕 金湖内更是有无数灵兽 从湖底飘出 一个个伸长脖子 好奇望着岸边发生的一切 天空中 漫天的水花落下 发出稀稀利利的声响 动静之大 让无数东皇弟子 都出来张望 此刻 伴随着金湖水花的洒落 林小璐看着面前脸色难看的文风 淡定地抬起一只手 冲他招了招 你对我师父有意见吗 文风 在无数灵兽和东皇弟子的围观下 少年露出了一个温暖人心的微笑 有意见的话 就跟我说吧 小璐璐 居然这么强 后方 徐若若惊诧地看着少年单薄的背影 她没想到 这个好看的小弟弟 居然能这么强 妈的 晚上得让姐妹们注意一下了 布的阵法和春药得加量 不然到时候闷不倒她 思量完毕 徐若若立刻准备去找掌门 但一直在安静看戏的上官石榴 却挡住了她的鹿 一身花色裙子的她 双目弯成两个小月牙 美美地笑道 若若长老不用担心 鹿仔子比小时候有分寸多了 不会真弄死那个掉毛的 徐若若 自己是担心这个吗 自己是担心领小鹿吃亏好不好 她有些无奈地劝道 文风师兄是非常接近天人境巅峰的 整个东皇 也只在宗主和凤皇前辈二人之下 小鹿鹿确实很厉害 但是话音还未说完 金湖边上 面色难看的文风 忽然抬手一指 看 有美女 此话一出 林小鹿下意识就回过了头 而文风则瞬间出手 这一刻 拥有接近天人境巅峰实力的她 全力出手 浑身绽放出如同风暴一般的巨大火源 其漫天的火源 更是化作一条展翅高飞的冲天炎龙 小娃娃心狠手辣 目无尊长 今日本作就废了你 身躯达到上百米长的炎炎巨龙 肆虐天地 一时间火光冲天 其炽热程度 让一旁的金湖湖水 都开始变得沸腾 湖面上 只散发出大股大股的水蒸气 引得湖水中的冬皇灵兽 都开始飞快退去 哇 你们快看 文风长老的炎龙诀 乖乖 文风长老这是在跟谁斗法 炎龙诀都用出来了 这要是一不注意 把东摇山烧成灰了怎么办 不知道啊 好像是掌门的客人 哎 你们看 就是那个人 哇他好帅啊 哪里哪里我看他哇 太帅了不行了 我口水都流出来了 姐妹们 咱们下去勾引他吧 让我来 我会跳肚皮舞 天地之中 仿佛完全由岩浆组成的巨大炎龙 和文风融合 彻底成型 随后便利吼着冲出 龙身所过之处 温度疯狂升高 带着漫无天日的火光 凶狠扑向扭头八望美女的少年 其声势之大 让徐若若都吓得花容失色 而他旁边的上官石榴 则睡眼轻松地打起了哈欠欧呀 晚上要不要踢会儿剑球呢 嗯 找鹿崽子一起踢 然后规定他只能单脚站 并用站的那只脚和本小姐踢 嘻嘻嘻 真是想想都好玩 好 龙吼生智 还保持扭头八望姿势的少年 却并未回头 只是一边到处张望美女 一边抬起一只手 正对呼啸而来的阎龙 哄 冲天的巨响炸开 火光四散 包含文风的阎龙 化作无尽的赤色红光到处飞扬 但这些赤热的红光 刚飞到一半 便迅速冷却 化作大量的白烟 直发出嘶嘶嘶的声音 一时间 金湖岸边到处都是灼热的雾气 大雾弥漫 无论是人还是灵兽 都看不清里面的情况 而就在大伙议论纷纷 徐若若心急如焚地 准备冲进去时 碰 啊 两声轻响 自滚烫的白雾内传来 不久 白雾渐散去 露出了里面的情形 一地的法宝碎片中 文风拱着腰 驮着背 捂着 已经变形的左边腹部 浑身颤抖 整张脸都皱在了一起 显然在忍受极大的痛苦 而林小璐 则微微低下头颅 看着文风痛苦的脸 面无表情地询问道 前辈 说好的美女呢 文风没有回答 她的脸上满是汗珠 整个人痛苦的牙齿都在打颤 最后她挣扎了两下 想伸手扒拉面无表情的少年 可刚抬起手 就感觉肝脏部位钻心地疼 扑通 她最终还是倒下了 整个人蜷缩在地上 弓成一只大虾 大口大口吸着凉气 这一幕 让东皇宗所有人都彻底猛了 徐若若更是整个人愣在当场 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 在她的认知里 林小璐最多可以跟文风师兄五五开 毕竟文风是大长老 实力是东皇宗第三 可现在 林小璐却瞬间将文风师兄 打得没有反抗能力 这样的手段 也就只有掌门那样的天人镜巅峰可以做到吧 可掌门修炼了多久 而面前的林小璐才多大 好像还不到五百岁 看着那恐怖的少年身影 徐若若彻底凌乱了 哄 又是一声突然的巨响 远处的天空中 和上官哈密瓜对战的修饰 被一道横跨整个金湖的万丈摩浪轰落 而天空中的哈密瓜 也飞到林小璐身边 一边喘着粗气 一边狠狠一仰头 老娘这边也解决了 下午 深时 东皇宗宗主陆寒星的卧房中 哇哈哈 小妈 你叫呀 你叫得越大声 本宗主就越兴奋 呜呜呜呜 今天你落到本宗主手里 这就叫造化 你放心 你师尊不会来救你了 从今往后 你就是本宗主的人了 哇哈哈哈哈 快说 你师尊有没有什么黑料 房间内 笑声越发开始猖狂 挣扎的乌叶声 也变得越来越大 而就在两个声音都达到时 一名女弟子 飞快地跑进房间 掌门 文峰长老带着男长老 龟海长老和您的客人打起来了 此话一出 正准备用鸡毛胆子挠卖 绞心的陆寒星 一愣 随后丢下一句 小卖 你等等哈 回头姐姐再来调教你 说完 他便直接消失 东皇宗 徐若若的长老宫殿中 林小璐翘着二郎腿 一边磕着瓜子 一边漫不经心地说道 当时我用心内力和自身的力气 化掉了那吊毛的手段 然后便转身用全力的一记 进步斑斓锤打了他的肝脏部位 他当时身上是有法宝护体的 也被我一拳轰碎了 然后就成这样了 嗯 不错不错 鹿仔子可以的 一拳秒天人 这个文峰也是蠢 居然自信到冲上来施展手段 他要是飞得远远的 说不定还能跟鹿仔子纠缠一下 这很正常 当时林小璐脑瓜都转过去了 他施展全力一击 肯定近距离释放 把力量达到最大化 就是想要秒了林小璐 只是可惜这家伙本是不到家 反被林小璐秒了 今天还有那么多东皇门人看着 嘖嘖嘖 丢人丢大发了呀 摆放着香炉的房间内 林小璐 上官十六 上官哈密瓜三人 躺在三张摇椅上 每个人边上都放着一张 摆满瓜果点心的茶几 此刻正悠闲地边吃零食边闲聊 哀鹿仔子 你说你和我姐打伤了东皇宗的长老 东皇宗会不会收拾咱妈 上官十六突然问 没事 到时候我扛着 林小璐很有担当地笑了笑 一脸自信的模样 他确实很自信 因为面对和师父 有过感情故事的前辈 他是非常有经验的 相信 只要不是杀了人什么的 陆前辈就不会把自己怎么样 最多也就是吓唬吓唬自己 而且 哪怕陆前辈真的要对自己动手 自己权力之下 虽不能抗衡整个东皇宗 但是让上官哈密瓜 带着花蝴蝶逃走还是可以的 所以他并不担心 嗑完瓜子 林小璐惬意地拿起一枚凌晨准备包 徐若若却跑了进来 见徐若若进来 林小璐立刻笑着问道 若若前辈 那三个掉毛怎么样了 徐若若进屋后 先是瞪了他一眼 随后没好气道 你下手太重了 南师弟和龟海师弟还好 文师兄的肝都被你打碎了 而且 体内还有一股奇怪的热气四处乱窜 不停地破坏他的五脏六腑 用灵力都不好消除 听到文风这么惨 林小璐顿时哈哈一笑 然后一脸无辜地对徐若若摊摊手 我也不想的呀 谁叫他侮辱我师父和宗门来着 若若前辈 事情的起因您是看到了的 您虽是东黄宗人 但我也是东黄的客人 您可不能偏袒那个掉毛 毕竟东黄宗可是正道宗门 做事情是要讲道理的 略显示快的话语说出 一旁的上官十六捂着嘴直乐 还俯身在上官哈密瓜耳边悄悄笑道 鹿崽子越来越会耍嘴皮子了 比以前聪明了不少 聪明嘛 我咋没感觉到 上官哈密瓜一脸不爽地哼了下鼻子 要我说就应该拽一点 直接说老子就是 看那个逼不顺眼 没当场弄死他 都是给你们东黄宗面子 怎么样不服别打我啊 扑翅姐 两个女孩聚在一起 头顶头说着悄悄话 徐若若见状 顿时气地直拍脑瓜 行吧 一会儿我会去跟掌门说明情况的 房间内 他一脸无奈地对林小璐道 你放心 东黄宗确实是讲道理的 这次的事情 也确实是文风师兄先挑事 是他做得不对 你不必单话 话未说完 一道如烟雾散开的清响 便忽然在房间内响起 徐若若顿时梦了 林小璐等人也梦了 他们的中间 出现了一身红色宫装的陆寒心 宗主徐若若被搞得一愣 连忙对着陆寒心拜见 林小璐也很有眼力见地 从摇椅上起身 尊重抱拳道 见过陆前辈 上官石榴和哈密瓜 也同样从摇椅上站起 抬手拜见 一时间 房间内几人都在对陆寒心拜见 而陆寒心却没说话 只歪着脑袋 一言不发地瞅着林小璐 似乎是在思考 被这种略显奇怪的眼神笼罩 林小璐微微忐忑了一下 随后主动解释道 陆前辈 今日之事 是文峰前辈挑起 他侮辱家师和宗门 在下才对他动手 若若前辈可以作证 对的宗主 今天的事情 是文峰师兄不对 他 林小璐 你的手段是什么场中 陆寒心再次打断徐若若的话 并一脸好奇地瞅着面前的少年 本作刚才去看了文峰的伤 奇怪低狠 你是怎么做到的 明如哥应该不会教你这种东西 听到这个奇怪的问题 林小璐愣了一下 随后老实交代 前辈英明 晚辈是一名舞者 然后自创了一些交出来 面前 非常擅长打断人说话的陆寒心 忽然伸出纤细的手掌 对着林小璐道 本作想学 林小璐 这一刻 林小璐愣了又愣 嘴巴张了又张 最后一脸猛逼地问道 前辈为何 哎呀 记多不压身吗 你快交给我 不然我回头见到你师父了 就说 你非离我们东皇宗女弟子 还偷他们肚兜 陆寒心 一脸坦诚地催促 思听到如此不要脸的话 林小璐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整个人都往后退了一步 东皇宗主居然 威胁自己一个晚辈 还用这么奇怪的理由 这一刻的他猛得不轻 不仅联想 如果陆寒心真的找自己师父告状 师父会是什么反应 下一秒 他的脑海中便有了画面 画面里 师父李明如拍着自己的肩膀 哈哈大笑 小璐 你果然没让为师失望 哈哈哈哈 不错不错 偷了几条 什么才八条 你这不行啊小璐 果然年轻人还是缺乏锻炼 想当年为师 都是一百条起步的 屋内 满脑子胡思乱想的少年 吓得一哆嗦 回过神 甩了甩头对陆寒心道 前辈说笑了 在下自然愿意交给前辈 稍后在下就框 话未说完 一声通天彻地的巨响 便突然从外面传来 连带着林小璐所在的房间 都猛然一阵 所有人都愣了 即便是陆寒心都愣了一下 而下一刻 屋外就传来一阵 令林小璐感到无比熟悉的声音 煞笔家雀 出来单跳 听到呼喊声 陆寒心顿时眉头一皱 死老太婆来得还真快 听这架势 是要跟老娘决一死战了呀 她丢下一句 你们在这儿等着 本宗主去去就来 随后便直接消失 而林小璐在错愕之后 也立刻冲出了房间 几乎在林小璐冲出房间的瞬间 就听到了天空中惊天动地的巨响 并看到高空中爆发出的五色彩莲 这特美太快了吧 天人惊动手都这么迅速的吗 高空之上 一身灰色 五代飘飘的落无尽 瞪着满是灰烬的瞳孔 一掌轰出 整个天空都随之一暗 煞笔家雀 最后机会 把本座的徒弟交出来 面对后土掌门的雷霆手段 陆寒心同样是一掌轰出 炽热的火光画作凤影 当即抗下灭尸般的灰飞烟灭掌 哎 本宗主就是不交 就是玩 就是要跟小漫 嘿嘿嘿 得瑟的话语一出 本就怒火中烧的落无尽 彻底炸了 一边抬手施展手段 一边声音发寒道 今日本座不将你碎尸万段 本座就不是后土掌门 哈哈 落无尽 你别吹牛了 陆寒心身处高空 插着腰大笑 本宗主修的是不死黄体 可以浴火重生 你的灰飞烟灭金 根本杀不了本宗主 闻言 落无尽气的冷笑 好啊 那就试试看 来啊来啊 叹你啊 高空之上 无数灰色尘埃飘荡 在落无尽身后 化作一轮深不见底的巨大漩涡 仿佛是要将整片天空 吞没的恐怖深渊 而陆寒心背后 也同样亮起一只 璀璨如太阳般的巨大凤凰 伴随着震撼人心的凤鸣 好似融合了世间所有赤焰一般 有一说一 即便是林小璐 都感受到了这两道手段的威力 不夸张地讲 这样两道惊天手段相碰 会产生怎样的威力 连他都无法想象 面对此景 他不敢再迟疑 连忙对着天空大喊 师娘 陆前辈 你们别冲动啊 清澈地呼喊传至高空 正准备施展手段 全力相搏地落无尽 闻声一愣 随后不敢置信地看向下方 下一秒 他便灰铜一红 看到了那熟悉的少年身影 夜晚 星辰点点 林小璐脸上的唇印还未消散 左眼处便多添了一圈乌黑全印 鼻孔处还有胃干的血子 两道伤痕 在橘黄色的烛光照耀下 显得格外显眼 他躺在摇椅上 一边吃着上官十六亲手味的葡萄 一边对他和上官哈密瓜 滔滔不绝道 当时我叫住了师娘和陆前辈 但却为时已晚 眼看他俩的手段同时发出 我生怕生灵涂炭 于是就主动飞了上去 用毕生功力抵挡 但奈何两个天人镜巅峰 所施展出的威力太过巨大 即便我都全力抵挡了 依旧在眼睛上留下了一枚全印 说完 他便转头看向床榻上坐着的洛乌镜 嘿嘿问道 师娘 我说的没错吧 正在床榻上安静打坐的洛乌镜睁开眼 看到少年正一个劲地冲自己眨眼 便撇着嘴 不情不愿地点了下头 见洛乌镜给自己面子 林小璐立刻开心起来 然后一脸唏嘘地 对上官哈密瓜感慨道 上官 你想超越我 还是要多下点功夫啊 毕竟不是谁都可以同时抵挡两位天人巅峰的 你要多学学匹茶和翻跟头 有空呢 还可以买两头小猪痒痒 和他们说说家乡话 交流交流感情 此话一出 上官哈密瓜立刻不乐意了 冲林小璐呸了一下 正吹着牛 门外 忽然有一名灰色少女跑了进来 见到摇椅上躺着的林小璐后立刻没开眼笑 这不是林小璐吗 我师尊的拳头好吃不嘲笑的话语一出 上官十六和上官哈密瓜顿时一脸狐疑 而林小璐也面色一僵 好在床榻上的洛乌镜还是挺疼他的 没让自己的爱徒揭穿 及时咳嗽了一声 嗨嗨 梅儿 那个沙比加雀没怎么你吧 有没有受委屈兮兮 师尊我没事 您来得太及时了 梅儿一脸乖巧地来到床边 蹲下身给洛乌镜捶腿 然后一边捶一边满脸期待地告状 师尊 这个林小璐欺负我 就是他把我打婚的 他还用胳膊顶我胸 搞得我现在一个大一个小 都影响平衡了 此话一出 林小璐立刻脸色一红 而洛乌镜也当即看向了他 皮笑肉不笑地冷横道 可以啊小子 这么久不见 你都敢非礼本座徒儿了 果然跟你师父一个德行 啊 师娘 这里有误会 林小璐连忙冲梅儿抱拳 梅儿姑娘 实在对不住 当时我也不知林小璐还未来得及解释 房屋外便又传来了动静 小璐璐 你的伤怎么样了 我们宗主没把你打伤吧 一身红衣的徐若若跑进屋子 可满脸笑容的他 一进门便看到林小璐的黑眼圈和鼻血 当即吓得捂住嘴 我滴个乖乖 这也太重了吧 你不就是喊了 落前被一声师娘吗 宗主怎么能这么打你 下手太狠了 屋子内 眼看吹的牛皮要被彻底打破 林小璐顿时急地给徐若若使眼色 可心思活络的上官石榴 却直接起身挡在他身前 抓着徐若若的手可爱一笑 徐长老 一会儿之后觉得徐若若直接点头 小璐璐喊了落前被师娘 我们宗主不高兴 便给了他一拳 然后落前被知道 妹儿是被他打伤的 就又给了他一拳 一共两拳 一拳鼻子 一拳眼睛 真相一出 被骗的上官二人顿时扭头 狠狠瞪着摇椅上躺着的林小璐 林小璐猛了 她看着面前气呼呼的两个姑娘 温和又不失礼貌地笑了笑 其实吧 我没想骗你们 只是想吹吹牛逼而已 我大骗子 碰 吹牛惊 碰 经过今天的事情 林小璐明白了一个道理 古人云 三个女人一台戏 确实是有道理的 男人的身边 绝对不能同时存在太多女人 就像她 小小的一个房间里 同时存在了五个女人 所以下场自然就不会很好了 嗯 怎么说呢 或许还是太年轻了吧 不过不管怎么说 她是不会承认 这是她成天吹牛造成的恶果的 作为一个成熟的男人 吹牛 既是一门选修客 同时也是一门必修客 哪怕是被人打 这牛啊 该吹还是要吹的 毕竟吹牛既是成熟男人的标志 也是热血男儿述说梦想的誓言 一夜无话 第二日 清晨十分你师父的下落 本座确实知道一些 金碧辉煌的东黄某店中 洛无尽一边查看着自己 麻好的麻雀牌 一边对身后给自己按肩的林小璐道 据我所知 她和你的掌门 好像是在守目 啊我师父在守目林小璐一愣 按摩也随之一听 她曾经想过无数自己师父和掌门 在外逍遥生活的画面 却从未想到师父居然是在守目 谁的木啊到底 居然要自己师父去守 这得是什么大人物 喂 继续按 打着麻雀牌的落无尽 皱眉催促 林小璐连忙回过神 继续乖巧地给师娘按监 一旁 同样在马牌的陆寒心笑道 明如歌是在给慕小军守目 也就是慕昭哥的姐姐 慕小军是谁我师父 为何要给他守目林小璐一脸疑惑 牌桌上的徐若若和妹 也是一脸好奇 分别看着自家世尊宗主 场中 落无尽打出一块六条 随后面无表情地解释道 慕小军呢 就是慕昭哥的姐姐 当年和明如关系很好 我跟薩比嘉去还没认识他的时候 他俩就认识了 对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慕小军去世了 你师父心里就一直有个疙瘩 而他的弟弟慕昭哥 也就和你师父分道扬镳了 听着师娘和陆寒心的解释 林小璐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随后他好奇道 师娘 陆前辈 这个墓前辈的墓在哪里啊 听到这个问题 摸牌的落无尽摇了摇头 不清楚 他们的事情吧 我们知道的也有限 里面 许多道道 还是等你找到你师父自己问吧 一同 一旁的陆寒心 也是笑着点头 小璐 慕昭哥和你师父的恩怨也很深 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释清楚的 你也不要认为 慕昭哥单单只是因为 他姐姐的死而和你师父反目成仇 它没那么简单 不过具体如何 确实还要你自己去找你师父 至于去哪里找你也不用急 你们迟早会见到的 碰 房屋中 见两人都不知道 林小璐一时间 也就没再多问 他默默给自己师娘按着肩 看着他们打牌 过了好一阵才继续问道 师娘 陆前辈 那个慕昭哥 现在在哪儿 你找他有事落无尽问 嗯 也不是什么大事吧 就是当年他一直说要弄死我来着 我现在已经不怕他了 再不计 也能跟他打个五五开 不过我从望川出来以后 就一直没他的消息 说到这里 林小璐声音微微变冷道 当年烽火神舟 因为他的无限宗 在天上搞鬼 我们神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这笔账 我是肯定要跟他算的 他是个怎么样的人 我不关心 但有些事 肯定是要有结果的 带着杀意的话语一出 骆无尽和陆寒星 同时停止了打牌 屋子内 骆无尽扭头看向了他 陆寒星也歪着脑袋 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同时被这俩人盯着 林小璐顿时觉得有些不自在 他迟疑地看了看两位 想着 要不要自己说个冷笑话 活跃一下气氛 骆无尽却忽然一扭头 看向陆寒星笑道 怎么样 这小子是不是跟明如当年 一模一样扑痴 简直就是一个模子 刻出来的 二女一时间全都笑出了声 全无昨日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的样子 搞得林小璐一阵尴尬 没办法 在骆无尽面前 他是真展现 不出成熟冷漠 这和在林薇面前不同 面对这位又爱又恨的师娘 自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哎 也不知道 等自己见了掌门 会是什么样子 牌桌上 骆无尽搓着块麻雀牌 笑迷离地打量林小璐一阵 最后笑道 穆昭哥的事情 你不用担心 吴献宗已经没了 他也那么久 没消息了 我和你煞比加雀前辈 也不知小夏洛 就是 过来 给本宗主也按按间 陆寒星招呼 再叫本宗主一声师娘听听 本宗主赐你一件顶级法宝 林小璐 他撇了撇嘴 无奈地来到两位大佬中间 左右各用一只手 给他俩按 洛无尽这会儿 似乎心情不错 一时间倒也没说什么 一边撵着手里的麻雀牌 一边笑道 小子 本座打完这圈牌 就要回后土了 你要不要随本座去后土逛逛 还是算了吧 师娘 林小璐摇了摇头道 我这次出来的主要目的 就是找我师父的 他既然不在洛神大陆 我就准备继续去其他大陆看看 以后再去看您吧 文言 洛无尽点了点头 行 你现在的手段 已经不在本座之下 天下之大 估计没几个人是你对手 想去就去吧 说完 洛无尽忽然再次看向了他 收起笑容 上下打量道 昨天见你的时候 就感受到 你体内有些东西 很像后土特有的气息 但又不尽相同 你先前说的那个忘川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林小璐一脸猛逼道 我真不知道 我回峨眉以后 让我们帮派的军师给我查过了 他也没看出来 还表示我的身体没问题 听到这话 洛无尽皱了皱眉 天生对阴暗气息敏感的他 可以感受到 林小璐体内 有一种非常奇怪的东西存在 虽然那股东西飘忽不定 若隐若现 但他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会错 排桌上 他沉思了一会儿 随后对身旁瞪大眼睛 专心里排的面儿倾道 面儿 你跟小璐跑一趟吧 去其他大路转转 一直到他回斯南尼再回后土 此话一出 林小璐和面儿两人同时猛逼 师娘不用了吧 已经吃过三个女人一台戏的亏 林小璐连忙拒绝 我觉得我现在挺好的 不用那么麻烦 面对林小璐的拒绝 洛无尽根本没搭理 继续对同样苦着脸的弟子命令道 这段时间你每日正午和子夜 用望阴童观测小璐的身体 尤其是他的灵魂和经脉 仔细观测 说要 他才扭头 看向林小璐 神情恢复高冷道 妹儿也是天人静 实力上不会拖你后腿 不过他要是掉了一根头发 林小璐 你知道后果 命令下完 雷厉风行不容拒绝地落无尽 便猛地一推排 冲陆寒星得意洋洋地冷笑道 九宝莲花灯 胡 沙比加雀 你是自己拖 还是本作帮你拖 陆寒星 塞克曼落无尽打完这圈牌 在牌树上彻底干翻陆寒星后 便离开了冬皇宗 而那个长得灰不溜秋的妹儿 则真的留给了林小璐 咔嚓 三枚硕大的红色灵果 林小璐 上官十六 哈密瓜三人一人一个 躺在摇椅上 各自啃的贼欢 而妹儿 则一脸猛逼地站在这三个大老爷一样的人面前 眼巴巴看着他们啃 林小璐说 你接下来会跟着我们混中间的摇椅上 上官哈密瓜 努力地翘着二郎腿 维持着自己的派头横道 你知道规矩不浑身灰灰的妹儿一愣 下意识问道 什么规矩很简单 在这里 我就是老大 上官哈密瓜 嚣张跋扈地抬起大拇指 指了指自己 嘚瑟道 我妹妹老二 林小璐老三 你作为新来的 以后每天都要给我们端茶送水 捏尖垂腿 别看你是个天人静 不怕告诉你 我和林小璐都是天人静 而林小璐有可能还要比我强那么一点点 所以你最好识相 听着煞比一样的话语 妹儿当场就猛了 心里更是疯狂吐槽个不停 不过她也没办法 师尊的命令自己还是要遵守的 更何况 这个叫林小璐的 自己的的确确是打不过 她真的是那种 强大的 已经完全不需要脑子的人 屋内 苦逼的少女在心里持续吐槽 然后没搭理上官哈密瓜 直接看向正抱着林果狂恳的林小璐 问道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东皇宗待会儿就走 林小璐嘴巴里塞着果肉 含糊不清地笑问 妹儿姑娘那么急的吗 当然 我也想早点完成师尊交代的任务 早点回后土 说完 妹儿一脸不爽地翻了个白眼 哼 搞得自己愿意跟你这蛮牛一起走似的 自己的胸口到现在还疼呢 她冷着脸哼道 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但之前的事情 我和我师尊是真不清楚 毕竟你的朋友 确实是魔道中人 魔气冲天 剿灭神道宗的手段 又异常残忍 我作为正道人士 对她发起攻击 再正常不过 而现在我也被你打伤了 所以 咱们的恩怨就应该了 我路上会跟着你 完成师尊交代的任务 但你们不许坐见我 不卑不亢的话语说出 林小璐和上官十六 都没什么反应 可依旧保持魔道作风的 上官哈密瓜 却不乐意了 当即放下啃了一半的大铃骨 有喝 小灰兔子还挺硬气的吗 上官哈密瓜 费劲巴巴地从摇椅上爬起 然后跳下来 来到梅儿面前 脑瓜一仰道 上次你偷袭老娘 被林小璐这憨憨挡下了 现在咱俩出去 正大光明打一场 敢不敢听到 这突如其来的挑战 梅儿明显愣了一下 看着面前 比自己矮上 不知多少的少女 她不屑地一撇嘴 莫名其妙 说完 她就转身欲离开 可刚转身半截 身后的上官哈密瓜 就嘲讽到 要是怕了就算了 不过以后在团队里 要记住你的地位 此话一出 身为落无尽真传弟子的面 终于炸了 她赫然转身 灰色的瞳孔 更是直接一凝 打就打 来 至此 两个姑娘 风风火火地离开房屋 而还在摇椅上 躺着的林小璐 则无奈摇了摇头 你姐最近是咋了 怎么跟谁都想刻意两下 还不是 在你这里她找不到自信吗 上官十六吃零果吃了腮帮子 腮得鼓鼓地 晃着小脚笑道 到了姐姐这个境界 单纯的修炼 已经很难有制地突破了 相比之下 不断和人战斗 反而会更容易产生顿武 而且 她有多想打败 你你又不是不知道 咔嚓 少女说着说着 又啃了一大口灵果 然后看着林小璐 露出一个美目翻亮的坏笑 鹿崽子 有了这个心爱的蜜 咱们的旅途 要变得更加有意思了 三个大美女哦 你晚上可以玩 好多新奇的小游戏了 怎么样 你气不气待 林小璐无奈地 看了上官十六一眼 然后捂住了脸 当天下午 在林小璐和上官十六 此别陆寒兴 和东皇一众长老 准备上路之后 上官哈密瓜和门 终于奋出了胜负 说真的 上官哈密瓜的天赋 是真的强 而且是越战越强 无时无刻不再变强 尤其这一次 她居然真的打败了 后土第二战里面 不但将其打晕 还将其扛了回来 虽然她自己伤得也很重 但迪的确却是赢了 此刻她大汗淋漓地 出现在林小璐面前 额头上的发丝 都一根根粘在了脑门上 东皇宗的山门口 气息未云的少女 单手扛着昏迷的门 目露冲天战役地 看着面前的少年 高傲哼道 老娘果然牛逼 经过这一战 又变强了不少 林小璐你给老娘等着 等老娘下次打败 阿姨那个死瞎子 就来打败你 说完 她就扛着门潇洒扭头 小短手嚣张地一缕头发 潇洒到了剧 上路 至此 一行人终于离开了太古东皇宗 再次启程 小二 有九银春吗客观 九银春咱们店已经卖完了 只剩地瓜烧了 您看要不 迁就一下几日后 某大路 凡间城池客栈内 喝了整整一天酒的林小璐 脸颊微红 涂了口浊气 然后将自己的扁平青花瓷瓶 递给店小二 地瓜烧就地瓜烧吧 打满 别掺水啊 得了爷 您放心哈 看着店小二去打酒 林小璐悠哉悠哉 给自己加了筷子牛肉 嚼着满嘴的香 一个大路 几种气候变换 这是真不假 这刚离开洛神大陆的秋高气爽 就来到了光环大陆的冰天雪地 此时已是夜晚 客栈外 对着银月反光的后雪 堆积了一层又一层 家家户户的门延上 还吊挂着一根根圆柱形的冰锥 像这种天气寒冷的时候 凡人是不宜喝寡酒的 容易伤身自骨 而林小璐现在是比较注重养身的 又有这个条件 自然也就不会亏待了自己 这会儿 他一口牛肉 一口白菜猪肉炖粉条 一口酒 交替反复 吃得不亦乐乎 而没过多久 客栈外就传来了喜鹊般的女孩说笑声 狼牙成的即使好热闹 衣服都好好看 对呀对呀 我买的靴子也贼可爱 明天我们接着去逛吧 我听说北大街那儿的衣服更好看 而且有好多卖首饰的 好呀好呀 伴随着一阵叽叽喳喳的吵闹声 穿着冬装的上官石榴 哈密瓜 以及麦尔三人 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进了客栈大门 这三个千娇百妹的姑娘一出现 也给冬季的清冷客栈 带来了几分略显嘈杂的热闹 一进门 三个姑娘就立刻看向了 散桌边喝酒吃肉的林小璐 哟 林小璐 伙食不错嘛 看来我们不在 你一个人过得挺美啊 一惹鹿崽子 你这是喝了多少啊 一身酒味难闻死了 啪 一声清响 上官哈密瓜的脚 瞧在林小璐坐着的长条板凳上 拽拽地一晃一晃道 快来瞻仰一下老娘新买的小皮靴 好不好看正喝酒的林小璐 眉头一皱 看着那嘚瑟来嘚瑟去的巴掌小脚 刚要呸一声 上官石榴和妈儿就同时抬起自己的小皮靴 一起敲了上去 一时间 三只小脚跟三个小猪提示的 晃来晃去 叫他欣赏 无奈 林小璐憋了半天 憋出了一句不错 然后立刻招呼店小二 又要了一份咸菜滚豆腐 酱牛肉 白菜猪肉炖粉条 咸菜滚豆腐 以及一碟花生米 一壶酒 便是一顿极美的滋味 大雪夜 三个姑娘一个少年 就着大堂的火炉 美美地吃了一顿晚饭 然后便各自回了房间 妈儿也跟前几天一样 坦坦荡荡 进了林小璐的屋子 每天五十盒子时 他都要观察林小璐的身体 对此其他人已经见怪不怪了 但其实第一次的时候 林小璐是觉得很奇怪的 也非常抗拒 奈何妈儿非常听自己师尊的话 非要观察 林小璐没办法 也就由他去了 毕竟是自己师娘的心意 此刻 二楼上房的房间内 炕床已经烧热 吃饱喝足的林小璐 进房后 先是给妈儿倒了杯水 随后脱掉鞋子坐上床榻 感受着屁股底下的热气 略显微醺地笑道 早点观望完就回去休息吧 明天咱们还要赶路 说完 他便五星朝天 开始运行体内的内力 房间中 妹儿喝着茶杯里的大麦茶 看着入定的少年 撇了撇嘴 这几天和林小璐接触下来 他已经不像刚开始那么抵触 他发现 林小璐其实人还不错 许多时候粗中有戏 待人也很温和 没有仗着和自己师尊关系好 实力比自己强就欺负自己 小堂火里的上官食乐也很好 大大咧咧没心没肺 还带自己品尝了 许多平时没吃过的凡间零食 哪怕是脾气火爆的上官哈密瓜 在完熟以后 其实也挺不错 撑得上是个很讲义气的人 刚才自己买衣裳首饰的时候 他还帮自己砍价来着 妹儿极少下凡 他出生在修仙界 从小变受师尊宠爱 故在后土地位很高 即便后来后土落凡 他也很少离开宗门 偶尔离开也是 处理一些要紧任务 对于凡间只草草地看过几眼 因此这次下凡 零距离地在凡间游历生活 对他来说还是第一次 对凡间的一切 他也都感到很新奇 而这几天体验下来 他觉得凡人的生活虽然短暂 但确实还挺有意思的 此刻 已经渐渐融入小团队的他 吐了口气 然后展开手段 对着尽心打坐的少年仔细观望 一边观望 一边觉得自己 这次下凡放松放松 长长阅历和见识 确实也挺好的 一炷香的时间后 观望结束 你的体内还是没有什么异常 现在什么也没发现 听到声音 林小璐睁开双眼 看着面前的灰色少女笑道 有劳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梅尔恩了一声 点了点头 转身离开 临近房门口 他却突然鬼使神差地停住 转头看向林小璐 有些好奇地询问道 你们要玩多久才会峨眉呀 听到这个有些突然的问题 林小璐愣了愣 随后笑着摇了摇头 这个我也不晓得 这次出来 主要是见见各个大陆的风土人情 放松放松 其次是看看我的新武学 能否找到机会突破 最后是来找我师父的下落 床榻上 盘腿而坐的林小璐笑道 后面两个目的 我都是抱着随悦而安的心态的 毕竟确实也急不来 所以只要没什么大事发生 我们应该会等完够了再回去吧 毕竟人生在世 不是所有东西都会带着目的去做的 就像我 修炼了这么多年 偶尔也想享受一下 文言 妹儿猛了一猛 随后默默点了点头 离开了屋子 房间内 烛火轻轻摇曳着 林小璐也笑着摇了摇头 她起身 拿起放在桌上的酒壶 惬意地抿了口酒 这修仙界的修士 许多时候 真是比凡间的修士 还没见过世面 一个个都仿佛苦修傻了一样 不过也难怪 当年的阿姨不也是吗 从小修行 不识人间烟火 下凡之后 便迷上了各种美食 当真是小时候缺什么 长大后 就会一个劲地去满足自己 这位妹儿姑娘 看来也是差不多的情况 她可能这辈子都没有这么悠闲过 所以现在突然这么悠闲 反而有些不习惯了 第二日 上午驾 一身黑色沙衣的少年 驾着马车 载着一车姑娘 行驶在宽阔的街道上 少年驾车动作娴熟 一看就是老手 一举一动 更是毫无大佬风范 此刻 她一手甩着缰绳 一手提着酒壶 时不时地抿上一口 然后听着车内姑娘们说话 显得非常悠闲 鹿崽子 咱们出城了吗 上官十六 从车帘中间伸出小脑瓜 一脸好奇地询问 林小鹿也没回头 驾着马车笑应 快到了 还有吉里鹿 哦 已经中午了 鹿崽子 你饿不饿呀 上官十六掀开车帘 提着裙子 来到车架上坐下 并碰 得一声 从那戒中端出一碗 冒着热气的牛肉面 我昨儿放进那戒里的 多肉多葱多蒜 少面的牛肉面 你吃不吃 专心驾车的林小鹿 吸了吸鼻子 然后嘴巴砸巴了一下 娘的 真香 花蝴蝶你喂我吧 我还要赶车 哦 来 阿不快不慢 行驶着的马车上 林小鹿一边驾车 上官十六 一边端着碗给他喂面 车厢内 正在娇门 划拳的上官哈密瓜 见到这一幕打句道 林小鹿你可以啊 居然让我妹妹给你喂饭吃 真会享受 正在吃面的林小鹿 没搭理他 稀溜稀溜吃的贼欢 而就在他想让上官十六 给自己加快牛肉时 忽然瞅到前方 有一道有些熟悉的人影 白雪茫茫的官道边 一名头戴皮帽 身披瘦皮服饰的高挑女子 正站在一处 贩卖布匹针线的小摊前 挑三拣四选着布匹 看到女子 嘴里塞满面条的少年 顿时一惊 满脸的不敢置信 这不是俯罗吗 人来人往的官道上 穿着瘦皮衣裳的少女 低着头眼眸压低 一边隐藏着自己的树童 一边说道 老板 这匹布我要四卷 那边那个黄色的 要六匹 卖布的店家文言没说什么 点了点头就开始装布 而少女则看着他装 防止店家哨在 不久 颜色鲜艳的布匹 全部裹好包好交给少女 少女力索地给了钱 双手抱过一大卷布准备离开 结果刚一转身 他就看到了 四个手捧臭豆腐的人 站在路边 一边吃 一边盯着自己看 街道上 人来人往 车水马龙 愣住的少女 和这四个人相互对望 一时间谁也没说话 足足过了好一会儿 四人中唯一的男性 才开了口 他嘴里塞着臭豆腐 含糊不轻道 斧罗 你要吃不吃 我去给你买一碗对啊 那家臭豆腐味道还不错 就是有点辣 你喜欢吃辣吗 上官哈密瓜 一边吐着小舌头一边问 他被辣坏了 小嘴红的跟樱桃一样 斧罗看着吃臭豆腐的 林小璐和上官哈密瓜 直接就愣住了 他不认识上官十六根脈 但这俩却是熟得很 尤其是林小璐 这家伙 不是四百多年前就失踪了吗 怎么现在忽然出现在自己面前 还跟没事人似的 问自己吃不吃臭豆腐 面对着古怪的一幕 斧罗彻底猛逼 一时间 脑瓜都有点转不过来弯 当年林小璐确定失踪的时候 自己还伤心过 现在 迟一片刻 斧罗看着面前大口大口吃臭豆腐的少年 迟疑着问 小璐你不是 我出来了 前段时间从望穿出来的 少年端着还没吃完的臭豆腐 来到斧罗面前 瞅了瞅他怀里包着的布匹 好奇道 你买这么多不做什么快过年了 我给村子里的小罗叉 做新衣上穿 斧罗下意识开口 而随后 他才彻底反应过来 目露惊喜地抓住林小璐的胳膊 林小璐你居然真的没死 你还活着 走走走 跟我回村 场中 林小璐猛逼地被斧罗拉着走 同时还不忘提醒 别激动啊 你尾巴露出来了 哦 不好意思 斧罗扑斥一笑 将尾巴从兽皮裙摆中收起 嘻嘻哈哈道 我们村离这儿不远 我带你们去 当初修仙界陨落 我们罗刹族就落到了凡间 然后在仲尼先生的安排下 在这光环大陆落地生根 因为万灵神魄没了 我们失去了以前的能力 变得和凡人无二 不过我们的寿命相比人类 依旧很漫长 所以才活到了现在 马车车厢内 斧罗对几个姑娘 笑说着罗刹一族的绅士 而上官哈密瓜 则一边吃着炒年糕 一边恍然大悟地点头 怪不得 老娘都好久没听到你们的消息了 原来你们罗刹族是隐居了 车厢外边 驾车的林小璐也是惊奇 扭头问道 斧罗 你们现在是受凡间的朝廷管辖吗 那你们一直这样不老不死 朝廷都没有起义心吗 我们不归朝廷管辖的 斧罗笑嘻嘻道 我们受猪蒜门的庇护 那是一个修仙宗门 就之前那个公羊夏木 小璐你还有印象吗 公羊夏木驾车的林小璐瞬间惊讶 他庇护你们对啊 斧罗笑道 公羊夏木现在是猪蒜门的掌门 然后一直庇护我们村 我们和凡人的交流其实不多 也就偶尔去集市 用村子种的瓜果蔬菜换些钱 然后买些生活物资什么的 此刻 疗害了的斧罗从车厢钻出来 来到林小璐旁边坐下 一脸开心的笑道 四百多年了 我们一直过着日出而坐 日入而息的生活 还挺满意的 和当初在罗刹天里的时候差不多 听到这话 林小璐点了点头 这时候 他已经驾车来到一片绿油油的菜田 前方的路边就插着一个稻草人 稻草人的胸口挂着罗刹村的牌子 远远的 他还看到有几个小罗刹 在田地里打滚 小尾巴甩开甩去的 如果平时有凡人进村 看到这一幕 会不会被吓到林小璐问 斧罗笑着摇了摇头 不会的 村子里有幻术禁止 你们是因为跟我在一起才能进来 不然的话 你和哈密瓜 还有那个麦尔应该能看穿 那个名叫石榴的妹妹 只有结单镜 是看不穿的 文言 林小璐恩了一声 他看着远处和普通乡野村落 没什么不同的村庄 忽然觉得 这样也不错 在这青山绿水的地方 无忧无虑的生活 对于罗刹族人而言 应该还是挺幸福的 马车不急不缓地行驶 过了一阵 便来到了村口 外来人一出现 便立刻吸引了 无数罗刹族人上前围观 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 是认识林小璐的 因此 当他出现在众人眼前时 立刻就有人惊呼 我记得他 他是当初失踪的那个人 对 我当初还小 我还看到 我爹用铁锅炖他呢 哇 我想起来了 当初是他带咱们逃难 躲避不化骨来着 后来他还把不化骨引走了 救了好多人 他是大英雄 阳光下 林小璐的马车 被无数穿着瘦皮衣上的 罗刹族人围住 这些长着美丽尾巴的人们 激动地看着他 称呼他为大英雄 把林小璐夸得连连抱拳 谦虚道谢 而弗罗则一边 兴高采烈地给族人们解释 一边拉着他下车 我们好久没见了 你们可以在这里多住几天 啊 这不太好吧 没事 小璐 你是我们罗刹村的大英雄 如果不是你 我们早就被不化骨骸了 弗罗满脸欢喜地笑道 被单纯善良热情的女罗刹招待 林小璐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而他刚要招呼 花蝴蝶他们一起下车 人群中就又有一个女罗刹凑了过来 哇林小璐 你居然还活着 林小璐 这名突然冲出来的女罗刹 一个进八望马车车厢 一边八望 还一边傻嘻嘻地问 阿姨呢 她怎么没跟你在一起 嗯 阿姨没来 塔塔尔你先下来 哦好 名叫塔塔尔的女罗刹 跳下马车 一边上下打量林小璐 一边惊喜地问 林小璐这些年 你去哪儿了哇 你居然带了三个人类姑娘 他们都是你的伴侣吗 林小璐 我作为热情友好的罗刹 要劝你一句 这个太矮不能要 影响下一代 这个太灰也不能要 也影响下一代 这个太花得还不错 花痴总比前两个强 当嘴碎的塔塔尔 甩着长长的尾巴 嘴巴巴巴个不停时 林小璐直接就无奈了 他看了看一副 要拔刀砍人模样的 上官哈密瓜和闷 以及一旁幸灾乐祸的石榴 整个人只感觉头痛 自己最近到底是怎么了 怎么老是 陷进女人堆里 三个女人一台戏啊 早知道就不出来游玩了 这个男性朋友都没有 是真的难受啊 在无数罗刹族人的 热情相拥下 林小璐带着三木进了村子 弗罗更是非常热情地 说罗刹村要大办宴席 好好感谢他当年的救命之恩 在如此的盛情相邀下 林小璐一行人 自然也不好推辞 但在这之前 弗罗表示要先带他们见村长 我们现在的村长 就是迦勒大哥 一间间茅草屋排列而成的 乡村泥路上 弗罗一边甩着长长的尾巴 在前面走 一边笑着对林小璐说道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以前那种 堪比原英镜的战斗力了 但迦勒大哥在四百多年来 学会了一种新的能力 非常神奇 你们一定喜欢 哦什么能力 林小璐好奇询问 身后的上官石榴 哈密瓜 那儿也都好奇看着弗罗 见几人感兴趣 弗罗立刻神秘莫测的一笑 迦勒大哥的新能力 是预言 啊 林小璐猛了 原本好奇的眼神 闪过一丝失望 他还以为会是什么 了不得的能力呢 结果是预言 他从此不信这些东西 当初穆钊哥那个沙雕 还说自己是修仙界的杰纳 完全就是在胡扯 一时间 他变得兴致全无 而三个姑娘 却显得很感兴趣 上官哈密瓜 更是一脸惊讶地讲道 预言占卜是非常稀有的手段 需要极其苛刻的天赋 能够修成这项手段的人 堪称凤毛麟角 且大多都是骗子 迦勒组长是怎么学会的迦勒大哥 是跟朱蒜门学的 相道上 弗罗一边走一边解释道 当年燕不依爷爷被纵横害死 迦勒大哥作为燕不依爷爷从小养大的义子 自然悲痛万分 曾一度想要自尽 后来朱蒜门的前掌门 也就是供养下木掌门的师父 为了能让迦勒大哥早日释怀 便给了他一本名为大眼天机爵的上古秘策 这个大眼天机爵 是朱蒜门的上古秘法 非常晦涩难懂 对学习者的资质要求极高 朱蒜门已经数百年没人学会了 再加上这玩意儿算出来的 只是未来的某种可能 并不是百分百的准 且对自身修为的提高 也没有任何作用 如同鸡肋 所以朱蒜门 也没有人愿意再在这上面下功夫 于是便给了迦勒大哥解闷 哦 原来是这样 上官哈密瓜思索着点点头 随后有些迟疑地看向斧罗 斧罗 我记得 你们罗刹是不能修炼的吧 那迦勒怎么我们确实不能修炼 斧罗甜甜一笑 对众人继续笑道 其实吧 这个大眼天机爵严格来说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术 而是一种算术 算术对 计算人生命理 万物走势之术 说到这里 斧罗脸色一红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具体的我也不太懂 只知道迦勒大哥 好像是因为很有计算方面的天赋 所以才能用数百年时间 学会大眼天机爵 这连朱蒜门的前掌门 龟甲大师都没想到 一个劲地夸他是朱蒜天才 在朱蒜方面的天赋 比供养下木掌门还高 只是可惜 我们是罗刹 不能修炼朱蒜门其他手段 不然迦勒大哥 可能就被龟甲大师 收为关门弟子了 听到这里 一行人猛猛地点点头 然后跟着斧罗 来到一座造型非常古朴的茅草屋 这里就是组长的住处了 来 大家进来 迦勒大哥 您看谁来了 俯罗嘻嘻哈哈地掀开稻草编织的帘子 带着林小璐等人鱼贯而入 而众人一进来茅草屋 就看到一个穿着灰色长袍的中年人 正坐在靠着窗户的炕床上 仔细编织着一个箩筐 这一幕 和林小璐当年第一次见到烟布衣组长 几乎是一模一样 金黄色的阳光从窗户中穿过 照耀在头发略显杂乱的中年人身上 他安安静静编着箩筐 没有抬头 只是一边工作 一边自言自语式地笑道 马上就要过年了 下凡四百多年 罗刹早就过起了凡人的节日 和他们融为一体的生活 小璐兄弟 你是我们罗刹的朋友 当年面对不化骨的时候 你没有丢下我们 而是一直竭尽所能地保护我们 所以 一起留下过个年 好吗 说完这段话 迦勒抬起头 笑眯眯地看着林小璐 那眼神 是看一个恩人的眼神 看着仿佛普通乡野村夫 一般打扮的迦勒 林小璐微微愣了一下 有些惊讶到 迦勒兄弟 你知道我今天要来迦勒 笑眯眯地摇摇头 不知道 我只是 算到今天会有惊喜 我当时还在想 我们罗刹族都与世隔绝这么久了 对我们来说 能有什么被称之为惊喜的 结果 我还真遇上了惊喜 此话一次 林小璐微微震了一下 这个迦勒好像 还真有点东西啊 居然能算到今天的惊喜 讲实话 林小璐对迦勒不是特别熟 罗刹村里 他接触最多的 就是斧罗 燕布一 塔塔二 和加罗只是点头之交 然后面对不化骨的时候 一起逃过难而已 但现在 他发现 眼前的迦勒 确实变了很多 记得当初在罗刹天的时候 迦勒是罗刹村最强的年轻人 曾经单挑打败过上官哈密瓜 结果唏嘘不已地 被刘伯扬带人用人海战术打败 最终被废 而现在 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他 无疑成熟了不少 尤其那明亮的树桶眼神 真仿佛可以看穿一切一般 一举一动 更是有了当年燕布一族长的智慧风范 少年叹了口气 对迦勒笑道 真的是好久不见了 迦勒点头笑道 对 好久不见了 罗刹族最信任的朋友 茅草屋内 上官十六 哈密瓜 以及梅尔三人 好奇打量的周围 他们发现 茅草屋里到处都是编织精美的箩筐 然后有一些存放的粮食 剩下的 则都是各种枯稿的纸张 纸张上面 全是密密麻麻的符号 光看一眼 就能让人觉得眼韵的那种 茅草族长 你会算命性子 最急的上官哈密瓜观察一周 便兴致勃勃地直接开问 然后还不等茅草说话 他就提着裙子来到他面前 爬上凳子坐下 满脸期待 眼睛直发光地说道 你快来帮老娘算算 老娘什么时候能打败林小鹿 算好了 老娘送你们罗刹村 每人一座金矿 看着面前的奇形怪状 茅草深深地愣了一下 随后才略显无奈地笑道 上官姑娘 把生辰说一下 然后详细说一说 你和小鹿兄弟的情况 越详细越好 哦好 老娘和林小鹿的恩怨 要从他眼睛携视 误以为老娘个头矮开始 全世界都知道 老娘根本就不矮 老娘 只是高得不明显 这明明就是有目共睹的事情 房屋内 一行人面色古怪地坐下 看着上官哈密瓜叙叨叨 添油加醋 大言不惭地说事 而林小鹿也挺意外的 他没想到 迦勒这个算命 居然是这么个算法 原本以为迦勒除了会问生辰 还会看看首相面相 再不计拿一堆铜钱捧着算一算什么的 却没想到 居然是问这种线索 这有点像捕快干的活啊 不久 长篇大论的上官哈密瓜说完了 迦勒便笑着 拿起一个算盘 噼里啪啦地 在算盘上快速剥子 一边剥嘴里 还一边念叨着奇奇怪怪的数字 这期间 他还会隔三差五问林小鹿一些问题 小鹿兄弟生辰多少 小鹿兄弟个子多高 小鹿兄弟长多少 我去这么尝小鹿兄弟高人啊 在足足一炷香的时间过后 迦勒终于停止了计算 然后在上官哈密瓜 无比期待的眼神下笑道 经过计算 上官小姐这辈子 打败林小鹿的几率 几乎为零 嗯 你死了这条心吧 上官哈密瓜 此话一出 少女灿烂的笑脸顿时一僵 随后怕 得一拍桌子 从凳子上爬起来 当场发飙道 就知道你算不准 迦勒你这个江湖骗子 哎呀姐 没事了 小小气啊 上官十六笑嘻嘻地抱住 张牙舞爪要发飙的姐姐 对其他人问 鹿崽子 麦儿 你们还有谁要算吗 我来我来 场中 麦儿一把抢过凳子坐下 没开眼笑道 大师 请帮我算算 我什么时候能成为天人进巅峰 迦勒笑了笑 跟方才一样 问起了麦儿一些 看似毫无关联的问题 问完之后 便开始计算 算盘子清脆的波动声 再次响起 且这一次明显要比上次快很多 不到半炷香时间 就出了结果 麦儿姑娘在后续的修行中 只要不出意外 大约再过个四百年左右 就可以成为天人进巅峰 回答完 她看向了屋内的林小璐 和上官十六笑道 小璐兄弟 十六姑娘 该你二人了 你们谁先算林小璐 看向上官十六 正在安慰自家姐姐的她 却笑着摆了摆手 鹿崽子你算吧 我没什么想算的 嗯 行 林小璐应了一声 来到迦勒面前坐下 笑道 迦勒兄弟 我想算算我师父在哪里 文言 迦勒点了点头 问道 小璐兄弟的师父 尊姓大名李明如 嗯 这位李前辈 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我听我峨眉的发小说 师父是一年前离开的 嗯 是这样 那还有什么别的线索吗 关于你师父去哪里的线索 林小璐置屋不言道 我在后土的师娘 和东皇宗的陆前辈说 师父再守一个 叫木小军的人的木 屋内 迦勒一连问了 林小璐七八个问题 然后便再次抄起算盘 开始复杂且精密的计算 这一次 他算得更快 不到三夕时间便停了下来 然后笑着对林小璐抱拳 恭喜小璐兄弟 计算显示 未来三天时间之内 你必将见到恩师 啊 此话一出 林小璐瞬间惊讶 就连茅草屋中的其他姑娘都惊住了 迦勒组长 你真的假的啊 未来三天 小璐就能找到李道长妈的 我就知道 迦勒改行做骗子了 还骗我说 我这辈子打不过林小璐 真是个老骗子 场中所有人几乎都不信迦勒的话 包括林小璐自己 他一脸怀疑地看着迦勒道 迦勒兄弟 你这说得也太诡异了 你要不要重算一下迦勒 却笑着摇了摇头 解释道 小璐兄弟 大眼天机觉所计算的 本质上是未来的一种可能 计算结果确实不一定会准 但却是某件选择 某件事物 在未来的无数种可能中 可能性最大的一种 说是三天 实际上 小璐兄弟可能会四天 两天 甚至一天就见到李前辈 听着迦勒自信的话语 林小璐彻底猛了 但他也不好说什么 只点点头笑道 如果能这么快就找到师父 那确实是极好 谢过迦勒兄弟了 小璐兄弟不必客气 你是咱们罗刹族永远的朋友 迦勒看着林小璐 非常真诚地微笑道 小璐兄弟 还有别的要算吗 听到这个问题 林小璐沉思了一下 他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想算的东西 如今天下太平 自己和妹妹的日子过得很滋润 每天无所事事 吃吃喝喝 舒服得很 如果说真有其他要算的 那要么是当年潜在的隐患于外 要么就是 以后会不会遇上什么敌人之类的 嗯 第二种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自己现在已经是站在 三千大陆最顶端的那一批人 身边的朋友随便另一个出来 都是一等一的绝世强者 还有谁能够伤害到自己 自诩无敌的他沉思片刻 亲吻道 加勒兄弟 我想请你算算 我这种平静的生活 会持续多久 说完 林小璐想了下 又添加了一句 我会在什么时候 创立出新的武学 负责天下百姓 改变武者命途一连两个问题问出 加勒愣了愣 随后他什么都没问 默默拨起了算盘 房间内 噼里啪啦的响声不断持续 且变得越来越快 很快 一炷香时间过去 加勒依旧没有丝毫停止的意思 并且额头开始挤出汗珠 这让一旁看着的斧罗非常惊讶 加勒大哥 从未出现过这么疲惫的情况 场中 所有人都默默地看着 而没过多久 只听啪 一声脆响 眉头紧皱的加勒忽然停手 随后惊讶一声 我居然算错了 所有人 加勒继续飞快计算 手指在算盘上 几乎拨出了残影 这期间 他开始一次接一次算错 然后再重算 再算错 再重算 足足过了好一阵 在上关十六都无聊地开始打哈欠时 他才终于停下了手 怎么样 林小璐好奇地看着他 面前 加勒眉头紧皱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仿佛虚脱了一般 然后缓缓抬起头 脸色沉寂 小璐兄弟 我算了一阵 发现你的命运 有点奇特 此话一出 一屋子的姑娘都好奇凑了过来 林小璐更是一脸猛逼 加勒看着所有人 迟疑地开口道 根据计算显示 你这种平静的日子 和三千大陆平静的日子 是相互吻合的 而具体 是到什么时候 却算不出 算不出 对 加勒点头 然后面沉如水道 大眼天机诀 计算天机规律 可小璐兄弟你 却似乎超出了天机管辖 此话一出 屋内所有人都愣了愣 林小璐自己也是 一脸震惊的呢喃 超出了天机管辖 原来我这么掉的吗 加勒被他的话逗乐了 甘大地笑了下 说道 我刚才计算发现 你的命理 其实和常人无异 但你在童年的一些经历 却非常特殊 小璐兄弟 你小时候 是不是遇到过什么机缘啊 机缘 林小璐想了想 吃一道 我觉得我最大的机缘 应该就是遇到了我师父 哦没了吗 加勒追问 其他的机缘 我小时候认识一个 姓张的说书先生 林小璐讲道 我一直觉得 他是个世外高人 毕竟我和我师父的相识 就是先生一手安排 不过他 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听到这里 加勒沉思的点点头 同时也来了兴趣 问道 这位说书先生 你可知全名不知道 林小璐摇了摇头道 不光是我 村子里所有人都不知道 他老人家的全名 只知道他姓张 我们小时候 都是张老头张老头的喊 我也是长大一些 明白了些事理以后 才开始称呼 他为说书先生 文言 加勒叹了口气 可惜了 如果知道的情况再多一些 在下倒是可以再计算一番 无妨 不碍事 想起童年的林小璐苦笑了下 继续问道 加勒兄弟 关于我研究的新武学 你有算出些什么吗 这个 很抱歉 椅子上 加勒叹了口气说道 大眼天积绝 对关系越是重大的东西 计算的就越艰难 小璐兄弟的新武学所图太大 已经大到颠覆世间所有 我倾尽全力 也只算出你新武学的研发 有一半几率 一半对 一半成功 一半失败 屋内 加勒目光如炬地说道 根据计算 我发现小璐兄弟的新武学 和这世间万物的走向 都被牢牢捆绑在一起 处于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状态 小璐兄弟 未来的一切虽然黑暗 但我看到 你的存在 是一切已知与未知的意料之外 是所有的 无尽的 超脱语道 之外的 最大惊喜 林小璐 夜晚 繁星点点 俘罗家的院子中 一团旺盛的火堆 正在一个铜盆中 缓缓升起 罗刹族人现在除了寿命和外形 其他几乎都与凡人无异 家家户户都喜欢在院中起个火盆 一家人围着火盆吃饭 暖了身子后 再回屋休息 此刻 林小璐便和几个伙伴 一起围在火盆边 看着斧罗烤水果 没错 就是烤水果 同时还烤青椒白菜茄子等蔬菜 罗刹族人的肠胃 接受不了肉食 注定只能吃素 烧烤还是他们 和人类学来的烹饪方式 此刻 林小璐看了看 手忙脚乱撒料的斧罗 又看了看拿木棍敲打柴火 见火星丸的上官哈密瓜 思索着道 迦勒的计算 我还是很愿意相信的 我能看出他不是一个 喜欢信口开河的人 只是他算出的结果 让我感觉 林小璐顿了一下 然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让我感觉我 除了吊以外 简直一无是处 扑痴 哈哈 拦手的上官十六 直笑 一旁的闷 也忍不住抿了抿嘴 鹿崽子 算命这种事吧 你不用太在意 上官十六 扶着下巴笑道 迦勒不是 说你未来三天 就会见到你师父吗 那我们就等等看好了 如果你真见到了 就说明他算得非常准 如果见不到 就说明他是忽悠人的 对啊 火盆边 蹲在地上敲打柴火 敲打的火星 直冒的上官哈密瓜哼道 那家伙就是个神棍 还说老娘这辈子打不过你 真是真早说瞎话 比阿姨那煞比都瞎 老娘倒要看看 三天内 你能不能见到李前辈 而且斧罗说了 明天就是这片大陆的年三十 我们可以一起吃年夜饭 年夜饭 那不是要包饺子了啊 本小姐都好久没包饺子了 上官石榴激动地 对着她和斧罗笑道 明天我们去城里买些烟花吧 到时候可以一起放 说到过年 几个女孩也都来了兴趣 一起商量着 明天去城里买什么样的衣服 贴什么样的对联 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 大呼小叫 聊得贼起劲 透过火光 看着院中几个欢呼雀跃的几个女孩 小鹿也不禁微笑了一下 今天过后 只要再等三天 就能见到师父了吗 虽然觉得很不可思议 但自己确实有点期待啊 想起李明如 林小鹿不禁感慨万千 那个一手带着自己和妹妹踏入峨眉 改变自己命运 为自己打下五道基础的恩师 自己 已经好久好久 没有见过了 次日 天还未亮 地铺上的林小鹿 便在黑暗中睁开了双眼 斧罗平时是一个人住 所以屋子里只有一张床 虽然林小鹿是客人 但他也不可能让人家一个姑娘睡地铺 而且 这天寒地冻的 斧罗既没有灵力 又没有功夫傍身 睡地铺大概率要伤身 所以他就睡了地铺 不过还好 地铺的底子是几块旧木板 木板上是厚厚的被褥 尤其斧罗怕自己冷 还在床边放了盆先前烧火剩下的木炭 一整个晚上都暖哄哄的 并不难受 盖着被子的他笑了笑 估摸着这会儿其他人还没醒 他准备起床 结果刚要动 忽然发现旁边传来轻轻的呼吸声 静谧的夜晚 少年在黑暗中扭过头 看到了上官十六精致的脸 我去 林小鹿吓了一跳 一屁股从地铺中坐起 然后一脸惊恐地看着上官十六 只见他躺在另一床被子里 和自己完全分开 此刻正侧对着自己睡得嘎嘎香 时不时地还哼哼两声 活像一头小母猪 见他和自己不同辈 林小鹿这才松了口气 还好还好 只是同床 他记起来了 昨晚自己吃过晚饭后 便早早地睡下 去修炼新睡宫 然后上官十六招呼自己姐姐 妹儿 以及腐罗一起玩麻雀排来着 自己便没管他们 早早睡下 要知道 这妮子已经很多年不修炼了 跟自己一样也是睡觉的 腐罗家又只有一张床 而且非常小 只有一尺多宽 是那种典型的一个人睡的床 虽然花蝴蝶和腐罗都不胖 但两个人睡还是会有点挤 估计正因如此 这傻叉花蝴蝶 才会睡在自己旁边 而自己或许是因为 太熟悉花蝴蝶身上的气息 所以才没有醒来 理清楚思路 林小鹿是又好气又好笑 他看着上官十六 白白净净的侧脸 美好气给了他一巴掌 妈了个八子 吓老子一跳 上官十六 当场就被拍醒了 黑暗中 他精致的脸上 显露着红红的手印 大眼睛忽闪忽闪地 看着面前的少年 你干嘛你脸上有个脏东西 我帮你把它拍掉了 还没完全睡醒的少女猛了一下 随后挠了挠乱糟糟的头发 从被窝中 撑起小半个身子 一脸迷茫地看了看四周 然后问道 鹿崽子 你起得这么早吗 早睡早起对身体好 相反睡懒觉 会消磨人的意志 林小鹿离开被窝 一边穿戴衣服 一边笑问 我要出去跑一跑 活动活动身体 你要不要一起 嗯我不要 被窝暖和外面太冷了 上官十六继续躺下 用棉被蒙住头 整个人窝在被子里 发出哼哼唧唧的乌叶声 林小鹿见状翻了个白眼 没再搭理她 女人 或者说是 雌性都是很奇怪的动物 尤其是冬天 她们可以一整天窝在被窝里 不吃不喝不排泄 仿佛是有了冬眠的功能一般 无奈之下 少年自顾自穿戴整齐 然后顶着天寒地冻出了屋子 沿着村道开始奔跑 罗刹村的早晨是很安静的 尤其是在冬季的时候 因为冬天天亮的时间 要比平时稍晚 故这会儿 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 都还沉浸在梦乡 村庄里也就显得空荡荡的 林小鹿也不在意 踏着冰雪绕着村庄奔跑 一边跑一边锻炼着心呼吸数 同时想着 昨天迦勒族长给自己算的命 三天 一个大约但不完全一定的时间 如果迦勒族长算的准确 那自己真的是很快就能见到师父了 嗯 希望一切顺利 希望迦勒族长不是浪得虚名之辈 她想着师父李明如的模样 然后跑到村外 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中转道 可刚跑没两步 她就忽然呆住 扭过头的同时 奔跑速度骤然减慢 然后停下脚步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这一刻 她的大脑一片空白 脑海里满是惊喜 和对迦勒的崇拜 这掉毛蒜的 居然这么准 林小鹿斜对面 刚才路过的转角位置 正站着一位背对田野 手提古朴葫芦 笑眯眯看着自己的中年男子 男子身穿深色长袍 两鬓斑白 虽细节看起来已是不惑之年 但相貌依旧英俊 且嘴角的坏笑 透露着一丝内脸的嚣张 少年呆呆地看着男子 而男子见少年不说话 则主动出声 用非常有雌性的声音笑道 东瓜村一爸 愣着做什么 滚过来和为师喝两杯 时隔不知多少年 再次听到师父熟悉的声音 少年不禁笛子一酸 踢着自己的扁平青花雌糊 来到李明如面前 然后紧紧抱住了她 哎 你这孩子现在 怎么这么肉麻了 突然出现的李明如 一脸哭笑不得 是不是每次为师的出场方式 都不同反响 你太激动了不应该啊 这次为师的出场 已经很平淡了呀 嗯 难道是为师 最近又变帅了扑吃 被逗笑了的林小璐 撤开拥抱 然后看着李明如激动到 师父 你怎么知道 我在这里的很简单 神石一放开就找到了 快低狠 林小璐 果然啊 武者修炼到自己这种境界 虽然战斗力很强 但在各种特殊功能上 确实就比修仙者要少太多了 没有修仙者的种种便利 她看了看四周 然后好奇问道 掌门姐姐呢 她回峨眉了 为师一个人来的 村道口 李明如笑呵呵地说道 为师和你掌门前几天回了峨眉 知道你出现了 还听小月 说了你的遭遇 于是便散开神石找到了你 说完 她一脸洋洋得意道 简单吧 呃 简单 林小璐刚大地应了一下 随后便一脸兴奋地拉着李明如 师父随我进村坐坐吧 我有事情想问你 哎哎 先不急 师姐只给了为师一个时辰的时间 一个时辰之后 要么为师带你回去 要么为师自己回去 李明如看着面前 自己一手拉扯大的徒弟 笑说道 小璐啊 咱们师徒俩 也有很久没见了 为师确实有很多话想跟你说 嗯 徒儿也是 林小璐点头如捣算 随后问道 师父 我在望川的遭遇 你听说了吗 面前 李明如先是笑眯眯地点头 随后猛地抓住林小璐的肩膀 为师有几件事情 需要跟你详谈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走 我们换个地方说 话音一落 还未从惊喜中醒悟过来的少年 便直接上了云霄 只一转眼 便来到了千里之外 清澈的河流 河流里洒着被清风吹来的粉色花瓣 河流对岸 是两座坟营 河流这边 是一局已经下完的棋盘 以及另外一座坟营 李明如来到河流边坐下 将脚身进水中轻轻晃悠 全程安安静静 非常静谧 身后的林小璐 则是一脸茫然 师父 这是何处背对着她的李明如笑了笑 这是我跟清澜准备养老的地方 你看看 风景好不好 林小璐环顾了一圈四周 随后点点头 挺不错的 安静 惬意 风景如画 不过师父 这里怎么有三座坟 李明如洒脱的笑了笑 道 你后面那座坟 是仲妮先生的 仲妮先生 林小璐整个人瞬间一僵 随后一脸惊恐地扭过头 看向身后普普通通 仿佛凡夫俗子所用的香野坟堆 仲妮先生居然 少年的话语卡在喉咙中没有说出 脸上更是写满了不敢相信 而河水中泡脚的李明如 则简单笑了笑 小璐 你知道吗 其实这个世界 是没有真正的神明的 哪怕是这茫茫宇宙 也会有寂灭的一天 所谓的长生 所谓的永恒不死 终究 只是痴人说梦 说到这里 李明如扭过头 对少年说道 仲妮先生也曾教导过你 去给他倒壶酒 磕个头吧 等你磕完头回来 为师 就给你上最后一磕 看着师父的背影 林小璐默默点了点头 然后怀着沉重的心情 向仲妮先生的坟营走去 他将酒壶里的酒水 尽数洒下 然后对着坟营 重重磕了三个头 起身 回到河岸边 少年开口 师父 我做完了 李明如冲他招了招手 坐 林小璐点头 然后来到师父身旁坐下 同时跟他一样 脱了鞋 将脚伸进清凉的河水中 轻轻摆动 荡出一圈圈连衣 面前 李明如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 另一只手指着 和对岸相邻的两座坟 笑问 知道那两座坟是谁的吗 林小璐想了一下 猜测到 一座是沐小军前辈的 李明如微微惊讶了一下 忘了他一眼问道 你居然知道小军林小璐点头 若师娘和陆前辈跟我说的 师父您再给一个名叫 沐小军的前辈守木 闻言 李明如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样 那难怪了 小洛 那你知道这第二座坟 是谁的吗 面对第二座坟 林小璐就真认不出了 果断摇头 见他不知 李明如笑了一下 拧开酒葫芦的盖子 自顾自喝了口酒 道 这第二座坟 是木招哥的 林小璐 带着粉色花瓣的河岸边 少年一脸惊讶地看向李明如 李明如也笑看着他 良久 他微笑着说道 当年 他要与维师做个了断 正好 维师也要为无数因他而死的神州人 讨一个说法 所以 所以 师父和木招哥决战 最后打败并杀掉了他林小璐猜测 面对少年的猜测 李明如摇了摇头 眼神中也起了一丝落寞 败的 其实是维师 林小璐 场中 李明如略显苦涩地笑道 维师修为虽回巅峰 但毕竟 是有三百多年的空白期 而小潮在这三百年来下大一粒苦修 到最后 他无论是向死而生的心境 还是万法归零的绝对实力都确实要比维师更胜一筹 那木招哥是怎么死的林小璐问 李明如笑了笑 目中闪过一丝回忆 轰隆 漆黑的天空 无尽的暴雨 伴随撕破黑暗的绝对雷霆 贯彻天地 嗨嗨 拉着血丝的辛红血浆 撒进满是雨水的地面 却转瞬便被瓢泼大雨冲刷消失 勉强站立着的男人劈头散发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最后更是不顾被摘星爵贯穿的胸膛 对丹西 跪在地上的李明如愤生怒吼 所有人都可以阻止我 只有你不可以 只有你不可以 哄 雨水被灵力冲碎 席卷出惊涛骇浪般的极致黑光 男人一把掐住李明如的喉咙 带着他整个人一路飞冲 最后将其重重撞在冰冷湿滑的墓碑上 那一刻 暴雨肆虐 雷霆闪耀 重伤的男人 瞪着血红的双眼 发出从喉咙深处爆发出的冲天咆哮 你是我姐最爱的人 所有人都可以阻止我 只有你不可以 你没资格 河岸边往事回眸 李明如深深地叹了口气 随后露出一个有些无奈的笑容 小鹿 每个人心里总会有一些放不下的人 因为生命其实很脆弱 他抬起头 看着岸边的两座坟营 说道 穆小军 是你师父我一生中所见过 最美好的女孩 而小巢 则是她的弟弟 他们姐弟俩的关系 有些像你和小月 因为他们也是孤儿 小巢呢 则是由穆小军一手带大 对于小巢来说 穆小军既是姐姐 也是全部 景色优美的池边 李明如晃着脚 捧着葫芦 不急不缓地讲述着 很多年前 我和小军相识 那时候为师还很年轻 刚刚突破结丹镜不久 而她则是个住击镜的小姑娘 小巢也同样是住击 我们在凡间认识 并一起闯荡江湖 就像你小时候经历的是差不多 我们一起住客栈 一起吃肉 一起喝酒 一起见识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 一起游山玩水 一起冒险 一起寻先问道 一起变强 一起寻找各种机缘 在这样日复一日的过程中 我们三人的感情变得越来越真挚 我和小军也产生了特殊的感情 而小巢也非常认可我 他总是会见兮兮地问我 什么时候能当他的姐夫 他等着吃喜糖很久了 听到这里 林小璐微微诧异了一下 他没想到自己师父以前 居然和慕昭哥关系这么好 此刻 他看着目光唏嘘不已的李明如 主动猜测道 师父 后来是因为慕小军前辈意外死亡 所以您才会和慕昭哥决裂文言 李明如摇了摇头 笑道 不是因为这个 不是因为这个 那是因为什么听到询问 李明如扭头看向林小璐 看了一阵后 他突然话锋一转 问道 小璐 你想让江宁复活吗 这个问题一出 林小璐直接下意识点头 而李明如则乐呵呵笑了出来 小巢跟你想的一样 他想让他姐姐复活 林小璐 面对徒弟疑惑的眼神 李明如转过头 喝了口酒 目光五味杂沉的同时再次笑道 小军确实是因意外而死 而小巢则不愿接受 养大自己的姐姐离世 从小军死的那一刻起 他便立誓要打破六道轮回 去找寻他姐姐的转世 啊 听到这里的林小璐 终于失态了 一脸震惊地看着自家师傅 找死者的转世 还可以这样见少年一脸呆滞 李明如不禁乐出了声 随后点了点头 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 先用一些绝世法宝 或者通天修为什么的 来修复和保存死者肉身 然后等个一二百年以后 就可以去寻找死者的转世 如果找到便将灵魂 从转世之体的肉身上剥离 因为没有人敢保证 自己的下意识一定会是人 所以这一步也是必须要做 而完成这一步以后 就可以将剥离出来的灵魂 投放到原先的肉身中 再不断以灵力温养 并用还灵不死经 让死者一步步回复生前记忆 到最后便彻底逆天改命 破坏六道轮回和谐 死而复生了 说完 李明如看向一脸猛逼的少年 笑问 怎么样徒儿激不激动 看着师傅的笑容 林小璐猛逼地张了张嘴 没吱声 他确实很想念江宁 也曾对自己和江宁的故事 感到刻骨铭心的遗憾 甚至许多时候从梦想中醒来 眼角都是湿润的 但 师傅 复活一个人 需要什么代价吗 他问 代价 自然是需要的 李明如看向岸边坟营 目光唏嘘地说道 自古以来 无论是修仙者 还是凡人 都有一个相同的困扰 就是死亡 无论是人 或者灵兽 鬼怪 精灵 还是其他 甚至无关善恶 每个生命的成长历程中 都肯定会有一些重要的人 例如亲人 朋友 伴侣等 万物皆是如此 而生命短暂脆弱 即便是天人尽大能 也时常会因意外陨落 所以走到我们这一步 又有几人不曾经历死亡 经历分别呢 他叹了口气 继续讲述道 小潮是个有头脑 有野心 有毅力的人 他想复活自己的姐姐 为此甚至不惜破坏六道轮回 所以仲尼先生 剑商 小凤凰 以及其他的一些道友 才联手阻止了他 而在这些阻止他的人中 也包括我 说到这里 李明如停顿了一下 似乎是在心中 起了一丝愧疚 他接着说道 小潮之所以会那么恨我 是因为他认为 小军爱我要超过 爱他这个弟弟 但我却不允许他 复活小军 所以他觉得 我背叛了小军 背叛了他的姐姐 所以他当时才会说 所有人都有理由阻止他 唯独我没有 故事讲完了 河流边 林小璐惊讶地看着李明如 李明如也笑呵呵地看向他 很意外 嗯 林小璐脑瓜指点 师父 您为什么不同意 沐昭哥复活目前被李明如笑了下 因为复活一个人 设计实在是太大了 李明如耐心给少年解释道 真正意义上的复活一个人 其实是会设计许多问题的 如果是刚死亡不久 倒还好说 借尸还魂就好了 但小军是在一处非常偏僻的地方 被妖兽杀死 死时也无人知晓 我和小巢 都是在他很多天不出现后 才发现他失踪 而那时已经晚了 小军也没有什么怨念 很自然地归于了轮回 李明如说道 小璐 你师父我是修行之人 首先确实是寿命极长 长得足以等到小军的来世 但如果为师 或者小巢因此去找寻小军的来世 并将其魂魄剥离 那对于小军的来世父母于何故 假如说小军的来世还是人 那她的生母怀胎十月将其生下 我们却直接将别人女儿夺走 并变相地杀死对方女儿 你觉得 这对吗 再者说 六道轮回本就是生命 和灵魂的基本法则 是轮回的平衡 小军既然转世 那就代表他 会有新的人生 会有新的开始 于情于理 都应该和我们划清界限 而我们为了一己私欲 强行破坏轮回法则 剥夺他迎接新人生的权利 这自然也是不妥的 可如果他的新人生并不美好 那林小璐迟疑着反驳道 出生在穷苦人家 受尽欺凌 或者来到了什么兵荒马乱的年代 那师父 您是带他脱离苦海的呀 再不济 给他一些帮助 也是很不错的事情吧 面对少年有理有据的质疑 李明如却再次摇头 他看出自己的这个徒弟 对复活江宁很心动 也难怪 世上遗憾何其多 又有几人可以压下 重建至爱的诱惑 这确实是人之常情 场中 李明如只好继续讲到 你说的这一种情况 实则就触及到第二个问题了 也是最现实的问题 即破坏六道轮回 相应会产生的后果 河岸边 李明如看着少年说道 我们的三千大陆 每个大陆 都有一层自己的天道管理 彼此互不干涉 而在这三千天道之上 还有一层无意识 无智慧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深层次天道 为师称之为无上天道 这个天道 包含了包括六道轮回 生老病死在内的一切基本法则和定义 至于这无上天道是如何出现的 无人知晓 小路 你要知道 三千世间每一种法则的出现 都是需要无上天道一点一点积累 才能成形的 就比如在上古年间 天地倾酌不分 阴阳逆乱 杂乱无章 人世间更是没有任何规则 法则 一切都是最原始的混乱 那假如六道轮回被打破 就会造成轮回紊乱 彻底崩盘 因为法则被打破了 那法则本身存在的意义就没有了 所以 这一条法则 就会彻底消失 这样一来 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就不会有六道轮回的存在 最终结果 就是世间的生灵死亡之后 灵魂无法转世 只能游荡于天地间 变成孤魂野鬼 渐渐地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们的月年利器会不断加重 最后就会理智尽失 化为危害人间的利鬼 而今后所有生灵的新生 也将会是一句句没有灵魂的活尸 到那时 三千大路就会彻底变为地狱 这种情况会持续很久 直到新的法则出现 但 你觉得天下苍生 还能坚持到那个时候吗 听到这里 林小璐整个人都觉得头皮发麻 他没想到 打破六道轮回的结果会这么严重 下意识想象一下师父说的情况 确实恐怖 整个世间 所有动物 植物等等死去的灵魂 全部化作厉鬼 丝合流边 桃树下 李明如重重地叹了口气 六道轮回虽苦 但本质上也是一种平衡 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 有的人一生受尽天下苦难 有的人一生享尽世间富贵 但他们 最终都会死 而到了下一世 一切就又将重新开始 每个人也都会有新的人生 所以 他既是生命的公平 也是阴阳的平衡 所以为师阻止小潮 所谓的 就是守护这种平衡 说完 李明如看着面前低头沉默的少年 拍了拍他的肩膀 每个人的人生 总会有一些遗憾 错过一些对的人 错开一些对的事 许是这世道无常 往来如此 所以那些该放下的 终归是要放下 小璐 我们很强大 但我们依然会有各种各样的遗憾 因为我们还不是无所不能 但我们的人生 不应该由遗憾决定 应该由我们自己去决定 有些事 有些遗憾 坦然面对 埋在心中 便是可以了 就像你小时候常说的 一个真正的强者 总是怀有一颗伤痕累累的心 而无论这颗心 再如何饱经风雨 我们也能让它 继续强而有力地跳动 这 便是强者了 说到这里 李明如对少年 露出了一个赞许的微笑 小璐 人生如歌 悲欢自谱 李明如寂静的河岸边 林小璐看着河水中自己的倒影 低着头 一言不发 李明如提着酒葫芦 侧头看着他渐渐松开的眉头 知道自己这位徒弟 已经从心底里开始放下 也露出了喜悦的神色 行了 今天这堂课 为师 就给你上到这里 怎么样 要不要跟为师回峨眉旁边 林小璐沉吟了一下 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先抬头问道 师傅 我最近一直在研发心武学 现在在许多方面 都有了质的突破 唯独一个问题 迟迟没有办法 徒儿想问问师傅的想法 李明如笑眯眯地喝了口酒 嘴里招呼了一声 放 林小璐点头 起身开始脱裤子 李明如 她强忍着一脚踹上去的冲动 小马 你个小兔崽子疲养了 是不是你小时候不是这样的 嘿嘿 林小璐傻嘻嘻笑了下 然后开心笑道 师傅 徒儿的问题就是人 如果不用妖兽血脉和药育泡澡 该如何提升人的身体强度 河边 新晋已开始往返扑归真之境发展的少年 连笔带话道 徒儿在望穿悟道四百年 期间就有思考过新武道 但却一直突破不了这一层关卡 后来徒儿和吴构 汤圆 还有帅帅鸭一起研究过 我们都认为 人的身体是一切的根本 只要可以突破肉身难关 那所谓的武道极限 就可以打破 说完 少年满脸期待地看着李明如 目光真知道 师父 你有办法吗 哦这个呀 李明如提着葫芦 摸了摸下巴 思索地想了想 这个问题 应该算是困扰人世间无数年的问题了吧 像三封真人 陈团老祖那样的武道宗师都不知道 为师能有什么办法 呃 林小璐猛了一猛 然后瞬间无脸 见少年捂着脸 一副失望的模样 李明如忍不住笑出了声 把酒葫芦往他面前一送 笑道 干了这壶酒 为师 就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 说不定会对你有帮助 此话一出 林小璐瞬间眼前一亮 然后二话不说 直接抱起酒葫芦 咚咚咚狂冠 李明如则一边看一边在旁边称赞 不得了不得了 几百年不见乖徒儿 酒量见长啊 对 酒葫芦送你了 啊师父 你要把这个葫芦 送给我还没喝完的林小璐一惊 他听掌门姐姐说过 这个葫芦 是当年师公送给师父的 也是师父对师公最后的怀念 陪伴他好多年了 面前 李明如看着一脸惊讶的少年笑道 怎么样 是不是受宠若惊 不是啊师父 我是想问您的酒葫芦都给我了 那本道门无上太厉害 心惊什么时候也传给徒儿 徒儿期待好久了 李明如 滚 林小璐抱着葫芦直笑 这一刻 看着面前再次变得由衷开朗的少年 李明如忍不住在心中感慨 自己大老远来一趟 用自己的过往故事做引导 好不容易让这小子放下执念 度过心魔 怎么这小子又开始变剑了 嗯 现在后悔还来的几步 场中 气得胃疼的李明如 苦口婆心地劝道 小璐啊 其实为人老成一点也挺好的 你也一把年纪了 还这么贱 为师会感到很丢脸的 尤其你以后拿着为师的葫芦 出去行走江湖 被一些故人看到了 为师的面子 往哪个人嘛 出来混 始终都是 要个面子的呀 一个时辰后 隔阂流边的草坪上 林小璐一手抱着八月孕妇一般大的滚圆肚子 一手拿着酒葫芦 依靠桃树打着酒葛 师傅 您葫芦里的酒我都喝完了 您能告诉我了吧 隔一旁的李明如捏着鼻子 嫌弃地扇了扇酒气 她这葫芦跟那戒差不多 只是不需要领法 有酒就直接往里面灌就行 先前给林小璐的时候 里面应该还是有几缸清酒的 自己也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结果这小东西居然真喝完了 嗯 有点拽 看着醉熏熏抱着肚子的少年 他没好气地笑道 为师要说的这个秘密呢 其实和你的忘川也有些关联 林小璐 场中 李明如缓缓讲述道 你进入忘川悟道的这些年 为师和仲妮先生也没闲着 一直在研究域外 后来呢 为师搜集了三千大陆无数珍宝 甚至让热情好客的杀老鬼 造了一件距离玉石棺 并在你上官大叔的友好资助下 带着足足十二万枚几品零食 和大量珍贵俘虏 法宝 客硬等一起前往域外 一路上用灵力抵抗域外轻视 一边消耗灵力 一边用各种天才地宝补充 用这种方法去域外查探 就是想看看 这所谓的域外到底有多大 嗯 老大 您能说实话吗 林小璐一脸狐疑地问 话语被打断 李明如也不生气 他先是看了看 自己家徒弟狐疑的目光 随后咳嗽了一下 脸不红心不跳得道 好吧 为师打了杀老鬼一顿 抢了他第二口 留着入土的棺材 然后又跑到南疆 把二狗子攒了几百年的私房钱 全部偷光 为师后来听说 他抱着被偷空的箱子 嚎啕大哭 嘖嘖 这老不死的是真能好 哦 林小璐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表示这才合理 场中 李明如继续说道 为师当时前往域外 一路全速飞行 在如此充盈的灵力补充下 为师去到了 从未有人踏足的域外最深处 最终 在足足飞了小半年的时光之后 为师见到了一块墓碑和一座宫殿 啊 听到这里 林小璐真坐不住了 整个人哗啦一声从草地上坐起 一脸震惊地道 域外原来是有东西的 李明如点点头 随后惋惜着说道 只是可惜 当为师抵达那里的时候 所携带的一切 基本都消耗尽了 根本无法踏足 而且越靠近那里为师的灵力 就消耗越快 最终只能无奈返回 不然会被域外彻底吞噬 再加上域外完全没有方向 那里又无时无刻不再发生变化 即便为师天资聪慧 也不可能记得 这小半年来的飞行角度和方位 故后面几次去 都再找不到那里了 师父 那个墓碑和宫殿 是什么地方 上面有字骂林小璐一脸好奇的吻 李明如苦笑了一下 说道 当时为师因为灵力 消耗严重 故也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 只能看到离得稍近些的墓碑 上面有三个太古象形文字 为师也不认识 只好先记下来 回来以后 为师便去请教了仲尼先生 仲尼先生说 那三个字是 盘古墓 盘古墓 林小璐呆滞了一下 他不知道这个盘古是谁 但感觉好像 很掉的样子 场中 他冷冷地看着面前的李明如 而李明如也同样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小璐 你听说过那个时代吧 那个非常久远的时代 那个修仙界还没有诞生的时代 那个被称之为 洪荒的时代 世间本是一个混沌 混沌为永恒 无天地 无时空两度 无生灵 无善恶美丑 无恩怨纠葛 无始无终 此 视为圆满 视为 虚 而后 在这篇混沌中 出现了一位名为盘古的神圣 他是一切的最初 是起点 他以点破面 以开天府 劈开永恒混沌 开天辟地 以太极图定地火风水 分清酌乾坤 后因开天而历劫生死 死后身躯化为六道 打造洪荒世界 至此 这个世界才真正出现 盘古死后 天地世界成形 洪荒世界出现 但在那个一切最初的时代 一切规则的大意志还未成形 整个天地杂乱无章 日月不分 阴阳不明 世间更是生存着各种奇珍异兽 终日杀戮 一刻不停 在那个时代 天空中有一盏万米的九头怪鸟 沙漠里有弃吞山河的沙海魔虫 海洋中有体如碧海的八手墨丘 地面上 也有砖吃巨龙的大地邪珠 那个时代 万族灵力 万寿相争 人族作为一种比较弱小的种族 只能夹在这些洪荒巨兽之中 艰难度日 苦苦求生 后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 天地渐分 清卓渐明 人族中有勇敢之人 因奇特机缘变得强大 那时天地间的灵气 还夹杂着太多的浊气 无法被人族吸收 修仙者的时代 也还未到来 故 在不知多少年的洪荒历史中 人族先祖找到了另一条强大伟岸之路 相传 曾有十日凌空 燃烧大地 后有人族的部落首领 例如天神 开宫摄日 相传 曾有人族帝王 用神石铸剑 定乾坤苍茫 相传 曾有凡夫俗子天生神力 镇压万族 要人族千古神威 传说 数之不尽 浩如烟海的传说 争奇斗艳地出现在那个 还没有修仙说法的年代 如同走马灯花一般 叫人目不暇见 或许 在那个时代 人和神灵的差距 真的不大 三千大陆 青森大陆 日食道宗 一根黑色的发丝 混迹在黑夜的阴影中 仿佛从天而降的清雨一般 在空中翻滚着缓慢落下 此时 夜已深了 位于穷奇山谷的日食道宗 到处静悄悄一片 宫殿房屋 园林雅道 皆是黑灯瞎火 只偶尔有一两位巡夜的修士 提着灯笼 在宗门中悠闲走过 在如此隐蔽的情况下 黑色发丝随着夜风缓慢飘荡 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最终 发丝落进了一片荷花池中 悄无声息 而荷花池旁边的长亭里 正有一位巡夜的少年修士 对着一根支撑亭顶的圆木柱子 叽叽咕咕咕地说着话 柱子啊柱子 你说我要不要跟师姐表白那夜晚 偷懒的少年提着灯笼 对着圆珠一脸纠结道 师兄告诉我 男人上手要有腔调 要拽一点才行 你说我如果跟师姐表白 应该怎么个拽法呢 难不成明天见了师姐 就跟师姐说 师姐 师弟想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勇武 这会不会太猥琐了呀 可是师兄也没说 怎么样才算是拽啊 师父也没教过 他俩都没谈过道理 单身好多年了 还非要教我 哎 真是头痛 来宗门之前 我答应我娘 给他带个儿媳妇回去的 现在我都十五岁了 爹娘还盼着接儿媳妇呢 清冷的月光下 为情所困的少年 拍了拍额头 一脸惆怅 而正当他纠结自己该怎么做时 身后忽然传来一声清醒 什么人 巡夜的少年 瞬间提着灯笼转身 可刚转过身 他就被一只仿佛黑色焦炭做成的手掌 直接穿进了肚子 啪哒 冒着热气的血浆滴在地面 少年睁着瞳孔放大的双眼 呆滞地看着面前的物体 那是一个浑身 如同黑炭一般的人形物体 没有五官 没有相貌 只是他的手掌 插进了少年的肚子 握住了他的脊椎 法力低位 还只是日时道宗外门弟子的少年 毫无反抗能力 此刻他整个人的身体 都在抽搐竞篮着 他想张嘴喊人 结果一张口口腔 就被淤血堆满 止不住地往下流 而体内过重的伤势 更是让他的力气 灵力 意识等等 飞速消退 他无力地抽搐着 血浆也不断地洒落在地上 整个人都开始变得绵软无力 只能无助地 被这人形生物握在手里 少年看着对方 放大的瞳孔 开始变得涣散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 他想到了 入门以来 师父对自己和师兄弟们的 尊尊教会 雇佣经最后的力气 发出了一点点声音 邪魔 歪 道 我 背 猪 人形物体听着少年 近乎无意识地呢喃 微微歪了下头 似乎是在思考 两久 物体收回手掌 只听咔嚓一声 年仅15岁的少年 立刻自腰部断成两截 整个人折着摔在地上 溅起一片雪花的同时 少年破碎的脏气 也从肚子上的血洞中躺出 血泊中 少年的眼神彻底失去色彩 死不瞑目地睁着 嘴巴里也最后呢喃了一声 知 少年死了 死得很安静 而在他的尸体面前 出现了一个新的他 五官 服饰 全部一模一样 只是这个少年的眼神中 带着浓浓的不屑 手中 还握着半截血淋淋的脊椎骨 看着脚下惨不忍睹的尸体 他开口 用和少年完全一致的声音笑道 日食宗外门弟子 林之礼 对吧 通过抚摸 我感受到了你的记忆 已经初不了解了这个世界 非常感谢 想必你也一定很高兴 成为了我们一族获得的 第一份贡品 说完 他抬起头 看向远处的一座宫殿 露出微笑 你的宗主是原音静 然后宗主之上 还有个老祖对吧 我们一族只对比较强的人感兴趣 我正好可以看看 这个世界生灵的实力 话音一落 少年便瞬间消失在漆黑的长亭之中 长亭中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只是天上清冷的角月 似乎都哀叹 这正值青春年华的少年修饰惨死 降了些月光 照耀在他凄惨的尸体上 与此同时 宫殿后方 一座生长着茂密竹林的山头之中 穿着外门弟子服饰的少年 瞬间出现 微笑着 大摇大摆走向竹林深处的木屋 吼 一声唬笑突然传来 直接打破这寂静的夜晚 紧接着 一头银白猛虎从天而降 拦住了少年的路 见到眼前的银白猛虎 少年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他看了看木屋周围的环境 发现院中有一堆劈开的木柴 木柴旁还放着一把柴刀 顿时眼前一亮 笑眯眯地对着木屋和猛虎抬手行礼 外门弟子灵之礼 深夜打扰老祖 非常抱歉 还请老祖现身 让弟子用柴刀将您老堕碎 弟子自当感激不尽 此话一出 院落中的白虎 顿时目露凶光 可就在这头原音尽灵兽 抑制不住地 要扑上去 将这名大胆弟子撕碎时 木屋的门突然被缓缓打开 夜风中 一位粘制骨系的长眉老者 从屋中走出 老者一出来 便看着竹林小道中笑眯眯的少年 长眉微咒道 你是何人 你将我日识道宗的人如何了听到质问 灵之里清秀的少年 面容露出微笑 随手一抛 半截星红的脊椎骨 立刻在空中滑出一道长长的弧线 咚的一声掉落在老者脚下 惨白的月光下 老者看着那血淋淋的半截骨头 赫然瞳孔一缩 妖孽 深山里 竹林中 大作 愤怒的老者和原鹰白虎同时飞出 而一只笑眯眯的灵之里 则念头一动 下一刻 一道黑芒自他脚下蔓延 几乎是转瞬之间 变化作一道通体黑色的半圆形罩子 不管是他自己 还是老者 白虎 亦或是这竹林小屋 都被这黑色罩子笼罩 而随后 他才彻底冲出 身躯化作黑色流光 在半空中 和日识老祖对上 好 昂阳的虎啸声带着雷霆之威 日识老祖 更是发出催山之力 而面对这一个天人强者 一个原鹰灵兽的联手攻击 灵之里却是坦然自若 在双方碰面的瞬间 他便用一道古怪的气浪 震开日识老祖 同时双手一上一下 挡住原鹰白虎的扑击 被震开的老者惊讶万分 亥然道 你用的不是灵力 半空中 灵之里双手抓着白虎上下两额 将白虎整个提在空中 任凭这笔他体长数倍的白虎 如何嘶吼挣扎 都纹丝不动 只冷笑着说道 老祖见笑了 弟子这是混沌之力 说完 他便不顾白虎挣扎 双臂猛地一盏 死了 一声巨响 古怪的气浪贯穿一切 巨大的白虎 直接被这股气浪 从上下两额中间生生劈开 一路劈到尾部 原因竟灵兽 竟被灵之里 活活撕成了两半 山居 半空中 破碎的脏腑大肠 混合着血水大片大片的落下 血腥至极 看到这一幕的日食老祖 更是目自欲裂 悲愤至极 天空中 灵之里一手拎着一半虎狮 两只手上下抖动着血手 笑盈盈地道 血还真多 哄 一声巨响 彻底愤怒的日食老祖飞冲而来 手中更是凝聚出一柄狭长的铜钱剑 日食开天绝 老者的铜钱剑 瞬间燃起熊熊烈火 烈火在剑上凝聚成一颗温度极高的赤色火球 将整个铜钱剑身笼罩 那一刻 飞冲向灵之里的日食老祖仿佛吃着一枚太阳一般 然而 面对天人静的全力一击 灵之里却只是平静一笑 开天绝老祖 您和那位开天的大能相比 差得可是有点远啊 说完 他竟不惧老者铜钱剑的高温 毅然决然对剑一掌 直接就打崩了世间所有火属性灵法中的最强灵法 筐 漫天的火浪在黑罩中整个爆开 极致的高温冲撞在四周的黑色罩壁上 化作大鼓大鼓的灼热白烟 此刻 罩子内部上空烟雾缭绕 伸手不见无止 而在这滚滚浓烟之中 灵之里挟持日食老祖疯狂出手 日食老祖亦是拼命反抗 铜钱剑散发的灵力 和灵之里的混沌之力到处暴窜 不断打在黑色罩壁之上 而黑色罩子内虽然爆发着激烈的战斗 罩外却是无声无息 没有一点动静 仿佛依旧是平静祥和的夜晚 哗 鸡斗树下 滚烫的烟雾猛然爆开 少年白皙修长的手掌 从烟雾中穿出 一掌打在日食老祖胸口 破 老者闷哼一声 吐出一口血雾 整个人也直接飞摔出去 整个人 筐 得一声斜着摔进下方泥地 接着一路翻滚 最后又是筐 得一声爆响 将木屋外堆积如山的木柴 撞得满天乱飞 整个小院都变得一片狼藉 呼 呼 呼 满目疮痍的小院内 重伤的日食老祖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他捂着胸口 嘴角挂着鲜红的血丝 用一只胳膊肘撑住地面 艰难地想要起身 但一时间根本使不上力气 哗 半空中的灵之里落地 依旧是笑眯眯地看着他 老祖啊 你们用的天地灵气太落后了 哦不对 应该说是 你们这种生灵太落后 只能吸收灵气修行 而不能吸收灼气 不像我们 可以吸收同时包含灵气 和灼气在内的混沌气息 嘖嘖嘖 看看你 可怜虫一个 还是别反抗了 你不是我的对手 乖乖让弟子堕了得了 灵之里一边说笑 一边相逛集市一般 走向日食老祖 而看着这一步步 向自己走来的少年 日食老祖 自然也是惊恐万分 他下意识 想要顺移逃脱 但却发现自己 根本出不了这诡异的黑色罩子 连神识都放不出去 发现这个情况 日食老祖 内心顿觉悲愤交加 咬牙怒斥 阁下究竟是什么人 为何如此 面对这个问题 总是笑眯眯的 灵之里没有回答 只是悠哉悠哉地念叨 混沌未分天地乱 茫茫秒秒无人见 自从盘古破鸿蒙 开辟从姿轻着变 不明所以的诗句念完 在泥泥中挣扎的 日食老祖突然消失 紧接着直接出现在 灵之里身后 给老夫死 啪 一声脆响 日食老祖偷袭轰出的手掌 被灵之里直接握住 紧接着不等他反应 灵之里便抬脚一踩 旁边架在碎木块上的柴刀刀柄 柴刀受力 顿时旋转着飞起 随即被他一把握住 而拿到这 普普通通的柴刀之后 灵之里毫不犹豫 笑嘻嘻地 对着老人的脸 就是一刀 普通的柴刀 在他的手里 犹如神兵利器 直接斜着 消掉日食老祖小半块头颅 啊 许是天人竟修饰 生命力顽强的缘故 日食老祖并没有立刻丧命 而是抱着头颅 在血泼中满地打滚 你要不要原神出窍一下 也可以缓解一些痛苦 虽然结果都没什么区别 看着脚下疯狂哀嚎的老祖 脸上满是雪花的少年笑道 真是低等的生灵啊 说完 他抄起手中的血腥柴刀 狠狠劈下 木屋前 他一下接一下地劈砍着 似乎是在玩一个新奇的游戏一般 非常享受 直至日食老祖彻底毙命 也不停手 不就 黑色罩子内 日食老祖的魂阔疯狂乱窜 但却根本出不去 只能绝望地 在照避前不断拍打呼救 而在他后方 一身血污的灵之礼 任由他高声呼喊 完全没搭理他的意思 只继续笑着剁自己的肉 他动作夸张 挥舞柴刀的幅度巨大 完全不似人形 在这深夜 显得异常惊悚 终于 日食老祖的肉身 彻底变成了肉泥 灵之礼也心满意足地站起身 他先是擦了擦自己脸上的血浆 随后对着照避前 绝望哀嚎的魂魄 再次露出招牌式的笑迷你表情 看到那个笑容 知道自己即将魂飞魄散的 日食老祖瘫倒在地 只能哆嗦着背豪 会有人 收拾你的 扑痴 黑色木屋下 使我柴刀的少年 忍不住乐出了声 他看着绝望的日食老祖 细血地笑问 哦是吗 谁能收拾我呀 黑色的夜晚 满身血污 背靠月光照耀 好似屠夫一般的少年 仿佛听到了人世间最好笑的笑话 对着日食老祖的魂魄 捧腹大笑 哈哈哈哈 谁能收拾我们 哈哈哈哈哈哈 河岸边 林小璐听完故事 一脸震撼 原来在很久以前 哪怕不修仙 人族也可以凭借绝对强悍的肉身 抗衡无数远古怪兽 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老大 那些仙辈那么掉 为什么后来没了呀 是舞刀的传承断了 还是面前 李明如摇了摇头 舞刀在那个时代和修仙一样 都还没有出现 更没有成形 而那些仙辈 除了肉身绝对强悍以外 其他的多数都和凡人一样 寿命也是如此 说完 他拍了拍林小璐的肩膀笑道 小璐 你说你的新舞学 已经开创出了 不输天地灵力的全新内力 就连折龙睡当宫 也已经加以改进 可以大幅度提升灵魂纯度 不受一切幻术影响 现在只剩下了 肉身淬炼的难关队啊 提起自己的新舞学 林小璐立刻来了精神 满脸期待道 老大您知道洪荒时期 古人修炼身体的方法吗 文言 李明如笑了笑 目光转向河岸边的翠绿坟婴道 方法为师并不知晓 只是和仲尼先生有过猜测 那座盘古墓后面的神秘宫殿内 会不会存在洪荒古人留下的一些机缘什么的 可是老大您 不是找不到那座宫殿的位置了吗 少年捧着胡落 目录郁闷地说道 域外没有方位 又无时无刻不再涌动变化 您当初飞了小半年 才飞到 现在就更不可能找到了 看着一脸郁闷的少年 李明如忽然眉头莫尾的一笑 小璐 有些事情啊 就是这样 无心插柳柳成音 人生偶尔也是 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惊喜的 林小璐 河岸边 她抬起头 猛逼地看着自家师傅自信的笑容 一老一少 一个自信满满地笑着 一个猛逼地看着 两久 李明如才终于神秘兮兮地开了口 傻徒弟 你可能还不知道 一直藏在你灵魂深处的望穿 有可能就是一条通往域外的神秘通道 一年多以前 无尽的黑色湖水之上 坐着一位盘腿而坐的少年 少年闭着双眼 一动不动 身形宛如雕塑 不知过了多久 少年的体表 开始散发出淡淡的光辉 这些光辉在黑暗中 变化着五彩斑斓的颜色 仿佛一个个黑夜中的小精灵一般 围绕着少年安静飘舞 不久 自少年坐下 无边无际的黑色湖面 忽然扩散出一道圆形涟漪 圆形的涟漪 仿佛波浪一般 以它周身为圆点 向四面八方飞快扩散 似是要一直扩散到黑湖尽头 而这道涟漪散开后没过多久 又有一道涟漪 自少年周身扩散而出 同样的无声无息 同样的不断变大 这一刻 少年掌握到了 他成为了世间第一个 以舞者身份 悟到成功 并触摸到法则的人 先修灵 五修身 少年坐下的涟漪 开始不断扩散 亘古不变地望穿 也因为它的存在 而开始荡漾 就这样 在不知过了多久之后 扩散速度 越来越快地涟漪结束了 而没过多久 一道道回流的涟漪 忽然从远处 游远到近地回流而来 带着一股股黑湖之水 源源不断地涌进少年体内 过了许久 望穿消失了 少年也睁开了眼 那一刻 他看到了碧蓝的天空 和璀璨的骄阳 或许 是望穿认可了他吧 安安静静地河边桃树下 林小璐在李明如的手掌 扶顶之中 回想起了自己离开望穿的时刻 他睁着双眼 惊讶问道 老大 您知道望穿李明如嘚瑟的笑笑 听仲尼先生说起过一些 不多 说完 李明如他从水中起身 站在草坪上 对着斜阳舒服地伸了个懒腰 为师从域外回来以后 就和仲尼先生讨论过 那时候 仲尼先生就提出过一个猜想 跟望穿的一些情况很相似 仲尼先生认为 洪荒时代 世间的整个体积 要比现在大得多 后来因为域外数万年来的吞噬 导致许多地方都消失了 而盘古墓和那座宫殿之所以没有 被域外吞噬 很有可能 是因为他们处在一个绝对安全的投影中 本身并不存在 就连为师当时看到的 也只是一个海市渗楼一般的虚影 所以必须要通过某种媒介 才能够真正到达那里 只不过那时候 为师和仲尼先生都没想过 那个媒介会是一条 名为望穿的河流 可这个河流是怎么来的呢 林小璐问 那谁知道呢 估计是某个洪荒大神 为了保护开天之祖盘古的墓碑 而造的把说完 李明如笑呵呵地招呼林小璐起身 并继续说道 望穿这段时间 一直藏在你的意识深处 已经和你的实海融合 成为你自己的东西 所以 你或许可以尝试利用望穿 直接抵达那里 虽然这只是仲尼先生的猜想 但事实又没什么 听到这里 林小璐微微思索了一下 然后面露苦涩道 我并不知道如何感受望穿 也看不到他 具体应该怎么做啊 很简单啊 把脑瓜子劈开 就看到望穿了 来 老大帮你劈开 林小璐 他无奈无脸 刚想说 老大你别闹 我投铁 面前的李明如就忽然一震 而林小璐自己 也感受到了一丝 略显古怪的气息 粉色的桃花树下 清澈的河流边 正说笑闲聊的师徒俩 同时扭过头 看向了天空中的人影 山清水秀的地方 风景极美 一位没清目秀的少年 立在半空之中 看着河边的李明如和林小璐 脸上 露着笑嘻嘻的笑容 你们是不是在聊天 不好意思哈 你们先聊 等你们聊完 我再来剁了你们 听到这话 林小璐挑了挑眉 下意识就要撸起袖子 坐着装神弄鬼的小鬼一顿 李明如却伸手拦住了他 仲尼先生和小军的墓碑在这里 不好弄乱 小璐别急 让为师先问问情况 说完 一身道袍的李明如便上前 看着天空中的古怪少年问道 孩子 你是什么人 我少年依旧是笑眯眯的 不急不缓地回应道 我不是人 此话一出 林小璐先是一愣 随后抱脾气彻底上来了 撸起袖子破口大骂 骂了个八子 居然比我还贱 老大 我要跟他单挑 李明如听了 顿时哭笑不得 没好气地笑道 这小子有些古怪 放心 一切交给为师 为师虽然老了点 但还是很有逼格的 说完 李明如继续看向天空中的少年 孩子 本座的逼格有点高 如果出手 你今日就不会好受了 本座劝你 还是速速离去吧 劝慰的话语说出 少年却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般 目录嘲讽地笑道 不用客气了两位前辈 我今天 偏要剁了你们 听到这嚣张至极的话语 李明如纵使脾气再好 也有些无奈了 插着腰 摇头叹息道 好多年不装逼了啊 想想还真是怀念 也罢 今日本座就让你这后生见见 什么叫逼格 话音一落 插腰摇头的李明如 瞬间气息暴涨 同时下身衣物也直接消散 神奇至极 一旁的林小璐 都看得一呆 老大真不愧是老大 这么多年不见 逼格居然高到了这种地步 又鸟吓人 真雄伟啊 此刻 林小璐目不转睛地看着 然后又想了想自己的那啥 顿时无地自容 爱自己要学的 果然还有很多啊 天空中 当神秘少年看到 道古先锋的李明如 露出金氏之体时 也同样吓了一跳 脸上招牌式的笑眯眯 都僵住了 他是怎么做到的匪夷所思啊 惊讶之后 少年看着这一老一少 才彻底振奋起来 眼前这个中年 生灵很强大 比之前那几个大陆的生灵 强了不知多少倍 简直是天壤之别 而那个少年生灵也是如此 虽然他的气息不是灵气 非常古怪 但也同样强大至极 看来自己来对地方了 混沌暗流 一定就在这二人手中 想到这里 少年脸上的笑容 变得越发昂扬 场中 李明如背负双手 抬着头 轻声喝道 孩子 你应该看到本作的气息了吧 还不速速离轰 一声突如其来的冲天巨响 将整片山谷 都震得颤抖不已 黄暴的气浪 更是将周围吹得哗哗作响 草坪上 瞬间近身的少年 保持着抬腿横踢的姿势 看着面前台壁挡下自己踢击的李明如 笑眯眯的表情 渐渐化作成惊讶 他居然挡下了 下一刻 一道冲天凌浪 赫然从李明如体中爆发 碰 得一声 将四周空气打出阴暴 震惊到的神秘少年 也是被瞬间轰飞出数百米 一路斜着飞滚到高空 浓浓的尘埃之中 李明如看着高飞出去的少年 潇洒地拍了拍上沾染的灰尘 露出逼个汗天的一笑 年轻人 学了点古怪伎俩 就不知天高地厚 本作光着屁股也能赢你 东瓜村一把弟子在 给维师翻两个住住姓 好嘞 林小璐毫不犹豫地翻起了跟头 给大展神威的师父做背景墙 痛快 天空中 成直线一路翻滚的少年 终于停下了身 随后毫不犹豫 一个俯冲再次袭来 同时癫狂大笑 你应该就是这片天地中 最强的生灵了吧 有两下子 看着天空中毫发无伤 反而再次向自己飞来的少年 李明如微微一愣 随后皱了皱眉 这小子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再对不断翻跟头的 林小璐到了一声继续翻后 疑惑的李明如 便瞬间化作一道白红 一飞冲天 砰 双方直接在高空中对撞 爆出一声比方才较量 更为激烈的爆响 震出的圆形巨浪 更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一路蔓延至天际 紧接着 李明如和少年 在不断震天动地的激斗中 急速飞行 一路连过数招 各种音爆不断 周围的空气 更是被炸出一声又一声的巨响 哼 二人飞过之处 下方一条江流 直接被他俩散发出的气浪 轰成两劫 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而越过大江之后 和少年连续动手数十次的李明如 彻底抢到上风 一把琴拿住少年的喉咙 小娃娃 你到底是何方神尚 质问声问出 李明如带着少年一路高飞的同时 右手左右连突 摧枯拉朽间 轰开他的攻击 随后果断话长为剑指 在剧烈呼啸的刚风中 对着少年眉心一指 那一刻 避无可避的少年 看着对自己眉心出来的剑指 瞳孔骤然一缩 咻 仿佛无限延长的琳琅 自少年后脑勺破开 一直飞射到百里外的 一座苍茫大山 大山的山体 顿时被整个轰穿 直发出天崩地裂般的崩塌声 急速的飞行中 少年被李明如的剑指 轰得脑袋后仰 似是死了一般 但下一刻 他就一收下颚 同时一把握住李明如的手腕 李明如震脱了一下 静眉正开 嘿嘿嘿 前辈 你果然好强啊 李明如在急速飞行中 面色一沉 赫然出手 但少年这次比他还快 竟先一步一掌 轰在他胸口 狂 黑色的古怪气息化开一切 李明如的身躯 瞬间被轰飞出去 哈哈哈哈 刺耳的笑声中 少年的身躯 化作一道黑色流星 对着飞退出去的李明如 一路冲撞 将其打得节节败退 不断下落 最后少年更是在高空中 全力甩出一掌 带着仿佛划破 整个天空的黑色霞光 狠狠轰在李明如胸口 狂 轰 已经远离坟营上 百里的荒野之中 李明如重重坠落地面 将地面都给砸得整个爆开 随后整个人单膝跪地 一手扶着膝盖 一手按着地面 在地表摩擦出一到十多米的勾去后 才终于停止下来 呼呼呼场中 单膝跪地的他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胸膛意识一阵起伏 远处少年也是从天而降 落地后 脸上依然带着招牌似的笑眯眯 你是我来到这片天地以后 所遇到过最强的人了 刚才你那一指 让我疼到现在 确实了不起 少年一边说笑 一边向李明如走来 而光着屁股的李明如 则继续保持着单膝下跪 手掌撑地的姿势 低着头 一言不发 喂 你已经被我打得 爬都爬不起来了吗 不会把这片天地的最强站立 就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吗 则则则 真是少年嘲讽的话语 刚说到一半 便看到李明如称帝的那只手掌 猛的一按 少年一愣 随后下意识抬头一看 哄 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透明手掌 从天而降 将包括少年在内的 所有一切 全部红尘 而直到此刻 李明如才气喘吁吁地站起 真的是甚虚了吗 现在跟人动几次手 就气喘吁吁的 则则 以后这些装逼的活计 还是留给小鹿吧 一边说 他一边擦了擦盏满灰尘的 可刚擦到一半 他的动作便忽然停住 场中 仿佛天然盆地一般的 巨大深坑边缘 一直满是血污的胳膊伸了出来 扒住了深坑边缘 见到这一幕 李明如惊讶了 随后从那戒里 掏出一枚 泡着枸杞当归 鹿绒牛边的茶壶 喝了一口 悠闲转身 东瓜村一把 滚过来 话语喊出 一阵疾风 立刻从远处 卷果而来 几乎请客之间 踢着酒葫芦的少年 便来到了李明如面前 少年到达后 先是对面前 无边无际的壮观 深坑惊叹 随后笑哈哈地问道 老大 您装逼装得开心吗 听到这话 累得够呛的李明如 老脸一红 随后不滴声色地 拍了拍林小鹿的肩膀 小鹿啊 为师想了一下 装逼的机会 终究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 诺 为师已经把他打残了 盘问盘问他 说完 李明如就摇头晃脑地 去一旁边喝茶 边穿裤子 一边穿孩 一边在心里感叹 自己现在到底是 年纪大了呢 还是肾虚了呢 嘖嘖 真是糟心 无边巨大的深坑边缘 满是血污的灵之理 用手掌扒着岩石 一点一点地往上攀爬 受了李明如一招 夺天造化掌 纵使是胎 有点吃不住 体内的混沌之力 都被震散 只能先等待聚合 自己还是拖大了呀 满脸伤痕的灵之理 眼神中带着 浓浓的疯狂和兴奋 他原本以为 自己作为更高级的生灵 面对这些低等生命 会是全面碾压 但目前来看 并不是如此 要不是自己体质特殊 刚才那一掌 只怕自己就要当场陨落 不过这个中年生灵 似乎有点蠢 一掌 把自己打成重伤后 并没有立马上来杀自己 或许他把自己 当成跟他一样的低级生灵了 凭自己的特殊体质 混沌之力 很快就会再次聚合 到时候 自己又是巅峰状态 呵呵 到那时 自己保证堕了你 如此想着的 他终于爬出了身子 在深坑边缘 探出了血淋淋的脑袋 而刚探出头 他就看到一个 看起来和自己 差不多大的少年 蹲在自己面前 居高临下 用裤裆对着自己 小伙子挺厉害的嘛 居然能跟我老大 打成五五开 莫非你也是 东瓜村的莫名其妙的话语 说得灵之里一猛 而下一秒 一块无比巨大的青铜大刀 就架在了自己脖子上 打劫 什么都要 深坑边缘 满身血的灵之里 抬起头 然后看着面前居高临下 望着自己的灵小鹿 开始缓慢地露出笑容 可这个笑容 刚刚展露到一半 便听 啪 得一声脆响 他的脸 直接被灵小鹿抽得一歪 面前 灵小鹿笑道 这种和善的笑容 只有我面对敌人时 才可以用 你个掉毛什么档次 居然敢跟我一样笑 咋的 你弹大 此话一出 被打了一巴掌的灵之里 瞬间怒了 再来到这片天地以后 他还是第一次愤怒 先前被李明如打伤 都没这么怒过 国有国法 家有家归 自己作为一个外来者 再来到这片天地 夺得这具身体以后 一直是客客气气 对任何生命体 都非常讲礼貌 哪怕是要堕人家 也都一直很客气 可眼前这个低等生命 竟然一口一个掉毛地骂自己 还打自己的脸 自己突破层层阻碍 从混沌虚空中踏出 为了自己的族人 不远万里而来 你特么居然骂自己掉毛 深坑边缘 怒急的灵之里 对着灵小鹿双目一瞪 整个人赫然爆发出 冲天的气浪 我要堕了怕 话还未说完 刚欲爆发的他 又被一巴掌抽停 左右脸颊 也各自多了一枚 鲜红的五指印 你要堕了谁 你个掉毛 知不知道我是谁还堕我 你咋这要牛逼呢 咋的 你多个蛋啊 深坑边缘 趴在这儿的灵之里 彻底猛了 整个人被骂得一愣一愣的 一脸痴呆地 看着面前的灵小鹿 我 我 我特么多了你 被打断的气息彻底爆发 且比上一次更加浓烈 而直到此刻 灵小鹿也终于来了兴趣 眼前这少年气息古怪 手段非常强悍 和老大斗成那样 居然这么短的时间就能恢复 自己这一次 真是捡到宝了 嘿嘿嘿 就让自己看看 现在全力出手 到底能有多强 哄 一声冲天的爆响 在深坑边缘炸开 两个少年模样的人直接对上 所掀起的无尽尘埃 更是把远处喝茶的李明如 呛得直咳嗽 面积足足有数百平方公里的 深坑底部 吼吼吼吼吼吼 心境彻底打开 已经开始往返扑归真发展的 林小鹿 单手掐着少年的喉咙 将他整个人按进碎石地中 飞速奔跑 一边跑还一边仰天长笑 一时间搞得深坑内是尘土滚滚 浓烟四起 深坑下的地表 更是被擦出一道又长又直的壕沟 先前李明如用摘心觉的夺天造画掌 将整个地表砸沉 故深坑底部 不管是沙石还是土壤 都被狠狠压缩 地面也变得非常坚固 但即便如此 仍旧扛不住林小鹿巨龙一般的力道 被一路拖行的少年林之里 更是难受至极 你这是什么气息 挣扎反抗之中 林之里灰头土脸的怒问 而拖着他狂奔的林小鹿 则头也不回地达到 牛逼之气 说完 已经跑到深坑另一头边缘地带的 林小鹿猛地将林之里甩飞出去 紧接着挥起大根青铜器 就是一通乱砍 用心内力劈砍出一道又一道惊天刀器 最后更是猛地将大根青铜器抛到半空 在其横着落下的瞬间跳起来 转身一脚猛龙摆尾 砰 被一声便将大根青铜器笔直踢飞出去 此刻 高达上百米的深坑岩壁 林之里的身躯带着无数碎石轰 被一声狠狠撞进岩壁 见起无数碎石 而这些碎石尘埃还未散尽 树到白光色的巨大刀器就呼啸而至 只将整片岩壁 炸出一声接一声的爆响 最后 大根青铜器也如同离弦之剑一般飞来 再次爆发出一声通天巨响 这一套连招可谓是畅快至极 就是动静大了一点 一声接一声的冲撞 搞得跟地震一样 把深坑外李明如的茶水都震洒了不少 场中 李明如感受着动静 吸溜了一口茶水 连连感叹 小鹿真是长大了 这般战力真的是可以了 小月儿也不错 兄妹俩都是人中龙凤 泽泽 李明如啊李明如 你说你怎么就这么有眼光呢 当年随随便便就挑到了两个精识之才 嗯 不光是眼光 主要还是自己教得好 在教学方面足够有天赋 嘿嘿 此刻 深坑底部 林小鹿灰了灰飘散到面前的灰烬 然后看着远处被滚滚尘埃笼罩的岩壁 自言自语道 根据我从小到大的战斗经验 我可以断定 有焉一定无伤 说完 他原地跳了跳 放松地甩了甩胳膊 然后扎起马步 摆出一个融合太极和八极两种拳法的姿势 峨眉林小鹿 请赐叫 不久 岩壁上的尘埃渐渐散开 露出了整体向后推移十几米 遍布碎石裂缝的破烂岩壁 而在这岩壁的中央位置 林之里正挂在插进岩壁三米深的大羹青铜器上 剧烈咳嗽着 他似乎是躲开了 身体没有被大羹青铜器戳碎 只是腰部被锋利的刀刃捅进去一指宽 此刻的腰上就是一个血肉模糊的缺口 一连咳嗽了几声 林之里推开大羹青铜器 身体扑通 一声摔到深坑底部 然后喘着粗气爬起身 此刻 他脸上的笑眯眯已经彻底消失 只剩下浓浓的怨毒 不知是因为林小鹿将他重伤 还是因为林小鹿叫他掉毛 反正跟林小鹿脱不了干系 看着眼前摆好架势的少年 林之里喘息的同时 目光也变得越发锐利 他现在已经基本确定 眼前这个叫林小鹿的生命体 得到了混沌暗流 刚才交手的那一刻 他就发现了 林小鹿在出手的时候 气息中会带着一丝丝混沌之力 虽然只有很少一部分 但他能确定 这个家伙绝对接触过混沌暗流 也就是说 自己只要解决掉他 就可以夺走混沌暗流 然后绕开薛元箭时 进入盘古墓 但 自己解决的掉他吗 还受着伤的林之里 眉头皱了起来 这个林小鹿 和刚才那个大叔生命体的战力差不多 而且因为林小鹿气息古怪的缘故 对于自己而言 他比那个大叔更难对付 这种情况之下 自己如果一对一 还有一半希望 可一对二就 想到这里 他的心情不禁变得有些沉重 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 喂 你还打不打了远处 早就摆好架势的林小鹿 见对方站在那里 嘀嘀咕咕个不停 又发现他腰上的刀伤在愈合 立刻不耐烦道 你是要我主动出手吗 掉毛林之里 掉毛二字一出 刚刚冷静下来的林之里 瞬间暴怒 也罢 自己就拼一波 那个中年生命体 看着就虚 没什么好怕的 而且实在不行 自己也可以装死 想到这里 已经快怒火攻心的林之里 身躯瞬间一转 直接化作树道 狭长巨大的黑色气流 铺天盖地地 对着林小鹿汹涌扑去 狗东西 今日我必堕你 听着这有些不聪明的话语 林小鹿不屑地笑了笑 然后双臂展开 自身前缓慢划过一道圆环 准备迎接这滚滚而来的黑气 对付这一类气流状态的手段 没有什么比太极更合适的了 深坑之内 树道黑色气流划过长空 最终在半空中猛然重合 带着仿佛可以湮灭一切的威能 向林小鹿飞来 而面对这一幕 林小鹿只是简单地 用心内力包裹住双手 然后闭上眼睛 轻轻地双动臂膀 在身前划出一道道 如有实质的透明气流 仿佛云朵一般 一时间 他整个人的身躯 都开始变得柔弱无骨起来 而身前的气流更是汇聚成了太极的图案 身随意念乾坤转 鹤影飘移向罗仙 首波云雾成天日 阴阳运动踏平川 给我死 汹涌的黑色气流 瞬间冲撞在心内力产生的太极图上 而闭着眼睛的林小鹿 则单脚上台 只用一只脚的脚尖踩着地面 然后一边带着太极图往后滑行 一边不断打散着冲天黑气 场中 小鹿双掌轻柔 以柔克刚 任凭黑色气流如何暴虐 他仍旧稳如泰山八风不动 且退且散 最终在心内力彻底渗透进黑气之后 才猛然睁眼 啪 上台的脚掌往后一落 少年双臂猛地往左右两边一盏 接着周身筋骨猛然一抖 散 呼 上一秒还 气势如虹的黑气 在寝客之间土崩瓦解 和林小鹿身前的太极图一同消散 而黑气之内的林之里 则一脸猛逼地继续飞 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一刻 林小鹿双手插兜 很单调地站着 而林之里则是平行在空中 笔直地对他飞来 一边飞 还一边猛逼地看他 在这种一人竖着 一人横着 且略显尴尬的四目相对中 林之里的脸和林小鹿的脸 靠得越来越近 于是 林小鹿默默从兜里抽出一只手 并高高举过头顶 啪 飞到一半的林之里 立刻被横抽了一个大鼻洞 整个人旋转着飞出 同时一边飞还一边到处喷血 仿佛一个在空中旋转的花洒 那一刻 第三次被打脸的他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今天 自己就是豁出命去 也要弄死这个名叫林小鹿的生命铁 金灿灿的早晨阳光 将整片世界都照耀的一片金黄 温暖的同时还显得格外好看 李明如坐在一张小板凳上 悠闲地捧着茶壶 喝着 从湖嘴里流出的茶水 这人啊 有事没事 就是要好好养身一下 补补肾 尤其到了咱这个年纪 更是要注意 听说龙门的夜命掌门 很擅长钓鱼 这倒是一个很养身的活动 回头去让他娇娇 好歹咱也是长辈 夜命应该会把自己的鱼竿送出来 李明如悠闲地自言自语想着美事 而刚想到一半 深坑之中 突然亮起一道冲天的黑光 见到这股黑光 正准备掏点瓜子 磕一磕的李明如 赫然一惊 这个神秘少年 居然还有这么强的隐藏手段 他吃了一惊 刚想下去看看 就听到深坑内 传来自己徒弟的声音 啊 你个吊毛 居然敢咬我 斑蓝锤 哄 铁山靠 哄 顶心肘 哄 猛龙百尾 哄 一连十几种武学招式名称 混合着十几道 威力惊人的剧烈撞击声 把刚刚站起的李明如 听得一愣 然后 他就看到自己徒弟 从深坑中 嗖 得一声飞出 接着一手捂着裤裆 一手提着 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的少年 来到自己面前 面前 疼得直戏凉气 整个人一抽一抽的 林小璐 左手捂住裤裆 右手将脑袋被凝成麻花 眼珠子都抱了的尸体 甩丢在地上 忍痛说道 抱歉啊老大 刚才这货狗鸡跳墙咬我 我一时没忍住 把他弄死了 听到这话 李明如张了张嘴 一时间也不知道说啥 这事儿虽然听起来怪怪的 但好像 也确实怪不了自己徒弟 被咬了确实是大事 毕竟是关乎以后 传宗接代的家伙 所以这一时间 下手没了轻重 确实好像 也可以理解 他苦笑了一下 低头看了看 已经不成人形的尸体 问道 他的魂魄呢 不知道 捂着裤裆的林小璐摇头道 估计是被我 一起打散了吧 他死以后 我没感受到他的魂魄 闻言 李明如闭上眼睛 感受了一下 在发现周围天地 确实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后 才再次睁开 接着 他的目光 再次落在了尸体身上 眼神中带着深深的疑惑 老大 您是在好奇 这小子身份吗 林小璐看着脚下的尸体说道 也不知道 这小子哪儿冒出来的 我刚才跟他交手的时候 发现他所用的 既不是修仙者的灵力 也不是我这样的内力 而是另外一种 看似杂乱 实则又无比单一 纯粹的奇怪能量 老大 三千大陆 有这号人物吗 李明如皱眉摇了摇头 为师也是第一次见 不过 这或许根本不是什么人物 他可能连人都算不上 啊 林小璐惊讶了一下 随后蹲在尸体面前 在地上捡了个树枝 捅了捅尸体的鼻孔道 这就是人呀 虽然他的身体修复速度 有些夸张 但的确应该是人 如果是妖怪变成人的话 死后应该会现出原形才对 如果是厉鬼幽魂变成人 死的时候 也应该魂飞魄散 可是这个 怎么看都是个人 一旁 李明如仔细观察了尸体好一阵 最后疑惑的眼神猛然一凝 碰 尸体瞬间炸成一片血雾 见了林小璐一脸 呸呸呸 老大你下次 要毁尸灭迹 你出个声啊 这掉毛的血 都飞我眼睛里了 李明如摇了摇头道 不是毁尸灭迹 只是为师有些担心罢了 说完 疑惑消失的李明如 从那戒中 掏出叶青鸾的手绢 给林小璐擦血 并笑着问道 时候也不早了 你怎么说是回鹅眉 还是继续在外面玩鹅 林小璐一脸猛逼 提醒道 老大 您还没告诉我 该如何打开脑海中的望穿 哦对对 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 果然年纪大了 就容易健忘 李明如将手伸进那戒 在里面手忙脚乱翻了一阵 过了好一会儿后才 终于掏出一本厚厚的现装册子 直接丢给少年 并笑着说道 这本洞观内景术 是一本养生冥想的功夫 谁都可以修炼 你炼好以后 应该就可以自己感受 石海中的望穿了 说完 李明如揽着林小璐的肩膀 带着她一边离开一边说道 鹅眉的日子 确实无聊了点 你又不修炼 对你而言 确实是很枯燥 也罢 就让你小子再玩一阵子 为师还要回鹅眉 处理一下小月儿的事情 提到小月儿 林小璐瞬间一惊 老大 我妹妹怎么了 李明如洒脱地笑了笑 没怎么 只是小月儿的心境 一直处于两个极端 为师和你掌门 决定这段时间 天天让帅帅压叮嘱她 独胜贤疏 有空再把无垢抓过来 一起教小月儿 这也是仲敏先生生前的意思 说完 李明如看着自己 这最头疼的徒弟 嘱咐道 小月儿的事情吧 稍微有些复杂 不过小璐你放心 你把小月儿交给为师 为师一定好好教她 好不好 嗯 老大你说啥我都信 林小璐一脸真诚地点头 李明如也被她逗得一乐 大笑了几声 师徒俩一起笑了几声 李明如才意味深长地嘱咐道 小璐啊 你现在虽然接近天下第一 但还是不能太过贪玩 尤其你谋划的新武学 对于修仙界来说 牵扯太大 所以 切记不要跟不熟的人说 眼下最重要的就是 早点把洞关内井术修成 到时你回来以后 为师 就和你一起研究望川 看能不能为你 谋一场大机缘 文言 林小璐脑瓜指点 并一个镜拍着自己的小胸脯 表示没问题 十天后 空空荡荡 无声无息地拒大深坑底部 一颗掉落在泥土缝隙中的眼球 悄悄转动了一下 这枚眼球 包裹着已经干涸的血肉 缓慢地在泥土中转动 观察着周围的天地 两久 在确定李明如的神石彻底离开之后 她才大大的松了口气 深坑底部 眼球缓慢地飘浮到半空 周围的干涸血肉 也开始变得活跃起来 仿佛干了许多天 终于进入水中的鱼儿一样 在阳光下一点一点地生长 缓慢地生长成人形 不久 一颗头颅渐渐生成 正是被李明如碾碎的灵之理 此刻的她 刚刚修复完头颅 下身则继续甩动着 无数抖动的血红肉丝 一边生长身体 一边骂倒 本地的生灵 真是太没有礼貌了 骂我掉毛 抽我脸 把我打得只剩一颗眼球也就算了 居然还疑心病这么重 我都只剩一颗眼球了 还不放心 整整十天都用神石盯着 都不嫌累的吗 生灵与生灵之间 最基本的信任呢 可退 一边吐槽 灵之理又 一边庆幸 庆幸这些生灵太过低级 完全不了解自己这种高级生灵 毕竟李明如要是真把自己彻底轰尘灰烬 那自己就真恢复不了了 所以真是万幸 不过眼下看来 自己的的确确不是无敌的 这片天地中 也确实存在几个可以威胁到自己的人 尤其是那个叫灵小鹿的宰种 想到灵小鹿 灵之理的眼神中 立刻不满冲天的怒火 怒火中还带着深深的忌惮 那个中年生灵 虽然也很强 但没有那个叫灵小鹿的宰种 能克制自己 自己面对他 有一种被碾压的感觉 所以 自己必须得想想招 不久 在阳光的照耀下 沉思苦想中的灵之理 彻底成形 他先是简单活动了下身体 随后抬起头 看向深坑外金黄色的太阳 看着刺眼的阳光 灵之理眉头紧皱 自言自语道 之前他们提过 要弄一个什么新武学 好像牵扯挺大的样子 嗯 思索片刻 他突然手掌一身 一道暴虐的黑色气息 立刻在掌心中凝聚 最后化成了一条 颜色不断变化的灰色小虫 看着掌心中扭来扭去的小虫 灵之理沉思的脸 终于再次笑成了眯眯眼 灵小鹿 你给我等着 我记住你了 居然还骂我掉毛 特么你全家才是掉毛 喝退 骂完 他将灰色小虫一收 然后整个人瞬间飞出深坑 化作一道不起眼的光线 朝极北方向飞去 三千大陆 七沙大陆 乾坤道月宗 乾坤道月宗 原本为七沙大陆中 势力最大 强者最多的修仙宗门之一 而在四百多年以前 修仙界因为李明如和穆昭歌 联手对战纵横道人崩溃 乾坤道月宗的开宗始祖端木徽 便带着大批天上修士下凡 这大大提高了乾坤道月宗的实力 让其一举成为七沙大陆最强宗门 再没有之一的说法 当然 七沙大陆的其他宗门 也并不是没有老祖下凡 只可惜 是最接近天人境巅峰的存在 比起李明如 江太清 上官大藏 洛无尽 陆寒星这些威震四方的绝顶大佬 也只有一线之差 然而不幸的是 这样一个底蕴深厚 传承数十代 即便放眼整个三千大陆 也称得上是一流水准的大宗门 在今日遭受到了灭顶之灾 此刻 无尽的黑色将天空覆盖 乾坤道月宗的宗门 亦是被牢牢笼罩 宗门内更是火光四起 尸横遍野 到处都燃烧着熊熊烈火 无数乾坤道月宗的弟子 非死即伤 痛苦哀嚎 已成烈火废墟的宗门大殿处 更是有十多位宗门长老 躺在火焰与血泊之中 奄奄一息 你们就别挣扎了 都不累的吗 我已经锁住了整座山 你们什么消息 都放不出去 熊熊的大火中 还穿着日食道宗外门 弟子服饰的灵之礼 掐着一位满身血污的老者 笑眯眯地从火焰中走出 端木先生 我记你是个聪明人 我的提议 你到底接不接受场中 喉咙被掐得端木辉 目露绝望地看着他 没有说话 见状 林芝里继续笑道 端木先生 你是乾坤道月宗的开宗祖师 是我在七沙大陆 遇到过最强的人 不但跟我过了几招 最后还拼尽全力踹了我一脚 搞得我屁股到现在都疼 确实是了不起 我这个人 向来是很讲礼貌的 我不计前嫌 我还大人有大量 说着 林芝里一手掐着端木辉的喉咙 一手从掌中凝聚出小灰虫 笑道 这是我用混沌之力凝聚出的小虫 吃下去 以后 你就是咱们圣仙皇朝的皇帝 场中 端木辉用眼角余光 看了看那些惨叫哀嚎的弟子们 又看了看眼前跃跃欲试的小虫子 眼神中闪过剧烈的挣扎 看到他挣扎的神色 林芝里继续笑眯眯地诱惑道 来 不要害羞 我加了些孜然 味道很好的 来我为你吃哈 啊咔嚓 林芝里刚啊到一半 远处的烈火中 忽然亮呛着 站起一道身影 身影是一位披头散发 满身鲜血的中年男子 他的伤势非常重 堪称惨不忍睹 一身道袍 完全被染成了血袍 左臂部分 更是空荡荡的 只剩下从肩膀处被撕开的巨大伤口 简直触目惊心 但即便如此 他那条血淋淋的右手 还勉强握着一柄断剑 鞋 磨 歪 看着这从火焰中站起的男人 林芝里愣了一下 随后笑问 你不是乾坤道月宗的先任宗主吗 叫什么来着 对对对 端木青龙 你还没死啊 问完 林芝里看向手中的端木灰 笑问 端木先生 这个人跟你都姓端木 是你的云孙已经奄奄一息的端木灰 挣扎了一下 随后艰难摇头 老夫是宗门始祖 后世弟子为了纪念老夫 每一任掌门 都会冠上老夫的姓氏 说完 端木灰停顿了一下 主动补充道 其实老夫和青龙也不是很熟 哦 这样啊 林芝里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邪魔 一声爆吼 突然从冰死的端木青龙口中吼出 他站在烈火中 用紧盛的右手持握断剑 对着林芝里沉声道 我们 单挑 听到这番话 林芝里直接就乐了出来 天人劲都没到的砸碎 也配跟自己单挑喝退 他握着端木灰 笑眯眯地嘲讽道 你看看身后 闻言 已是强弩之末的端木青龙愣了愣 下意识转身 随后 他就看到自己后方 站着四位沉默不已的老者 见到这四位老者 满身伤痕的端木青龙 顿时精神一震 万分激动到 乾坤道月宗 现任宗主端木青龙 见过图前辈 张前辈 白前辈 师前辈 烈火中 身体还在不断低血的他 顾不得伤势 主动求援道 四位前辈 这邪魔杀我弟子 杀我始祖 天理难容 还请四位前辈出手 斩妖除魔 救我宗门 眼前的四个老者 即是天人静 是七沙大陆 另外四个宗门的老祖人物 也是当年从修仙界下来的 虽然一对一不比端木灰墙 但一起上去是可以 故此刻的端木青龙非常激动 认为四位前辈一起出手 一定可以诛杀邪魔 场中 满脸血污的他 一脸期待地 看着四位老者 可看了没多久 他的笑容就彻底僵住 这四位前辈 这四位自己无比尊重的正道前辈 此刻全都低下了头 四位前辈 你们 他们早就服用了我的混沌之虫 做了我圣仙王朝的人 身后 刺耳的笑声再次传来 端木青龙听了 立刻不敢置信地转过身 而刚一转身他就看见 自己的始祖 吞下了灵芝里给的虫子 然后 对着灵芝里 单膝拜见 这一刻 只剩下一条右手的端木青龙 彻底绝望了 他看了看自己一声尊敬 向往 爱戴的始祖 又看了看身后四位德高望重的正道前辈 最终 露出了悲戚至极的笑容 这一刻 绝望悲壮的笑声 在熊熊的大火中回荡 几位天人敬老者 则纷纷低着头 一言不发地听着 灵芝里笑眯眯地看着这一幕 觉得很有趣 他不着急 准备过两天 再去下一个大路 故现在心情极好 并主动对绝望大笑的端木青龙招呼道 你好像还挺有种的 我欣赏你 哎 我魄力给你吞一枚混沌之虫 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我助你突破天人境 场中 满身血肉模糊的端木青龙握着断剑 在绝望的大笑之后 忽然吃笑一声 然后缓慢地抬起断剑 指着灵芝里冷声道 邪魔歪道 不配与我为伍 话音一落 他就一个飞身 向灵芝里冲来 那一刻 端木青龙手持断剑 背靠熊熊烈火 劈头散发 口中更是发出了震耳欲龙的怒吼 邪魔 受死 抱着胳膊的灵芝里 健壮翻了个白眼 不屑冷哼 不识台卷 喝退 说完 一掌轰出 铺天盖地的黑光 瞬间将端木青龙吞没 那一刻 看着眼前无穷无尽的黑色流光 端木青龙的脑海中 只有四个字 那是他六岁那年 第一天拜入宗门 猛猛懂懂地询问师父 修仙是为了什么时 师父告诉他的 斩妖除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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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鹅眉 青龙殿书房内人之初 姓本善 姓香敬 席香远 狗布 清脆的读书声 混合着咔嚓咔嚓啃啃啃水果的声音 从书房中传出 紫檀木所制成的书桌前 穿着翠柳长裙的小月儿 看了看面前高声送读三字经的鸭子 又看了看一旁吃菠萝的掌门 精致的少女脸庞 顿时不满了绝望 掌门姐姐 我已经听客一个时辰了 我可以出去解个手吗 正大口大口啃菠萝的叶青鸞 脑瓜之咬 不行哦 小月儿 师弟交代 我要督促你好好学习的 听到这话 小月儿脸上的绝望表情更重了些 她瞅了瞅念三字经念的起径的帅帅鸭 然后一阵挤眉弄眼 帅帅鸭不傻 立刻感受到了小月儿的杀气 当场脖子一缩 主动对叶青鸞劝道 傻妞儿 学习这个事情吧 讲究一个循序渐进 要不今天就先到这里 我这个做老师的 也想喝口水休息休息 对啊对啊 掌门姐姐 您就让我休息一会儿吧 就一会儿 小月儿趴在书桌前 用书本盖着脑瓜 满脸苦逼道 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一些事情 不过我已经改了 而且帅帅鸭教的这些叫人向善的东西 我小时候就学过了 听到小月儿可怜巴巴的话 翘着二郎腿 嘴巴塞得鼓鼓囊囊的叶青鸞 想了想 然后再次摇头 师弟交代我的 所以我要盯着你 快 好好学 小月儿 书房中 帅帅鸭也对小月儿 露出爱莫能助的表情 随后 她便准备继续送毒 而小月儿却突然眼前一亮 从那戒中取出了一只瓷碗 掌门姐姐 这是上次妙心师姐给我带的苏珊 您要不要尝尝此话一出 正肯菠萝的叶青鸞 瞬间眼前一亮 然后哇的一声接过瓷碗 苏珊 我都好久没吃过了 谢谢小月儿 她惊喜地用手指抠下一点 放进嘴里后 整个人立刻被冰凉青甜的苏珊折服 开心的眼睛都眯了起来 真好吃 奶香味也好浓 掌门姐姐喜欢就好 不过这苏珊太少了 只有一小碗 这样 我去凡间给你买些回来 嗯 去吧去吧 再买点荔枝 我想吃荔枝了 谢谢 好的 脱离苦海的小月儿 一时间没开眼笑 抓起帅帅鸭的脖子 就往屋外跑 然而 她刚跑出宫殿 就看到李明如正站在大门口 嗯 惊喜被打断的小月儿 瞬间脸色一僵 随后神情尴尬到 师尊 您怎么来了见到小月儿 背着双手 倒鼓先锋的李明如 露出疼爱的笑容 笑道 为师也是刚道 哦 师尊是来找掌门姐姐吗 掌门姐姐在店里吃零食呢 李明如笑着摇了摇头 为师是来找你的 小月儿 你觉不觉得帅帅鸭的教学 太枯燥了 她虽然学识渊博 但好像不是 很会教授学生 此话一出 小月儿刚刚暗淡下去的眼神 再次亮起 脑瓜也一阵狂点 师尊明察 帅帅压上课枯燥至极 一点意思都没有 哈哈哈哈 为师也这么觉得 面前 李明如露出一副 我就知道的表情 然后对面露喜悦 以为可以不用上课的小月儿笑道 来来来 为师 给你找了一位新老师 保证你爱学习 说完 他身后就走出一位 穿着破烂袈裟 眉清目秀的少年和尚 见到和尚 小月儿彻底绝望了 脸上的笑容都未知一僵 然后一脸猛逼地笑道 无 无够师父 你是吃饱了称啊 不对 你特么的 现在这么闲啊 面前 无够慈祥地笑了笑 对小月儿双手合十 并温柔笑道 月儿师主误会了 李前辈去无心思 请小僧出山教书育人 给月儿师主讲述佛法 如此大善之事 小僧自然是义不容辞 请月儿师主放心 小僧会全力教导的 绝不藏私 学不会 月儿师主就别想出这扇门 小月儿 差点哭出来的小月儿 彻底生气了 露出了一副恨不得 咬死无够的笑容 无够师父真是贴心 我谢谢你全家哈 文言 愣是没听出好赖话的 无够温柔回应 月儿师主太客气了 小僧的全家 能得到月儿师主的感谢 会非常高兴的 一听这话 小月儿差点没被气吐血 气呼呼地瞪了无够一眼 俩人中间 李明如看了看大眼 瞪小眼的无够和小月儿 然后哈哈一笑 拍着他俩的肩膀嘱咐道 小月儿 无够小师父 是佛学中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学识超凡入胜 而且为人温柔豁达 又是你哥哥发小 你要好好学习 不可顽皮 知道吗 小月儿绝了绝嘴 不情不愿地勾了一下 李明如笑了笑 对无够笑道 无够小师父 我这小徒弟就交给你了 劳烦你多费心 无够笑呵呵地点头 交代完 李明如便放心地伸了个懒腰 然后迫不及待地赶回洞府 偌大的店门口 顿时只剩下了小月儿 和无够俩人 至于帅帅压 他已经被小月儿捏昏迷了 场中 俩人相对站着 小月儿瞅了几眼无够 翻了个白眼 直接就要绕过他 无够却温柔地挡住了他 月儿施主 该上课了 我不上 面前 气坏了的小月儿直接发飙 整个人双手插腰 明亮的双目中 呈现冲天的杀气 一时间引得头顶天空 都变得阴沉 无够 你要是再拦着我 我就送你去见世家 轰隆 天空中赫然传来一道 震耳欲聋的雷声 然而 面对小月儿的怒火 无够却只是平静地笑着 丝毫不退避 他恐怖的眼神 甚至迎着那 犹如实质一般的浓烈杀气 温柔笑道 月儿施主要动手杀小僧吗 嗯 可以 不过麻烦月儿施主 不要将小僧杀得太难看 不然别人看到小僧的尸体 会被吓到的 听到这话 小月儿精致的脸 顿时变得如同深渊般冷漠 眼神中的杀气 也变得越来越浓烈 仿佛下一秒 就要将无够碾成碎末一般 他盯了无够一会儿 然后缓慢地抬起手 手心绽放出若隐若现的霞光 而面前的无够 则依旧是一动不动 甚至他还笑着闭上了眼 露出一副你快点 我很急的表情 见到这个表情 满脸杀气的 小月儿愣了愣 随后冰冷的脸开始变化 紧皱的秀眉 也开始渐渐吓撇 最后 扑通 听到动静 无够茫然地睁开双眼 结果一睁眼 就看到少女满眼泪光地 跪在自己面前 双手合十 玉儿施主 你这是无够哥哥我错了 求求你饶了我吧 苦苦哀求的小月儿 眼泪都飙出来了 梨花带雨地哭诉道 我已经跟帅帅鸭学习十天了 我现在真的不想学知识了 你跟我哥关系那么好 我也把你当半个哥哥 你就饶了妹妹吧 好不好求求你求求你 嗯 玉儿施主你先起来 我不要我不要 你不走我就不起来 小月儿直接在地上打起了滚 哭喊得同时腿还直蹬 他是真没办法了 他发现无够哥哥 跟帅帅鸭真的不一样 无够哥哥是真的不怕死啊 不像帅帅鸭 自己眼睛一瞪 帅帅鸭下都能被吓死 可无够哥哥六根清静 什么也不怕 自己根本吓不到他 所以眼下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此刻 小月儿在店门口滚来滚去 一边滚还一边嗷嗷大哭 眼泪洒得到处都是 把无够也搞得很为难 月儿施主掀起来 不要再滚了 我不 你不走我就继续滚 呜呜啊月儿施主 你这样会让贫僧很为难呢 我不管我不要上课 我不要学习 打死我都不要 啊 见自己的劝慰没用 小月儿还滚得越来越起劲 无够也是彻底无奈了 最终只好叹了口气 温柔说道 也罢 如果月儿施主实在要滚 可不可以往大殿里滚 我们该上课了 小月儿 同一时间 三千大陆 北方 某大陆烤鸡这个东西吧 是最讲究火候的 尤其是要不断地翻转烤鸡 让火焰均匀地 烤到每一寸鸡肉 不然就会出现 有点地方熟 有的地方生的情况 下午十分 绿柳成荫 枝繁叶茂的密林之中 林小璐坐在篝火前 一边翻转着手中的烤鸡 一边给上关石榴 哈密瓜 美儿三个女孩 讲述做法 她动作潇洒地 撒上一把上关石榴 携带的盐巴 接着又撒上一把孜然 对三个姑娘胡乱吹道 我烤鸡的手艺 你们也是知道的 天下无双 这么多年了 吃过的人一个都没死 这都是 因为我长得好看的缘故 而说到好看 那我真的是从小好看到大 想当年我六岁的时候 村里赵老二的闺女赵大炮 就是因为吃了我做的烤鸡 而深深地爱上我 虽然那年我跟她都只有六岁 她偶尔还会舔鼻涕 但是我那时候 已经是一位拥有十八块腹肌 和绝顶翘臀的六岁孩童 而且怕 牛逼吹到一半 上关哈密瓜 忽然用绣花鞋一拍林小璐 自诩英俊的头 墨姐 都快烤糊了 石头上 坐着的上关哈密瓜 抢过烤鸡 和上关石榴 妹儿一起嘻嘻哈哈地分享起来 林小璐只好猛逼地挠挠头 天快黑了 鹿崽子 我们今天要在这里过夜吗 我都行啊 你们随便 啊 今天我们不睡 客栈了吗 哎呀 天天睡客栈都睡够了 老娘觉得不错 妹儿你看哈 这里风景优美 空气清新 东边还有条小河 我们晚上可以一起 野炊露营讲故事看星星 多好 对啊对啊 妹儿你没露过营吧 本小姐小时候 就跟鹿崽子一起露过营 你可以体验一下 挺不错的 三个姑娘 你一句我一句地聊着天 硕大一只烤鸡 最后就分给了林小璐一只鸡屁股 简直缺得冒烟 无奈 林小璐捧着鸡屁股 一边吃一边站起身 活动了一下身体 然后又欣赏起 远处开始下山的太阳 露营就露营吧 反正也不打扰自己 修炼洞关内景树 问题不大 几天前 自己四人和罗刹村的村民 一起过了个很有烟火气息的新年 随后便告别了罗刹村 离开了那片大陆 之后的一路悠闲旅行 也没再遇到什么特别的事情 就挺舒服的 一群人打得闹闹 吃吃玩玩行走江湖 感觉每一天都过得很开心 就是老大给的那本洞关内景树 有点麻烦 那玩意儿不是武学 故林小璐学起来 还是有些费劲的 虽然现在有了点眉目 但按照这个进度 至少也要再过个十天半个月 才能彻底掌握 嗯 到那个时候 自己就有机会 去见识见识 老大说的盘古墓了 想到这里 林小璐心情大好 来到一旁的树下 解开腰绳 一边悠闲地尿尿 一边笑道 别装了 你也不想想 我为什么不尿别的树 偏偏要来尿你 眉头末尾的话语说完 周围便静悄悄地 除了远处三个女孩的说话声以外 其他什么声音都没有 见状 林小璐一边尿 一边不屑地笑了笑 还装 合并地说完 他突然在当步催动内力 内力一出 稀稀利利的尿液 瞬间变得笔直 哄 破 一声巨响 一名满身翠绿的裸男 直接被尿液轰出 整个人狠狠摔在草地上 吐出一大口绿血 裸男捂着剧痛的胸口 不断喘息 然后看着面前 悠哉悠哉记腰带的少年 顾不得擦拭满身的尿液 惊恐问道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你问这个 我可以感受世间万物所有的气 其中植物的木气 我也可以感受 林小璐一边说 一边提起葫芦喝了口酒 喝完砸巴着嘴感叹 这深山老林的 就是容易出一些妖怪啊 前辈 别杀我 男子彻底猛了 一边对着林小璐跪下 一边哀求道 我虽是竖妖 但从未杀过人 我没做过饿事 听到这话 林小璐温柔地笑了笑 没做过饿 你肚子里的人 写是哪来的此话一出 男子瞬间一震 整个人都变得呆若木鸡 场中 林小璐在男子面前蹲下 扶着下巴笑道 嘴里一股子血腥胃 搞得我连晚饭都不想吃了 而且 你应该不光是吃人吧 你是七树成精 身上却还有张树 松树 竹子 加竹桃的气息 泽泽 你还真是不忌口啊 居然掠夺了那么多生灵的养分 话语说出 男子吓得整个人都开始哆嗦 最终趴在地上一个劲磕头 林小璐则蹲在他面前冷漠地看着 钱被我错了 我以后不赶了 绝对不赶了 请你放过我 请你放场中 哀求的话语说到一半 男子 却突然抬头 直接飞扑向面无表情的林小璐 手中牲畜的剧毒木锥 更是直指其咽喉 碰 森林之中 上官石榴和门围在篝火前 一边吃着烧鸡 一边听上官哈密瓜张牙舞爪的讲鬼故事 而林小璐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从密林深处走了出来 至于竖腰 已经被他埋了 那天夜晚 月黑风高 腿长八十米的我 独自行走在漆黑的坟地当中 那里漆黑如墨 伸手不见五指 突然 一个超级大的死人头 从远处的黑暗中缓缓出现 我定睛一看 啊 居然是已经变成厉鬼的林小璐 当时 我看到林小璐化为厉鬼 立刻喜结而起 不过你们也知道 我这个人比较讲义气 故还是对林小璐的死人头询问 问他是怎么死的 可这个时候 林小璐却已经没了理智 只用他巨大的死人头 朝滚来 一边滚还 一边对我说 啊 我死得好惨啊 我的头好大啊 上官哈密瓜 你的腿为什么这么长呀 我好羡慕啊 此时的天空 已经渐渐暗下 三个姑娘聚成一排 围着篝火 背对着林小璐讲故事 而听到 这简直脑壳有泡的故事后 林小璐立刻放轻气息 来到他们身后 然后在他们讲到最关键的时候 给了他们一人一拳 碰 碰 碰 三声闷响 三个姑娘顿时抱着脑瓜 满地打滚 嗷嗷叫 你们在背后聊我什么的没有啊 我姐在讲鬼故事 对的 特别恐怖 林小璐你要不要一起听没错 老娘编织的大作 上官哈密瓜大战大头鬼 林小璐 特别精彩 来林小璐 蹲那儿听 听到这三个千娇百妹的姑娘的话 少年顿时翻了个白眼 吐了巨呆逼后 便来到篝火旁坐下 给烧得霹里啪啦的篝火 添加柴火 几根柴火添加完 她就掏出那袋里放着的洞关内景树 就着火光 开始研究 火光下 三个姑娘聚在一起 继续叽叽喳喳讲着鬼故事 讲完又开始聊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一直到了深夜 上官十六 才从那界中取出野营用的设备 在地上打起了地铺 然后登掉五彩缤纷的绣花鞋 美美地给自己盖上了毯子 上官哈密瓜和妹儿 则一起在铺垫上打坐 开始专注修行 洞关内景树 本质上是一种冥想的手段 林小璐看了一会儿后 便跟上官哈密瓜和妹儿一样 开始盘腿打坐 尝试进入冥想 现如今 她的心境和精神修为 已经达到反扑归真 神淫泪敛的状态 离传说中的通天无暇 也只有一步之遥 故进入冥想状态环上 还是比较快的 至此 寂静的夜晚 终于彻底恢复安静 月光下 除了篝火的燃烧声外 一切安详柔和 与此同时 三千大陆最北 七沙大陆 乾坤落月宗 金碧辉煌的厢房内 年仅十五岁 脸上稚气未脱的林之礼 穿着日食道宗外门弟子的服饰 坐在圆桌主位上 悠哉悠哉地啃着比脸还大的冰糖肘子 而她的面前 足足九位道骨先锋 有男有女的老者 则是正经微作 一言不发地看着她吃 桌上 乾坤落月宗的老祖端木辉 见气氛安静 诡异 便主动打破寂静 陪笑着给她倒了杯酒水 之礼小友 这个 几位道友都倒了 您可以开始了 正在大口大口吃 肘子皮的林之礼 文言点了点头 随后笑呵呵地说道 大家都是一家人 来来来不要客气 该吃吃该喝喝 说完 她便继续开吃 结果刚吃没两口 就发现没有人动筷子 见到这一幕 林之礼的笑容顿时一僵 然后皮笑肉不笑地再次抬头 不给面子简单的四个字一出 桌上的八位老者顿时神情一僵 随后纷纷陪笑着冻块夹菜 见状 林之礼才笑呵呵地 继续啃起肘子 只啃得嘴边都是酱汁 今天赵几位先生来呢 也是庆祝咱们圣仙王朝的初步成立 他一边盯着冰糖肘子啃 一边含糊不清地笑道 现在啊 七沙和天府 两个北方最强大陆 已经被小弟统一 在座的都是两个大陆的最顶尖强者 也很给面子 主动认了小弟为大哥 小弟非常荣幸 哈哈哈哈 不过吧 光咱们两个大陆呢 小弟觉得还是不够的 因为呢 小弟创立这圣仙王朝的初衷 就是拯救修仙界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 但却异常艰难的任务 所以 诸位也不要觉得 小弟是恶人 这实在是无奈之举 独角戏一般的话语 在厢房中静静说着 一旁的端木辉 见在场的人都没有反应 想了想 便主动捧场道 那个 之礼小友 您能不能跟大家说说 这个拯救修仙界 是个什么意思啊 文言 大口啃冰糖肘子的灵之礼 给了端木辉一个 你个老小子很有眼力见 我很欣赏你的眼神 然后笑眯眯地说道 端木先生果然是学识渊博 一句话就问到点子上了 是这样 据我了解吧 咱们三千大陆的中心区域 有个叫思南的大陆 那里最近 出了个名叫林小璐的魔头 思南 二字一出 全场九位天人进强者 纷纷一顿 连带着手中筷子也停了下来 一个个目不转睛地 看着灵之礼 而灵之礼 则一边捧着肘子啃 一边不紧不慢地继续说道 这个林小璐啊 坏低痕 他呢 是一个舞者 不知得了什么机缘 居然拥有了 可以抗衡天人进巅峰的能力 实力非同凡响 当然 他打不过我哈 我抽他跟玩一样 然后吧 这个林小璐 就想创造一种特别的武术 让世间凡人都走他的路 让所有人都能够获得 抗衡修仙者的能力 不三不四的话语说出 在场的老者 纷纷都有些动容 他们都是活了很多年的人物 几乎转瞬就想到了其中利弊 如果事情真如灵之礼所说 那这件事情的涉及 就真的非常大了 甚至可以说 涉及到整个修仙界的安危 不过在场的老者们 也并没有立刻选择相信 毕竟私南大陆 是无可非议的三千大陆最强 不仅天人尽强者不计其数 敌运深不可测 其中更是由李明如坐镇 要知道 自从众迷先生不知所踪后 李明如就是名义上的三千大陆管理者 更是无数修士心中信仰一般的存在 毕竟他的存在 一直以来都代表着绝对的人间正道 当年纵横作乱 也是他给亲手终结的 想到这里 酒桌上的一位老玉修士 就深深地看了灵之礼一眼 如果不是这个人突然出现 逼迫自己吃下那古怪的小虫 自己早就带着宗门弟子 向思南和李明如求救了 可他刚看了灵之礼一眼 专心啃肘子的灵之礼 就突然一转画风 师婆婆 您看什么呢 此话一出 老玉顿时身子一僵 神色慌张地看着少年 而其他老者也纷纷看向了他 一时间 厢房内彻底安静 只剩下少年 一口一口啃肘子的声音 老玉坐在椅子上 心中因为恐惧而开始微微颤抖 一滴滴硕大的汗珠 更是不断从额头上滚落 这会儿 林志里也终于啃完了肘子 被啃得干干净净的骨头 啪哒一声吊在盘子里 随后 他就拿起手帕 擦着油乎乎的手 抬起头 笑眯眯地看着老玉 其他人都低着头不敢说话 林志里则一边擦手 一边看着老玉 笑眯眯地说道 实不相瞒 我和四南大陆的李明如 林小璐都交过手 当时呢 我跟在座的一样 对李明如是心怀敬佩和向往的 只可惜 林小璐是李明如的徒弟 而他呢 也不是从前了 他一心啊 就想要包庇这个林小璐 当然 我的手段 诸位也是见过了的 一对一抽他们跟抽着玩一样 但即便 我在如何神通 也不可能同时对付他们师徒俩 说来惭愧 他们师徒俩联手 是可以勉强和我 打成五五开的 更何况这个思南 还有不计其数的天人敬强者 凭我自己孤身之力 想要拯救整个修仙剑 真的是太难了 所以啊 我才迫不得已的 想要请求诸位帮忙 与我一同创建圣仙王朝 拯救我们赖以生存的修仙剑 假的一逼的谎话说出 在场的人一言不发 谁也没有吱声 而林之里 则看着因为恐惧 而微微哆嗦的老玉 轻声笑道 师婆婆 您刚才用那么厌恶的眼神看我 说明您对我有意见 没 没有 我只是随便看看 哦林之里笑呵呵地点头 我想请您帮个忙 您看好不好文言 老玉恐惧地连连点头 可以 没问题 您想让我做什么 林之里笑了 擦着手的油污 非常温柔地笑道 我想 请你去死啊 此话一出 老玉顿时抬起头 下意识就要反抗 结果还未催动灵力 体内就传来一股恶火焚身之痛 酒桌上 上一秒还好好坐着的他 瞬间从体内燃烧起暗黑色的火焰 直接烧穿皮肤 大鼓大鼓的黑色火苗 更是从眼口鼻中冒出 浑身滋滋冒烟的同时 疯狂嚎叫 把周围的几位老者 都看得惊颤不已 他们知道 这就是那条古怪小虫在作怪 屋内 林之里看着从椅子上跌倒 疯狂惨叫打滚的老人 对一旁的端木灰笑问 恶火是可以焚烧灵魂的 端木先生 您学问多 您说我这样会不会不太礼貌啊 端木灰看着老玉的惨状 吓得一哆嗦 连忙回应道 之里小友放心 师从林这老东西心有反骨 死不足惜 您做得对 文言 林之里笑着点点头 继续欣赏起老玉的惨状 场中 浑身被黑色火焰吞噬的老玉 不断惨叫 身子骨更是被烧出一滴滴黑色的恶臭汁水 且越缩越小 最终惨叫声停止 整个人被烧成一堆拳头大小的黑色不明物体 连灵魂都被焚烧殆尽 彻底神形俱灭 见到这一幕 满场的老者都头皮发麻 只因他们每个人都吃了和老玉一样的虫子 主位上 林之里看到他们恐惧的模样 笑容越发温暖 并站起了身子 主位 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一家人 可不能有两家姓 拯救修仙界 斩妖除魔 这才是我被修饰该做的事情啊 他丢下手帕 走过一个个老者 经过哪位老者身后 哪位老者便会立刻惊恐地坐至身体 紧张得连呼吸都不敢 这段时间啊 我查了不少资料 友好的跟许多人学知识 一边慢悠悠地走 林之里一边笑道 我知道思南厉害 所以我想联合咱们北边和南边的所有大陆 让圣仙王朝 至少拥有一千名天人静强者 然后再对林小璐出手 讨伐思南 拯救修仙界 这个 之里小友 一千名天人静修士 是不是太多了呀 端木辉满头大汉的问道 而其他人也是分分附和 一千人 这要横跨三千大陆三分之一了 对呀 之里小友 不是我们不肯哈 就主要这人数 实在是太多了 是啊 当年修仙界还在的时候 总共才有三千多名天人静 如今四百多年过去 三千大陆的天人静强者 也不到三千五 这确实是太多了 听到众人质疑 林之里轻蔑地笑了笑 走到一位老者身后 拍了拍他的肩膀 慌什么 我的虫子还有很多 且明天就会去下一个大陆 他俯下身 在胆战心惊的老者耳旁笑道 你们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道士跟我一起去 盯着他们 别让任何人传出消息 等咱们圣仙王朝拥有的天人静强者到一定程度 再正式对外宣传咱们王朝 并宣扬林小璐的恶行 到那时 有你们这么多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同时发生 其他人也一定会相信的 然后 就是林小璐那个魔头的死期了 说完 他拍了拍老者 笑眯眯地道 圣仙圣仙 就是要修仙界圣世永恒 让那些凡人舞者 永远被咱们踩在脚下的意思 对不对孙先生 被称孙先生的老者吓得一愣 哆嗦着点头 见老者恐惧 林之里的笑容越发灿烂 他拿过老者喝到一半的酒水 对所有人举杯道 诸位 今后我们就是修仙界的救世主了 为了拯救整个修仙界的事业 干 此话一出 众人立刻起身 对着林之里点头哈腰地喝酒 林之里见所有人喝下酒水 也就笑呵呵地清明了一口 林小璐 你给我等着 我会让你知道 有道高级圣灵的下场 喝完酒 他看着地上师婆婆化作灰烬 露出一个不屑的笑容 喝退 次日 上午时分 峨眉清卵书房无垢哥哥 说真的 我从小到大学过好多知识 儒家的道家的我都懂 就连佛法都被我师父 逼着学过一些 我觉得 我真的不用再学了 因为我已经学满了 小玉儿趴在书桌上 眼巴巴看着面前默默诵经的无垢 见他不说话 便苦着脸继续气球道 无垢哥哥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但大道理 我真的懂好多了 你不信的话可以考考我的 诗词歌赋什么都行 我甚至连道德经和金刚经 都能道背如流 听到这里 默默撵着念珠的无垢睁开眼 微笑着摇头 并拿起书桌上的茶壶 给小玉儿倒起了灵茶 小僧相信玉儿施主的话 昨天鸭施主也跟小僧说了 玉儿施主腹中的施书典藏并不少 就像这杯茶水一样 已经被道理倒满了 再倒也只能白白一出 做无用之功 对对对 无垢哥哥 你果然了解我 趴在桌上的小玉儿一个劲点头 然后眉开眼笑地伸手接茶 结果乌垢却将茶水浸漱到 回了茶壶之中 小玉儿面前 乌垢温柔笑道 所以 我们先将杯子里的道理倒掉 换壶新茶 小玉儿猛逼了 看着面前温柔如水的乌垢 他第一次感受到 什么叫绝望 书房中 乌垢收起面珠 笑道 小僧的课很简单 从今天开始 小僧每日给玉儿施主讲一个故事 讲一个 小僧便往茶杯中滴一滴茶水 等什么时候茶杯积满 玉儿施主便可结束授课 此话一出 已经绝望的小玉儿 顿时燃起新的希望 此话当真 无垢哥哥 你就每天给我讲个故事 你不会跟帅帅鸭一样 给我不知作业什么的吧 无垢笑着摇了摇头 哇 无垢哥哥 还是你疼我 少女撸起小袖子 大眼睛弯成月牙 满脸欢喜地说道 无垢哥哥 你快讲吧 我下午 想跟于楚楚和林薇 一起去大越国买衣服 见状 无垢笑了笑 贴心地 从那戒中取出一盘干果零食 让小玉儿边听边吃 今天 小僧就讲第一个故事 他看着开始专注 嗑瓜子包花生的小玉儿 缓缓讲述道 很久以前 有两位和尚 一起下山化园 期间他们路过一处浅滩 看到一位美丽的女施主 在浅滩前徘徊不前 只因她穿的是丝绸的裸裙 使她无法跨步走过浅滩 小玉儿一边吐着瓜子壳 一边点头表示自己在听 无垢也不介意 只继续笑道 两个和尚中 年纪小一些的和尚见了以后 便对那位姑娘说道 来吧小施主 我背你过去 姑娘听完便很开心 让和尚将她背过岸边 过了浅滩以后 才跟和尚告别 回到寺院 两个和尚中的师兄 忍不住对师弟说 我们出家人有戒律 不能亲近女色 你怎么能背女孩过河呢 而师弟则一脸迷茫地看着师兄 回应道 你说的是哪个女孩 我早就把她放下了 你怎么还记挂在心上呀 说完 无垢就笑音音地 往茶杯中倒了一滴酒水 然后悠闲地和小月儿 一起嗑瓜子 小月儿猛了 他见无垢突然不讲了 直接呆了一下 完了 完了 无垢哥哥 你这个故事居然这么快 不快也不骂 正正好好 嗑着瓜子 无垢笑着提醒道 月儿师主下午要去逛街嘛 小僧觉得可以早点出发 这样 你们可以在凡间酒楼 吃一顿午饭 换换口味 突然可以出去玩 小月儿是真的惊喜了一下 但随后又觉得自己 其实也没那么急 反正时间还好早 今天也确实是下课最早的一天 他看着自顾自吃瓜子的无垢 好奇问道 无垢哥哥 那个师弟最后说的话 是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啊 月儿师主 你觉得呢 无垢笑眯眯地问道 书桌前 小月儿秀眉 轻皱地想了想 随后试探着说道 我觉得这个故事 应该和酒肉穿长过 佛祖心中留的意思差不多 都是表示 只要心中有佛 饭界也没关系 对吧 无垢哥哥听到答案 无垢笑着摇了摇头 然后站起身笑道 月儿师主这些天 学了不少道理 确实辛苦 好好出去玩一玩吧 一个小故事而已 本就不用放在心上 说完 无垢便起身离开 其果断程度 把小月儿看得满脸疑问 书房中 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也不知为何 他发现自己原本 急不可耐想要出去玩的心 突然安静了下来 或许是下课 真的太早的缘故吧 此刻 他趴在书桌上 手掌撑着下巴 眼睛不停地眨着 这个故事虽然短 也没啥趣味 但确实比帅帅鸭讲的 那些死板文章有句多了 嗯 不过那个师弟最后说的话 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 这一刻 少女突然不再那么 讨厌上无垢的课 反而有些期待明天 她能告诉自己 最后那句话的意思 砰 一声闷响 鲜红的鼻血飘荡在半空 脸部刻有纹身的中年修饰 更是捂着鼻子连连后退 最终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 这里是一处空间不小的矿洞 洞内布满了各种洞穴 和简陋的生活设施 而其矿洞的中间位置 更是放着一尊 不断散发热气的巨大丹炉 此刻 巨大的有黑色丹炉之下 留着奇耳短发的上官哈密瓜 正站在满地惨叫哀嚎的修饰当中 霸气外露地看着 被自己一群放倒的中年修饰 喂 你们这儿这么训的吗 就没有更厉害些的家伙了一边说 他一边抬起脚 然后东 得一声踩在一位重伤修饰的裤裆上 然后伴随着修饰直击灵魂的惨叫和淡碎之音 对着狼狈爬起的中年修饰冷声道 识相地就把那些孕妇的魂魄放出来 这样 老娘就只折磨你一个时辰 此话一出 中年男子立刻吓得身子一僵 他看着山洞内倒下的五十多名弟子 只感觉头皮发麻 自己和这么多弟子一起上 只一个照面 就被眼前这小姑娘团面 这是何等的差距 而且他能明显感觉到 这还是 这小姑娘故意留守 想让自己交出那些孕妇魂魄的缘故 但 那些魂魄早被自己吞了呀 这怎么交 看着面前已经不耐烦的上官哈密瓜 中年男子吞了口唾沫 口齿不清地打劫道 我 我 见此人被自己吓成这样 上官哈密瓜 立刻猜到了事情原委 同时 眉毛也深深皱了起来 残害凡人孕妇 用孕妇特有的一体双魂来修行 这种人 简直是给磨到丢人 场中 中年男子还在不停地接吧 而上官哈密瓜 却猛然身形一闪 足足两个时辰后 位置隐蔽的山洞外 正在叫上官十六后空翻的林小璐 见惨叫声停了 便无奈说道 你姐终于完事了 每次都这么久 她也不嫌累 我姐折磨人 很有一手的好吧 正在下腰炼后空翻的上官十六 弯成拱形 脑瓜朝下地说道 看得出来 我姐这次是 动了真火了 她平日里最喜欢小孩子 而这个小宗门 居然大肆杀戮凡人孕妇 那真是触及她的逆龄了 不远处 正在点马车马匹书毛的妹儿点头 非常赞同地说道 哈密瓜做得对 这些修士如此丧心病狂 要我 我也得让他们不得好死 临终 三人有一搭没一搭聊着天 上官哈密瓜 也脸色苍白地 从洞中走了出来 林小璐瞅了她两眼 将腰间的九葫芦摘下 笑着递给她 怎么杀得太厉害 给自己 都看恶心的少女 抬起头瞪了林小璐一眼 然后接过葫芦 一边摘开葫芦盖子 一边哼道 老娘杀的人比你见过的人都多 这点小场面 怎么会恶心 我只是用手段 把他们一寸寸地震成肉泥而已 听到这话 林小璐差点笑了出来 她知道 上官哈密瓜 是有轻微洁癖的 而且看不得恶心的画面 以前遇到敌人什么的 她几乎都是一击必杀 不会折磨人 除非遇到那种特别让她痛恨的 比如今天这种 她才会去折磨 而且 哪怕是折磨她 也是离得远远的 操控灵力远程折磨 尽量不让血溅自己身上 几人一边聊一边走向马车 林小璐更是嚷嚷着 要去吃饭 昨天道成那个小二说过了 下个城池里 有家卖肉包子的店很有名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鹿仔子你真行 一天天就记着吃了 上官十六 一边爬上马车一边笑问 什么馅儿的馅儿俩子一出 上官哈密瓜 顿时想到了 什么不好的画面 整个人呕的一声 扶着车架不住干呕 喂 你没事吧 已经拿起缰绳的林小璐 见状有些想笑 不过她憋住了 看着干我不停的姑娘 跟上官十六要了水囊 还是太年轻了呀 我当初砍东营人的时候 跟砍菜一样 而且把他们开汤破度了 我都能面不改色想吃饺子 香菇猪肉馅儿的可香了 一口下去 满口流油 流油二字一出 上官哈密瓜 顿时更难受了 小脸变得煞白 只能强忍着反胃夺过水囊 然后气呼呼地骂道 你师父开导过你以后 你就越来越贱了 就不能成熟一点吗 我这么强 还需要成熟啊 我都天下第一了 哪怕是当街拉屎 都是对的 上官哈密瓜 白了林小璐一眼 喝了水囊里的水后 便手脚并用 开始爬马车 中午时分 阳光明媚 林小璐驾着马车 晃晃悠悠进入城门 一进门 就跟士兵大哥询问 哪家客栈的肉包子好吃 马车车厢内 上官十六和妹儿 搭来的小台子 两人在台子上 有说有笑下起了围棋 作为一个整天游手好闲 还活了好多年的大闲人 上官十六的围棋记忆非常不俗 什么番花绳跳皮筋麻雀排围棋 他都样样精通 而妹儿作为落无尽的 贴身婢女兼弟子 只是陪落无尽玩过几把 完全就不是上官十六的对手 一路都在被玩虐 不过俩人倒也不怎么在意输赢 纯粹就是下着玩 因此气氛倒是还不错 嘻嘻哈哈的 只是苦了完全看不懂围棋的 上官哈密瓜 在那全程傻眼 看妹妹和妹儿下围棋 下了一阵 自觉真看不懂的哈密瓜 有些无聊 来到车厢口 从帘子内探出了脑瓜 林小璐 你还有多久到客栈快了 刚才的士兵兄弟说 那家卖肉包子的客栈 在城市另一边 所以还要走一会儿 说完 赶车的林小璐扭头 对近在咫尺的小脸问道 咋了 你馋得等不及了上官哈密瓜 听了顿时不鲜 你当我是你啊 我怎么可能会馋 说完 上官哈密瓜 就从车厢里钻出 爬向林小璐旁边的空位坐坐 结果刚爬到一半 马车忽然颠簸了一下 上官哈密瓜整个人瞬间一滑 呲溜 一声头前脚后 对着车架外扑去 啪 林小璐一把抓住他的脚踝 然后抬臂一甩 跟甩布娃娃似的将他甩上来 意外这种事 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会发生 但对于上官哈密瓜 这样的天人静修事来说 自然形成的意外 是很难伤到他们分毫的 故上官哈密瓜上来以后 一脸淡定 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 做了下来 毕竟哪怕真摔下去 他最多也就是 被弄脏衣服和脸 头发丝都不会断 不急不缓行驶的马车上 上官哈密瓜抱着胳膊 和林小璐并肩而坐 刚才的意外 只是一个小插曲 他俩都没有放在心上 上官哈密瓜 更是随口闲聊道 你最近一直修炼的那个内景树 炼到哪了不知道啊 昨晚上我在客栈打坐的时候 有了一点感觉 估计快了吧 林小璐笑道 等我修成内景树 看到石海中的望川 我就准备回峨眉了 文言 上官哈密瓜撇了撇嘴 然后非常傲娇地扭过头 抱着胳膊横道 行啊 正好老娘这段时间也分完够了 到时候 我就带妹妹回南疆 让闷儿回厚土 咱们各回个家 听到话语 林小璐瞅了眼这小孩子 随后笑着安慰道 咱们一个个都那么能活 你慌个什么劲 你想哈 咱们现在都已经是无敌之姿 又贼特么能活 那以后岂不是天天都没事干 吃喝玩乐到无止无休 所以我现在的人生理想 就是把新武道创造出来 实现人生价值 然后就彻底归隐山田 和自己的朋友 家人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一边说 林小璐一边将马车赶往一处 挂着狗布里包子的客栈 并继续对上官哈密瓜笑道 到时候 我带妹妹和阿姨 他们去 你们南疆住一百年 然后再去无心寺住一百年 然后去北遥 去灵溪 去好多好多地方 这里住一百年 那里住一百年 反正大家闲嘛 就一直玩下去就好了 文言 上官哈密瓜撇了撇嘴 恰好马车 也听到客栈门口了 他便丢下一句 我们家可容不下你这托大声 随后搀扶着林小璐的手 从马车上蹦下 屋内的上官石榴和妹儿 也紧跟着下来 这会儿刚过中午饭点 客栈里静悄悄地没有客人 几人进入大门后 便看到了一个十七八岁 兼搭白布的青衣小丝 趴在酒柜旁边打盹 小二 开四间上房 然后再来二十个肉包子 鹿崽子我要喝红糖茶 小哥 给我来壶红糖茶 姐 妹儿你俩吃啥 我要吃豆沙包 食料 你和你姐也太爱吃甜食了 我们厚土的人都不吃这么甜的 小二 给我来几根大葱 我蘸酱吃 几人相互询问着点餐 店小二也大梦初醒 招待完后 便非常热情地去后院准备 在客栈大堂的空桌上坐下 一群不差钱的人 便有说有笑地准备开饭 气氛显得非常融洽舒心 而与此同时 远在三千大陆北边的相神大陆 迎来了两位私男的客人我说 你能不能吃慢点说好的 山碗水 结果全程就顾着自己吃 阳光下 身材修长窈窕 容貌清秀 五官阴气的欧阳瑞雪气 呼呼瞪了眼面前啃鸡腿的少年 然后没好气踩了他一脚 都不知道喂我一口的 快点 我们快到腰神宗了 马上就能见到宗拉维蒙和他姐姐 你不是说 想看相神大陆的人妖吗 哦 好 蒙着黑色眼罩的阿姨说着 又啃了一大口鸡腿 然后含糊不清地嘟囔道 好撑啊 我都快吃不下了 见少年这般欧阳瑞雪顿时翻了个白眼 然后看着面前人来人往的凡间急事说道 咱俩也是真心大 把宗门抛下自己出来玩 没事了娘子 思南那么太平 而且陆哥说过 天天修炼人会修傻的 就像老掌门那样 每天只能靠吃水果 才能勉强不犯病 所以我们要多出来嫖一嫖 哦不对 是多出来看一看 一边说 阿姨一边拍了拍肚皮 一脸期待的傻乐道 这次我终于可以看看传说中的人妖了 要是陆哥在就好了 他一定可喜欢人妖 哎娘子 你说我们 有没有可能遇到陆哥呀 得了吧 陈念云不说了吗 林小璐那仔总是往南边走的 离咱们 差了十万八千里呢 哦对了 当年林小璐那仔重在黄天圣楼 欠了我好多零食 到现在还没还 你下回看见他记得跟他说说 几百年了 连本带利 至少要翻二百倍 不要了吧 我替陆哥还就行了 不行 欧阳瑞雪当即瞪了阿姨一眼 兄道 咱俩成亲了 你的就是我的 就连你的大荒剑鼓宗也是我的 所以必须 让他自己还 听到没有 说完 欧阳瑞雪见阿姨 抬头看天不说话 顿时气地脸颊一鼓 提起裙摆 一个劲地踢他 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阿姨摇头晃脑 非常有骨气地哼道 听不见听不见 我耳朵聋啊 人来人往的集市中 小两口一边走一边闹着别扭 而远处的人群中 却忽然出现一位 边走边吃麻花的少年 此刻 少年一边舔着麻花上的芝麻和糖渣 一边左看看 右看看 然后猛逼地挠了挠头 妖神宗在哪来着 灵芝里现在有些猛 他前不久 才灭了相神大陆 一座名为金鸿风云道的修仙宗门 并控制其老祖 为圣仙王朝 再次招入一位天人敬强者 然后在飞往妖神宗的途中 忽然闻到一股诱人的香气 固落到了这凡间集市 买了一根炸麻花 说真的 真特娘的好吃 嚼起来又香又酥的 只是 没有神识手段的他 买完麻花以后 便忘了妖神宗是在哪个方向了 此刻 灵芝里一边吃 一边郁闷地 给了自己一剂大耳瓜子 让你嘴馋 你又不是这儿的生灵 没他们那么多小功能 现在好了 迷路了吧 真是不长记性 教训完自己 他便准备找个人问问路 结果刚一抬头 就看到迎面走来一对打情骂靠的情侣 你们好 请问你们知不知道妖神宗在哪里啊 吃零食期间 没有感受对方修为的 灵芝里礼貌询问 突然被人问路 阿姨没啥反应 专注地啃着鸡腿 倒是欧阳瑞雪 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少年 再发现他体内没有灵力后笑问 小兄弟是去妖神宗拜师的吗 不是啊 我是去灭了他们的 你们知道怎么走吗 灵芝里问道 哦这样子啊 妖神宗就在 下意识就要指路的欧阳瑞雪 突然愣住 然后瞪大眉目 不敢置信地看着灵芝里 你刚才说什么 她说要去灭了妖神宗 把鸡腿啃干净的阿姨 哈哈大笑 娘子原来你耳聋啊 哈哈哈哈 笑完 阿姨就将吃干净的鸡骨头 递给灵芝里 灵芝里愣了一下 客气笑道 谢谢 我不吃 没让你吃 先帮我拿一下 哦好 少年接过鸡骨头 左手鸡骨头 右手麻花地站着 然后阿姨就猛地一挥手 啪 灵芝里顿时一脸猛逼 此刻 两个脑回路都不太正常的人 面对面地站着 把欧阳瑞雪都看猛了 真的是 体内一点灵力都没有 还说要灭了妖神宗 果然年轻人就是年轻人 说完 阿姨伸手 拿走灵芝里手上的麻花 同时嘱咐道 这一巴掌 我没有用灵力 给你这小孩吃个教训 以防你去妖神宗送死 先说明 我可不是抢你麻花吃哈 我给你的鸡骨头上面 还是有点肉丝的 你可以尝尝喂 男孩子可不能被灌坏了 说完 阿姨就啃着麻花 搂着呆滞的欧阳瑞雪 错开灵芝里 走向了热闹的集市 一边走 她还一边感慨 现在的年轻人啊 一个个的 还没我聪明呢 哎 真为他们的前途感到担忧 金色的阳光下 被抽了一巴掌的灵芝里 站在人声鼎沸的集市口 听着身后渐行渐远的话语声 然后看了看自己 空空如也的右手 又看了看左手吃的 干干净净的击骨头 猛逼的表情 渐渐变得气愤 气愤中还带着一股子委屈 这特么什么玩意儿 她气急败坏 一把丢下击骨头 转身指着远去的阿姨怒吼 你特么给老子站住 灵芝里 简直快气疯了 自己友好的问个路 眼前这个奇奇怪怪的东西不说 就不说呗 还抽自己脸 抽自己脸也就算了 毕竟自己 也不是没被抽过 说起来也是有点心得体会的 可你还抢自己刚买的麻花 就过分了吧 自己才吃了一口啊 骂了个八子 这也太气人太甚了吧 鸣峰就不能淳朴一些吗 场中 快哭出来的她 一口喊住阿姨 然后在阿姨转身的瞬间 直接飞冲上去 老子今天弄死你个杀别 哄 二人突然相对 直撞出一声滔天巨响 狂暴的气浪 更是铺天盖地 对着周围行人散去 一时间 整个集市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 不明所以的平民听到动静后 纷纷好奇张望 而欧阳瑞雪 则拼尽全力 挡下这股气浪 在整个人险些被震飞的情况下 用手段将气浪甩到高空 然后扭头 被所有人大喊 快逃 尘埃随风飘散 空无一人的急事口 阿姨单手持握一柄 未出翘的古朴长剑 挟着在面前 挡下 轰向自己面容的手掌 随后好奇到 你的手段很奇怪啊 你混哪里的面前 灵芝里也惊讶地 看了看挡下自己攻击的阿姨 随后惊讶化为冰冷的笑意 居然让我逮到两个高手 我还真是运气好 说完 他松开手掌 看着已经掩护平民百姓 逃离的欧阳瑞雪 以及面前单手拎剑的少年冷道 你们是哪个宗门的听到这里 一旁的欧阳瑞雪眉头一皱 一句废话 没有直接就要动手 阿姨却抬手拦下 然后看着面前的灵芝里 声音压低 神秘兮兮地说道 我大哥是灵小鹿 此话一出 灵芝里顿时瞳孔一缩 随后屁话 没有直接打出一掌 哄 一道比方才威力更大的冲撞声响起 抬见格挡的阿姨 直接往后飞移 同时一脸惊讶道 你没听过我大哥的名号去死吧你 咬牙切齿的灵芝里赫然出手 直接爆发出全部手段 在和阿姨一个对冲后 双双飞上云霄 而欧阳瑞雪也吃了一惊 从那界中抽出雪白的浮沉 立刻跟了上去 天空中 灵芝里双目血红 化身巨大黑浪 一边嘶声怒吼 一边疯狂对着阿姨攻击 这一刻 他完全没有留守 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对着阿 就是一劈头盖脸一顿打 一招一势全奔着要害 每一下都用尽全力 每一下都打出冲天的巨像 直接就将阿姨压制 骂了个八子 我说 你个宰种给我的感觉怎么那么熟悉 原来你大哥是林小洛 老子今天非抽烂你的脸不可 急速飞冲之间 灵芝里抱着阿姨 就是一膝盖 然后按着阿姨的头 罩死了乱锤 无边的气浪 更是将他和阿姨团团笼罩 让外围的欧阳瑞雪完全无法近身 一时间 阿姨被压制的拔剑都找不到机会 只能低着头不断格挡 而见自己一直打不到阿姨的脸 灵芝里也是 真的怒了 你特么把脸伸出来 让我抽一巴掌 一声充满无穷愤恨的怒吼吼出 他在急飞之中 甩起大耳瓜子 轰 被一声打在阿姨格挡的剑鞘上 将他整个人都轰飞出数百米远 狂风中 阿姨的身躯飞快退后 绑起来的头发都被疾风吹散 而灵芝里则瞬间就追了上来 整个人双臂一展 臂膀上顿时燃起黑色的火焰 在烈日下熊熊燃烧 混沌三绝 玄鹰恶火 他猛地一挥手 黑色的火焰顿时化作一道直达天际的无尽长边 带着阴灭一切的威能 向飞退中的阿姨斩去 而直到此刻 低着头的阿姨才抬起了面容 阳光下 眼蒙黑部的少年 在狂风中长发道武 右手持剑屏在身前 在飞速向后飞退的同时 抬起左手剑指 轻轻地搭在了剑鞘之上 然后 刷得一声剥开剑鞘 展现出师傅留下的黄亭中屡剑 须弥剑七 浮生剑梦 浩瀚的天空中 无尽的黑色火蛇席卷而过 仿佛要将整片天空都劈成两半 而阿姨飞退的身子 则猛地一停 随后持剑一转 下一秒 一道巨大的古朴剑影 从天而降 将他整个人笼罩 其爆发出的剑气毅力苍穹 直接将毁天灭地的火蛇撞散 看到这一幕 灵之里瞬间扎蛇 这个瞎子 居然这么强 妈的 灵小鹿身边 到底是一帮什么人 他目光一冷 然后赫然抬起手掌 其身后立刻涌现无穷的黑色浪潮 仿佛巨木一般 在天地中升起 一时间将整片碧蓝天空都给遮挡 见到这一幕 阿姨顿时飞冲而来 整个人持剑而来的身躯 裹挟在长红灌日一般的苍天剑影之中 带着无穷无尽的剑气 催枯拉朽一般的 冲向灵之里 在这期间 他尝试了一下 运转须弥剑八 但运行到一半 便感到灵气受阻 连带着手中的古剑 都开始发出痛苦的剑鸣 无奈只能放弃 而已经甩出整片黑色天空的灵之里 则是冷笑 你的手段确实不俗 但比起那中年大叔和灵小鹿 还是要差了一些 说吧 他便要彻底将阿姨湮灭 而就在此刻 后方的黑色 突然被破开一道口子 一枚无限延长的白色浮尘 直接卷住了他的手掌 灵之里一愣 下一秒 阿姨飞身来道 扑吃 一箭穿喉的同时 无穷无尽的剑气 全部倾斜在灵之里身上 灵之里顿觉自己 被灵迟了一般 惨叫出声的同时 一掌轰在阿姨胸口 哄 这一刻 阿姨身子一僵 随后扑 得一声喷出一口血污 阿姨 欧阳瑞雪大惊失色 整个人都看得一愣 天空中 阿姨虚弱地抬起头 然后看着同样 遍体鳞伤的灵之里 颤颤巍巍地抬起手 啪 轻飘飘地一耳光抽完 阿姨便两眼一番 绵软地从天空中坠下 阿姨 看到这一幕的欧阳瑞雪 顿时急了 直接瞬移来到下方接住阿姨 将她一把抱进怀中 落地后 更是马不停蹄 就给她灌输灵气 而天空中 全身都是剑伤的灵之里 也俨然变成了一个血人 捂着喉咙疼得直哼哼 娘的 真是一番苦战 这个叫什么阿姨的 几乎都快跟自己一样强了 她看了看下方已经昏迷的阿姨 强忍着痛意 就要下去斩草除根 毕竟现在只剩下一个 普普通通的女修士了 纵使自己身受重伤 这个女修士 也很难 是自己的对手 大不了自己再换剥血 反正自己恢复能力恐怖 然而她刚要动手 远处就突然传来一声惊呼 这不是阿姨吗 听到动静 满身是血的灵之里 瞬间抬头 顿时看见无数修士 朝这里飞来 其中最近的 赫然是一位美艳异常的女性天人静 见到这一幕 灵之里微微皱眉 这里离妖神宗不远 这些修士 估计就是妖神宗的人 看来是感受到了这里的动静 所以才会赶来 她犹豫着 要不要拼一把 把前不久才控制的惊鸿风云道 老祖换来 只要她给自己拖延一下时间 自己很快就能恢复伤势 到时 就是整个相神大陆全来了 也不是自己对手 然而 她正飞快思考着 忽然就听见下方的女人 发出一声无比悲弃的哭喊 八宋为盟 帮我传唤思南 把思南所有人都叫来 我要剁了这个吊毛 下午时分 阿姨坐在床榻上 倚靠着床头 手中拿着一枚鸡腿 吃一口 蘸一下陈念云端的酱料 嘖嘖嘖 不容易啊 你居然都能被打败 对方到底什么来的我不知道啊 她都没说她叫啥 阿姨嘴巴里塞得鼓鼓囊囊的 一边吃 一边含糊不清地对陈念云问道 来了多少人啊 该来的 基本都来了 把陈念云摸索着下巴 明如长老 老掌门 我 汤圆 宋天湖掌门 老谭 叶命掌门 平白掌门 然后 还有你们大荒剑古宗的四件事 来得挺多的 加上你媳妇和八宋为盟姐弟 好多 我玉姐没来吗 阿姨问 陈念云摇摇头 小月没来 无垢和帅帅压好好学习 美名其约 大家都走了 你留下来坐镇思南 哈哈 你是没看到小月 当时绝望的脸 简直笑死个人 阿姨文言想象了下 脑海中顿时有了画面 啃着鸡腿哥哥直乐 乐完 她才探到 那个吊毛跑得也是真快 手段也古怪得很 而且她和陆哥好像有过节 一听思南的名号 当即就跑了 放心吧 明如长老正带着大伙找她呢 目前好像在惊鸿风云道问话 同一时间 向神大陆惊鸿风云道 碧云海岛 阳光下 李明如背着双手 看着面前被烈火熏成黑色的椰子树 目光中带着深深的凝重 在这棵椰子树后 是整个被烧成焦炭的宗门 惊鸿道长 那个人灭了你们全宗 可为什么你没有事 李明如身后 一位面容和善的老道 垂头丧气道 平道也不知晓 当时那个人突然出现 以绝对手段焚尽我宗 平道想要反抗 但却不是对手 最终只能无奈看着他离去 说完 年迈的老道士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老泪纵横 平道无能 没能护住门人 平道 不配做天人 看着悔恨无比的老道士 周围的人纷纷唏嘘不已 叶青鸾更是感性地红了眼眶 递给他一枚西瓜 此刻 海岛沙滩上所有人都在可怜他的遭遇 而背对着他的李明如 却再次开口 用一种看不出喜怒的平稳声音问道 金鸿道长 此人手段诡异 身份也不详 他 真的没有 对你做什么吗 听到这个问题 跪在地上的老道士 脸色微微一变 随后跪倒在地上悲痛摇头 带着沙哑的哭腔说道 明如兄弟 他抢走了我的至宝风云浩天静 当时平道不愿给 他就瞬间 用手段图我全宗 说完 老道士悲愤欲绝 痛恨地趴在地上垂地 早知他这般强大 平道当时就该给他的呀 平道对不起徒子徒孙们啊 平道有罪啊 老者哭得昏天黑地 周围的人也都纷纷受到感染 纷纷出声安慰着老人 就连背对着他的李明如 也点了点头 哀叹着 恩了一声 然后转过身 蹲在老道面前 劝慰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见李明如安慰自己 金鸿道人顿时深受感动 满脸泪痕地抬起头 可刚想对李明如说声谢谢 李明如就忽然开口道 既然金鸿道长的至宝被抢走了 那不知金鸿道长 可否让在下看看你的那戒别误会 在下只是想确认一下 此话一出 老道是悲痛的脸瞬间一将 他看着身前面无表情 一脸心疼自己的李明如 不留痕迹地 捏紧自己食指上的圆剑 明 明如兄弟 这不好吧 那戒是在下的 而且在下现在门人尽失 所以 树在下实在是没有这个心情 对啊师弟 金鸿道长已经够惨了 我们就别一旁的叶青鸿 刚开口到一半 就发现李明如不着痕迹 看了自己一眼 便立刻闭上嘴巴 场中 思难一众强者 也都反映过来李明如的意思 昆仑宋天虎 更是抱着粗壮的胳膊说道 金鸿你别误会 我们有道友 被那个神秘人打成重伤 你宗门也有无数人惨死 人命关天 李前辈想检查你的那戒 也确实是无奈之举 对啊 金鸿道长你 就给我们看看吧 穿着红色长裙 身姿性感妩媚 脸蛋美艳动人的巴宋为盟 也是温柔劝道 我知道风云浩天静 是您宗门的至宝 但您放心 我们妖神宗和风云道向来交好 大家都是像神大陆的人 思难大陆的朋友 又是正义之士 是不会趁火打劫的 是啊 我们思难很有钱 不差你这点东西 事关重大 金鸿你就拿出来 让大家看看吧 你要真害怕 我们对你不利 我们可以以道心发神 场中 一群天人大佬 你一言我一语地劝着 金鸿的脸色 也开始变得越发难看 眼看大伙劝得越来越起劲 他突然眼睛一瞪 猛地从地上爬起 愤怒地看向所有人 你们思难到底是什么意思 一声怒吼 让满场的劝导声戛然而止 所有人冷冷地看着金鸿 似乎没想到他居然反应这么大 此刻 怒不可恶的金鸿道人 被所有人咬牙切齿道 我宗门弟子 足足有上万人之多 现在尽数被那神秘人杀害 足足上万条人命 你们难道认为 我会包庇他 你们到底是来帮忙的 还是欺我风云道无人 说完 他就一把推开面前的 八宋围蒙和欧阳瑞雪 迈着大步就要离开 可刚走没两下 人群中的宋天虎 就忽然横跨一步 拦在他身前 仿佛小山一般 抱着孔武有力的臂膀 居高临下看着他 见到这巨大的拦路虎 金鸿道人顿时怒容一震 逗大的汉珠 也开始从额头滚落 宋天虎身旁 汤圆将指尖上的鼻尸小心收好 然后傻笑道 前辈 正是因为上万条人命事关重大 所以你还是把那戒打开吧 不然今天你走不了 话语说出 金鸿顿时后退了两步 同时气得整个人都在发抖 而他越是如此 在场所有人就越觉得他有鬼 其实说实话 也就是金鸿道人 平日口碑挺好 几百年来 跟谁都是和和气气的 鲜少和人争执 再加上现在又是受害者 不然李明如早就强行搜查他的记忆 哪还会等到现在 此刻脸色发白的他 看着面色越发靠近的人们 眉头变得越发紧皱 整个人也哆嗦得越来越重 而就在大伙儿 已经基本确定他有鬼时 他却突然抬起手掌 猛地一甩 下一秒 无数灵石 浮露 法宝 但要如同雷震雨一般 从他手中倒出 不断掉落在沙滩上 瞬间堆成一座小山 而在这些琳琅满目的法宝中 居然真没有风云浩天静 反而是有一个和真人一般大小的人形玩偶 特别醒目 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这人形玩偶非常古怪 相貌和场中美艳不可方物的 巴宋为萌一模一样 皮肤 眼睛 睫毛 诱人的红唇 挺拔的霜 修长的大腿 包括身上的红裙 都完全一致 堪称栩栩如生 人偶一出 所有人都猛逼了 就连一直面无表情的李明如都愣住了 而场中的巴宋为萌 更是一脸震惊 指着这跟自己一模一样的玩偶 说不出话来 金红 你这是个什么东西 叶清卵猛逼地看了看玩偶 然后看向金红道人 其他人也一个个看着他 许多人看他的眼神 甚至都起了变化 金红道人老脸通红 哼哧哼哧解释道 这个不是法宝 是平道用树枝做的 用品 用品干什么用的就 平时修炼累了以后 用来解解法 解法场中的宗拉为萌 一脸猛逼地问道 为什么这个玩偶长得 和我姐姐一模一样对呀对呀 这个娃娃怎么解法 金红道长 你快来给我们演示一下吧 我们都很想看 场中 一群人大呼小叫地 围着金红道人 而正主巴宋为萌 则是尴尬的不行 修行过变身秘法的 他是比较了解的 此刻已经猜出了 金红造这娃娃的目的 说实话 他有点生气 他没想到 自己一直以来尊敬的前辈 居然会觊觎自己 还造出这么下流的东西 要知道 自己以前可是妥妥的纯爷们 这让自己如何能接受 现在他只要一想到 每晚夜深人静 金红抱着这玩偶做的事情 他就又尴尬又来气 此刻 老道士正支支吾吾地 被众人询问 也不敢看巴宋为萌 就默默地站着 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最后还是李明如及时出手 打断了 这一群修炼多年 没见过啥世面的人们 行了 大家安静一下 金红道长 在下为自己刚才的不礼貌 跟你道歉 李明如目光真诚地 对老道士说道 真的非常抱歉 对不起 说完 他对金红行了道理 其他人也纷纷对其行了道理 恭敬道歉 金红也没说什么 只默默点了点头 随后便一挥袖袍 将东西通通收回那件 阳光下 李明如安慰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然后想了想 在他耳边轻声提醒道 金红道长 有一句话在下实在憋不住 您看能让在下说吗 金红随口应道 明如兄客气了 但说无妨 嗯 就是巴送为盟小友吧 漂亮归漂亮 但他以前毕竟是个男儿身 所以你这 还是要改一改啊 听到这话 金红先是看了李明如一眼 随后小声回复道 明如兄见笑了 平道做的这个人偶 就是男儿身 此话一出 李明如顿时傻眼 整个人不敢置信地看着金红 足足看了好几秒 他才一脸惊叹道 金红你可以的 在下果然还是小看了天下英雄 嘖嘖 佩服 说完 李明如便感慨地照在场 所有人离开 一起去妖神宗商讨下一步行动 金红道人也跟着他们一起 一路咬牙切齿地说 要找到那个神秘少年 为自己死去的徒子徒孙报仇 终于 所有人全部离开 海岛也恢复了宁静 而在他们离开后不久 在海岛另一头的海边 便缓缓冒出了一颗脑袋 呼终于走了伤势 已经完全恢复的少年 从湛蓝的海水中钻出 其手里正拿着一柄清玉石镜 骂了个八子 果然还是老点的生灵有脑子 要不然 这次铁定得被这个李明如发现 林志里现在很庆幸 庆幸这金红 是个怕死的老东西 庆幸他怕死的同时还很会骗人 毕竟自己没有顺移的手段 虽然实力强 但根本跑不过这些低级生灵 当时一找到金红 向他告知一切后 他就因为怕自己用混沌之虫弄死他 主动把这破镜子给了自己 然后自导自演 上演了这么一出好戏 瑟瑟 真是聪明啊 阳光下 他甩了甩头发上的海水 然后看着头顶炽热的阳光 自言自语地冷笑道 这一路过来 大部分老东西都怕死 小部分不怕死的 也都被我剁了 这可真是太好了 嗯 继续保持 说完 他便转身再次潜入海底 用最笨的潜涌方式 一点一点地离开 丝毫不敢暴露气息 毕竟李明如确实不简单 自己继续留在这里 很可能会被发现 到时候就会功亏一篑 反正这一趟 控制了一个老谋深算的金红 也不算白来 正好让他帮自己 打入敌人内部 对 小心使得万年传 自己要稳一点 要稳中求进 绝不能好高骛远 等回头势力大了 再让所有人进攻思南 进攻峨眉 然后抢夺混沌暗流 把吊毛的名号 彻底还给林小璐 妈的 一想到 那个宰种就来火 到时弄死他之前 非逼他承认自己是吊毛不可 还要逼他吃一碗屎 让他知道自己的厉害 对 林志玲你可以的 你要相信自己 你不是吊毛 他们才是吊毛 与此同时 远在另一方大陆的 狗布里包子客栈 少年正摆着 五星朝天的打坐姿势 眼观鼻 敌观心 安安静静地 坐在厢房床榻上 不久 当窗外的日落余晖透过窗户 照耀在少年紧闭的双眼时 少年便猛地睁开双眼 这一刻 金色的日落余晖 在他眼中闪过 这一刻 他再次看见了忘川 动观内景术 是一种很奇特的功夫 只要经过长时间的冥想修行 他就可以 让修炼者 用一种独特的 超脱五感之外的第六感 来查探自己的身体 和深层次意识 这种第六感很朦胧 有些像梦 林小璐刚才就感觉自己 做了一场梦 在那场梦里 他看到了一条一眼望不到头的黑河 河水平坦 没有一丝涟漪 既不流动 也不起波澜 只死记地展现在那里 与上一次看到忘川不同 这一次 林小璐是一个第三者的角度 从上往下看到了忘川 但他依旧没有看到忘川的全貌 更看不到忘川的源头在哪里 房间中 眼眸闪过金光的少年 缓缓抬起头 然后安静坐了一会儿 接着便从床榻上下来 起身出门 既然动观内景术已经修成 忘川也已经看到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回峨眉找老大 看看是不是真像仲尼先生生前猜测的那样 可以通过忘川 让自己抵达老大说的盘古墓 开门离开厢房 林小璐登登登 从楼梯上走下 楼下大堂中 三个姑娘正围坐在一起嗑瓜子聊天 时不时传出一阵银银般的笑声 而当上官十六发现林小璐下楼 便立刻惊喜地邀请到 鹿崽子 我们来打麻雀牌啊 三缺一 林小璐摇摇头 我的洞关内景术修成了 我准备回峨眉 此话一出 三女顿时一愣 灰头土脸的蜂 一脸惊喜 我任务完成了 可以回后吐了上官十六一脸好奇 你看到那个忘川了上官哈密瓜一脸猛逼 然后满不在乎地抱着小胳膊横道 终于可以散伙了 老娘早就想走了 来到大堂 林小璐提起葫芦咪了口酒 随后便直接对三位姑娘招呼道 我刚刚看到忘川 现在着急回去 事不宜迟 咱们路上说 两天后深夜时分 三千大路以北 无常大路 朦胧深夜 换了身黑衣的林之里 站在一座宫殿顶部 手里提着一名已经昏迷的少年 仰手望着漆黑的天空 目光中满是期待 他等了片刻 一道微末的黑色发丝 便自夜空中出现 无声无息的荡下 见到这道发丝 林之里顿时眼前一亮 哗 得一声便将手中少年甩上天空 可这少年刚飞到一半 便直接炸成一团血雾 化作漫天血雨 林之里愣了愣 不解道 兄弟 你不占据一个身体吗 天空中 发丝不急不缓地落到他身前 随后化作一个漆黑如墨的人形身影 站在宫殿顶部的金石瓦片上 并对他伸出了手掌 林之里没有犹豫 伸手握住人形的手掌 下一秒 人形便获得了他的知识 也发出了沙哑的三千大路主语言 这些低级生灵的身体 让我作呕 我才不屑他们的身体 你还没有找到混沌暗流找到了 在一个名叫林小璐的宰种手里 说完 林之里四处张望了一下 见没有其他族人出现 便略显失望到 这次就兄弟 一个人出来人影点点头 同时身体开始化作和林之里一样的人形 只是面部不同 是一个异常凶恶的壮汉模样 身材也非常魁梧 身高更是达到了两米五 同时满身都是彪悍争鸣的肌肉块 比宋天虎都要强壮不少 显得压迫感十足 林之里在他面前 就仿佛一根豆芽菜一样 化形完毕 这名全身的壮汉便看着面前的林之里 问声问气道 这次就我一个出来 其他族人还被封印着 虽然封印越来越弱 但找不到混沌暗流 他们短时间还要继续被封 不会有其他族人来了 说吧 他目光一凝 用满是暴虐的眼神 盯着瘦弱的林之里 我问你 既然你已经知道 混沌暗流在哪 为何不去 嗯 林之里噎了一下 然后看着面前比自己头还大的腹肌 略显尴尬地挠了挠头 兄弟 就我发现吧 这个世界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目前还是有几个厉害的家伙的 不过兄弟你放心 我已经控制住不少土著生灵 组建了一只大军 现在又有你来助我 我们一定可以夺得混沌暗流 释放我们的族人 所以你先话未说完 壮汉突然眼睛一瞪 然后猛的一挥手 啪 一声脆响 毫无防备的林之里 瞬间被抽的脑袋一歪 然后捂着脸 一脸猛逼地看着壮汉 你干嘛打我 面前 居高临下的壮汉满脸不屑道 废物一个 居然还要控制这里的低级生灵 才能夺取混沌暗流 族人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说吧 他沉声喝道 你直接告诉我 混沌暗流在哪里 我自己去取 此刻 林之里捂着通红的脸 心中又是气愤 又是憋屈 不过他并没有发作 因为他已经大概猜测到 眼前这名同胞的身份 在混沌虚空中 除了族中的王以外 能一巴掌 把自己抽得腾成这样的 只有十二主将 也就是说 眼前这家伙就是十二主将之一 其地位完全不是自己一个 普通兵者能比的 看来王很生气啊 当初费了那么大的力 顶住轩辕剑士的封印 把自己一个小兵送出来 结果自己 到现在都没夺得混沌暗流 这才再送出来一个主将 要知道 从混沌虚空中踏出 自身实力越强 封印的反噬就越大 可想而知 王为了送出一个主将出来 花费了多少功夫 想到这里 林之里也只好压下心中不愤 抬手往东边一指 林小鹿那个 宰种是峨眉的人 主将您顺着这个方向一直飞 就能到峨眉 说完 他一脸跃跃欲试道 主将 小弟跟您一起去吧 小弟可以啪 又是一声脆响 林之里再次被打得身子一歪 左右脸颊 各自出现一枚红彤彤的巴掌印 被打得差点从屋顶滚下去 你这样的废物 还是留在这里吃屎吧 掉毛 说吧 壮汉便不再理会他 直接化作一道黑光 向东边飞去 壮汉走了 挨了两巴掌的少年 一个人猛逼地在屋顶站着 两久 少年突然眼圈一红 对着壮汉远去的方向破口大骂 你个老仔重去吃屎吧你 你TM才是掉毛 你们全家都是掉毛 当天夜晚 林之里被气得直哭 一个人站在屋顶上 对着空气张牙舞爪 一边骂一边胡乱瞎打 把这辈子所学的所有脏话 都用在了壮汉身上 第二日 咔嚓 呸 咔嚓 呸 小月儿乖巧地坐在书桌前 一边啃着西瓜 一边吐着西瓜子 然后听面前的吴够说小故事 帅帅鸭也在一旁 一佛一如混合着给他上课 此刻 吴够就语气温和地讲述到 禅宗六祖慧能大师 当年刚入佛门修行时 他的师父五祖红忍大师出题 让弟子们写一首祭语 以此来阐述自己对佛法的领悟 当时 慧能大师的大师兄神秀就说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情浮式 误时惹尘埃 此祭语一出 便赢得了所有僧侣们的敬佩 就连红忍大师 都对这首祭语赞不绝口 而那时的慧能刚入佛门 还不曾学会识字 却对大师兄神秀的观点 提出了不同的感悟 他说 菩提本无数 明镜一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书桌前 小月儿嘴巴里含着西瓜 含糊不清地问道 吴够哥哥 这两首祭语 是什么意思啊 吴够笑了笑 目光一向一旁 躺在软榻上 翘着二郎腿 翻黄书的帅帅鸭 正在翻看春香画本的鸭子 感受到吴够的目光 顿时乐了 这小秃驴 是想要考一下自己啊 行 那自己 就让你见识见识 他翘着二郎腿 扁扁的橘黄色脚掌 一甩一甩 主动给小月儿解答道 玉姐 看你鸭哥来给你解释哈 首先呢 就是慧能的师兄神秀 这哥们说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情浮事 勿时惹尘埃 这首祭语啊 其实是比较符合 我们大众的认知的 说的 确实也没啥毛病 你可以理解为 每个人的内心总有脏染 人生 江湖 红尘 都是一个个大染缸 我们生活在这些大染缸里 随时都会被恶念染指 所以 做人做事 就要多反思自己 多去打扫自己的内心 将内心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不要让内心沾染恶事 听到这里 小月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那这首祭语很有道理啊 那第二首祭语是什么意思啊 他继续问 帅帅呀笑了笑 一边翻着小黄书 一边长篇大论道 这第二首祭语 救了不得了 相比于神秀 会能虽然入门晚 但会跟确实要超出它太多 不可否认 神秀说的确实有道理 但是会能一看就知道 这哥们 没有明星见性了 所以才会说 菩提本无数 明镜一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啥意思呢 就是说 神秀心里还是有妄想执着 还是有知晓分别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绝 生活就是修行和道场 但实际根本不存在修行与道场 外在的一切 也不是什么大染纲 是你的心认为 江湖 红尘 人世间是大染纲 所以才有了干净和脏染之分 有了高下 你我 好坏之别 所以 神秀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深层理论却是不乐观的 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 带着个人的立场 去审视整个世间 因为你说 世界是大染纲 是因为你心里还执着于 有一个纯洁的境地 你心里还有二元对立 你还是用二元对立的认知方式 来看这个世界 那么慧能的意思就是 你认为的大染纲 其实不是大染纲 是你自心的分辨 所以 神秀这哥们 还是有你我之分 还是有黑白助想 所以 这一切的问题都是处在 神秀还是在认同自己的念头 而慧能已经不再把念头当成念头 而是不怕念起 就怕绝持 所以慧能是知道 念头就是念头 自己的觉知 自己的心本来就是清静的 所以 念头是念头 我自己清静 干嘛打扫 怕我不认同它 它自己玩去呗 自己觉得 需不需要打扫 都是念头自己的事 它循环往复 物极必反 我如是觉知 不和它争论就好了 所以 郁姐你就可以理解为 当一个人认同自己的念头 觉得自己的念头是对的 所思所想 这个时时刻刻评判 分别的心是对的 人就会一念谜 就会入了坑 就会有了菩提树 有了明镜台 有了大染缸 有了好与坏 而实际是念头 只是念头 是我们每个人的业 从人类出现时候就有了 它有它存在的必要 比如生活中分析思考创造 这些都没错 坐在你把自己的本心丢失了 你的本心是觉知 是意识 是觉 而念头 是从它们里面生出来的 而觉知意识这个你 一直以为 这个生出来的念头就是自己 所以迷了 所以有了妄想执着 所以佛陀说 不能争得 一番逼逼赖赖下来 小月彻底猛了 而舒舒服服看黄叔的帅帅鸭 则甩着二郎腿总结道 道法自然 不能争得 也是妄心执着 不能如是绝照 平常心记事道 拉屎撒尿皇帝乞丐 统统都是妄心注相 我觉得我高端我逼格 我觉得我自卑 我卑微 助下而烦恼多得 数不胜数 因无所住 才能生你那个本心 所以啊 清静心 这个清静心本来就有 只不过 他错把念头当成了自己 然后入了六道轮回 生生世世 苦苦循环 说完 帅帅鸭啪的一声抬起书本 看着无垢嘚瑟道 无垢小突驴 我牛逼不闻言 无垢双手合十 汗手赞叹 鸭施主的智慧 即便是放到佛学之中 也已经达到了阿修罗境 小僧佩服 帅帅鸭文言一乐 赤尖一卷 躺在床榻上冲 无垢抱拳 承让 书房内 小月儿一脸猛逼地 看着这一人 一压商业胡吹 然后猛地抱住了小脑袋 晕呼呼地大叫 我好晕啊 你们都在说什么呀 见小月儿猛逼 无垢笑了笑 刚想用大白话给他解释 突然整个书房晃了一下 哄 一声巨响 打断了小月儿的头晕目眩 也让无垢和帅帅鸭 猛然一惊 汤圆又把丹炸了 帅帅鸭一脸猛逼 不是说不准他再讹眉炼丹了吗 不对啊 汤圆哥哥 不是跟师傅去相神大陆了吗 那这声巨响 是什么鬼鱼楚楚挂了书房中 二人一压正疑惑着 屋外忽然冲进来一个满头大汗的姑娘 正是林小璐的学生少女林薇 月儿掌门 山门外来了一个裸男 他好大 比唐月还大 奇奇怪怪的话语一出 一屋子人和鸭都吃了一惊 小月儿 裸男这么嚣张的骂无垢 林薇小施主 来的是何人帅帅鸭 小妞儿 你怎么知道 比唐月还大嘖嘖嘖 你这样不行啊 年轻人还是得懂得节制的 此刻 峨眉山门口 身高两米多的魁梧壮汉抱着胳膊 看了看远处 对自己窃窃私语的峨眉弟子们 顿时觉得不屑 太弱了 这些低等生灵弱的 都不配让自己出手 他大咧咧插着腿站立 长龙一晃一晃地 对所有人冷声道 让那个叫林小璐的东西出来 我要见他 毫不客气的话语一出 峨眉弟子中立刻有人皱眉 喂 您说话最好还是客气一些 林长老是我们峨眉的长老 对啊 而且你要不要先把裤子穿上 我们峨眉人节地灵 比你大的大有人在 所以 你这点东西 没啥了不起的 没错 你是不知道 我们外门的猴仨 在夜里变身狼人的时候 会瞬间大上十倍不止 而且老话说 辱人者人横辱之 峨眉弟子熙熙攘攘的话 语言还未说完 壮汉突然目光一冷 下一刻 一道无形如上古凶兽的气浪 便对着在场所有修饰扑去 何人敢在峨眉闹市 关键时刻 一名身穿峨眉道袍的大胖子 从天而降 护在所有弟子身前 正是九英一脉长老东方诞 与他一同出现的 还有包括唐欣 于楚楚 刘帅在内的一众峨眉中间力量 然而 面对着壮汉的目光 这些人刚一落地 就感受到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撕裂感 他们大多都是杰丹圆满 已经困在这一境界数百年 还未突破原因 根本抵挡不住这恐怖的目光 而就在首当其冲的东方诞 下一秒就要化为尘土时 他突然发现自己背后 传来一股覆盖环宇的灵力 狂 空气炸裂 惊天动地的气浪消散 东方诞梦了 摸了摸自己肉乎乎的脸 发现自己还没死 场中其他人也是心有余悸的战者 不少人一时间更是战斗有些战不稳 阿旦哥哥 你真勇敢 清脆悦尔的少女声音响起 一众人纷纷看向东方诞生后 当大伙看到小悦尔之后 纷纷惊喜拜见 拜见掌门 哈哈哈哈 不用客气 小悦尔捂着嘴 哥哥直乐 乐完 他便看着赤身的壮汉 笑问 你是谁 找我哥哥干嘛 此刻 峨眉弟子中 姗姗来迟地帅帅 帅鸭正一脸尴尬地看着凌薇 所以你是说 这裸男的块头比唐月还大对啊 不然你以为是什么凌薇疑惑 帅帅鸭被这个问题问得一叶 扭头看向另一旁的无垢 徒驴 你怎么看无垢想了想 微笑回应 用心去看 帅帅鸭一听 顿时翻了个白眼 喝退 此刻 穿着青色长裙的小悦尔 站在所有人身前 翘生生看着眼前的壮汉 而壮汉 面对小悦尔的问题 却没有直接回答 只是对他露出一个残忍的笑容 怪不得那吊毛会犹犹豫豫 原来这里有你这么个东西作证 听到这话 小悦尔微笑的眼睛顿时一瞇 丑八怪 说话放干净点 不然我宰了你哦 额眉重修士 开始纷纷后退 而壮汉则轻蔑地凝笑 直接放下抱在胸前的胳膊 大摇大摆走向了小悦尔 见到这一幕 小悦尔挑了挑细腻的眉毛 哄 毫无征兆的一声巨响 壮汉魁屋的身躯 瞬间就被尘埃淹没 他原先站着的地方 变成了一口小范围的巴掌型生动 好 欲解牛逼 帅帅鸭很给面子的带头鼓掌 一时间引得在场所有人跟风鼓掌 欢呼不已 真不愧是我欲解 居然将夺天造化手的范围缩小 以此来加强威力 来人啊 给深坑填上土 把这鸟还没我长得宰中埋了 哈哈 所有人都被帅帅鸭滑稽的话语逗乐 可他们刚笑到一半 前方尘埃未尽的身动内 就伸出一只蒲扇般大的手掌 一把扒住了身动边沿 这一幕一出 全场顿时笑声一停 众人脸色巨变 无垢手中的念珠也跟着停止波动 就连一动不动的小月也皱起了眉 从仿佛身颈样的巴掌地动爬出来 壮汉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对着小月宁笑 还好今天是我来了 要还是其他兵者面对你 搞不好真得死在这 说完 他继续不急不缓地走向小月 凶恶的面容露出满满的嘲讽与不屑 见状 小月明亮的眼神终于彻底冷淡下来 哄 又是一道无形剧长从天而降 力道比先前更加恐怖 但这一次 壮汉抗住了 场中 无形剧长重重地落在壮汉身上 壮汉的身子直接被压得一弯 双脚更是将地面生生踩崩 掀起漫天的尘土 但他确实没有倒 即便整座峨眉时脉时风都被震得不断摇晃 他也冷是眉倒 他的脚下流出古怪的黑光 使得他的身体没有下沉 他的上身则是双臂展开一抬 形成一个平面 低着头 生生用背脊 脖梗 以及两条大臂上的肌肉 抗下了这一掌 场中 被压弯几背的他 抬起头 对小月儿发出一道讽刺满满的吃笑声 随后带压力消失 便再次站起身 大摇大摆地继续向他走来 见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愣住了 帅帅压 更是聪明地开始跑土 一边跑一边说 这个位置的风水好 自己埋在这里 下辈子可以当的大佬 看着越来越近的壮汉 峨眉修士纷纷惊恐不已 毕竟眼前这个怪物 一样的人 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东方弹等人 更是捏起了拳头 眼神中 开始涌现 视死如归的神色 而这时 一直紧皱眉头的小月儿 却突然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重重一吐 自己都多久没有经历苦战了呀 他叹息了一下 然后 娇小的身躯 便瞬间消失 壮汉见小月儿突然消失 直接就是一愣 而下一秒 脸色冰冷的女孩 便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在半空中 对着他的脸 甩出白白嫩嫩的小巴掌 啪 浩瀚的黑色星空中 壮汉茫然地看着面前 由三千颗星球 融合而成的超巨大蓝色星球 自己不是在峨眉吗 怎么突然到了这里 他低下头 看了看自己的身体 发现自己的脖子 已经被彻底撕开 头颅和身体之间 仅剩一点点皮肉连着 皮肉更是被拉得好长好长 嗯 记起来了 自己是被那小东西 一巴掌抽到这里的 脑袋都差点被抽飞 嘖嘖嘖 确实厉害啊 想不到这世界 居然已经有了 这种级别的高手 星空中 壮汉正感慨着 身后却忽然传来 一道清响 唯 壮汉 啪 又是一巴掌落下 壮汉的身躯再次消失 峨梅地狱 吴国 唐国 大跃三国交界之地 一片无边无际的沙漠之中 金色的阳光照射下 一枚带着熊熊大火的火球 带着无边热浪划过长空 从天而降 哄 平坦的金色沙漠 瞬间被轰出一道深坑 周边的黄沙 更是被掀到千米多高 仿佛沙尘暴一般 在太阳底下暴开 面积巨大 被高温烧成黑色金渣的深坑内 已经不成人形的壮汉 气喘吁吁地躺着 此刻 他一边恢复着身体伤势 一边看着天空中刺眼的太阳 在那太阳的中心 有一个小黑点 正居高临下 神色冰冷地看着他 壮汉笑了笑 躺在沙子里 对着天空中的黑点 抬起手掌 咻 一道冲天的黑光 瞬间飞上云霄 仿佛天柱一般破开一切 势不可挡 而面对壮汉释放出来的黑光 天空中的小月儿毫不犹豫 一个瞬移直接就躲开 然后抬手又是一巴掌 哄 整片沙漠都被轰得下沉 壮汉也彻底深陷进黄沙之内 天空中 轻描淡写躲开壮汉攻击的小月儿 对着下方的巨坑伸出手掌 五指张开 然后轰轰轰轰轰轰 一波又一波的夺天造化掌 源源不断 仿佛暴雨一般 从少女掌心释放 在一声接一声天崩地裂的轰鸣声中 整片沙漠都被轰击得不断下沉 这一刻 已经数百年为跟人动手的小月儿 彻底放开手脚 她目光冷漠 一招招毁天灭地的手段 仿佛不要前世地施展而出 沙漠中的壮汉 根本就没有反抗的余地 哼都没哼一声 便消失在无尽的狂杀之中 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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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 足足轰了小半个时辰 在将整片沙漠都给彻底轰成鸡粉后 她才终于停手 此刻 足足有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无边沙漠 彻底消失 留下的只剩下一个看不到头的巨大深渊 啪 啪 小月儿拍了拍手 接着冲下方深不见底的巨大深渊 呸了一声便准备离开 可她刚一转身 漆黑的深渊中忽然冒出六道冲天黑光 刹那之间 六道黑光纷纷化作黑色的天柱 仿佛连通天地一般将小月儿围住 面对突变 小月儿下意识就要瞬移 结果发现自己无法离开这六道光柱形成的牢笼 小东西 受死 一声宛如野兽的冲天怒吼 从深渊中传来 下一秒 遍体鳞伤 被轰得只剩上半身还在的壮汉 游下至上 带着树莓黑色火焰流星飞冲而来 见到这一幕 少女顿时一惊 这丑八怪 居然还没死 而在惊讶过后 小月儿也毫不犹豫 整个人直接怒冲而下 两个手掌更是闪耀其彩色的霞光 这一刻 少女彩色的手掌 和壮汉周围飞舞的黑色流星 在这六道黑色天柱中展开视如破竹的天地对冲 仿佛天地对决一般 哄 一声白色的巨浪整个爆开 天柱之中亮起了无比刺眼的霞光 一时间 静震的整个思南大陆都在不断晃动 好在六道黑色天柱 承受住了二人对冲所产生的威力 俩人也生生逗了个势均力敌 哄 黑柱之内 彻底近身的壮汉 一把擒柱小月儿的喉咙 将他整个人 按在黑色天柱上 小东西 你能用灵力和我的混沌之力斗成这样 我佩服你 被按在黑色天柱上的小月儿痛叫一声 一巴掌将壮汉山飞出去 将他轰撞在另一头的天柱上 你算了什么东西 有资格佩服我这一刻 小月儿再无以往的幼女模样 整个人仿佛成熟了不少 不断用彩色的手掌和壮汉对轰 二者在遛住天牢中 你来我往 全然没有躲避的意思 要么小月儿被壮汉的手段轰撞在天柱上 要么壮汉被山飞到天柱上 全程缠斗 难分高下 而打到现在 小月儿也已经发现 眼前这个壮汉的攻击手段并不算多强 只是他的身体强悍的 简直绝无仅有 而且恢复能力也快得恐怖 想到这里 少女便明白不能跟他耗下去 必须一次性把他打得连扎都不上 哄 又是剧烈的一巴掌 壮汉整个身躯撞在黑色天柱上 将天柱都给撞得一弯 紧接着他还未起身 小月儿就飞扑而来 踢着裙子 一膝盖横压在他喉咙上 然后双手同时一展 将体内灵力全部引到双手之中 对着他的头颅重重一合 打架这种事 姑奶奶我就没输过 夺天造画掌 双背 扑吃 头颅被夺天造画掌左右夹击 壮汉的头颅瞬间变形 仿佛一个被左右夹击的面团 直接变成了一张饼 而直到此刻 壮汉的身躯才彻底变得绵软 连带着六道黑色天柱 也开始消散 见到这一幕 小月儿脸色苍白地冷哼一声 并重重地吐了一口气 可下一秒 她的手腕就突然被壮汉一把抓住 阳光下 身躯变软的壮汉 死死抓着小月儿的手腕 接着软绵绵的身躯突然一展 化作一张巨大的黑色面饼 对着惊恶的小月儿包去 情急之下 小月儿再次抬手 在眼球都开始布满血丝的情况下 一掌派出 小月儿的面团被拍飞了 翻滚着飞出数百米远 而小月儿的体内 也传来一股深深的虚弱 连带着整个人都开始头重脚轻起来 刚才双倍的夺天造化掌 她已经消耗空了灵力 而最后一掌则是用的气血 故此刻的少女脸色惨白 虚弱无比 连带着体内的原因 都开始有些不稳 朦胧中 少女虚弱的眼神一暗 那个老爷爷的原因 好像想脱离自己 天空中 少女最终无力地双眼一翻 从风中摔下 然而在远处 神秘的黑色面团 却再次变化为遍体鳞伤 大半个身躯 都开始不断消散的壮汗 壮汗一出现 便浑然不顾自己 快彻底崩溃的身体 拼了老命 被自由落体的小月儿 飞冲上去 这个东西手段太强 今天必须除掉 狂风中 已经被小月儿打伤核心的她 强称着飞冲而来 整个人因为过于拼命 身体都开始一点一点地灰飞烟灭 而就在她即将追上 自由落体的小月儿时 下一秒 虚弱不堪的少女体内 忽然传出一道无尽长音 古神不死 是为玄聘 玄聘之门 是为天地根 绵绵若存 用之不轻 奇特的 仿佛宇宙本源的声音一出 原本目露疯狂的壮汗 顿时沐浴呲裂 得一声吐出一大口黑浆 随后抱着剧痛的头颅 在绝对恐惧之下 掉头飞顿 可她刚挣扎着逃到一半 头颅便在天空中猛地爆开 化作漫天洋洋洒洒的黑水 最后只剩下一滴黑色的水滴 颤颤巍巍巍地逃离 次日中午 鹅眉青鸾店内 李明如坐在青鸾店的主位上 手里捧着茶壶 目入沉思 在她面前 鹅眉所有长老进出道场 纷纷坐落在一张张长老位上 其中也包括 早上刚回到鹅眉的林小路 上官石榴和哈密瓜 已经回了南疆 妹儿也回了后土 她是一个人回来的 李长老 掌门 洛哥 玉姐没什么大碍 只是有些虚突而已 那个裸男 没有对玉姐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汤圆坐在自己的位子上 眨巴着斗鸡眼 对所有人说道 我给玉姐为了养神丹 她很快就能恢复 哦对了 这没养神丹是处处练的 不是处自我手 鹿哥大可放心 场中 李明如点了点头 看着在场所有人说道 念云留在了相神大陆 和她一同的 还有蜀山的小坛掌门 她二人会在妖神宗待一段时间 和巴宋为盟姐弟在一起 以防那个不知来特的少年再次袭击 李施主 陈施主和谭施主 会不会有危险无够询问 应该不会 李明如回应道 我和小鹿都跟那个少年交过手 他的实力很难对付念云和小坛掌门的双剑合璧 再加上还有同为天人静的巴宋为盟姑娘 所以问题不大 而且念云每过一个时辰 都会给青鸾传念报平安 如果哪个时辰他没有传念 我们立刻就顺移过去 说完 李明如看着场中一众峨眉元老 目录温和道 除了那个少年以外 还有那同样不知来历的裸男 能和小玉儿打成这样 说明他的硬实力 已经超过了我和小鹿 这样看的话 三千大鹿 恐怕是要有一截了 李明如你慌个灯 帅帅鸭横道 昨日下午 咱们峨眉处理了四处的地震 处理完无够 就循着玉姐和那人战斗的动静赶过去了 当时那个壮汉已经消失 场中只剩下我玉姐一个人 在沙漠里呼呼大睡 说明他已经被我玉姐宰了 听到这话 李明如眉之声 只是叹了口气 看向林小鹿一眼 林小鹿立刻心领神会 对帅帅压 和店内的所有伙伴解释 那个裸男可能还没死 所有人 五尊一脉的长老位上 林小鹿面色沉重道 我和老大当初对付那年轻的掉毛的时候 老大直接将他整个身体轰碎 结果这次 他又出现在了相神大陆作乱 说明这帮人根本就不是人 他们的身体应该很特殊 估计是有非常强悍的恢复手段 此刻的林小鹿 全程智商在线 有理有据地分析到 从各个地方的遭遇者描述来看 我个人觉得这个裸男和那个掉毛 是有是一起的 而且 他们跟我很像 都是自身硬实力强悍 但是没有常规修仙者的神奇手段 比如瞬移 他们应该就不会 但是相对应的 他们应该拥有死而复生 或者是恢复能力超绝的本事 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我们之前不清楚 所以才吃了亏 让他们一次次地死里逃生 话语说出 众人纷纷点头 伤势还未痊愈的阿姨 更是看着他惊叹 鲁哥 你一本正经的样子 有点帅 阿姨 在座的都是咱们自己人 所以就不要说这种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了 出去说吧 场中 正在吃波罗蜜的夜青鸾 忽然含糊不清地问道 既然他们那么难杀 就让师弟将神石笼罩 整个三千大陆呗 找到他们 然后我们可以一块杀过去 不一样的拉掌门姐姐 林小璐无奈地解释道 我之前和老大发现 那帮人好像压根就没有灵魂 体内也没有灵力 用的是一种 我之前跟他掉毛交手时 他提过的 所以从外表来看 他们几乎与普通人无异 而三千大陆的普通人 好如冤海 犹如天上烦心 老大再厉害 也不可能将神石 精确到笼罩每一个世间烦人 文言 李明如赞同地点了点头 确实是这样 咱们最多就是密切留意 三千大陆各个修仙宗门的情况 但目前为止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说完 李明如微微沉思了一下 继续说道 这两个神秘人 我们完全不了解其手段 以至于我们在明 他们在岸 这样下去很容易吃亏 嗯 最近让思南各个宗门 都着重留意一下 彼此之间 尽量保持联系 无垢小师傅 小僧在 你什么时候 突破天人境里 明如轻问 问题一出 大殿内所有人都看向了无垢 而无垢间 自己突然被这么多人看着 顿时脸色一红 挠了挠亮亮的小光头 不好意思地说了声 应该快了 李明如点点头 道 要抓紧点了呀 韬光养晦这么多年 你只要突破 便直接是天人境巅峰 道是阿一 都不一定是你的对手 眼下风雨欲来 嗯 尽快吧 无垢汗手点 道 小僧想再去见一次赵施主 然后 再去一趟九华山 之后 应该就差不多了 李明如恩了一声 接着看向阿一 没好气地嘱咐道 小兔崽子 鸡腿先别吃了 这段时间不要乱跑 去哪里 都带着你大荒剑 股东的四件石 那个神秘少年 没有除掉你 为师担心他惦记 好的明如师傅 阿一嘻嘻哈哈地点头 交代完阿一 李明如再次扭头 看向坐在自己身旁的叶青鸾 师姐 我过两天和小鹿要出趟远门 峨梅要是有什么事 你可以联系大堂的江前辈 江前辈老练果断 手段也不俗 关键时刻可以作证 此话一出 全场皆是一正 叶青鸾吃水果的动作都停了下来 整个人不满地看向李明如 你要去哪儿老爷们的事儿 少打听 在这么多人面前 李明如难得硬气了一把 对所有人说道 我和小鹿不在的时间 停止峨梅一切事务 大伙也都打起些精神 防止未知之敌来犯 命令一出 峨梅所有长老纷纷点头称事 而直到这里 李明如才看向了林小鹿 林小鹿也看向了她 一老一少对视 李明如当即拎着茶壶起身 嘚瑟地一甩头 先去看看小月 看完为师带你去嫖个大娼 林小鹿一听 立刻眉开眼笑地起身 然后拎着酒胡萝 屁颠屁颠跟随李明如出门 下午的时候 林小鹿和李明如去看了 还有些虚弱的小月 兄妹俩嘻嘻哈哈 说了很长时间的话 直到黄昏时分 林小鹿才交代小月好好休息 然后跟随李明如上了 摘星风的峰顶 而在那中年积雪的雪山顶上 一直未老的李妙星 已经等候多时 同一时间 三千大路北部 无常大路 一座名为扶摇宫的宗门中 林之里正看着面前半死不活的壮汉 情真意切地叹息着 房间之内核心 受损 恢复极其缓慢的壮汉 躺在一张摇椅上 身体一丝一丝地修复着 林之里则坐在他旁边 面容中满是差点笑出声的唏嘘 嘖嘖嘖 主将 你说你也是 一大把年纪了 做事情还是不愿动脑子 额没那么危险的地方 我这么机灵都不敢去 你怎么就敢随意乱闯地看看 不听小弟言 吃亏在眼前 再跟头了吧 所以说啊 这年轻人 还是不要好高骛远 你像我 来了以后 先吸收当地土著的知识 知晓这里的情况 学会隐忍 懂得后机勃发的道理 三四二后行 多好 可你呢就知道硬刚 像主将您这样是成不了事的 你看看你 被人打得 只剩一根毛了 摇椅上 没有吸收过人 故没傻脑子的 壮汉冷是没听出林之里的嘲讽 虚弱无力地哼道 那个小丫头 确实比我强一些 但她根本杀不死我 本来她已经历劫 我都可以除掉她了 但谁能想到 她体内居然有那个人的气息 嘖嘖嘖 我的主将啊 您就别吹牛逼了 林之里嘻嘻哈哈地笑道 惊鸿风云道的老东西 已经偷偷联系过我了 她说 这两天 李明如就要和林小璐 研究混沌暗流 我估计 他们很快就要 去盘古墓了 此话一出 摇椅上黑不溜秋的壮汉 顿时眼前一亮 满脸激动道 你是说 我们趁他们离开 杀井鹅没喝推 林之里朝她吐了口唾沫 哼道 没脑子 壮汉也怒了 那你准备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当然是趁他们走的这段时间 好好发展我的圣仙王朝 房间内 坐在椅子上的少年二郎腿一翘 抱着胳膊哼道 就算现在李明如和林小璐走了 那个名叫小月儿的丫头还在 她既然体内有那个人的灵魂 那咱们 就拿她一点办法没有 要是真像你说的那样 投铁硬杀进去 那个人要是跑出来了怎么办 他出来溜达一圈 咱们就都得完蛋 再来一个主将都不够那个人打的 听到心里 壮汉脸色一僵 低着头没在坑气 而林之里 则是继续说道 本身我们的目标就是混沌暗流 和那小丫头 拼命根本就犯不着 再说了 林小璐即便去了混沌暗流 也不会得到什么 那里除了一堆 谁都看不懂的东西以外 什么都没有 所以 倒不如趁他们不在 咱们多去控制一些德高望重的土著 在林小璐 从盘古墓回来之前 咱们闷声发大财 准备好绝对碾压峨眉的实力再动手 到时只要林小璐一回来 我就让那些土著宣扬林小璐 要开创新武学的事情 然后带着所有土著 一块兴师问罪 灭了他压的 而到那个时候 咱俩就什么都不管 让其他人狗咬狗 咱俩就盯着林小璐 只要把他弄死 把混沌暗流夺走 任务就算完成了 听到这里 壮汉一脸震惊地看着林之里 而林之里则得意洋洋地笑道 出来混 最重要是要有势力 什么年代了 还单打独斗 学着点 主将 说完 他拽拽地站起身 整了整衣冠 然后背着手豪迈出门 来到了屋外的顶楼走廊 在走廊中间站定 少年转过身 居高临下 看着楼外广场上的 近百号人 广场中 近百号天人精大能的气息 恐怖至极 而林之里则笑眯眯看着他们 道 诸位前辈不用担心 小弟已经将这里的一切气息隔绝 并请求乾坤落月宗的端木辉先生 布下黄梁大阵 任何人的神识扫过来 都只会看到一片歌舞生平的幻想 话语落下 没有人回应 每一位吞下混沌之虫的天人静修士 都只木讷地看着他 林之里见状也不介意 反而十分自然地笑道 我明白 诸位是受到小弟的要挟 不得已才听命于小弟 但你们放心 小弟建立圣仙王朝 确确实实是为了拯救修仙界 为了阻止峨眉的林小璐 改变凡人命运 这是为了所有修仙者的利益 他看着在场所有人 抬起三根手指笑道 诸位前辈都知道 我们修仙者 最重要的就是道心 道心一破 生死道消 所以今天 小弟就向前辈们 向着苍茫天道 表个态 广场之中 林之里笑容一收 一本正经道 我林之里 今日以道心启示 诸杀林小璐之后 我便会解开所有前辈体内的混沌之虫 还大家自由身 并以死谢罪 偿还每一个死在我手中的人 一条公道 此话一出 场下的天人静修士 终于微微动容 纷纷惊愕地看着少年 他们没想到 这个林之里居然会有这么大的报复 敢直接对着这么多人 以道心立誓 立的还是以死谢罪的死誓 要知道 这种死誓一下 结果无论成不成 都会遭受惶惶天威 遭受灭神雷劫 绝对的必死无疑 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改变 一时间 修士们突然觉得 此人有当年穆昭歌的枭雄气势 不久 网场中便有老者沉默点头 声音沙哑道 既然如此 我等也没有什么办法 就 听小友的 此话一出 林之里顿时露出了笑容 哈哈 这帮老仔种 还真以为誓言对我有用吗 还道心立誓 道你们的死人头 老子连心都没有 林之里微笑着在心中感叹 果然这恩威病失 才是帝王之术 不然这帮老仔种 即便被自己控制了 那也是心不甘情不愿 到时跟峨眉开战 铁定不肯卖力 现在好了 他们每个人都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到时候一定会竭尽全力 自己果然是个天才 哇咔咔咔咔咔峨眉 摘心封顶 铺垫上 林小鹿盘腿坐 五行朝天 线条明显的五官 显得无比平静 看起来聪明了不少 李明如坐在他对面 安安静静地看着 同时用一层浓郁的灵力 包裹住整个洞府 一旁 李妙心安安静静地看着少年 目中满是温柔和蔼 李明如则喝了口茶水 一边关注林小鹿的情况 一边对李妙心笑问 要戏这几日如何了回师父 大师兄这段时间挺好的 李妙心笑道 前段时间 峨眉招收新弟子 我也去招收了几个不错的孩子 现在都是由师兄亲自教导 他现在每日在摘星 指导孩子们学习 修行 闲下来 就会在院子里晒晒太阳 种些花草什么的 闻言 李明如点了点头 手中出现一节翠竹 这些年 要戏心性渐渐变得柔和 整个人内敛了不守 也罢 等为师带你小师弟走后 你就将这根春灵竹交给他吧 见到翠绿的玉竹 李妙心微微惊讶了一下 然后郑重结果 他知道 春灵竹是世间少有的灵物 因为生长条件太过苛刻 数万年才能在灵气浓郁之地萌芽长出 且成长过程中 灵气必须一直保持浓郁 不能受到任何打击才行 古非常稀有 师父平日里 虽然玩事不公 但其实还是很疼爱弟子们的 就像小时候 自己的村子 遭遇原因境界的绝世恶灵 全村数百口人皆被恶灵吞噬 当时年仅五岁的自己 因为具有修行天赋 而被恶灵看重 被他侵占身体 那是自己才五岁啊 身子骨本来就弱 根本承受不住恶灵的阴邪之气 当场必要被夺赦 好在关键时刻 师父出现 不但强行封印了恶灵 还耗费不计其数的灵宝救治自己 而也正因为夺赦被打断 才导致自己的修行根基 被摧毁大半 但即便如此 师父却依旧收下自己为徒 这些年来 师父虽然不说 但自己明白 师父一直在想办法 修复自己被损坏多年的身体 想要为自己重塑根基 李妙星到现在都记得 那年师父拉着自己的手 跟业掌门说 要收自己为徒时的场景 师姐 我意已决 你就不用再劝了 这丫头村子没了 眼下 就你师弟我一个亲人 我不收她为徒 她上哪儿去 你可以让她 先做外门弟子啊 那不行 师姐你又不是不知道情况 这丫头的身体里 有原因进的恶灵 必须有人时刻看着 否则恶灵侵占神时 是会出大问题的 李明如 你要气死我是不是 一想到当年 业青鸾抄着甘蔗棍 追打师父的场景 李妙心便忍不住 抿了抿红唇 山洞中 她安安静静地 给李明如倒着茶水 添加茶叶 而过了不久 铺垫上的林小璐 忽然眉头一皱 正咕咕喝茶的李明如 见状顿时一喜 小璐拉出来了 不是 小璐感受到了 她放下茶杯 对着林小璐的额头 抬起手掌 手掌一抬 一股淡蓝色的光鲜 立刻自掌心飘出 和林小璐的额头 展开连接 这望穿神秘异常 但既然 是在小璐的石海内 问题就不会太大 小璐 用你的感知配合为师 取一滴望穿水出来 一滴就行 场中 李明如手掌 散发出的蓝光越来越亮 一方面帮助林小璐 保持清醒的意识 另一方面 帮她吸扯石海中的望穿 铺垫上 林小璐的眉头越发紧皱 膝盖上的双手 也开始不断颤抖 把一旁的李妙心 都看得揪心不已 怎么感觉 小璐的脑浆 都快被师父吸出来了 此时 林小璐的石海中 无尽的黑色长河 正静悄悄地呈现在那里 林小璐感觉自己成了天空 居高临下俯视着 望穿一望无际的黑 这里 是她的石海 是她所主宰的地方 然而 下方的这片河流 却是一直不动 即便自己这个主宰 再如何尝试 让他们涌上来 他们都是一动不动 仿佛完全不归自己管 骂了个八子 都进了我的石海 还这么嚣张 林小璐的意识怒了 对着望穿怒喊 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 给个面子 嗯 望穿一点面子没给 少年又试了几次 还是没啥用处 无尽的河流 连一片连衣都不起 根本没有一丝丝的回忆 林小璐猛了 她沉思了片刻 然后 控制着自己 猛地一沉 既然你不上来 那老子就下去 石海中 少年念头一动 代表着主宰的自身意识 开始迅速下沉 毫不犹豫冲入望穿之中 山洞中 一滴微微发黑的透明水珠 从林小璐的额头中 缓缓飘出 漂浮进了李明如的手心 见状 李明如顿时重重地喘了口气 一边拖着不断在 掌心变化的圆形水珠 一边喝了口茶 奶奶的 这小子脑瓜里的水 总算被自己给挤出来了 恰巧这时 林小璐也睁开了双眼 她先是虚弱地眨了眨眼 随后便惊奇地看着李明如 老大 成了 嗯 成了 你们看 这就是望穿水 李明如笑呵呵地抬起手 将掌心上飘着的望穿水 给林小璐和李妙星看 俩人都看得一阵惊奇 尤其是林小璐 她虽然不是第一次看到望穿 但在现实中看到还是第一次 之前无论是在望穿 还是在石海中看 都有一种很玄乎的感觉 但现在在老大的山洞中 她就感到无比的真实 老大 我们该怎么用这么小一滴望穿水 去那个盘古墨啊 李明如笑了笑 不急 让为师先来研究一下 说着 李明如随手捡起一枚石子 缓缓碰向掌心中漂浮着的水珠 而在石子碰触到水珠之后 石子却没有任何反应 既没有被水沾湿 也没有消失的意思 不容万物 李明如微微皱了皱眉 开始用灵力分析水珠的成分 但除了发现 这水珠是由一种自己从未遇到过的 特殊液体所形成的以外 其他的什么也没发现 李明如一时间有些梦望 最终她迟疑了一下 让掌心中的水珠降落 她要让水珠落到自己手上 看看会不会起什么变化 山洞中 随着林小璐和李明如注视的目光下移 水珠趴搭 一声落在了李明如的掌心 变成了一小片水渍 然后 什么也没发生 和正常的水滴完全一样 没有丝毫不同 看到这一幕 洞府那三个人都有点猛 林小璐更是一脸呆滞 老大 我们会不会搞错了 这从额头吸出来的 不会是一滴汗吧 要不您从我的西西世世文言 李明如看了她一眼 小璐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幽默一旁的李妙心 也脸色一红 没好气捏了下少年的耳朵 世界我还在呢 一天天没大没小的 林小璐自知失言 抱歉地笑笑 而李明如则看着手心里的水渍若有所思 接着突然眼前一亮 抬手将水渍拍回林小璐额头 哄 少年感到额头一凉 接着整个大脑便一片混沌 而她屁股底下的蒲团 也瞬间化作一片黑水 看到黑水 她掀视一惊 随后看向李明如喃喃道 老大 我好像只要动一下念头 我就会沉下去 洞穴中 林小璐盘腿坐在圆形的一片黑水中 不敢轻举妄动 李明如皱眉观察片刻 轻道 看来这望穿水是彻底沉浮你了 只有你来触碰才会有效果 说完 她问道 可以戴威师一起去吗 李明如很明白 盘古墓神秘无比 会有大危险也说不定 而自己这徒弟虽然自身实力强悍 但跟那神秘少年一样 却少许多特殊的能力 这一点 其实她也早发现了 舞者但凡跨级 都会直接突破到那个级别的最强 比如从小牛逼近到中牛逼近 就相当于修士从宁气境巅峰 到助击境巅峰 而不用像普通修士那样 从助击境开始 再到助击境巅峰 所以 舞者的优点 就是在任何一个境界 都称得上是同级无敌 只要近战 同级别绝无对手 但是相对应的 舞者没有同境界修仙者的种种功能 比如前期修仙者的飞行 神石 再到后面的瞬移等等 总体来说 就有好有坏吧 一个手段功能多 一个专注于防御和攻击功能单一 所以 面对神秘的盘古墓 自己和小鹿一起去 无疑会更加安全 遇到某些情况 可以选择的手段 也会更多 面对自己师父的提议 林小鹿自然是没有意义 直接乖巧点头 然后便开始尝试连接望穿 很快 李明如坐下 也出现了一片黑水 林小鹿皱着眉头咬牙道 确实可以操控 但会很吃力 一时感觉都被压制 最多只能带师父您一个 李明如奔了一声 感受着坐下如同平地一般的湖水 对一旁的李妙心 简单交代几句后 便适宜少年出发 场中 随着林小鹿念头一起 便直接和李明如一同下沉 丝毫连移不起地消失在原地 而在二人消失后 神秘的圆形黑水 也缩小消失 只在蒲团上留下了俩人的衣服 包括林小鹿的酒葫芦 镯子 手链 以及李明如的茶壶 那件 小黄叔等 无尽的虚幻黑暗中 少年猛逼地看着面前仿佛高山一般巨大的黑铁色石碑 以及石碑后破碎不堪 完全由巨石构造的古老宫殿 木论地看了一阵 少年转过身 望了一眼 身后死一般寂静的黑暗 待把周围的环境全部观察完 林小鹿终于深吸了一口气 一脸惊叹地 看像和自己一样 全身光溜溜的李明如 此刻 师徒俩坦诚相对并排而立 屁股并排 小龙也是并排 潇洒至极 李明如看着石碑上沧桑豪迈的盘古木三字 一脸思索地摸了摸下巴 她没想到 自己来到这里会是光着的 不过仔细一想 倒也没什么 接着 她看了看林小鹿的小 叹了口气 拍着她的肩膀安慰道 别难过小鹿 汤圆那里有药 林小鹿 见到小徒弟一脸便秘的表情 李明如忍不住笑了笑 拍了下她的头 走吧 咱们去看看神秘 玄奇的地方 师徒俩光着屁股绕过石碑 走上了不知多少年 没有人踏足的镜面地板 这里的一切似乎 都是飘在黑暗中的 巨大的方形镜面地板 闪闪发光 照亮着一切 林小鹿一低头 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小鸟和脸 仿佛在照镜子 她一边走 一边好奇地四处张望 而离得近些以后 古怪的宫殿也越发清晰可见 这座宫殿严格来说不太像宫殿 因为它看起来非常的简陋 就是用一大堆巨石搭建起来的宏伟建筑 整体造型 跟师徒俩平时看见的宫殿差不多 只是没有那么多花丽胡哨的装饰细节 非常粗犷 然后整体范围也要比一般宫殿大上个五六倍而已 给人的感觉非常原始 不久 俩人穿行过巨大的镜面广场 来到了大殿前 张望了一圈 没发现拍片 俩人没多想 直接踏上台阶往里走 林小鹿和李明如脚步都不快 二人都在密切观察周围的情况 进入内殿 跟外面一样 简陋的东西两宫 中间依旧是可以当作镜子的透明地板 没啥不同 老大 这里可以不受欲外侵蚀 是因为这个奇怪的地板吗 林小鹿边走边问 李明如点头 有这个可能 方才刚一来到这里 为师就尝试用神石覆盖这里的一切 但神石却受到了某种阻碍 说完 他一边打量四周环境 一边嘱咐道 如果这里不是 有什么天才地宝阻碍神石 那就说明 这座墓殿中还有其他东西 总之 咱们试图俩万事小心 这里不比外面 我们不了解 林小鹿应了一声 看了看正前方的礼店 又看了看东西两个房店 老大 我们先看哪个长驱直入 往里走 林小鹿文言没在犹豫 密切观察之下 和李明如继续往里走 出乎意料的 这一层的礼店 有一扇石门 石门上模糊地雕刻着一柄斧头 一枚凿子 林小鹿想要上前推门 李明如却拦住了他 然后站在石门外十几米处释放灵力 在绝对谨慎之下 用灵力一点一点地推开石门 石门打开了 依旧静悄悄一片 没有任何一事发生 只露出了一条望不到头的露天直道 这直道同样简陋 就那么暴露在域外的黑暗空间中 道面同样是发光的镜面 道路两旁则摆放着无数造型粗狂 相貌各异的巨大石像 看到这条直道 师徒俩没着急走 而是一左一右端向起了最近的石像 林小鹿第一眼看到的石像 是一个瘦面人身的怪人 骑着两条蛟龙 看起来威武至极 而李明如看的 则是一头人面蛇身之人 头发部分涂了朱砂 呈红色 显得非常诡异 老大 这两个石像 您认识吗?林小鹿问 李明如沉思了一下 点头道 从这两人的外貌上来看 有些像上古奇书《山海经》中记载的 火神祝容和水神贡公 他看着那瘦面人身 脚踏两条蛟龙的怪人说道 祝容 好赤地 洪荒传说中的火神、南方神、南岳神、南海神、夏神、造神、鼠五行神之一 在民间传说中 关于祝容的记载非常纷繁复杂 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原委 而在部分文献里 祝容指三皇之一的祝容是 又有文献记载 祝容为炎帝之后 还有文献记载 祝容为皇帝之后 搞不清楚 不过祝容在凡间是很有名的 曾经是火正和下官的官职名称 接着 他又看向那人面蛇身的赤发石像说道 贡公 又名贡公是 相传是洪荒时期的水神 炎帝后裔 祝容之子 和祝容一样传说颇多 来历复杂 据说曾怒撞布周山 是一位破坏过天体秩序的天神 听到这里 林小璐无比惊讶地看着李明如 老大 您居然这么懂 这些传说中的人物 您都知道还行吧 李明如嘚瑟地笑了笑 然后自吹自雷道 你别看你师父天天喝酒看书 其实你师父 我还是很有文化的 尤其对于道学之之甚多 只是为师不是一个喜欢武文弄墨 炫耀文采的人而已 比较低调 一边吹嘘 李明如一边指着前面几座雕像 继续对林小璐一次介绍 你看 这个鸟神人面 衣着华丽的男子 是木神勾芒 山海经中描述 它是一种神鸟的化身 是洪荒神话中的春神 主管草木的发芽生长 据说 勾芒在那时候的地位非常高 洪荒时期 人民经常去祭祀它 因为太阳每天早上从扶桑上升起 而神术扶桑归勾芒管 所以 太阳升起的那片地方 也归勾芒管 那 这个左耳为蛇 穿兽皮裙摆的帅哥 是金神入收 也是传说中的秋神 传说他为白帝之子 也有说他是西方神明的 山海经中就曾记载 入收左耳为蛇 乘坐两条龙 十分威风 他分管的主要是秋收科藏的事 至今在三千大陆中 还有一个名为入收之府的宗门 通天一般的直道中 李明如带着林小璐 一边走一边给他介绍 种种诡异奇特的传说 直听的林小璐 叹为观止 这里的石像 几乎都是洪荒传说时期的人物 或者神灵 那时候人和神的区别并不大 比如那位摄日的好汉 就是一位凡间部落的首领 所以 为师也一直相信 洪荒时期的人们 掌握着非常强大的炼体法门 就像一切的源头盘古大神 他就不曾修仙 却能靠自身力气开天辟地 以生化六道 小璐你 若是可以掌握这等炼体之法 再和你自身研究出来的手段相互结合 所创出来的东西 就绝不会比修仙差 身旁 光着屁股的林小璐 听得眼睛直发亮 脑瓜更是点得不停 充满了期待 他现在已经有了心内力 有了心睡功 就差锻炼凡人肉身的手段 只要把这条砍踏过去 然后再将内力 灵魂 肉身三合一体 那这心武学 就算是彻底成了 嗯 到时候这个心武学 自己该取个什么名字好呢 有了 就叫逼神天将吧 以后别人谈论起来 说谁谁谁一出场 简直逼神天将 真是想想都威风啊 吼吼吼吼吼 头顶黑暗的明亮之道中 李明如看了看一旁 独自傻乐的少年 无奈地笑了笑 师徒俩继续走了一阵 直到镜头逐渐出现 一点一点地呈现在眼帘 两旁的石像 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高大威武 其中不乏各种 长相嚣张的奇特怪兽 而直到镜头出现的东西 也让师徒俩轮了一下 那是一个非常宽广的圆形湖泊 因为湖泊边的镜台 只比地面高一点 师徒俩并不能看清湖泊内部 只隐约看到 是淡淡的红色 而在那湖泊边缘 则是立着两座高山一般巨大的石像 一左一右非常醒目 这两个石像 皆是人手蛇身 高大异常 从外貌上可以依稀辨认 他们是一男一女 且各自手里拿着东西 老大 这两位大佬是谁少年迫不及待地问 听到弟子询问 李明如摸着下巴想了想 然后迟疑道 应该是女娲大神和福西大神 林小璐 一边走 李明如一边缓缓开口介绍 女娲福西 人族之祖 传说这两位大神是兄妹关系 也是人族的创造者 你看 那个女性就是女娲 她手里拿着的是 分别是圆规和四只算筹 而那个男性就是福西 手里拿的分别是举和墨斗 执道中 李明如给少年解释道 洪荒时期 龟和举是人族用来画圆形 方形和测量的工具 龟就是画圆形的圆规 举就是折成直角的举尺 尺上还有刻度 因此 孟子才说不以规矩 不成方圆 简言之 龟代表圆规 举代表举尺 听到介绍 林小璐如梦初醒地点了点头 然后看着那侧 对自己的巨大福西神像 眼神中露出一丝疑惑 不知为何 自己一看到这名叫福西的大佬 就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清静感 此刻 二人继续缓步前进 因为这里给人的感觉 太过庄严神秘 仿佛走在一个个上古神明的注视下 所以 林小璐和李明如都没有飞行 而是怀着敬畏之心 全程徒步 最终又过去许久 二人才 终于来到巨大的圆形池边 站在了福西和女娲两尊神像的尾下 场中 林小璐抬着头 看了看高山羊指的女娲 又看了看顶天立地的福西 顿时挖了一声 太大了 太高了 之前离远了看 还没有那种感觉 现在来到这两位大神脚下 感觉真是太强烈了 只能有一个字来形容 没错 就是掉爆了 他看了好一阵 直惊叹的鼻涕都流了出来 这才后知后觉地将鼻涕擦掉 而他刚低下头 就看到自己老大 已经来到了巨大的圆池岸边 正用那翘得一逼的帅臀对着自己 林小璐见状 立马屁颠屁颠跟了上去 光着屁股 跑到李明如身边 他不知道的是 在他走后 那巨大的福西神像 忽然无声叹了口气 而在福西神像叹气以后 立在他对面的女娲神像 嘴角也起了一丝弧度 似乎是在嘲笑他 如果林小璐看到这一幕 一定会明白这两位神明的意思 毕竟他经常跟伙伴们挤眉弄眼 福西叹气 老夫的一惊 怎么会被这么个玩意儿继承 女娲微笑 哈哈哈哈 笑死老娘了 巨大的红色湖边 少年站在镜面台前 看着一望无际的红色湖水直发愣 这湖水并不是深红色 而是有些稀薄的淡红 人站在湖边 可以看到一部分湖水下面 走到这里 这座盘古墓就已经到头了 四周除了湖心站台以外 再无其他道路 场中 李明如伸出手掌 用自身灵力触碰着红色湖水 然后微微皱眉道 这湖水同样是一种没见过的物质 老大 这是写麻林小璐问 李明如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不太确定 毕竟写的颜色应该要比这淡很多 而且 这里也没有什么血腥味 她甚至凑近湖水吸了吸鼻子 确定这一大池洪水 没有任何意味 不应该啊 李明如有些不解 这盘古墓 实则并不大 自己带着小璐已经逛完了 但却什么也没发现 既没有绝世之宝 也没有什么危险意向发生 难道这里真什么都没有 李明如不信 她想了想 叮嘱林小璐 不要乱动以后 便开始沿着池边行走 她准备先走一圈 观察观察着池子的每一个角落 再做打算 很快 湖边只剩下林小璐一人 她安静地待在湖边 打量着红色池水 丝毫不敢轻举妄动 只是伸长脖子 一个劲地朝洪水深处望去 可从她的角度只能看到一点 根本看不到湖底 只大概能感觉这湖挺深的 没有李明如吩咐 林小璐不会轻易调用气息起飞 毕竟 她也不是当年顽劣的小孩 面对这种未知之地 她还是知道些轻重的 明白一个不慎 就可能为师父和自己 带来严重的后果 时间过了一阵 期间林小璐也没再看看 身后的两座神像 只默默待着 好在过了大约一个时辰左右 绕了一圈的李明如 便从湖边归来 老大怎么样 有什么发现吗场中 刚回来的李明如 光着身子插腰摇头 略微气喘地说道 为师没有用灵力 只用走的还真累 说完 她看着这圆形红湖探道 没有什么发现 不过也没有什么危险 这里就是一片 漂浮在域外中的岛屿 除此以外 什么都没有 说完 她看着红色的湖水 微微皱眉道 一会儿为师飞上去看看 你在这里等着 林小璐闻言一正 连忙阻拦 老大我下去看吧 要不我喝一口 先尝尝咸淡也行 实不相瞒 弟子一直觉得 这池子里是西瓜汁 扑齿 李明如被她的幽默逗乐 笑了一下 然后摇了摇头道 太危险了 小璐你还年轻 冒险的事情 让师傅来做 说完 李明如便不等林小璐阻拦 直接起飞 速度快的林小璐 都没反应过来 看着自己老大 毫不犹豫飞上天的背影 林小璐顿时一愣 同时鼻子也酸了一下 没想到 自己都成长到今天的地步了 在老大眼里 自己依然是需要保护的孩子 这种感觉 虽然有些不像男子汉 但真的特别好 此刻 李明如一飞冲天 一直飞到超过 福西女娲的高度 在感受到域外的 轻视后才停下 然后毫不犹豫 往湖中心飞去 林小璐则全程在下方看着 只要有什么情况出现 她便会立刻追上去 而她等了没多久 就等来了一声 小璐上来 这湖里有东西 此话一出 林小璐当即精神一症 整个人轰 得一声拔地而起 飞冲上去 洪湖上空 师徒俩光着屁股凌空而立 而带领小璐 看到整片洪湖时 顿时心头一惊 这圆形湖水 竟足足有五六十米深 而因为湖水只是泛洪 并不浓稠的缘故 它是可以依稀看到湖底的 此刻的她 立在湖面上空俯视 就看到湖底 是一个同样大小的平整原底 底部刻着一幅异常巨大的图案 只是由于有湖水遮挡 虽能依稀看出图案 但看不清细节 只隐约看出 是个巨大的人形 一旁的李明如 同样看不清楚 她双目猛地一睁 目露紫色灵光在看 却依旧无用 这湖水 好像可以隔绝灵力 为师的紫灵双瞳 也看不进去 李明如皱眉说道 老大 让我下去吧 林小璐一脸激动道 既然这湖水 可以隔绝灵力 那老大 您下去的话 手段施展不出来 根本到不了底 到底估计也要被淹死 毕竟灵力用不出来 体内灵气 肯定也不好调动 而且老大 您应该不会游泳吧 李明如 她确实不会游泳 身旁 光屁股甩鸟的少年 继续兴奋道 我体质特殊 而且力气大 游泳速度特别快 而且 我可以长时间不呼吸 文言 李明如皱眉想了想 有些犹豫 林小璐则再次劝道 没事了老大 我都这么大了 您还有啥不放心的 李明如瞥了她一眼 最终无奈点头 这洪水目前来看 应该没有什么危害 小璐你下去的话 千万小心 预示不对 立刻上来 嗯嗯 老大您放心 我体质贼强 说完 林小璐便一个俯冲 对着那越来越近的神秘洪水 毫不犹豫一头冲下 哄 漫天的淡红色水花溅起 少年转瞬冲入湖中 荡起一片涟漪 而上空的李明如 则目不转睛地盯着 生怕她遭遇危险 涌入红色的湖水 林小璐不可避免地 和湖水发生接触 结果却并未有什么不适感 嘴巴里也进了一些 同样的 没有任何味道 见此 她也就没再多想 脚尖胶体摆动之下 飞快往湖底游去 过了不久 她便彻底看清湖底的巨大图案 那是一个巨大的人形图案 没有相貌的刻画 只有一个形状 通过形状 林小璐可以看到 这个人的身体异常强壮 胳膊上 肩膀上 小腿大腿上 全都高高隆起着肌肉线条 而她的动作也很奇怪 一手持斧型图案 一手持锥型图案 摆出凿山的动作 看起来颇有些威武 这应该就是老大说的 盘古大神吧 开天辟地的那位 林小璐思索了一下 继续往深处下游 随着深入 她开始看到 人形图案上刻画的东西 那是一个个奇特的点 刚开始 林小璐以为是穴位图 但后来她发现不是 人体的穴位 一共有720个 但眼前的盘古图 却远远超出 全身上下的点 密密麻麻不计其数 看起来非常杂乱 但虽然杂乱 整体看下来 却又有一种莫名的和谐感 同时兼顾了规整和繁琐 不久 林小璐憋着气 双脚用力一摆 直接来到了湖水最深处 降落在这张盘古图的 右腿膝盖部位 深层湖水之下 她顶着湖水压力站起 视身地一边观察一边走动 而随着她的走动 她的长发和毛 也不断在水中荡漾 看起来柔顺至极 全神灌注地观察一阵 她发现自己 真的看不懂 什么也看不出来 这盘古图上的点从未见过 不知为何而有 故她没有迟疑 准备上岸去问问自己老大 毕竟这里 确实没有其他东西 然而 她刚要抬头向上游去 脑海中就猛地一疼 接着 一道温柔的女子声音 便在脑海中响起 别走啊小孩 陌生的声音 一出 林小璐当场猛了 她下意识张口 可一张口冰凉的湖水 就涌进口中 哎哎 你别喝啊 这些盘古血都用了多少年了 喝下去没啥用的 女子的声音继续响彻 你谁啊 出来 林小璐用意识在脑海中询问 同时捏紧拳头 环顾四周红色 小孩你很没礼貌啊 学了我夫君的一经 还问我是谁 我女娲呗 声音在少年脑海中继续响道 你先盘腿坐下 不用紧张 来来来 紧来说话 话音一落 林小璐的身躯 便瞬间变得不受控制 她刚要挣扎 脑海中就混沌一声 刹那间意识全无 整个人也在昏迷的情况下 盘腿坐在盘古徒的心脏位置 闭上了眼睛 天地混沌如鸡子 盘古生其中 站位万八千岁 天地开辟 阳青为天 阴卓为地 站位盘古在其中 一日久变 神于天 圣于地 站位天日高一丈 地日后一丈 盘古日长一丈 如此万八千岁 站位天数极高 地数极深 盘古极长 后乃有三皇 站位数起于一 立于三 乘于五 胜于七 处于九 故天去地九万里 浑浑噩噩的鸿蒙之音 让少年从昏迷中醒来 睁开了迷茫的双眼 她发现自己 处在一片黑暗当中 四周无比寂静 看到这片黑暗 少年第一反应 就是自己回到了望川 可她还未慌乱 就听到轰 得一声巨响 从身后传来 听到这巨大的动静 她顿时转身 结果刚好看到一片璀璨 从身后的黑暗中绽放 顷刻间淹没了自己 她吓猛了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身躯 被璀璨淹没 但 没啥事 默默鸟 嗯 也还在 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 她看到一道光 一道撕裂整个黑暗的光 接着 一个巨人从光明中走出 巨人一手持石斧 一手持石锥 仿佛无边之大 而林小璐 却偏偏看清了她的全貌 她甚至都不知道 自己是如何看清的 黑暗中 巨人豪迈至极 发出了冲天的呼喊声 这股呼喊 既有破开鸿蒙 前所未有的冲天气势 又带着深深的疲惫 林小璐猛了 这是 盘古开天 眼前的场景不长 甚至可以说有些短 也让林小璐看得不明所以 而在这之后 她就看见眼前的场景 渐渐消失 巨人也慢慢消散 自己面前 出现了一男一女 男的 端着手 摸着下巴 皱眉打亮着自己 女的 笑眯眯的 还冲自己摆了摆手 似乎对自己很好奇 你们是 福西 男人面无表情 女娲 女人一脸骄傲 哦 林小璐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然后歪着脑袋疑惑 你俩都尾巴的两人 收起来了 怕吓着你 相比于严肃的福西 女娲就要显得随和很多 眼睛圆溜溜地 看起来很可爱 此刻 她就看着 一脸茫然的林小璐 一脸好奇地笑道 你是来这里寻求机缘的吗 小家伙林小璐点点头 不行啊 这里除了盘骨体 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女娲抱歉地笑道 我和福西也死了很多年了 现在只剩下一律残念 在这里 守着盘骨大神最后一丝血液 给不了你什么了 是的 你现在的状态 已经接近绝顶 女娲身旁的福西 面无表情道 你是练习身体的吧 不用再练了 你有了老夫的一经 已经达到了西神一致 求无所求的境界 盘骨体 所能带给你的增长非常有限 没必要 对啊 你不会是想要长生吧 小家伙很贪心哦 女娲在一旁笑着打句道 没有人可以真正长生的 盘骨大神都会陨落 更何况 你我呢 所以快回去吧 看着女娲和福西俩人 夫唱夫随一唱一喝地调侃自己 林小璐猛了又猛 她花了好一阵 才理清楚自己的遭遇 随后目露精光地对二人说道 两位大佬 盘骨体可能对我用处不大 但我还是恳求两位 能将盘骨体传授给我 我需要一个炼体的法门 哦 为何福西冷漠询问 而她问完 林小璐便毫不犹豫回答道 前辈 因为我想创造一个 可以让所有凡人修炼 修成以后 能够和修仙者平起平坐的武学 目前我已经创出了特殊的舞者手段 也找到了锻炼灵魂的方法 但凡人的肉身这一块 我始终无法找到突破口 我不可能让所有凡人 都用我小时候的受血断体之术 所以我就想用洪荒时期 人们锻炼身体的方法 和我修出的内力 睡弓等相互结合 彻底来提高武道的上限 给三千世界 带来第二条修行大道 异常段话语说出 福西和女娲皆是微微一愣 期间福西更是一眨不眨地 看着林小璐 似乎是在思考着什么 足足过了好一会儿 她才在林小璐期待的眼神中 默默点头 老夫明白了 场中 福西面无表情地看着少年 随后意味深长地一笑 你小子 是想逆天啊 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 福西 女娲二人盘腿一坐 林小璐则在他俩面前手舞足蹈 连笔带话地 说着自己的构思和想法 我发现 将一斤斤的呼吸法 和胎细角的呼吸法融合 用唢呐的循环故意法 同时进行呼吸 这种修炼进行一段时间 以后就会刺激人体内无数的点 然后在体内产生出心内力 非常神奇 不但可以强身健体 壮大五脏六腑 延年益寿 还可以将心内力外放伤人 威力不比灵气差 而且还有治刚治阳的特点 而如果将折龙睡当宫的 平稳养魂呼吸法 和天竺瑜伽树里的大滩施法融合 配上佛宫中的冥想 就可以锻炼灵魂 灵魂一旦强大 不但可以抵抗一切阴魂忧魄 还可以大大克制心魔困扰 增强意志力 不惧世间幻术 场中 林小璐急吼吼地对女娲和福西介绍道 这两个功夫 一个白天修炼呼吸 一个夜晚睡觉修炼灵魂 相辅相成 非常实用 但肉身一直是凡人的真正瓶颈所在 所以我才会追求 洪荒时期前辈们的肉身修炼之法 毕竟我也是运气好 在忘川里待了四百多年 那四百年里 我不老不死 这才有足够的时间领悟一经 可我这个情况 别人无法复制 毕竟我哪怕把一经交给别人也没用 我用四百年悟道 是因为忘川 可普通武者称死了 也就只能活不到两百岁 这么点时间 除非真的天赋一柄精才艳艳 否则根本悟不出什么道出来 最终只能含害死 这不公平 文言 福西沉思了一下 说道 不用谦虚 你不只是运气好 进入忘川 四百年悟道 那也是 你吃大苦换来的 从这份苦来说 你就配得上老夫的一经 听到自己被福西大佬夸赞 林小璐顿时眉开眼笑了一下 然后便再次眼巴巴期待道 福西前辈 您看您都这么夸我了 想必您 不把那什么盘骨体交给我都不好意思了吧 来吗来吗 不用客气 快丢我吧 福西 一旁的女娲捂着嘴直了 黑暗中 盘腿坐着的福西 对笑得合不容嘴的女娲 翻了翻白眼 然后无奈叹了口气 对林小璐说道 其实 修仙者也好 无者也罢 所追求的最终目的都是长生 但长生从根本上来讲 就不可能 说着 他指了指自己 你看 老夫够厉害了吧 可最后还不是只留下一律什么都做不了的残念 即便是这茫茫宇宙 也都会有陨落的一天 所以 你又何必追求这些 是 你就差锻炼身体的法门了 但你要知道 洪荒时期 人足示弱 人们通过修炼盘骨体 让自己拥有一部分古神之力 是为了生存 为了人足 不会被万足灭绝 其目的并不是 为了长生 毕竟即便修炼了盘骨体 拥有了可以抗衡神明的 也终究抵不过岁月 终究都会老死 你通过洪荒大道的时候 也看到了吧 那些石像 他们以前都很强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最后还不是永久安眠 所以即便老夫给了你 即便你真的创造出了 比肩修仙者的功法 也改变不了死亡的事实 听到这里 林小璐呆滞了一下 而一旁的女娲也是柔声劝道 别那么执着孩子 一个时代 肯定是有一个时代的特定产物的 小家伙 洪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你没必要再追求洪荒时代的东西 现在是天地灵气的时代 修仙者也是随天地灵气孕育而生的产物 是时代造就了他们 或许你觉得 大部分凡人无法修炼 只能生活在他们的鼻息之下 很憋屈 很苦 但这也没什么关系的呀 反正每个人最终都会死 人也好 修仙者也好 大家早晚都会转世投胎 下辈子说不定身份就倒过来了 安拉安拉 听到这里 少年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失落 坐在二人面前 默默低下了头 伏习见状 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能走到今天 确实是不容易 即便有些机缘 但如果没有你大一力的坚持 机缘给你也留不住 你能有现在的成就 是你应得的 所以 好好享受生活吧 孩子 说着 他就准备起身 并笑道 时候不早了 该送你们回去了 哦对了 墓殿外的盘古石碑 别乱动哈 那里面有皇帝的轩缘剑 要是乱动玉外 会立刻将一切吞噬 那是最后的封印了 千万别以为是什么宝物 就去把轩缘剑拔 伏习前辈 女娲前辈 场中 林小璐忽然打断了伏习的话语 滴着脑瓜倾道 我明白 六道轮回本质上 也是一种公平 我也明白 凡人的努力 在所谓的修仙天赋和机缘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但我觉得 即便是什么都没有的人 也至少该有一个 可以努力的方向 和机会吧 听到这话 伏习正了正 而林小璐则抬起头 目光坚定地说道 我见过很多舞者 面对修仙者时的绝望和无力 他们很多人都能吃苦 也愿意花时间 下功夫 但却连一个方向都得不到 想努力都不知道 往哪个方向努力 因为即便练上十年 二十年 可能都比不上一个 修炼三五年的宁气静修士 毕竟五道的上限摆在那里 两位前辈 我只是想给每一个 肯努力的人 带去一个机会和方向 即便不能长生 我也希望有一天 舞者们通过努力和勤奋 能够多一些 自己选择的权利 说完 林小璐忽然站起身 对着女娲和福西就地一跪 沉重磕头 晚辈林小璐 带天下舞者 请求两位前辈 给舞者一个机会 夺天造化掌 红池上空 赤身的李明如奋力嘶吼 一掌 对着红池落下 林小璐沉入湖底后没多久 湖水便便地浑浊不堪 根本看不见里面的情况 李明如怎么喊 都没人回应 想冲进去却发现 这诡异的河水 忽然变得固若金汤 无论如何都进不去 所以 这会儿她已经彻底急了 对着湖水疯狂攻击 但天上地下 从未遇敌手的夺天造化掌 此刻却根本打不进去 落入这湖水中便直接消散 一点办法没有 天空中 满头大汗的李明如 捂着胸口 整个人都在疯狂喘息 眼见湖面依旧没有动静 她顿时双目一红 将掌心灵力催动到极致 然后拼着近乎虚脱的身体 再次抬手 夺天造化掌 老大 我出 啊 与此同时 三千大陆极北处 无常大陆 脱下日食道宗外门弟子的服饰 林志里换上了一身色彩鲜艳的大红袍 整个人也显得妖艳英俊 在等身高的铜镜前 摆弄个不停 房间中 刚刚换上黑色长袍的壮汉一脸不屑 为什么要穿衣服 一点都不舒服 入乡随俗骂 主将 林志里笑嘻嘻地转过身 对着壮汉转了个圈 怎么样 我帅不帅壮汉哼了一声 没搭理他 被壮汉嫌弃 林志里也不生气 一边继续对着铜镜整理衣冠 一边笑道 盘古墓的时间流速 跟这里不同 林小璐和李明如在墓里待了 估计还不到一天 三千大陆却已经过去了四个多月 则则则 壮汉冷横道 你现在控制了多少土著也没多少 加起来六百多个而已 全是以前修仙界的人 大部分好像是来自一个什么无限宗的 他得意洋洋的笑叹 本来是可以控制更多的 但有一部分老东西是真不怕死 没办法 我就只好除掉了 好在这世上大部分人都是贪生怕死之辈 整理着衣冠 少年继续笑道 现在三千大陆北边八百多个大陆 要么全是我的人 要么全是我的鬼 南边也被我拿下了一部分 我准备这两天 就让他们对外界宣扬圣仙王朝 并宣告三千大陆 撕南大陆的峨眉 堂堂李明如的弟子 要对修仙者不利的事情 到时有这么多大能集体发生 铁定会有不少人相信 要是那个林小璐 到时不承认怎么办 壮汉问道 其他被忽悠来的土著又不傻 肯定会去先问情况 如果林小璐和李明如不承认 其他人不就不会跟他们动手了 听到这个问题 林之里顿了顿 随后扭头看了他一眼 接着笑呵呵的摇头 主将正所谓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百胜 我调查过林小璐 也调查过李明如 以他们师徒俩的性质 最多不说出去 但绝对不会不承认 因为他们都是不屑于说谎的人 听到这番话 壮汉顿时翻了个白眼 面上写满了不满 不过他也没说什么 虽然林之里这吊毛手段有点下作 但却也是目前唯一的办法 毕竟即便是自己 看到外面那聚集的六百多个天人镜 也会觉得有些心惊肉跳 这样一股庞大的势力 绝对可以横扫峨眉 更何况林小璐创立新武学的消息 一旦发布 圣仙王朝的人数 就只会比现在多 不会比现在少 毕竟六百多位 对于其他土著而言 德高望重的长辈一致发声 那影响力 注定是不言而喻的 正思量着 同进前的林之里 忽然转身 对壮汉嘚瑟地笑道 时候不早了 走 咱们出去给大伙讲两句 毕竟过不了多久 就要进攻峨眉了 哇哈哈哈哈说完 他就大笑着往门外走去 看着林之里 差点拽上天的模样 壮汉忽然一阵不爽 直接大步追了上去 你个吊毛看得 老子真来火 啪 次日 某大路 黄昏时分 数到长虹划破天际 带着极致的呼啸声 飞往一座藏匿于沙漠中的宗门 很快 这几道长虹 来到沙海中的宗门上空 一个接一个地显露身形 皆是数位道骨先锋的天人静大能 林幻真人 老夫携几位道友前来 有些事情 想问问林幻真人您的意思 沙漠上空 一位赤发老者 友善地对下方宗门行道礼 而他身后的其他老者 也是纷纷行礼 声音传下没多久 下方的宗门建筑中 便飞出一位少年修士 上天后对几人恭敬拜见 诸位前辈 师尊有请 哈哈 多谢小兄弟了 几位老者笑呵呵地随少年下落 带来到这仿佛沙漠小城一般的宗门后 便大步走向宗门深处 一座用杀术累积的土房 在那里 正有一位气质温文尔雅的中年人 坐在院中板凳上 悠闲地给几位黄毛幼犬喂食 林幻真人 好久不见 赤发老者见到中年人后 眼前一亮 抱拳笑道 而中年人也温和地点了下头 别来无恙 红叶道长 被换作红叶的老者笑呵呵地 和中年人简单寒暄了几句 便主动拧见其身后的几位老者 介绍一下 这几位是七杀大陆 和无常大陆的天人静大能 扶桑子道友 皈依道友 赵川林道友 九叶道友 四位老者被介绍 也纷纷客气地 对着给幼犬喂食的中年人抱拳 林幻真人 久仰大名 场中 几位老者纷纷露出善意 而中年人也笑呵呵地 抱起一条尾巴直腰的小狗 一边逗着狗狗 一边笑问 几位远道而来的道友 不知找在下和事见中年人发问 四位老者便看向了 跟中年人相识已久的红叶 而红叶也立刻心领神会地笑道 是这样 最近北边数百座大陆的道友联合 由七沙大陆乾坤落月宗的司徒辉道友带领 成立了一个名叫圣仙王朝的联盟 现在已经联合了六百多位天人静道友了 哦是吗 中年人不嫌不淡地应了一声 然后看着小狗微笑道 在下自在惯了 就不加入 你们了吧 林幻真人误会了 我们这次来 不是要求道友加入 场中 名为赵川林的老者笑着说道 林幻真人 您知道四南大陆的峨眉吗 听到这个问题 中年人微微愣了一下 随后面无表情地抬起头 听过一些 怎么了是这样 我们这些个老家伙发现 峨眉那里出了个名叫林小璐的年轻人 他是李明如的徒弟 是个舞者 对 我们发现这个林小璐不是修仙者 而是一个拥有大纪元的舞者 最近一直在创新舞蹈 场中 几位老者陆续开口道 当时我和司徒道长 以及其他几位道友去四南游历 曾无意中遇到过此人 发现此人一直在寻找 可以改变天下凡人命运的舞学 林幻真人有所不知 当年这个林小璐神秘消失 四百年后又突然出现 就是因为 他去了一个名为忘川的地方 在那里参透舞蹈 而到了现在 居然还真被这小子搞出些名堂 他居然以舞者身份 拥有了天人进巅峰的实力 天人进巅峰啊 林幻真人 不会不明白 这其中的厉害把几位老者 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话 中年人则抱着幼犬 安安静静地听着 一直到他们说完 才面无表情地开了口 你们是说 那个叫林小璐的舞者 在开创一种新的东西 可以改变凡人无法修行的事实 对 就是这样 场中 道号扶桑子的老者飞快说道 自古以来 从未有哪位舞者以习舞 达到天人进巅峰实力的 简直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而如今 这一切都被这个名叫 林小璐的年轻人所打破 其实本来啊 修行一道各凭本事 这是人家的机缘 也没什么好说的 可他自己修成也就算了 现在还要带领天下 所有凡人一起修舞 那凡人舞者 如果个个都拥有了他的本事 谁还拜 咱们不都拜他去了 是啊 灵患真人 你想想看 天地灵气很大一部分 是由世间凡人的信仰 愿力而生 那如果凡人真的可以以舞问仙 自然就不会有多少人 愿意继续信奉修仙者 那到时候 凡人的愿力没了 天地灵气就会变得越来越稀缺 人人修炼艰难 整个修仙界 就再难出现新的天人境 我们该如何用修成的灵力 来抵抗欲外侵蚀 这不是要天地生灵彻底灭绝吗 听到这里 中年人摸了摸下巴 面露沉思 而场中的九夜真人 则重重地叹了口气 一脸感慨 当时我们发现 这林小璐的所图以后 曾去问过他和李明如 结果李明如不但不管 反而助纣为虐 当然 我们也明白 这林小璐想创新武学 不是什么恶事 也无关对错 但这危害和波及实在太大 它是要从根本上 断绝茫茫先路 所以 眼下的情况就很复杂 我们这帮老家伙 想对林小璐问罪 却又事处无名 可又不得不这么做 毕竟这是为了 三千大陆的长治久安 为了世间的稳定 为了六道轮回 天下苍生 不被域外加速灭亡 对啊 林小璐是没做错什么 但让凡人拥有比先之力 动摇稳定平衡 那他就是错事 就是祸害 场中 五位天人尽大能 围着中年人越说越激动 而中年人却突然有些不耐烦了 他抬起头看着这几人 声音冷淡道 几位道友说归说 别吓到我的狗 所有人 打断几人的话语 中年人惬意地伸了个懒腰 然后抱着小狗宠溺笑问 你们想对林小璐做什么场中 赵川林迟疑了一下 随后说道 李明如有恩于我等 我们这次联合给他施压 能劝他们仕途俩放弃 就劝他们放弃 而如果他们实在不肯放弃 那为了修仙界的稳定 我们也只能阻止他们 扑吃 听到赵川林的话 中年人忽然就乐出了声 仿佛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似的 然后在几位老者不善的目光下 抱着小狗 对狗狗笑道 这年头 就是有人喜欢不自量力 对不对犬心 想用人多的方式 逼迫明如前辈和小璐兄弟就范 也不知哪来的勇气 当年要是没有明如前辈阻止纵横 他们早就没了 哪还能在这放屁 此话一出 面前几位老者顿时面色一变 天人静冲天的气势瞬间散发 直接就将中年人包围 野狗 称呼你一生灵患真人是尊重你 你说话不用这么粗鄙吧 扶桑一声音冰冷 名为野狗的灵患真人 笑眯眯地看了他们一眼 打趣道 平道是在跟狗狗说话 道友为何要接话听到这话 眼前的老者脸色再次一变 双拳紧握 目录杀意地看着中年人 而中年人却是无所谓的笑笑 平道下午还要教导弟子修行 就不送诸位了 犬心 送客 汪汪 小黄狗冲四位老者叫了两声 遭受这般侮辱 其中一位老者当即就要动手 而扶桑子却拦下了他 只是一双浑浊的三角眼 死死钉向了中年人 早就听闻野狗道长洒脱 平道今日算是领教了 不过希望野狗道长能够分得轻轻重 李明如有恩于我们不假 但是此番联盟 是为了天下苍生 不被域外加速吞没 在大一面前 还是希望道长能够看清厉害 另外 现在已经有许多道友得知此事 不少道友都表示 会全力阻止领小鹿 到那时 所有心怀正义的道友 会一同讨伐峨眉 说完 老道便面色冰冷的扭头 带着一众面露 不善的老者离开 四位圣仙王朝的人走了 野狗独自抱着小狗 看向了远处快要下山的太阳 他旁边 和他相识多年的前辈 红叶没有走 而是坐在他身旁 苦涩一笑 你这性子呀 得改改 野狗摸着怀里 打哈欠的小黄狗 无所谓的笑问 你也加入圣仙王朝了 红叶叹了口气 点点头 加入了 你天天待在宗门里不出去 不知道外面情况 就李明如和他徒弟这事啊 最近闹得不是一般的大 足足有六百多位天人静作证 现在外面都传风了 说这林小鹿 就是第二个纵横 只不过他身份特殊 是李明如的徒弟 所以李明如才会互端 非但不阻止 反而助纣为虐 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 到时一同讨伐鹅眉的 至少得有一千位天人静 野狗不羡 什么东西 忘恩负义 小鹿兄弟 曾经在大罗刹天 救过我的命 那没办法 李明如还阻止过纵横 救了所有人呢 可个人恩怨在大义面前 肯定算不了什么 说完 红叶看了中年人一眼 安慰道 你也别太担心了 我估计到时候吧 诸位道友们 应该会先去劝林小鹿放弃 最后 如果实在劝不下来 才会对他们师徒俩出手 而且即便动手 肯定也不会下死手 最多就是 先把林小鹿制服 然后不让他创造 那个什么心武学而已 不会出什么大事的 听到这里 野狗没说话 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 随后便闭上了眼睛 此时 盘古墓 巨大的红湖边界 李明如看着被自己一掌 打晕的徒弟 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他看了看徒弟的小 见他软啪啪地一动不动 顿时深深地叹了口气 小鹿被自己一巴掌打废了 醒醒 小鹿 快醒醒 催了几声 林小鹿迷茫地睁开眼 然后捂着脑瓜 一阵痛哼 李明如最后那一巴掌 是寒怒而出 林小鹿虽然投铁 但此刻也是 剧痛不已 肿了好大一个包 小鹿 你怎么样没傻巴 见徒弟醒了 李明如赶忙将他扶起 并竖起一根手指在他面前 神色紧张地问道 来告诉为师 这是几林小鹿摸着头 晕呼呼地看了一会儿 然后脱口而出 一 李明如顿时喘了口气 还好还好 徒弟没傻 下去以后 发生了什么他问 还未完全从晕眩中回神的林小鹿 看了看李明如 想了一下 然后突然激动到 老大 你绝对想不到 我看到了谁 李明如 我看到了女娲大神 和福西大神 场中 恢复过来的林小鹿 一脸兴奋 小嘴飞快说 他们告诉了我一切 我现在已经完全明白了 看着自己徒弟手舞足蹈 小鸟乱飞的模样 李明如吓了一跳 连忙示意 他先坐下 并起身 来到他身后 给他揉起了太阳穴 小鹿你先缓一下 慢点说 一边给徒弟揉太阳穴 李明如一边问道 你遇到了女娲大神 和福西大神 然后呢 然后他们告诉了我一切 林小鹿盘腿坐着 整理了一下巨大的信息量 小脸通红道 这事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关于域外 另一个是我得到的机缘 老大 您想先听哪个李明如想了想 揉着少年的太阳穴道 域外比较重要 先说域外吧 嘿嘿 成 少年笑哈哈地开始描述 这个域外啊 其实就是混沌 是一切未诞生前的虚无 然后有一天 盘古大神出世了 开天辟地 这个老大您都知道 就不想说了 就是后来 盘古大神开天辟地以后 他老人家发现 域外其实就相当于 被自己破了个洞 我们都生活在这个破开的洞里 但域外随着时间的流逝 是会继续缩回来的 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域外吞噬 所以他死后就留下了一滴盘古精血 不断散发古神威能 阻止着域外吞噬 说完 林小璐朝着红尺一指 这里面的 就是盘古大神那滴精血 只不过 因为阻止域外时间太久 精血里的古神威能已经消耗干净 所以 已经没啥作用了 听到这里 李明如点了点头 虽然林小璐说得乱糟糟的 但她能听懂 嗯 然后呢 场中了 林小璐继续解释到 后来过了很多年 女娲大神和福西大神应天出世 继续阻止着域外吞噬 但他们两位大神 随着时间的流逝 也开始渐渐逝去 再后来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以后 凡人中一位 被称为轩缘皇帝的大能出世 他估计是人世间 第一位正统意义上的 规须尽强者了 毕竟和女娲福西盘古相比 只有他的本体 是真正意义上的人 然后他用神石 打造出了一把名为 轩缘剑的神器 再次镇压域外 保护我们的天地 不被吞噬 说完 林小璐抬手指了指身后 那个大殿外面的 盘古墓石碑里面 就是轩缘剑 不过咱们不能动它 它现在虽然已经非常虚弱 随时都会失去作用 但依然在镇压域外 如果把这把剑拔出来 域外会立刻将我们吞了 听到这里 李明如若有所思的点头 面露疑惑 既然轩缘皇帝 是人族历史上第一位归须境 那李尔前辈呢 他是否也在像当年的皇帝 福西 女娲这些大神一样 抵抗域外 听到这个问题 林小璐猛了一下 随后摇摇头 这个我不太清楚 福西大神和女娲大神 好像并不认识李尔前辈 他们的残念 从没有离开过这里 所以也没跟我说 文言 李明如目中的疑惑更重了 不应该啊 当年纵横也是认为 只要到了归须 就可以阻止虚外吞噬 可李尔前辈一招悟道 踏破虚空 妥妥地归须境 怎么会一直没有圣迹流芳 他思索片刻 不得其解 便只好转向另一个问题 得到什么机缘了一听此话 林小璐立刻抬头 难掩激动地咧嘴笑道 我从福西大神那里 得到了洪荒时期 古人修炼身体的法门 名叫古神爵 又称盘古体 我本来不想要的 不过福西大神说我天赋一柄 骨骼精气 且鸟生的英俊至极 有展翅高飞之姿 就连每一个鸟毛 都仿佛金雕细琢 充满了道家阴阳相生之美 故令他心生敬佩 叹为观止 非要传授给我 我不收就不让我走 场中 林小璐嘚瑟的一吹 就是半天 最后他发现 老大厅的眼皮直跳 就连拳头 都开始捏得嘎嘎作响 才遗憾地结束吹嘘 指向前方的红壶 那个壶底里面 刻画着盘古大神的图像 上面画着无数的点 刚开始我以为 那些点是穴位 不过并不是 福西大神告诉我 那些点 代表着宇宙中的星辰 每一个点 都是一颗星星 听到这话 李明如微微一愣 每一个点都是一颗星星 怎么讲见李明如感兴趣 林小璐立刻咧嘴一笑 老大 我把古神诀背给你听啊 福西大神都告诉我了 说完 光着屁股的少年盘腿做 开口莫背道 心是盘古心 体是凡胎体 还宇做凡胎 银朔做微端 银朔引轮间 游藏玄青天 玄青如渤海 还宇处处采 幽金连玄青 微端连银朔 二者相合一 自当容还宇 并行不相害 李宇气即逝 牲畜扶杀鸡 沙中有生意 李以气为用 气以李为体 集体以显用 就用以求体 非体亦非用 体用两不利 非礼亦非气 亦言透天机 心是盘古心 体是凡胎体 经是玄青经 亦是环语义 背诵完古神诀第一章 林小璐睁开双眼 一脸激动地解释道 洪荒时期的前辈修行 是将自身比作整个宇宙 身体就是宇宙 然后将宇宙里的星辰 比作人体内的微端 也就是之前汤元说的 构成人体结构的那些细小的点 然后古神诀里表示 宇宙里除了星辰以外 还有一种看不见 却处处都有的特殊之气 这种气连接着所有的一切 甚至于在宇宙中 每一处角落都有 但却又不属于已知的 任何一种气 然后我们通过古神诀里 精神层面和灵魂层面的 双重修行 就可以连接这种气 将它们引导下来 进入身体内的点 从而改变 组成一切人体微端的重量 让我们变得强大 所以 洪荒时期的古人 他们之所以力气大 肉身强 就是因为他们身体里的 每一个微端 每一个点 都充分吸收了这种神奇的气 每一个点 都变得非常重 所以才会强大 说到这里 盘腿做的林小璐 再次抬头 期待地看着李明如问 怎么样老大 掉不掉场中 李明如一脸猛逼地看着他 然后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小 最终嗡了一声 掉 有时候啊 真的不得不感叹一下 这片天地的古人 居然能在那个时候 就发现暗能量的存在 并且还能进行运用 则则 简直牛逼克拉斯 凡间 一位戴着自制眼镜 穿着灰色大衣的老者 坐在行驶的马车车厢内 自言自语地说着话 老爷 我们快到大唐了 一道悦尔的女生 忽然从车外传来 老者点了点头 冲外面赶马车的丫鬟喊道 直接去大唐最大的纪元 本老爷这段时间 要瓢死在那里 说完 老者便摸着下巴 一脸唏嘘 继续神经兮兮地自言自语 要不是峨眉快干账了 真不想离开啊 搬家太麻烦了 算了 现在这个情况 还是大唐比较安全 不过照这个势头下去 我也快完成任务了吧 到时 你说的呀 要让我拥有原因进修为 回老家称王称霸的 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 自言自语地询问完 老者身旁一块造型奇特的黑色方体 忽然亮了一下 次日 峨眉 青鸾店中 小玉儿翘着二郎腿 叶青鸾也翘着二郎腿 俩人一大一小人手拿着一根甘蔗 一边吃 一边吐 直吐得满地都是 时不时还会用甘蔗棍碰一下 已是干杯玉道友 叶道友 现在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我们也确实是听圣仙王朝的道友们这么说的 店中 几位来自其他大陆的老者 看着这一大一小两个姑娘 面容略显尴尬地说着来意 为首的老者 甚至显得有些气愤 对叶青鸾和小玉儿认真开口道 两位道友 说实话 老头子我是不信的 不过现在毕竟有这么多道友都在传 其中不少还是公认的老前辈 已经闹得满城风雨 几乎所有人都在说明 如道友包庇徒弟 祸害修仙界 打破平衡 老夫即便自己不信 也人为言轻 所以 这次就想来见一见明如道友 和林小璐道友 毕竟眼见为实 听到老者的话 叶青鸾摇了摇头 紫阳真人还请回吧 我师弟和小璐都不再恶眉 他歪着脑瓜 一边费力抱着甘蔗啃 一边含糊不清道 他俩都走了好几个月了 对啊 我哥哥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 至于你说的事情 我和掌门姐姐也不清楚 小玉儿边说 边呸呸呸地吐着甘蔗 见状 为首的老者无奈叹了口气 而他身旁的其他老人 则是有些迟疑地开口问道 叶掌门 不是老夫怀疑 您能不能说一下 贵派的这个五尊一脉 是什么情况哦 五尊一脉啊 那就是为了天下舞者创立的 叶青鸾非常实在地说道 我额眉的林小璐 确实是舞者 他作为舞蹈宗师 想开宗立派 有什么问题 可那些舞者 我们都看了 抢得有些太夸张了啊 场中 另一位老者 一脸狐疑地开口 寻常舞者习舞数十年 手段最多 也就比肩住几近修士 而我看这五尊一脉的许多舞者 气势上都快超过杰单了 极个别 甚至已经隐约有原因之能 这 是啊 而且我们听说了 这林小璐的实力非常惊人 一身手段相当于天人境巅峰的修士 当然我们不是 说他手段高明不行 也不是嫉妒他 但他如果真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 可以让凡间相野之人 也修炼到他这一步 那对于修仙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叶道友不会不知道吧 对啊叶道友 您和这位小玉道友 年纪都不算太大 老头子 我今日就拖个大 称呼您一声晚辈 您可能不清楚 这其中的厉害 这件事情本质上 已经超出了常规的对错之分 倘若这林小璐 当真打破平衡 让天下凡人习武不败先 那灭绝六道轮回的域外 可不是闹着玩的 店中 一众天人敬老者 熙熙攘攘地 跟叶青鸾和小月儿讲道理 好说法 就连店外 也全是他们随身带来的弟子 一时间将整个峨眉 都搞得乌泱乌乱糟糟的 此刻 峨眉风中断的五尊一脉练武场 正在满头大汉练习 逼神斩的灵威 停下了动作 看向了嘈杂的院外 那里到处都是其他宗门的弟子 唐月 最近峨眉来了好多人 不会都是来向老师 寻师问罪的吧 院中正在打拳的少年 文言点了点头 脸色显得有些沉重 这几天 峨眉来了好多人 大多数都是私南大陆外边的 像一些天人进的大能 或者园英进的宗主什么的 而年轻一辈的弟子 来得也不少 这些年轻修士 不会上去见掌门 基本都是留在这里 等各自的师尊 所以时不时的 就会有人对武尊 一脉练武的弟子 指指点点 议论纷纷 身为大师兄的唐月 能感受到 这些人对自己 和其他师兄弟们 并不友善 他们不少人的眼神中 都带着戏血和俯视 不过唐月 从未回应过他们什么 师尊说过 修武先修心 武者的道路是霞 而霞注定是一条艰难的路 也是一条充满逼格的路 走这种路 不用理会其他人的看法 做自己就好 所以 唐月从不理会 师弟小师妹们该练武练武 随便他们去说 场中 他对凌薇道了声 不用理会 便继续打着心血的八卦掌 可刚打没两下 院中 就传来一个 孩童响亮的哭声 哇 练武院靠边的地方 一个四五岁的孩童 嘴巴红彤彤的 嗷嗷大哭 而院外的几个少年 正哈哈 直笑 其中一人手里 拿着一枚鲜红的辣椒 小宝 唐月一惊 连忙过去 将嗷嗷哭的孩子抱起 对着一众嬉皮笑脸的修士怒目而逝 你们做什么 见唐月愤怒 几个年轻修士 有些被他身上的气势吓道 但一看周围全是年轻人 顿时不惧 细细笑道 跟小孩玩玩而已 怎么 玩不起啊 哈哈哈哈 我以为舞者多坚强 没想到这小屁 还吃个辣椒都能哭 看来也不过如此 很正常的啦 一帮粗鼻舞夫 能有什么出息 嘖嘖 这峨眉也是 居然还专门为舞者 建个卖戏 估计这宗门是建立不下去了 想跟江湖上一样 建个武林门派 谁说不是呢 还特么习武之人 你看这男的 气量这么小 玩玩都不行 院外 一群等待自家老祖的年轻人 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笑着 而五尊一脉的弟子 纷纷气得脸色发红 为首的唐月 更是拳头都捏得嘎嘎作响 凌维见到这一幕也怒了 他都搞不懂 这帮人到底是什么嘴脸 明明自己欺负小孩做错了事 到头来居然说唐月玩不起 这是个什么礼 此刻的他气得 当场想要拔剑 可单手抱着孩子的唐月 却伸手拦住了他 现在咱们峨眉是多事之秋 还是别给掌门他们惹麻烦了 这几天 他们已经够受累的了 低声说完 少年便准备抱着孩子离开 刚一转身 院外的修饰便以为他害怕 甩起一枚石子 砸了他的头 喂 小子 你刚才不是很牛逼吗 怎么现在耸了场中 手持辣椒的年轻人 嘚瑟地笑道 在他旁边的人 也是议论纷纷说笑着话 更有一姑娘嫌弃地捂着鼻子 这峨眉什么破地儿 这些练舞的身上 都有一骨子味 一天天流那么多汗臭的要命 诸位道友 我听说他们平时 都是用妖兽血脉断体的 你们说他们 会不会变成妖兽啊 私有这个可能啊 那峨眉岂不是妖兽窝了怕什么 今天我老祖带 我们来的 这儿要是妖兽窝 我老祖能把他们一窝全端了 直接灭了他们峨眉满门 场中 唐月背对着一众少年人 一言不发 而在场的少年修士健壮 却是变本加厉 一个劲的嬉笑嘲讽 似乎是吃准了 他不敢同时跟这么多修仙者动手 喂 你身上一股子汗味 臭死了 滚屋里去 此刻 那名手吃辣椒的少年修士 见唐月背对着自己不说话 顿时面露不悦 捡起一块石子 目录比一道 什么玩意儿 跟我们在这儿杂杂呼呼 摆造型给谁看呢 喝推 说着 他便再次将石子儿 砸向唐月的头 搜 一声轻响 石子儿带着风声飞到半空 而那只上身的少年 却忽然转身 露出暴露到极致的双眼 碰 哐 那一瞬间 在场的年轻修士们 还未看清动作 就听见接连两声巨响 那名丢石子儿的修士 就整个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倒在山道旁 四仰八叉地躺在泥土中 他的额头上 有一个鲜明的红色布鞋鞋印 印子中间的眉心处 还镶嵌着他 刚才丢出的石子儿 这没石子儿 没被唐月一脚踹碎 反而被深深踹进他的眉心之中 一时间 所有嬉笑嘲讽的声音全部消失 修士们看着 已经晕死过去的修士 然后目露震撼地扭过头 看向院中那抱着孩子 单脚站立 仍保持侧踹姿势的少年 死一般的安静下 那少年缓缓放下脚 并将怀里懵懂的孩童 交到林薇手里 接着看着在场所有少年修士 声音冷漠地说道 如果害怕的话 你们可以一起上 时间过得很快 不久 当峨眉峰上 一众天人静大能下来 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倒的横七竖八 左趴一个 右躺一个 足足堆满整座山道的弟子们 而在这些被放倒的弟子中间 则站着一个 双手红肿 嘴角溢血的少年舞者 见到这一幕 在场的大能 立刻明白了事情原委 纷纷皱眉没有说话 但还是有一位大能脸色一沉 来到自己头破血流的弟子身旁 冷声问道 怎么回事鼻青脸肿 捂着脑袋的少年 看到自家老祖来了 低下头没敢说话 毕竟被一个舞者打败 确实不太光彩 而这位大能 见他不说话 也就没有再细问 只是强压怒气 看了唐月一眼 随后便一甩袖子 怒冲冲 带着自己的弟子们离开 天人静 不可能在这么多人面前 和唐月一个小辈过不去 丢不起这个人 不过今天这两子 也确实算是结下了 夜晚 峨眉的青丸殿 依旧灯火通明 除了林小路 李明如 以及远在相神大陆的 陈念云以外 其他峨眉的长老 和中坚力量 全部到场 无意缺席 这两天的情况 大家都看到了 我估计过不了多久 那个什么圣仙王朝 就会来峨眉找小路 主位上 夜青鸾捧着个西瓜 一边用银勺挖着西瓜吃 一边说道 你们大家有 什么想法吗 小月一脸凶样 张牙舞找到 杀光他们 夜青鸾 他无奈地点了下小月的头 没那么简单的 到时候 估计会有好多天人进过来 咱们根本打不过 要不我们喊 其他几个宗门的掌门 来帮忙吧 东方弹主动提议 而夜青鸾却再次摇头 这是我们峨眉自己的事 没必要拉其他人下水 再说了 小路创造新武学这个事 如果真如今天那几个人所说 牵扯重大 那对于昆仑 龙门 茅山他们来说 也确实不是好事 毕竟涉及太大了 思南会成为众矢之地的 那要不咱们跑吧 他于处处抬手道 以领小路的性子 他肯定不肯放弃的 我们也不可能把他交出去 打又打不过 所以我们跑路好了 对啊 到时我遇见带着陆哥飞 我速度贼快 阿姨一脸赞同地说道 场中 夜青鸾听着这帮人出的馊主意 简直越听越郁闷 挖了少西瓜 腮帮子鼓鼓地说道 要实在不行 等小路回来 咱们劝劝他 让他别创立那个新武学就行了呗 掌门这不好吧 凭我对陆哥的了解 他就不是个听劝的人 阿旦说得对 劝我陆哥放弃理想 还不如劝他吃屎 帅帅鸭一脸赞同 对啊 那小子从小就倔 我最了解他了 唐星也是连连点头 那你们说怎么办夜青鸾急了 一边吃着西瓜 一边气愤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汤圆 你不是小路的军师吗 想想招 见夜青鸾把问题抛给汤圆 全场人立刻看向了他 而正在挖鼻孔的汤圆 也愣了一下 随后非常自然地 把刚扣出的鼻屎 擦出阿姨手中的鸡屁股上 然后风轻云淡地起身 眨巴着斗鸡眼 对所有人说道 我有一个想法 此话一出 峨眉众人立刻眼前一亮 东方弹甚至拿起了扇子 给汤圆扇风 满脸谄媚地笑道 军师请大胆发言 不要拘束 闻言 汤圆嘴角一歪 露出了一个神秘莫测的笑容 我有一单 名为妄忧 时之 可将一切烦恼拉出体外 到时候 我们只要为每一个 来巡视问罪的大能吃药 便可以让他们忘掉一切烦恼 开开惺惺回家 此办法一出 所有人顿时一脸便秘地看着汤圆 东方弹更是激动地一拍桌子 哈哈哈哈 这个办法好 来军师你过来来 场中 东方弹大笑着抱住汤圆的头 然后框 得一声用大胖脑袋把他砸晕 接着便对店外的弟子 喊道 来人啊 把军师拖到通妖峰的旅场 让他开开惺惺惺回家 注意 是公旅场 汤圆被拖下去了 继续恢复讨论 但一群人七嘴八舌说了好一阵 也没有什么结果 搞得叶青鸾是越讨论越生气 本来以为师弟带小鹿去寻机园 很快就能回来 没想到这师徒俩一走就走了四个多月 自己还以为只要注意他们说的神秘少年 和那个裸男就好了 没想到 现在又莫名其妙出来个圣仙王朝 真的是好乱啊 脑瓜子都快炸了 此刻 叶青鸾还不知道 三千大陆中的其他人 在知道林小鹿心武学情况后的反应 南疆 上官家 好女婿 好女婿啊 大晚上的 一位身穿黑袍的中年人 捏着手中的书信 哈哈大笑 其反应把自己的三个孩子都看梦了 爹 你要不要笑得这么开心啊 鹿崽子的事情暴露了 额没要有大麻烦了 怕个毛 跟他们干就完了 场中 上官生看着书信激动得面红耳赤 小鹿贤侄 果然没让老夫失望 颠覆整个修仙界 则则则 这才是魔王之举啊 老夫不如他 一旁 上官十六看着欢乐无比的老爹猛了 他无助地看了看自家姐姐 结果发现 姐姐和傻狗哥哥也是兴奋地满脸通红 他俩好像 很期待 无奈 上官十六便将目光投放到尊敬的老祖爷爷身上 结果老祖爷爷也撵着胡须感叹 为何这么优秀的孩子不是老夫的后辈呢 可惜 可惜 感叹完 身材矮小的上官大藏 不满地瞪了上官生一眼 吹胡子瞪眼睛的嫌弃道 你看看你 还没李明如的徒弟有出息 和人家 毁灭整个修仙界的远大暴富相比 你这魔道头子 当得真是一点 逼个没有 真丢老夫的脸 被自家老祖一讯 上官生完全没有生气的意思 反而主动 给上官大藏恭敬倒茶 哎呀 老祖您这话说的 放心哈 回头我就带着官 去给小鹿贤婿站台 这种宏图知智的大事业 咱们魔头怎么能不搅一搅 听到这句话 上官大藏严肃地点了点头 然后对上官生说道 到时峨梅要是跟他们干起来 咱们就去帮忙 老夫也去 不过咱们晚一点去 此话一出 上官十六猛了一下 不解道 老祖爷爷 为何要晚点去屋内 上官生哈哈大笑 十六啊 你不懂 这种大战 越晚出场 逼格才会越高 嘿嘿 这一次 你爹我终于可以在李明如为难之际出手 好好的装个了 上官大藏 也是一脸得意 笑眯眯的哼道 希望林小鹿这孩子 千万不要跟那什么圣仙王朝低头 到时打不起来就不好玩了 老夫我也最爱装逼了 哇卡卡卡卡 看着自家老祖和老爹期待的模样 上官十六顿时有些无奈 而他身旁的上官哈密瓜 也是一脸激动 小脸通红的道 到时 老娘要从天而降 闪亮登场 亮下林小鹿的狗眼 上官十六 哈哈哈哈 要和好多地方的正道打架了 场中 上官波罗 也一脸激动地挥着拳头 脖子上的金链子 都跟着一甩一甩 整个人兴奋至极地喊道 和四男的正道称兄道弟那么久 根本都打不起来 这一次可以坐别的地方的正道宗门 可真是太爽了 当天夜晚 上官家的笑声就没有停过 从老到幼 各个摩拳擦掌 兴奋地嗷嗷直叫 而另一边 落神大路 后土 洛乌镜坐在椅子上 看着手里圣仙王朝送来的信件 面容中若有所思 送信的人走了还没有师尊 被我打晕了 妹儿一脸乖巧地问道 要杀了送信的人吗 当然 洛乌镜手中的信件 升起一簇青色的火苗 而他就这么看着被烧成灰烬的信件 声音清冷道 这些人既然要对付本座的学生 那就一个都不要放过 后土 就是他们的归宿说完 洛乌镜抬起头 看着妹儿问道 东皇宗那个煞比加雀 应该也收到圣仙王朝的邀请了吧 他们是怎么做的师尊 我打探过了 陆宗主把送信的人暴打了一顿 然后就给放了 妹儿捂着嘴笑道 陆宗主向来宅心人厚 很少杀人 听到这话 洛乌镜顿势不屑冷哼 本座还是高估他了 心那么软 也不知道怎么当上一宗之主的 不过也好 回头本座就找个机会去告诉李明如 让他知道 谁才是一直支持他的人 说完 洛乌镜身子一仰 抱着胳膊 漫不经心地笑道 本座到时会以自己的身份支援额眉 与后土无关 其他人就不用参与了 师尊我可以参加妈妈 忽然问 文言 洛乌镜打亮了妈一眼 然后红唇一鸣 到时你跟在为师身后 别涉险 嘻嘻 弟子遵命 天机大陆 北瑶宗 一身白衣的女子 独自站在雪山顶上 默默看着远处的风雪 不久 一位男子从远处飞来 落到他身后 恭敬拜见 师姐 我准备好了 各种法宝丹药都戴上了 如果到时 圣仙王朝进攻峨眉 咱俩立刻就出发 只代表咱们自己 不设计宗门 听到这话 面朝风雪的白衣女子点点头 面无表情道 你知道轻重 不要鲁莽 男子憨憨地笑了下 小鹿兄弟是个好人 更何况这件事情 他本来就没有做错 师姐您教导过的 我们名门正派 就要有名门正派的样子 文言 女子泛白的眼眸微微压低 轻恩了一声 随后便不再说话 继续看着夜晚的山峰雪景 不知在想些什么 另一边 遥光大陆 诸葛胖胖 加速 无边无际的草原上空 扎着双马尾的少女 背着一柄大铁锤 骑着野猪 在星空璀璨之下 全速飞行 此刻 野猪的四根小猪蹄直刀 不时还会哼哼两声 而少女则是一脸焦急 诸葛胖胖 咱们得快点了呀 得在圣仙王朝进攻峨眉之前赶到 诸葛丹现在真的是急坏了 他不能顺移 也不会飞 因此 只能让诸葛胖胖载着自己飞 速度相比于修仙者 就慢了很多 最快也要有个两三天时间 才能到思南 此刻真是急得心慌 他没有带灵溪中的弟子出征 同样是以自己的身份去支援 毕竟自己就是武者 小鹿所做的一切 同样也是他想做的 而且 他还是以德福人帮的一员 于情于理 都要出面参战 诸葛胖胖 打起精神来 飞呀 少女背着铁锤 冲着苍茫的远方嗷嗷大叫 捉个胖胖 当天夜晚 三千大陆各大宗门 都陆续收到了圣仙王朝的邀请信 信上明确表明了 圣仙王朝成立的缘由 也表明了六百多位天人敬老者 发现鹅梅林小鹿 创造新武学的事情 故圣仙王朝邀请所有天人敬强者 和大部分的原音敬 邀请他们带领弟子门人 一同讨伐鹅梅 为天下太平 为乾坤朗朗 至此 平和了四百多年的三千大陆再次沸腾 一夜之间 无数修士出动 他们或询问情况 或相互讨论 一时间 几乎所有人都在往北方的七沙大陆 和东方的四南大陆涌 这一刻 每一位修士都隐隐感觉到 一场浩瀚的大风 将再次在修仙界掀起 第二日 中午 在一天中 阳光最明媚的时候 鹅梅十座大山外 七十多里处 一位接一位的老者 凭空现身 这些老者有男有女 相貌 身高 块头皆不一样 身上也都穿着各不相同的宗门服饰 而在他们后方 还有无数道长虹 仿佛流星雨一般 划破长空 铺天盖地而来 皆是各个宗门的宗主 掌门 掌老 真传弟子 此刻 为首的老者们一字排开 足足排出数百米远 面容严肃地 看着面前的峨眉石峰 而其为首者 七沙大陆乾坤落月宗的老祖司徒辉 也静悄悄地看着 并一边看 一边感受着后方所邀请来的人数 这会儿和他一样 被下了混沌之虫的天人镜都已经到场 足足六百多人 气势惊天 而其他 被圣仙王朝邀请来的大能 也是一一出现 不少大能 还带着门内中间力量 这些被邀请来的大能 倒不是想和李明如林小璐动手 只是想表明 修仙界对此事的态度 想劝林小璐 放弃创立新武学 不得万不得已不会动手 此刻 随着出现的人越来越多 修士们也开始纷纷说起了话 大部分都是在问林小璐创立新武学的事情 而这些修士问出疑惑后 所有被控制的天人镜回答 也都是一致 是这样 本作都看见了 老夫也是亲眼所见 当然如此 不然那林小璐 怎么会以武者身份 拥有比肩天人镜巅峰的手段 六百多位天人镜大能同时发声 即便场中有人有疑惑 也很快就被压下 而过了没多久 熙熙攘攘的修士中 便又有了其他人的作证 诸位前辈 晚辈前几日 曾随老祖和其他师兄弟 去峨眉问话 发现他们确实在发扬武道 对 在峨眉的麦系中 有一个名为武尊的麦系 就是专门招收武者的 而且 里面的许多武者 都已经有了堪比杰丹镜的修为 当真如此落风道有 你弟子说的这个武尊一脉 是真的吗 有不明真相的大能惊讶 确实是这样 老夫也看见了 老夫这猎徒 还曾和武尊一脉的弟子切磋 说来惭愧 老夫的猎徒被打败了 什么 修仙者居然被武者打败了 看来果然所言非虚 浩浩荡荡的人群中 关于武尊一脉的传言 非快传出 许多原本摇摆不定的 天人静大能 也是听得一惊 更是有本来不幸的大能 听后怒哼 武尊以武为尊 峨眉居然敢给武者的分脉 取这等名讳 这只茫茫先到于何地 是啊 堂堂到门先宗 居然给自己的脉戏 取这么个名字 嘖嘖嘖 李明如娇的好徒弟啊 唉 无风不起浪 本来老夫也是半信半疑 毕竟明如道友英明一事 可怎么就 唉 诸位道友 明如 道友对我们有恩 咱们到时 还是尽量别起冲突 小之以理 动之以情的也要劝 贺玉真人说得在理 更何况这个林小璐 确实也没做错什么事 咱们这次虽是为了大义 为了修仙界抵抗欲外 但处理方法 还是要注意一些的 是这样 老头子我了解李明如 他不是不讲理的人 这次大半的修仙界的老伙计都来了 他一定会给咱们面子 让徒弟放弃这个念头 金色的阳光下 天人静的修饰越聚越多 没过多久 就超出了一千多人 且许多天人静大能携带的弟子 也是数不胜数 黑压压的一大片 已经超过三十万人有余 且实力最低 也是劫单静起步 这样一股力量 已经快超出三千大路一半 而场中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 在他们后方二百里地之外 位于峨眉地狱的大越国内 林之里正和壮汉在一家酒楼中 悠哉悠哉吃着面条 相比于此刻风起云涌 剑拔弩张的峨眉 这些凡人国度 倒没怎么受到影响 依旧平静繁荣 主将 咱们很快就能完成任务了 快吃 等任务完成 王带着其他人进来以后 咱们再想吃 可就难了 一边说 身穿红袍的林之里 一边稀溜稀溜地吃着牛肉面 而坐在对面的壮汉 则没他这么好的食欲 看着面碗里翠绿的葱花 咒眉问道 你用混沌之虫控制的人还好说 但那些被忽悠过来的人 应该不会 真跟李明如和那个林小璐动手吧 他们好像都是想先问清楚 然后劝李明如他们 听到壮汉的询问 正张大嘴巴吃牛肉的林之里笑道 他们怎么样 其实没所谓的 反正咱们控制的那些人 到时会第一时间扑上去 除非他们想被混沌之虫烧成灰 否则就得灭了林小璐他们 那你之前我之前 只是给他们一个动手的理由 林之里笑呵呵地吸溜着面条 腮帮子鼓鼓地道 人就是这样 刚开始做一件恶事 心里会纠结 哪怕你给他足够的好处也是如此 但只要你给他一个理由 他就会自己安慰自己了 那六百多人 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 都是贪生怕死之辈 他们最吃这一套了 而他们只要一动手 峨眉就不可能不反抗 一反抗就肯定要流血 主将 你以为他们不怕李明如和林小璐吗 他们也怕 但又不得不上 但上了就可能死 那怎么办 当然是受伤流血之后 招呼所有人一起上啊 毕竟参战的人越多 对于他们来说 就越安全 说到这里 壮汉似乎搞懂了一些 但却还是有些迟疑 而面对壮汉的迟疑 林志里也没太当回事 一边刀着 他碗里的牛肉 一边安慰 放宽心 司徒会是条品行优良 且为人积极乐观的老狗 他会帮咱们的 更何况惊鸿风云道的那个宰种 还会跟他配合 而且 我还准备了两个有家人做把柄的替死鬼 所以呢 主将就等着迎接胜利果实 就好 与此同时 随着峨眉山门外的修饰越举越多 坐在青鸾店里的叶青鸾也越发着急 整个人急得直跳脚 掌门 山门外聚集了好多前辈大能 黑压压的都已经一眼望不到头了 他们都在传音 说是要见明如长老和小鹿长老 告诉他们 小鹿和明如不在 让他们改日再来 可 可是他们说愿意等 还说 今天峨眉不给他们一个交代 就不走了 听到这话 叶青鸾当场就怒了 手中也凝现出了硕大的狼牙棒 骂了个八字的 欺人太甚 穿着裙子的叶青鸾 张牙舞爪 挥了挥狼牙棒 然后又气鼓鼓地收回 看向场中的长老们 对方都到家门口了 你们说 怎么办 话音刚落 场中的阿姨就刷 勒一声拔出了剑 而他身后 大荒剑鼓宗的四位白发剑时 也纷纷拔剑 一哥别冲动 见到这一幕 东方淡下的脸都哆嗦了一下 连忙抱住阿姨 并往他嘴里塞了枚鸡屁股 然后对叶青鸾焦急大喊 掌门 我们可以让大唐的江前辈 来主持一下大局 然后再把老陈换回来 然后东方淡刚喊到一半 门外的林薇 忽然急急忙忙跑了进来 掌门 陈念云长老回来了 他还带着谭宋为掌门 还有巴宋为盟 和宗拉为盟 此话一出 叶青鸾顿时眼前一亮 而他还未来得及说话 大殿外就传来数道巨响 青鸾电广场 一个接一个的身影 从虚无中踏出 手持浮沉 身材高挑的全真掌门 欧阳瑞雪 带着斗笠 扛着钓鱼竿 嘴角刁根草 一脸懒散的龙门掌门夜明 长相略显猥琐 手里把玩两枚石球的 茅山掌门平白 满身肌肉 快头惊人的昆仑正副掌门 宋天虎 周黎 以及和陈念云年在一起 宛如真正情侣的 蜀山掌门谈松来 当叶青鸾和小月 走出青鸾殿的时候 神州六大仙门道宗的 宗主掌门彻底击齐 看到这些神州老友 叶青鸾顿时猛了一下 你们怎么很抱歉叶前辈 小月 叶命一脸懒散地笑道 这次咱们来 都只是代表 以德夫人帮的身份来的 没有带弟子 哎 叶命你 可别以偏概全啊 老娘可从未加入 那什么以德夫人帮 老娘是哪里有价 打去哪里 给林小璐那小白脸撑场子 只是顺便 宋天虎一边说 一边左顾右盼 好奇问道 哈密瓜那魔到头子没来 哈哈 他肯定是吓坏了吧 玉姐 你哥还没回来吗 谭松磊拿着南鸣里火箭比比划画 并对小月儿闲聊道 开战之前 你哥得先嚎一嗓子啊 不然不得尽 对啊 林小璐怎么不在 我们姐弟好久没见他了 巴宋为盟 搭着弟弟踪拉为盟的肩膀 美燕的脸上满是遗憾 那家伙当初回来以后 也不说来我们妖神踪逛 亏我弟弟在修仙者学院的时候 还跟他做朋友 一旁的踪拉为盟连连点头 对啊 当时路哥还说 要带我来着 四男的兄弟们也知道 我喜欢男的 然后我姐喜欢男女 大家先冷静一下 我看外面人有点多啊 这么多天人静 不会真打起来吧 那样的话 我可能会被打出鼻血 汤圆带好药了吗 阿姨一本正经地说着话 结果刚说完 他就被媳妇欧阳瑞雪 从后面用浮沉圈住脖子 一个劲猛来 不是让你别吃鸡腿了吗 你看看 你现在胖的 一会儿干架的话 你还飞得起来吗 你要是拖后腿老娘 我就休了你 乱哄哄的广场中 周黎一本正经地 对个说个话的伙伴们分析道 兄弟们 这件事情的原委 其实我和我世界已经知道了 路哥创建新武学 不是什么恶事 我被修饰自当行 正义之周黎你好烦啊 一会儿你冲在最前面 于楚楚一脸嫌弃地 打断周黎的话 结果周黎顿时眼前一亮 真的吗 楚楚姑娘那感情好 一会儿你别让你相公飞那么快 他们剑修每次都冲在第一个 大家都知道 我昆仑知虎醉 喜欢冲锋了 看着面前打打闹闹的一群人 叶清卵在深受感动之余 摸了摸身旁小月儿的头 小月儿也猛猛地看向了她 小月儿 你当掌门以来 还没敲响过宗门雷音 今天去敲一下 把大伙儿都喊出来溜溜吧 哦 好 小月儿应了一声 然后乖巧地走向钟楼殿 而广场中的数位 也是一脸的摩拳擦掌 擦鱼杆的擦鱼杆 甩浮沉的甩浮沉 耍剑花的耍剑花 还有个斗鸡眼 将一颗颗丹药 扔到空中抛着玩的 不久 当的一声 悠扬的钟声 响彻整个峨眉 这一刻 峨眉所有严阵以待的弟子全部出洞 所有闭关的真传弟子 也是纷纷从洞府中飞出 通妖风 身穿白裙的唐星 给师尊奇观云顿的排位上了一炷香 然后转身走出大门 看着门外早已等候多时的通妖风弟子 和无数灵兽们 灵猴 兔子 鲸鱼 蟒蛇 仙鹤 金甲大王八 还有驴 无数曾跟灵小鹿有过关联的灵兽都在 而站在这些灵兽最前方的 赫然是一匹名为 马子的黑色骏马 以及一头插腰挺肚子的地企鹅 见所有人都准备好了 唐星面无表示地点了下头 随后抬手一挥 出发 五尊一脉 唐月手中拿着两根 在帅帅鸭的指挥下 浩浩荡荡和一帮少年少女走出 这些都是五尊一脉十五岁以上的少年人 个个威风凛凛 手中武器也是各种各样 刀枪剑击辅跃勾差 应有尽有 此刻 帅帅鸭昂手挺胸 站在唐月的肩膀上 对着身后所有跟随的少年人大喊 弟兄们一会儿不用给本鸭留面子 有什么本事都使出来 砍他鸭的 是 鸭哥 摘星一脉 猴三拎着两把菜刀 就从膳食堂中冲了出来 身后还跟着一大帮外门弟子 骂了个八子 鸭哥从小吃我做的饭长大 今天谁动我鸭哥我就劈死谁 三哥 咱们要是打不过怎么办 有位外门弟子害怕的问 怕个毛 猴三狠狠挥了下手中的菜刀 大声怒道 打不过就拖 有本事 他们别让我拖到晚上 不然我直接变身狼人 咬死这帮猜种 同一时间 翟星风的小院内 李耀熙也缓慢地从轮椅上站起 他的双腿 此刻 已经被春林竹修复 大师兄 您是要去帮小鹿说话吗 李耀熙一脸温柔地问 李耀熙笑了笑 当年我瞧不起小鹿 她用事实证明了 我是错的 所以我不能让其他人再犯跟我一样的错 况且她顿了顿 接着豪迈一笑 她是我的小师弟啊 这一刻 整个峨眉无论男女老少 无论内门外门 甚至像通妖峰那种 无论是人不是人的全部出动 每一位都因为林小鹿和李明如 而冲下了山头 即便林小鹿和李明如还没有回来 他们也要让所有人知道峨眉的态度 倘若小鹿和明如长老要打 那就打 倘若小鹿和明如长老要合 那就合 在峨眉和半个修仙界准备彻底撕破脸皮之时 凡间某国的集市中 有两个裸男凭空出现 引起了集市上所有人的围观 哇好犀利啊 娘 这个人的小好小啊 不过还挺别致的 不许看 把眼睛闭上 走走走 大家看他俩的屁股 好性感啊 卖烧饼的小摊前 李明如看着周围对自己指指点点的人们 一时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而林小鹿却是一脸惊奇 老大我们用忘川水回来 原来不是回您的洞府啊 居然是随机回的 李明如轻轻嗡了一声 随后看着周围人对自己的指指点点 小声道 捂住脸 说完 他就捂住自己的脸 光着屁股冲天而起 而林小鹿则比较嚣张一些 小只一掘 对着面前所有人嘚瑟道 你们看什么 看信不信我一甩死你们 说完 他就潇洒地一扭头 光着屁股飞上高空 紧跟李明如而去 此刻 峨眉山门之外的辽阔大地 已经聚齐三十多万 来自各方大陆的修士 天人静大能的人数 也累积到了将近一千五百多位 在这样一眼望不到头的修士大军中 峨眉一众人马的出现 犹如沧海一宿 显得格外渺小 场中 天人静修士中为首的司徒辉 看着远处陆续集结出的峨眉修士 以及神舟的其他几位掌门 轻叹了口气 不愧是李明如啊 居然能号召这么多修士 不是李明如 他身旁 名为扶桑子的老者冷笑 这些人中的天人静 绝大部分都是他那个小徒弟 林小璐号召来的 说完 扶桑子抬起头 看了看周围的天空 带着忌惮的声音道 李明如的那些人 应该还没有来 文言 司徒辉点了点头 小声对扶桑子回应道 不管怎么样 我们只要把这个林小璐拿下 交给那个魔头就好 其他的不用管 扶桑子一脸赞同地点头 然后看着前方 向自己这边走来的峨眉修士 大声笑道 夜掌门 御掌门 我们这次来 是想劝名如道友 和小璐道友的 你们不用这么心事动众 说完这话 他身后无数的天人精大能中 有不明真相的大能沉生道 夜掌门确实不必如此 老夫此次前来并无恶意 只是对小璐道友的 心武学一事有些意义 他如果不在 我们等着便好 对啊 峨眉的道友们 我们没想和你们为敌 明如道友有恩于我们 我们轻易步 场中一声声话语说出 而峨眉众人 也开始陆续和他们交流 可就在双方距离渐渐拉近 且交流到一半时 两道长红忽然自远方 飞冲而来 哄 一声巨响 双方中的空地 陡然掀起一阵尘埃 那一刻 光着屁股的李明如 和林小璐 从天而降 闪亮登场 看着那师徒俩 光溜溜的所有人 我去 你看他们师徒 我的天 林小璐和明如道友 不是去找机缘了吗 怎么现在 嘖嘖嘖 事风日下 人心不古啊 堂堂李明如 居然和弟子行苟且之事 老夫的世界观都崩塌了 整个修士大军 顿时骚乱不已 而李明如和林小璐 也看着身前身后惊呆的众人 一脸猛逼 怎么会这么多人 这特么什么情况 峨眉一众人中 挖你们看陆哥的屁股 好有形啊 东方弹目瞪口呆 小月快把眼睛捂上 不许看 叶青鸾下的一把 捂住小月的眼睛 然后自己瞅李明如的屁股 瞅个不停 最后还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嘖嘖嘖 想不到这小白脸虽然小 但屁股还挺翘的 宋天虎一脸惊叹 是啊师姐 我要是有这么帅的 屁股我以后出门 一定连裤子都不穿 然后尽情享受别人羡慕的眼神 周黎目不转睛地说道 死阿姨 你怎么又吃鸡腿 林小璐还欠我好多零食呢 你去要回来 光屁股给我们看 就可以不还零食了吗 什么人啊 欧阳瑞雪气得直拍阿姨的头 哈哈哈哈 真不愧是我老大 果然出来混的就是不一样 不拘小节 佩服 帅帅压抱着肚子 简直快笑死了 嗨嗨 老陈 你们峨眉这次 是不是有点丢人啊 弹松了一脸尴尬地看着陈念云 陈念云看了他一眼 然后深深地吸了口气 最后面无表情地说道 从小到大 我早就习惯那家伙了 场中 峨眉也骚乱得不停 而被所有人关注的李明如 惊恶片刻后 李妙心便忽然从摘星风中飞出 带着他的内戒 和林小璐的手镯手链来 脸色尴尬地 给他们师徒俩送上衣服 接着 师徒俩便一脸尴尬地 在双方无数修饰的注视下 穿起了裤子 一边穿 李明如还一边强装镇定 云淡风轻地对无数修饰大能问道 你们这么多人 来我讹没合适对啊 杂场子骂林小璐嚣张的一撅小 嚣张跋扈道 信不信我一甩死你们见到这一幕 全场的天人静修士 都深吸了一口气 他们身后的弟子们 也是纷纷猛逼 只有司徒辉冰猛地看了看林小璐 梁九 挤出一张笑脸 明如道友 小璐道友 今日我们来 是想问清楚一件事情 放 拉 司徒辉脸色一僵 然后继续笑道 小璐道友 你是不是一直在创造新武学 想要改变凡人命运 让天下凡人 拥有和修仙者 平起平坐的机会问题问出 全场所有修士 都看向了林小璐 而被这么多人盯着 林小璐直接点头 是啊 咋的 你也想学呀 此话一出 在场不明真相的修士们 顿时惊叹一声 议论纷纷 而李明如也错愕了一下 她刚才是想阻止小璐的 可是这小子嘴太快了 唉 也罢 自己也不可能逼着徒弟撒谎 那样也确实不好 她看着面前 对自己和林小璐 颇有威慈的修士大军们 无奈开口道 诸位 请听再下一言 修士们见李明如终于开口 很给面子的停止议论 毕竟她的身份和实力摆在那里 场中 李明如看着 渐渐安静下来的人们 一脸真诚地边穿裤子边道 我图林小璐 确实是想创建新武学 这一点 仲尼先生也是知晓的 大家也知道 域外对于三千世界 六道轮回的吞噬 一直在进行 我被修士修出的灵力 虽然可以阻止 但终究只是拖延 起不到根本性的作用 所以 在下就曾想过 如果小璐可以创造新武学 让凡人修出新的东西 说不定这新的东西 就可以和修仙者的灵力一样 抵抗域外吞噬 如果是那样 我们对抗域外 就会有新的手段 到那时 小璐对于修仙界来说 或许依旧是一个 打破垄断的祸害 但却是这世间万物的救世主 场中 李明如看着所有人 义正言辞道 诸位若是不幸 大可以先让小璐试试 等真的创造出了 诸位可以前来观看 看看小璐的新武学 是否可以抵抗域外 如果到那时确实不行 诸位在想寻尸问罪 李某人绝不阻拦 言辞凿凿的话语一出 场中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许多人也都面露沉思 毕竟李明如的人品 他们确实还是信得过的 而这番话 说的也确实是有些道理 是啊 人家小孩还没创出来呢 等创出来了 再来看 也不是不行啊 到那时 如果确实如李明如说的那样 可以一起抵抗域外 那就确实是个好事 如果不行再指责呗 场中 修士们微微思量后 也就逐渐安静下来 为首的 一位为天人尽大能 也纷纷议论着话 似乎是在交谈 而林小璐和李明如 此刻也终于穿好了衣服 老大 原来我是救世主啊 我都没想到我原来这样牛逼 李明如看着安静下来的修士们 玩耳一笑 揽着她的肩膀 刚想说别得意 远处的天空中 忽然出现一道浑身浴血的身影 你还我妻儿命来 撕心裂肺的声音突然响起 瞬间吸引了场中所有人的目光 而林小璐也一脸猛逼地望了过去 下一秒 他就看到一名满身伤痕的修士 从天而降 扑上来一把掐住自己的喉咙 这一幕来得非常突然 全场人都看得目瞪口呆 而紧接着就有人惊喊 那不是琉璃大陆的聂消道友吗 此刻 林小璐被这浑身是血的道人一掐 下意识就拨开他的手 你特么 话语刚说到一半 道人体内就突然窜出一股黑色火苗 迅速布满全身 在众目睽睽之下 发出了害人至极的惨叫 此状况一出 林小璐当场惊呆 额眉众人也是看得彻底猛逼 而李明如则瞬间眉头紧皱 有人在操控这一切 他看着这被黑色火焰吞噬的道人 一边尝试用灵法救下对方 一边不懈地在心中冷哼 这么拙劣的计谋 不可能骗得了在场这么多天人静大 林小璐 你好歹毒的手段 李明如的想法刚到一半 修士大军中就有数位天人静大能 直接飞出 怒吼着对林小璐飞冲而来 杀害聂霄道友全家 就算你是李明如的徒弟 老夫今日也要将你就地正法 诸位道友 咱们先控制住此子 再问清楚 这一刻 修士大军中 足足有六百多位天人静修士 同时飞出 让向来冷静的李明如 瞬间傻眼 这些天人静大能都疯了吗 这么拙劣的手段 也能信 场中 许多其他的大能 也都正惊愕着 不少人也是觉得 事情有些古怪 不明白这些道友 怎么突然暴怒 但身旁一个接一个冲出的修士 却是群情激愤的怒喊 先别伤辞子性命 将他拿下再问缘由 诸位道友快来帮忙 先控制住他们 一声接一声的话语喊出 一些原本迟疑的修士 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而在林小璐 被第一位老者抓住衣领的时候 李明如就一掌 将那人轰退 并飞快说道 小璐 不要法 李明如话未说完 天空之中 那名被他一掌轰退的修士 便同样燃起黑色大火 整个人瞬间就被火焰吞噬 直接在半空中 发出惨绝人寰的凄厉之音 此幕一出 在场的所有人 更是目入凶光 乾坤落月宗的老祖司徒辉 更是厉声咆哮 李明如 你好歹毒的手段 其他人也是纷纷响应 数百天人尽大能的指责声 如同海啸一般 将仕途俩的解释淹没 并不断有人对后方犹豫不决的修士们 宣扬李明如 卫护弟子 残忍杀害道友的消息 大伙一起上 先控制住他们师徒 扶桑子一声怒斥 直接挥出冲天 琳浪向李明如和林小璐扑去 面对这扑天盖地的手段 师徒俩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 连忙躲闪开来 而直到此刻 被无故冤枉的林小璐 也终于是急眼了 看着一名嗷嗷怒吼的老头 扑向自己 他飞冲上去 砰 得一声用膝盖将其顶晕 落地后 看着向自己飞来的所有人怒道 抹了个八子的 别给脸不要脸 一帮老杂碎 活了几百年 都活到狗身上去了 都特么找死是不是 愤怒的话语一出 后方的峨眉众人 纷纷准备动手 叶青岩看了 还想阻拦一下 结果小月 直接就冲了出去 目露凶光地大喊 谁动我哥 我今天就剁了谁 此话一出 后方的帅帅鸭 就大吃一挥 仰天长笑 砍死他们 下一秒 峨眉所有人全部飞出 冲啊 杀呀 杀 五尊一脉的 都跟我上 上啊 啊 看见 场中 一声声气势今天的怒吼 如同雷震雨一般密集响起 叶青岩根本拦不住 李明如也是一脸猛逼 不过她最终也只无奈喊了一声 尽量不要杀人 随后便和所有人一起飞冲上去 她明白 现在发生的事情不对劲 很不对劲 不过她已经没办法了 眼下彻底乱了 这些修士完全就没有讲道理的打算 自己总不可能真把林小鹿交出去 从开始到现在 这些修士的目标 就直指自己和小鹿 所以 把小鹿交出去 肯定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 控制起来什么的 故 自己只能反抗 而修士大军中 随着六百多位修士集体冲出 其他人也是纷纷猛逼 数百位天人精大 大能看到双方的大战 已经陆续打响 天空中的林小鹿和李明如 也确实已经动手 故虽然心中迟疑 但眼下也确实没什么好办法 毕竟都已经打起来了 都已经有人死了 这件事 肯定得有个结果 场中 一位天人精大能在迟疑许久后 扭头对身后的弟子们说道 你们一会儿上去 如果峨眉的人对你们下杀手 你们就以牙还牙 如果他们手下留情 那我们也以控制对方为主 至于林小鹿和李明如 大能迟疑了一下 随后说道 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 尽量不要杀人 主要目的是制服 明白了吗 上千位弟子顿时点头 明白 人群之中 随着这位大能开头 其他大能也开始带着弟子们冲出 并都下了几乎相同的命令 随后没过多久 三十多万 来自各个大陆各个宗门的修士们 便全部飞冲而出 这一刻 峨眉和半个修仙界的战斗 彻底打响 林小鹿 李明如 小月三人 带着阿一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剑使 以及陈念云 谭松磊 平白 宋天虎 叶命 欧阳瑞雪 共十四位天人静 直面上千位天人静大军 这一刻 峨眉各个分脉的弟子 紧随其后 印钢场中各个大陆的三十万修士大军 这一刻 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 在峨眉地狱 彻底打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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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